楼下 宋芷还在 眼看着他们下来 宋芷迎了上去 朝纪云书行了一礼 纪公子 宋公子现在已经脱罪了 怎么来这儿了 我想与你说声谢 我认识你当天 你就一直在与我们说谢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的 要的要的 宋芷知道无力回报 只想进自己所能报答你们 若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赴趟导火 其实就算你不来 我也打算去找你 我们正好要出去 宋公子也一块去吧 待会儿再说 好 宋芷很高兴自己能帮到忙 警戎也没有继续阻拦宋芷 几人便离开了客栈 出去后 宋芷好奇地问道 现在去哪儿 一桩 那不是放死人的地方吗 去那儿做什么 宋芷也不好多问 只能跟着去了 到了一桩 纪云书 景戎和白音进去了 宋芷却在门口愣了一下 这才跟上 屋子里 景戎的四个侍卫都在 公子 已经挖出来了 一张大桌上摆放着一具骸骨 刚挖出来不久 上面粘的土还是新鲜的 纪云书扭头问白音 确定是水淹的尸骸 确实 不会有错 水淹是王军的妻子 五年前得病死的 纪云书戴上准备好的手套 打算检查骸骨 景戎则吩咐大家都出去 不要在旁打扰 宋芷虽然很想帮忙 可面对那具白骨 他却束手无策 只能和众人一块 在外头等着 他一直琢磨着 纪公子要自己帮什么忙呢 此刻 景戎副手站在院子里 目光看着一桩门口 那棵高大的树 微风拂过 落叶纷纷 入冬了 空气里透着凉 他沉了沉眸子 此番此景 异国他乡 到底有些感触 可那种渐渐泛起的情绪 又极好地被他压制下去 静静等待 季云书的验尸结果 白银抱胸 依靠在一边的柱子上 不苟言笑 那些侍卫 也都在门口乖乖站着 谁都没有说话 宋芷朝里面看了看 正好看到 季云书拿着那些海骨 在检查 十分专注 他心头一颤 立刻将目光收了回来 他充满了好奇 那位季公子 白白嫩嫩的 不像是做生意的 更不像在江湖上行走的 明明一脸的书生器 偏偏对那些死人海骨 颇有研究 究竟以前是做什么的 为何能够摸骨画像 单单一具白骨 就能将其生前像画出来 此等本领 可比那些大夫和画师 厉害多了 必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尽管宋芷满脸疑惑 但到底不是多嘴的人 所以就没有问 里面季云书正在 仔细地观察桌上 那具骸骨 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五年前 年纪大概二十出头 确实是王军的妻子水焉 从白骨上的一切特征来看 并不是中毒 他将头颅抱了起来 上面沾着很多湿泥 一双白色手套 立刻变得肮脏不堪 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他发现 海骨的其中一个肋骨 有明显的挫伤 不是被重物打击造成的 而像是有人 用力推了一掌后导致的 头颅后脑的枕骨上 则有一个圆形的裂痕 是被什么东西撞击和挤压过的痕迹 并且力道很大 极大可能就是造成水焉死亡的直接原因 为了找出水焉死亡的真正致命伤 导致命人取来了少量白酒 干净的白纸和一些张木枝 然后在死者头颅上进行了 以往操作过的实验 用以验证海骨枕骨伤的伤口 究竟是致命伤还是旧伤 他先是将张木枝涂抹在枕骨上 再用泡了白酒的纸覆盖在上面 等了一会儿后 沾了白酒的纸上 呈现出了淡淡的浅红色 也就是说 这个伤口是死者死前造成的 是致命伤 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心里却十分沉重 尽管这个结果是他早就想到的 但他心里依旧如同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此刻他可以肯定 水淹的死就是整装命案的开端所在 可以说是导火线 他将手套脱下 将海骨用白布罩上 整理了一番后 便出去吩咐那几个侍卫 你们守在这里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那具海骨 等案子结束以后 再好好葬回原处 是 还有 待会儿让看守一桩的人 为死者上几炷箱 是 景荣闻声过来 看了一眼里面 已经要好了 宋公子 在下要你帮个忙 只要宋某能办到 你尽管说 我需要你 替我重新写一个新的戏本 于是那天 宋芝按照继云书的要求 写了一个新的戏本 一直写到晚上 新戏本才终于完成 宋芝将新戏本 交给继云书过目 继云书看完后 十分满意 然后让白银带着 新戏本出去了 并且交代了一些事情 第二天 季云书一整天 都待在客栈里 案子也不查 甚至提都不提 看上去悠闲自在 景荣则问宋芝 要来了几个戏本 在屋里看起来 宋芝便像个 接受批评的孩子一样 坐在他对面 等待景荣发表独厚感 那些戏的剧情 其实写得普普通通 甚至没什么可看性 难怪宋芝 吃了这么多年的 闭门羹 当然 这不怪他写得不好 只怪他写得太文艺 写得太诗词歌赋了 只钻词藻 不钻剧情 自然就没什么可看的 加上宋芝不愿意 趋之若鹜 打死也不肯 写那些俗本子 宋芝见景荣 看得如此认真 红着脸说 实在羞愧 我所写的 怕是入不了壮士的眼 文词很好 人人都这么说 可是情况 却一言难见 字会越来越好的 或许吧 其实你昨天跟我说的 我想了一晚 那你想如何 我若参加科举考的功名 日后怕会深陷迷局 但也如你所说 灯芯燃尽 落鱼叶 良田千亩 是鱼家 三鱼可将毙 车马可行急 我若有此本事 应当一展所长才对 若能为官 必要为百姓谋复制 三月春围 还有两三个月 来得及 等案子一结 我就打算启程去高定 那在相 就提前祝贺你 前程四季 多谢壮士 你不必一直喊我壮士 我姓景 景公子 宋志抬手作了一礼 他总是客客气气的 景荣没有告诉他 自己也要去高定 心想着 等着此事过去后 大家便分道扬镳 牵扯太多 终归是不合适 这是一道声音传进来 你们怎么还不去办正事 是李成 他急步走了进来 神色着急 宋志一见到他 立刻起身行礼 程世子 李成不喜欢那些虚礼 手中折扇 扣在宋志手肘上 往上一抬 我又不是大人物 行什么礼啊 圣子多谢程世子 出手相助 不然宋某 恐怕已经被判了罪 举手之劳二爷 看来卓大人 办事效力还不错 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还以为那老家伙 会关上你几天 李成转而看向景容 我刚才去敲小公子的门 他不肯给我开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啊 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 两天时间就快到了 时间还没到 就快了 快了是多久 这 李成羽色 舔了舔嘴唇 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倒了杯水 咕噜咕噜喝下 他注意到景容面前的几本戏本 抓起来就看 看了几夜后 眼睛一亮 这谁写的 写得真好看 写得真好看 正所谓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宋芝写的剧情再烂 也有几个喜欢看的 比如李成 宋芝不好意思道 这是我写的 你写的 我好家伙 真是个人才 哪里哪里 不用谦虚 李成继续看 完全看进去了 直到夕阳西下 季云书才出了房门 白阴也从外面回来 都已经安排了 可有差错 放心吧 我亲自盯着他 那就好 季云书去了景容的房间 门一开 就看到三个大男人 此刻正挤在一间屋子里 围着桌子各自沉默 画面十分喜感 宋芝依旧是第一个起身的人 十分有礼 李成还捧着戏本在看 皱着眉头 思索接下来的情节 甚至觉得里面的故事 荡气回肠 景容看向季云书 又看了一眼白阴 已然明白 季云书微微一笑 与三个大男人说道 走 一块去看戏吧 李成一听 立刻将戏本放下 看戏 看什么戏啊 当然是好戏啊 这个时候去看戏 是不是搞错了 李成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景容和宋芝 却一点也不惊讶 几人出了门准备出去 李成刚要跟着下楼 就被他阿姐叫住 你又要跟着他们去哪儿 去看戏 看什么戏 不清楚 你听着 我不管你们要做什么 也不管这案子能不能查清楚 总之明天一早 你都要跟我回高定 知道了 阿姐 反正你这些天待在客栈也无聊 不如跟我们一起去看戏啊 没兴趣 好不容易来一趟义屋啊 整天闷在房间里回门出病的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走了 这不到处看看 岂不是可惜了 我可是听说 义屋各大戏班 那唱戏唱得极好 比高定那些戏班唱得还好 都说了 不去还没有说出口 他就看到楼下的白音 顿了一会儿 忽然改变了主意 好吧 李承也没有多想 只当他是忽然起了兴致 便拉着李文书下了楼 一行人一块儿出了客栈 去看戏 此时一屋大牢 张小白从狱祖口中得知 卓大人只给那位继公子 两天时间找凶手 要是两天时间一到 再没有别的证据证明 凶手另有其人 那么就要定张小白为凶手了 所以他在牢中担心了两天 根本就休息不好 觉也不睡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眼看着这会儿都已经天黑了 两天时间就要到了 那也就意味着 他会被卓大人当成杀人凶手 被判死刑 到时候人头落地 那还了得 一想到这儿 他便担心地抓着自己的脖子 浑身发怵 而对面牢中的老乔 这几天休息得很好 看着张小白那副模样 说道 张小白 你就别担心了 宋志说了会救你的 救我 可他连影子都没有 指不定一出去 就不再管我了 宋志不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 都说书生怕死 他也不例外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宋志人很好 我偷了他还给王军的包袱 害得他做了几天的冤狱 他都没有怪我 这是两码事 不要混为一谈 你懂什么呀 算了算了 我不说了我 老乔拍了拍大腿 随即靠在背后的墙上 呼呼大睡 张小白则在牢中 来来回回走着 双手时不时紧紧地 搓在一块 非常担心 他可不想背负 那种莫须有的罪名 他双手合十 对着那扇小小的窗户祈祷 宋志啊 就只剩下几个时辰了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等我出去后 我一定给你当牛做马 县衙的后堂内 卓大人也在等待结果 他一脸凝重地盯着外头 想着等时间一到 就判案 一个官差进来并报道 大人 我已经去看过了 那位纪公子 这两天去了益庄一趟 其余的时间 都在屋子里睡觉 根本不查案子 睡觉 是啊 今天还睡了一整天 可是他去益庄做什么 不清楚 他的人在益庄看着 我们也不好明着去打听 他到底要做什么 口口声声说 案件另有引擎 怎么偏偏一点也不着急啊 他想了好一会儿 也想不出一个究竟来 这时 另一个官差 急急忙忙跑进来 喊了一声 大人 什么事 那位纪公子说 让你一块去看戏 都这个时候了 还要本官去跟他看戏 简直是在胡闹 卓大人豁然起身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不可思议地挥了挥袖子 大人 这成世子也在 这张王牌 真是什么时候都管用 卓大人一听 李承也在 哪里还敢拒绝 立刻扯着关袍说道 走走走 去看戏 大人等等 你拦着本官做什么 纪先生还说了 让您 在门口悄悄地看 悄悄地看 卓大人 卓大人咽了口口水 碍于里程在场 他不敢不照办 只有答应 悄悄地看 便带着几个官差 去了 纪云书等人 去了赵家班的西装 一进去 陶班主就赶紧出来迎接 因为出了这么多事 陶班主整个人憔悴了很多 也没什么精神 十分颓废 他已经打算等这件事情 过去后 便将赵家班解散 以后可能也要改行了 他看了看前来的人 几位是来办案的 还是有什么 不清楚的地方 要问我们 班主 我们是来看戏的 公子不要跟我开玩笑 在下没有开玩笑 确实是来看戏的 唉 出了这么多事 我这戏班呀 早就办不下去了 哪里还有戏呀 你看看周围 根本就没人看 一般这个时候 戏装看戏的人都已经满了 但现在却十分冷清 戒云书来意很明确 我们不都是人吗 只想看戏 没有别的意思 这 在陶班主为难之际 景荣拿出了一锭金子 往他面前递去 班主 我家这位小公子 谁家的西装都不去 偏来你这西装 是因为真的喜欢 看你们赵家班的戏 今日就当是我们包了场 如何 那可是一定金子呀 戏班一个月的收入 第四百五十八集 陶班主一向是 见钱眼开的人 尽管现在很沮丧 但看到钱 没有不赚的道理 于是他咬咬牙就接了 可是你们想看什么戏 景荣看向纪云书 询问他的意见 鬼娘藏夫 这什么 好端端的怎么看鬼娘藏夫 戏班里在场的人 也都大吃一惊 就是因为这出戏 所以闹出了命案 赵家班才沦落到 现在这般地步 现在纪云书说要听这出戏 不就等于在他的伤口上 撒盐吗 公子 你确定 是鬼娘藏夫 没错 就是这出戏 这 不如换换吧 不换了 就鬼娘藏夫 但是王军已经死了 张小白现在又还在牢中 声诀儿怕是没人唱啊 就算这样 想必一定还有人能顶替的吧 有是有 但就是怕 唱得不好 唱得不好没事 我们不介意 可是 别可是了 小曲他身子不好 还在修计 恐怕也唱不了 换别人也行 只要能开嗓的 都行 总之 这场戏 他们今天是看定了 最后陶班主 也无法拒绝 加上有那一定金子 碰在手里 也就只好印下 然后开始紧锣密鼓地 让人准备起来 静云书等人 便直接坐在了一楼 等待开戏 李文书是第一次 来这种地方 多少有些好奇 但更多的却是打探 心里有几分警惕 李承看他 独自在一张桌上坐下 阿姐 这里怎么样 还好 听说他们的鬼娘藏夫 唱得极好 那桩白骨案 就是在那个台子上 发现的 是 就在那 当时你也在 不在啊 那你怎么知道 听的 李文书不再问他 目光不经意间 看向坐在另外一边的白银 那男人总是板着一张脸 不苟言笑 脸上写着生人物尽 白银似乎注意到 有道目光正看着他 他侧眸看去 正好对上李文书的目光 四目相对 请客间 李文书心虚地挪开目光 衣袖内的手不禁地紧了几分 然后目不转睛地 看着台上 等待开戏 白银也没有多想 收回了目光 此时的后台 戏班里的人已经化起妆 换上了衣服 突然有人开始说 那几个人也太习惯了 别的戏不看 偏偏要看鬼娘葬夫 明知道出了那种事 真是晦气啊 可不是 不怕再出事吗 凶手都还没有抓到 万一等会真的出了事怎么办 我还不想死 你可别吓我 我才不吓唬你呢 我知道你们担心 可这估计是我们戏班 最后一场戏了 大家都好好唱吧 等唱完了 那公子给的钱 我全部给你们分了 所以都打起精神来 说不定以后 就再也没有在一起 唱戏的机会了 说到这儿 众人不免有些伤感 毕竟在赵家班待了这么多年 现在却要散了 岂会不难过 便个个打起精神 为最后一场戏做准备 此时高大力正在画丑绝的妆 其实他只有前两幕的戏份罢了 他独自一人走到后台帘子处 将帘子撩起一角 目光往前面看 正好就看到 纪云书等人坐在那儿 不由 他的眼神一点点收紧 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让人猜不透 很快 开戏了 戏装的灯笼一盏盏灭掉 只留下了台上那几盏 营造出了一幕恐怖的气氛 台上的围蔓缓缓打开 和之前看的鬼娘葬夫一样 先是大婚成亲 后是戏中梁生 遇到了傅家小姐湘欣 二人夜夜缠绵 直到第四幕 原本这一幕 应该是梁生画一个 十分猙獰的妆容 为了前途和金钱 为了和有钱小姐湘欣在一起 而在饭菜中下药 迷晕了自己的娘子芙蓉 随后划烂她的脸 将她推下了一口枯井中 芙蓉惨叫一声 可是这一幕却改了 改成了梁生与芙蓉 吃了最后一顿饭 二人伤感交谈 彼此心里都有所感触 随后梁生起身唱到戏词 夫心今日有所轻 妄不得娘子怪之 芙蓉含泪唱起戏词 我处寒身不如那人贵 君亦狠心将我抛弃 梁生心意已决 起身离开 芙蓉拉住她 求她留下 其料 梁生用力一推 掌心正好 积在她胸前的肋骨上 导致芙蓉 整个人往后倒去 后脑猛烈撞击 在桌子尖锐的脚上 碰的一声 芙蓉当场死亡 梁生被吓得脸色苍白 为了掩盖罪行 梁生便对外称 娘子是病死的 季云书冷冷地看着 微微摇了摇头 演得没有特别出彩 宋指听到后问道 是不是我写得不对 不 宋公子写得很好 原来这戏 就是季云书让宋指改的新戏本 高大力在演完第二幕后 就一直站在后台 看台上的情况 她并不知道 为何这戏突然改了 台上的人虽然还是原来的妆容 可是总感觉换了一个人 但他们的唱腔却没有变 此刻 高大力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她抓着帘子的手紧了几分 清津可见 一双深凹的眼睛也越来越沉 带着杀气和恨意 盯着台上的声觉量声 而不止这一幕改了 接连后面的好几幕都改了 没有什么芙蓉 从井底爬出来的恐怖情节 而是忽然将所有的焦点 都集中到了一个丑爵身上 一个和高大力画着 一模一样的妆容的丑爵 戏里丑爵一直喜欢着芙蓉 她怀疑是梁生为了和湘芯在一起 所以杀了芙蓉 因此她穿上了芙蓉生前最爱的衣裳 装扮成了芙蓉的模样 为了报复梁生而杀了湘芯 奇料那晚正好被梁生撞见 便大喊自己见了鬼 之后丑爵又杀了梁生 最终将他们二人的海骨 都埋在了黄土里 丑爵的一句细词 看青江在地底画骨成烟 我只得眼泪为你埋黄土 与之前鬼娘子唱的那一句 看夫君在树下脱骨画成烟 我只得在坟前为你种黄土 十分相似 只是一个是唱君 一个是唱青 而新戏最后的这两句 被丑爵唱得十分凄惨 戏的最后 丑爵拖着长长的水袖 缓缓离开了戏台 这场戏也到此结束了 曲子也停了 整个戏装十分安静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发出任何响声 这场戏似乎让所有人 都陷入了沉默 纪云书坐在原位上 他在等 景容面色严肃地坐在他对面 他也在等 直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帘子后缓缓闪出来 那人走到台前 目光复杂且沉静地 看着台下的人 就在他从后台出来的那一刻 众人的视线 纷纷落在他的身上 这个人就是高大力 他还穿着那身 洗得干干净净的 丑爵的衣裳 双臂无力地 垂在身体两侧 以至于那长长的水袖 拖到地上 浮起了一丝灰尘 与此同时 陶板主和戏班里的人 也都围了上来 都看着他 这是一场 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戏 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见他走来 纪云书缓缓起身 迎上他的目光 神色冷静 高大力没有惊讶 这场意外的戏 反而冲着纪云书笑了笑 随即拿出一块帕子 开始擦拭自己脸上的妆 红红绿绿的颜色夹杂着汗 被他的帕子一擦 全都揉到了一块 颜色都沾到了帕子上 他那张脸也因此 尤其地争鸣 宋志别过眼 叹了口气 带着十分惋惜的意思 景荣却很冷静 他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静静地坐着 喝着赵家般准备的那些粗茶 而李承 因为没有看过 鬼娘葬夫之前那个版本 所以没有察觉到 这出戏有什么异常 但看到那丑觉 此番奇怪的行为 以及众人的反应 不免心生疑惑 口中轻声嘀咕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看戏吗 怎么大伙弄得这么凝重 相较于他 李文书却看明白了 从第四幕开始 他就已经觉得 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他听到了 当时纪云书和宋志的对话 所以在李承说完这句话时 他眉心微微一挑 轻声道出了三个字 戏中戏 什么是戏中戏啊 也就是 局中局 局中局 李承糊涂了 眼巴巴地盯着 自己的阿姐看 李文书则笑了一下 觉得很有趣 这一趟没白来 心里对那位 即将要破案的小公子 充满了好奇 他是谁 他们是谁 李承没有得到他的回答 所以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免得阿姐嫌他啰嗦 只好将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那个丑爵和纪云书身上 默默地看着他们 只见高大力将沾满颜色的帕子抓在手中 横着两道眉 看着纪云书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声音犹如从深渊地底传来一般 深沉寒冷 让人不由地发麻 面对他的问题 面对他的问题 纪云书神色平静 只是抬手指向他的手腕 高大力垂目看着自己的手腕 皱眉不明 别说他不知道 戏班里那些人其实也不清楚 纪云书行了两步走到戏台前 看着台上摆放的那堆黄土 不急不慢地解释道 其实一开始 我对这桩案子 还存有很多的困惑之处 甚至可以说 一点线索都没有 直到我看见小区姑娘 手腕上的红点时 才终于明白过来 小区姑娘告诉我 一旦她碰到一种 名为紫叶花的叶子时 手腕上就会起那种 密密麻麻的小红点 可是这段时间里 她根本就没有碰过 紫叶花的叶子 那种花 也只有在极阴寒之地 才会盛开 比如 坟地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 明显能听到周围 有人唏嘘的声音 毕竟那种地方 说出来确实让人后背一凉 高大力没有打断她的话 让她继续说下去 可是小区说了 她这段时间里 根本就没有碰过紫叶花 偏巧的是 那天衙门在审理张小白的时候 我无意间撞了你 你在扶住我的时候 我发现你手上也有类似的红点 跟小区的症状完全吻合 可想而知 你们都对紫叶花十分敏感 也就是说 你们很有可能碰过同样的东西 也就是紫叶花 或者是跟紫叶花有关的东西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假设 于是当晚 我就去了赵庄儿的墓地 发现她坟墓上的土壤中 就有这种花 我心里的假设 也就得到了肯定 什么假设 你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导致你们手腕上 会起红点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紫叶花的叶子 而是叶子上的露水 所以我想 凶手定是在挖赵庄儿海谷的时候 坟墓旁紫叶花叶子上的露水 渗到了海谷上 所以小驱姑娘 在鬼娘葬夫最后一幕 去埋黄土的时候 碰到死者的海谷 这才导致手腕生了红点 可除了小驱姑娘以外 你也碰了 可是 从白骨被发现到 台道衙门的这段时间里 你都没有碰到过 又怎么会生小红点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在白骨埋进黄土之前 你就碰过 我才猜测 你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但我不敢肯定 更不能因为 你也有此等症状 就断定你就是凶手 所以我从小驱姑娘房间 出来以后 就在你身上 洒了少量的磷粉 那天晚上 你跟在我们身后 一起去了赵庄儿的坟地 却被我们发现 而匆忙逃走 因为身上的磷粉洒落 地上都是光点 我才肯定 你就是凶手无疑 众人哗然 没想到高大力 就是凶手 戏班里的人 昨天接到鬼娘 葬夫新的戏本时 其实都很惊讶 可是里面情节 却让他们 不得不联想到高大力 加上还特意交代过 此事绝不能被高大力知道 就更是将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高大力 所以从昨晚 到上台唱戏的 这段时间里 大伙都隐瞒着不说 此时纪云书说出 高大力就是凶手时 大家心里虽有些准备 却还是惊了一把 李承直接起身走过来 指着高大力说道 原来你就是凶手 是你杀人 高大力却很淡定 仿佛在听一件 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但从他的表情上来看 他对纪云书说的这些 已然是接受了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叫人来抓我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逃走 如果你要逃 早就逃了 更不会将王军 和赵庄儿的海骨 搬到戏台上 让这么多人看到 何况 我还有一些事情 没有弄明白 比如 你为什么要杀赵庄儿和王军 你和水淹又是什么关系 所以 我还要继续查下去 那现在呢 你弄清楚了吗 我找人去查了你 原来 你和水淹的祖籍 都是雁台县 而在他认识王军之前 你们就已经认识了 他在来义乌之前 是在一家青楼里做姑娘 是你用尽一切办法 为他赎了身 之后 小区到了义乌 你也跟着他一起来了 但自从来到这里 你们私下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仿佛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这个疑惑 我现在也不明白 我又去查了水淹的骸骨 发现他的肋骨上有挫伤 后脑的枕骨上 也有一个导致死亡的撞击口 才断定 这极大可能是王军 想和赵庄儿在一起 而故意杀了水淹 然后对外说 水淹是病死的 但是你知道真相 所以一心想为他报仇 这才先后杀了王军 和赵庄儿 第四百五十九集 高大力听完纪云说的话 又笑了 他不知道原来自己的故事 竟然会被另外一个人 描述得如此准确 他看了看周围 此时赵家般的人 都带着惊讶和恐惧的目光 盯着自己 仿佛在看一个 十恶不赦之人 这让他不由地冷了心 在他们眼中 自己就是个变态 凶残暴力的凶手 所以这出戏 就是演给我看的 我请宋公子 连夜写了新的戏本 送来给赵家班 让他们到时候 只管按照上面的唱就式 但此事不能告知你 也就是说 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准确来说 是的 没想到啊 我以为我的计划 天衣无缝 但还是被你看出了破绽 已经到了如今的地步 你还不愿意将你的事情 说出来吗 我的事 我的事 高大力的身子摇摇欲坠 他紧紧捏着拳头 眼里充满了痛苦 他的妆容已花 双手无力地掉在身侧 迈着颤抖的步子 走到戏台正中央 高高地仰着头 微微闭上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他吸了一口气 语气沉重地说道 我跟燕儿 确实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她出身青楼 是个烟花女子 每天都过得十分痛苦 而我 是青楼里的一个厨师 从我看到燕儿的第一天起 我就已经喜欢上了她 喜欢她的所有 可是她常常跟我说 她是个不干净的女子 配不上我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为了她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用尽一切办法 将她从青楼里熟了出来 没多久 她就撇下我 孤身来到了义乌 我随后也跟着她一起来了 可她却说 想彻彻底底地忘掉 那段不堪的过去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肯再跟我有所来往 我就只能 一直默默地守着她 最后眼睁睁地 看着她嫁给了王军 我 却什么也不能做 可是突然有一天 王军告诉我们 燕儿死了 只有我不信 因为我知道 燕儿不可能是病死的 所以在她的尸体下葬后 我就把她的尸体挖了出来 我看到了她头上的伤 是王军杀了她 是王军杀了她 是她和赵庄儿联手杀了她 根本不是西里所说的失误 既然你知道水岩是被他们所杀 那你为什么不报官 报官 她人都已经下葬了 何况 我是挖出她的海骨才发现 在别人看来 可能我才是凶手 所以根本没人会相信我 我发誓 不仅要杀了他们 我还要将他们的罪行公主于事 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他们杀了水岩 我就只能一直等 直到三年前 我得知赵庄儿患了几股症 如果她死了 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病死的 根本不会怀疑到我身上 那天晚上 我就扮成了燕儿的样子 悄悄去了他们家 用枕头将赵庄儿活活捂死 哪里知道 却被进屋的王军撞见 他以为我是燕儿的鬼魂来索命 当场吓个半死 口口声声地喊着有鬼 他怕自己杀害燕儿的事情被人知道 所以也谎称赵庄儿是病死的 就没人怀疑到我 至于王军 我也一直在找机会杀他 我再等一个机会 将他们的罪行告诉所有人 直到鬼娘藏妇这个戏本出现的时候 我知道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偏偏那么巧 鬼娘藏妇这前几幕根本就是在讲王军和燕儿的事 也许是上天在帮我 让我可以利用这一点 将王军和赵庄儿杀害燕儿的事告诉所有的人 所以那天晚上 我一路跟踪王军到了宋纸的家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就看到宋纸追着王军出来 我就悄悄跟在王军后面 在他回去的路上 将他杀了 我剁了他的手指 扒下他的皮肉 眼睁睁地看着他只剩一堆血淋淋的白骨 我又将赵庄儿的骸骨给挖了出来 将他们拼成了一具 然后趁着没人注意 把骸骨悄悄埋进了那堆黄土里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杀了燕儿 他们该死 此刻高大力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哪里还是那个老实芭蕉的汉子 果然 这就是一场戏中戏 一场虚假和现实交织的戏 戏中 梁生为了虔诚 为了和湘心在一起 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芙蓉 戏外 王军为了和赵庄儿在一起 杀了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 水淹 戏中 芙蓉的鬼魂去找梁生和湘心复仇 戏外 高大力扮成水淹的样子 杀了王军和赵庄儿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讽刺 季云书说不上同情 也说不上惋惜 在此之前 他见过无数的生离死别 爱恨情仇 也经历过比这更悲痛的事 以至于皮囊下的那颗心 早已经坚硬无比 如今高大力的大仇已报 心里的结也终于解开 他仰头寒泪 无比释怀 他终于替燕儿报了仇 现在 他也该去陪她了 他从自己的水袖中 抽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匕首 把匕首拔出 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燕儿 我来了 高大力手腕一紧 锋利的刀口正要刺向脖子 啊 不要啊 戏班里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骚动起来 同时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声 然而下一刻 景容便捏起手中的杯子 朝高大力的手腕 准确无误地丢了过去 高大力手腕吃痛 手一松 伴随着杯子落地的声音 那匕首也掉到了地上 但高大力已有了一颗赋死的心 他紧咬着牙 准备弯腰去捡 偏偏景容快他一步 脚尖一钩 将地上的匕首踢开 然后擒住他的双手 往后一翻 高大力被他牢牢扣住 放开我 让我去死 纵使高大力快头再大 力气再猛 也没能挣脱景容的束缚 你就算要死 也不要死在我们面前 染了一身血 晦气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死 我要去陪贤儿 突然 一行官差从外面冲进来 抓起来 领头的官差大喊一声 景容便松开了高大力 将他推给了那几个官差 官差们将他牢牢架住 高大力动弹不得 他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 脸上和眼中 更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 卓大人紧随其后走了进来 从戏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外面悄悄地看着 直到高大力承认罪行 这才进来抓人 高大力 你既然已经认罪 本官现在 就要将你缉拿归案 杀了我 现在就杀了我 放心 你手里有两条人命 足够你死好几回了 把他带走 官差准备将他带走 突然纪云书走到高大力面前 慢着 你真的以为 水焰是因为那些不堪的过去 才说配不上你吗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在为他赎身之后 他要撇下你 孤身来一屋 你 你什么意思 倘若他心里对你有那么一丝感情 或者感激 他就一定不会做得如此决绝 一语惊醒梦中人 所以水焰是在利用他 利用他为自己赎身 高大力眼眸一缩 冷笑道 不可能 不可能 燕儿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 你心里一直都很清楚 不是的 事到如今 你有何须再自己骗自己呢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高大力口中一遍遍说着不可能 可在他的心里 他的潜意识中 已经接受了这个一直以来 自己都十分清楚的事实 最后官差压着他离开了 案子也终于真相大白 卓大人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又觉得脸部火辣辣的疼 因为凶手不是送纸 也不是张小白 这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 差点就真的判了冤案 他走到纪云书面前 十分恭敬的 纪公子 多亏了你啊 谈不上谢 只希望卓大人今后办案能多些耐心 在没有十足的证据之前 不要随意结案 是 纪公子说的是 这时 李承走了过来 抬着手中的折扇 打了卓大人一下 卓大人 你这官当得也太草率了 要不是人家小公子的话 这案子就成冤案了 承世子 嗯 等本世子回高定后 一定要跟我爹好好提一提 呃 承世子 本官自知有些不足 日后则会吉利补过来 很请世子手下留情 像你这样断案 说不定以前判了多少冤案呢 到时候一桩一剑 全部都给你翻出来 看你还老实不老实 卓大人身子都在颤抖 明显吓得不轻 李承看卓大人脸色苍白的模样 不忍继续吓唬他 摆了摆手 哼 行了 现在凶手已经抓到 你还不赶紧回衙门去处理 难道还想本世子将这桩案子 也一并告上去啊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 本官 这就去 卓大人转而又向纪云书鞠了一躬 这才带着自己的人 离开了戏装 其实李承也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 他可没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去告一个官 何况他又不是官场上的人 就算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亲平阳侯 平阳侯日常忙朝堂上的事都忙得半死 哪里有功夫去管地方官员 所以刚才这番话 也就是给卓大人悄悄警钟 李承走到纪云书面前 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 小公子 没想到短短两天时间 你竟然找到这么多线索 我都被你蒙在鼓里 本世子佩服 佩服 不敢当 诶 敢当 敢当 这时有人喊道 班主 闻生看去 就看到陶班主身子倾斜 有人搀扶着 已然是被此事的真相打击了 大伙扶着他坐下 他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随即长长地叹了一声 造孽呀 真是造孽呀 我赵家班 究竟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竟落得今日这般地步 死的死 病的病 坐牢的坐牢 现在 这杀人凶手 还是我赵家班的人 一场鬼娘葬夫 让赵家班走上了巅峰 也是因为鬼娘葬夫 让赵家班从此跌落谷底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当天 季云书等人离开赵家班时 已经是后半夜了 白银和宋旨分别提这一盏灯笼 走在最前面 李成和李文书走在中间 季云书和景荣 走在最后面 街道上熙熙攘攘 还有一些行人 周围还有几家商户和客栈 开着门 一路上冷风轻浮 众人不禁裹了裹衣裳 景荣看着身侧瘦弱的女人 悄无声息地握住了 他冰冷的手 季云书的手 被他握在温暖的掌心时 没有避开 任由他握着 忽然 李成转身看了过来 季云书立刻将手缩了回去 毕竟两个大男人牵着手 成何体统 景荣看着仿佛是因为 做贼心虚而脸颊泛红的 季云书 不由笑起来 好在 李成并没有注意到 他冲季云书说道 小公子 明日我就要回高定了 待会儿回客栈 我们好好喝一杯 怎么样 在下不喝酒 哪有大男人不喝酒的 今天案子破了是件好事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在下不喝酒 别那么扫兴啊 并非扫兴 还请城世子不要为难我 我怎么会为难你呢 李成抬手 准备往季云书肩膀上搭去 然而 还没碰到季云书的肩 景荣那韩丽的目光 便朝他扫过去 正好撞上李成那双 泛啸的桃花眼 李成梅出息地放下了自己的手 他总觉得景荣身上带着压迫人心的气势 那种气势非常人所有 说白了 就是有点害怕 所以他心里一直对景荣等人的身份困惑不已 充满了好奇 他赶紧挪开目光 扒了几下嘴皮子 尴尬地笑了笑 不喝就不喝嘛 来日方长 今后肯定还能再见 季云书笑笑不语 而这一路上 李成说了很多 大概是因为分离将至 难免有些不舍 而走在最前面的李文书 因为自己走在白阴的身后 因此他的目光便大胆地落在白阴结实的后背上 他无法忘记白阴的眼神 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挥之不去 李志也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深陷进去 那人只是一个与自己毫不相识的人 宋侄与大家告别之后 就提着灯笼回了家 大伙也回了客栈 各回各房 李成还想跟季云书说些什么 但是阿姨景荣在 只能无奈作罢 回到房间 季云书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 却从衣服里掉出来一块东西 咚的一声砸在地上 他捡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块小玉牌 很精致 上面还刻着一个男字 他曾记得当初从锦江去京城路上时 曾帮一个狐义商客的夫人剖腹取紫 这块玉牌便是对方为表示感谢而赠予他的 这么久过去 他几乎都快忘记自己身上还有这块玉牌 难 季云书口中轻语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忽然 有人敲门 他便将小玉牌随手塞进衣袖中 转而去开了门 景荣站在门外 第四百六十集 我已经吩咐下去 明天早午离开 不是一早出发吗 景荣的目光朝里程所住的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明天早走 言外之意就是 不想跟他们碰到一块 不要有过多的交集 嗯 那你早点休息 但是景荣没有离开 他双手忽然抓着门框 身子往里面倾去 凑到寄云书面前 二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怎么了 季云书抿了抿唇 看着面前这个冷静的男人 景荣看着他精致的脸蛋 唇角微微一勾 哼 那个叫李承的 可一点也不少 他知道你是女的 我知道 所以 所以有你在 我不担心 显然这话对景荣来说十分受用 瞬间把他心里的醋坛子给盖上了 他唇角渐渐泛着笑意 我喜欢你说这样的话 两人四目相对 然后景荣整个人往季云书的面前靠得更近了 做出要吻他的动作 季云书没有躲避 而是本能地闭上眼睛 眼看着两个人的唇就要碰到一块 可景荣却停了下来 季云书迟迟没有等来他的吻 却能感觉到从景荣鼻尖处 扑到自己唇上的那厚重的气息 他缓缓睁开眼睛 对上景荣那双温柔且泛着笑意的目光 原来自己被耍了 他心里刚要怒 景荣便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揉了一下 他喜欢这样的季云书 喜欢他带着小脾气的样子 不等季云书说话 他将唇凑到他耳畔 温柔地说道 好好休息 说完便走了 季云书关上门后 也不由地笑了 第二天 李承很早就被李文书给叫起来 催促他收拾东西立刻上路 他在走之前本想跟季云书和景荣他们几个道别 但由于太早 他们房间门都还关着 所以他也就没有去打扰 只能交代客栈里的小二 等那几位公子起来之后 记得告诉他们一声 就说我走了 日后有机会再见 好的 客官放心 我一定将你的话带到 最好一字不漏 是 小二用心记下 李承不舍地往二楼看了几眼 李文书见状扯了他一下 催促道 还不赶紧走 阿姐 你答应我的 今天一早就走 不能再耽搁了 可是 别再可是了 李承自己挖的坑 也只能由自己填 最后无奈地叹了生气 出了客栈 上了马车 但心想着 先带着李文书回高定 到时候一定再找机会出来 去找那位小公子 李文书随他之后上了马车 一眼就洞悉出他心里的小算盘 便带着警告的语气说道 阿诚 你最好收收你的心 阿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以为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吗 回了高定之后 你别想再出来 这不等于是在软禁我吗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你若有大哥的三分 我和父亲 也不会为你这么操心 又搬出了平阳后 李承翻了个白眼 半边身子依靠在车壁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从出生开始 就不停地有人将他和自己大哥做对比 当然每次输的都是他 李文书见他这副模样 脸色沉了几分 严肃道 阿诚 我告诉你 那位姑娘并不是普通人 阿姐知道什么 还有他同行的那几位 个个身手了得 武功高强 根本就不是什么刑伤的商人 怕着背后 还大有来头 现在朝中势力两分 他们是敌是友 尚且不知 所以 你最好别跟他们接触得太深 以免惹来麻烦 李文书到底比他考虑得周详些 李承摸着自己的下巴 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是没想过 只是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阿姐你见多识广 人又聪明 而且看人很透彻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什么了 我与他们不过是只有几面之缘 哪里知道那么多 何况他们行事谨慎 没有露出什么线索来 但直觉告诉我 他们一定不简单 可是我问过 他们不说 难道贼人都会在脑门上 凿个贼字吗 好了 别再想这件事了 我们在一屋停留数日 父亲肯定知道了 等回去之后 你一定要乖一些 不要惹怒了父亲 明白吗 知道了 随即 李文书便敲了敲马车臂 吩咐马夫 加快行程 很快 马车便出了一屋城 与此同时 宋纸从半夜回到家后 就在桌上点了好几盏油灯 铺了纸 碾了墨 提笔在纸上 写了一整碗的东西 密密麻麻的很多页 直到天亮了 才终于收了最后一个字 他仔仔细细地 检查了好几遍 确定写的东西 没有问题后 这才满意的和尚 伸了个懒腰 从替寄云书写新戏本的 那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他已经有两个晚上 没有合过眼了 浑身的疲惫 累得眼皮子都在打架 但现在他没有时间休息 出去洗了一把冷水脸 让自己精神了一些 便进屋开始收拾行囊 他的东西很少 少到除了自己那几本破书以外 能带走的只有那几件粗布做的衣裳 和一双鞋底磨得油光发亮的鞋子 他本想将那些书本也带上 但碍于太多又太重 只好放弃了 随后他卷起袖子 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打扫得十分仔细 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 他望着自己的小屋 有些不舍 虽说里面只有一张床 一张桌 两个椅子和一个书架 而且还都是十分破旧的 但到底是自己住了 这么多年的地方 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呀 走了 宋志将包袱挎在背上 带着自己写了一碗的东西出了门 他将钥匙放在门口的 一口水缸底下压着 这才放心地离开 他直接去了赵家班 此时赵家班里的人 里里外外都在忙活着 有人拆戏台 有人搬有些还算值钱的东西 去当铺点当 还有人在整理东西 看来是真的要解散了 宋志不好打扰他们 便自己朝后院的方向去 这时有人看到他走过来 宋先生 我是来找班主的 班主啊 因为高大力的事 班主昨天病倒了 今天早上刚好了点 现在应该在后院 你去找找看 好 多谢 那你先忙 行 宋志便去了后院 后院也盲成了一锅粥 他看到陶班主站在院子里 不停叮嘱那些搬东西的人 都小心点 不要把东西碰到了 先搬到那边去 慢点 哎呀 轻点 那些东西都很重要 走路看路 可千万别摔了 小心点啊 班主 班主 宋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有点事找你 现在 陶班主不放心地 看了一眼那些 正在搬东西的人 交代几句后 才拉着宋志说道 走 先进屋聊 两人便进屋坐下了 陶班主给他倒了一杯水 宋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宋志也不说什么 直接将自己连夜写的东西 取了出来 递给陶班主 这是 这是我新写的戏本 是新写的 嗯 连夜写好的 宋先生不要开玩笑了 本子都已经写好了 自然不是玩笑 这要是以前哪 你写的戏本 我必定会接 可是现在 哎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我这戏装看戏了 人人都怕得很 何况你也看到了 我已经 打算将戏班散去 以后 不会再唱戏了 所以你这戏本啊 我是有气无力了 宋志知道他的为难之处 但他今天不是来卖戏本赚钱的 而是来救场的 班主 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为难你的 这戏本我虽然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完成 但这戏 却是我这几年来写的最好的 言外之意 比鬼娘脏夫还要好 陶班主 似乎有些明白了 你是要 赵家班在义乌这么多年 若是因为这件事就解散的话 岂不是可惜了 而宋某能想到的办法 也只有这个 希望能保住赵家班 你先看看再说 宋志将戏本往班主面前推了推 陶班主犹豫片刻将戏本接了过去 他坐在那儿仔仔细细地看 越看越投入 看到最后 眼里充满了惊讶和希望 比当初看到鬼娘脏夫的时候 还要激动 他喜出望外 站了起来 这戏若能成 一定可以让我赵家班 起死回生啊 虽然言语夸张 但他胸有成竹 断定这戏不仅能火 还能让赵家班重新大火一把 宋志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那就好 希望宋某真的能帮上忙 宋先生 你就是我的贵人 是我赵家班的贵人啊 若不是我姐的鬼娘脏夫 也不会给你惹来这么多麻烦 我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 只希望这次的心系本能弥补一下 可千万别这么说 是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才对 两人推来推去 最后 陶班主爽快地拿出一包银子 塞进宋志手里 宋志捧着沉甸甸的银子 心都是跳的 他立刻还了回去 使不得 使不得 这银子 你就接着吧 陶班主又将银子塞回给宋志 宋志想再次推回 陶班主却抓住他的手 这是你应得的 你给我赵家班写了这么多年的戏 我每次给你的银子 却少之又少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现在这包银子 就当是我补偿你的 你好好拿着就是 这 收着吧 在一番推辞之后 宋志只好收了 正好他现在真的缺银子 陶班主捧着新戏本激动不已 等从喜悦中镇定下来以后 才注意到宋志随身带着的那个破旧的包袱 宋先生 你这是 我打算离开义屋了 离开这 那是要去哪儿啊 高定 去高定做什么 参加科举 是啊 以你的学识 早就该去考取功名了 宋先生 你是个人才 一定能高中 长盟班主贵言 一路上 你可要小心哪 还劳烦班主 告知做甜酒的老乔医生 他因为觉得对不住我 所以打算出狱后 天天给我送甜酒 但我要去高定了 他人又还在牢中 放心 我告诉他就是了 那就此别过 班主 保重 你也是啊 陶班主 眼里寒泪 目送着宋指离开 宋指人 刚出赵家班 就迎面碰上了 昨天半夜 就从狱中 出来的张小白 被关了这些天 张小白 天天都在担心 自己人头不保 以至整个人 都销售了一大圈 张小白 看到他的时候 眼睛都在发光 立刻抱住他 嘿 我的宋兄啊 我正要去找你呢 那个 张公子 你先松开我吧 宋指被他抱得难以呼吸 身子扭了扭 张小白才反应过来 自己太激动了 赶紧松开他 嘿 你看我 一见到你就太激动了 差点弄伤了你 没事 宋兄啊 要不是你 我可能已经死了 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都是季公子他们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谢谢你 从今往后 只要我张小白 有一口饭吃 就绝对不会饿着你 张小白拍着胸脯说道 宋指以前写诗的时候 那些与自己结交的人 也都口口声声 与他称兄道弟 他不写诗后 个个都避而远之 但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 若还有人再说这番话 大概也就是真言了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心里却很感动 张小白注意到 他肩上的包袱 宋兄 你这是要去哪儿吗 我要去高定了 高定 现在就走 去做什么 宋指不厌其烦地 将自己去高定的原因 说了一遍 张小白震惊 但也为他高兴 确实 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 岂是做一辈子 故事狼的命啊 你就应该高中状元 将来做个大官 气承公子急言 只是 你要是去了高定 我往后怎么报答你啊 气莫这样说 对了 你等我一会儿 宋指在原地等张小白 过了一会儿 张小白才回来 手里抱了一个小小的盒子 一把塞给宋指 你说巧不巧 我祖宅就在高定 如今距离科举 还有好几个月 你也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要是不嫌弃啊 你就住我那儿去 这里面是钥匙 还有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这怎么行 那怎么不行啊 你我是兄弟 我理当帮你 再说了 反正我也不去高定啊 空着也是空着 你就当是让我报答你一番 我心里也舒坦 陶班主给了他一包银子 张小白现在又给了他一把钥匙 果然 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 宋指实在推辞不了张小白的好意 最后只好接了那把钥匙 张公子 多谢 你我之间就不要说谢了 这份宋某记在心里 宋指拱拱手 以作感谢 张小白目送他离开 眼里含着泪 依依不舍 远远地冲宋指喊道 宋指 一路保证 宋指没有立刻出城 而是去了一趟纪云书他们住的那家客栈 但纪云书等人根本不在 他询问小二后才知道 他们晌午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 离开得悄无声息 可有说去哪儿 没有 往哪个方向去了 不知 小二摇头 因要忙着生意 小二便端着菜盘上二楼去了 宋指心有遗憾 未能与他们道别就各奔东西 还不知道何时能再重聚 叹了口气 但天色已经不早 他得赶紧出城 便用陶班主补给自己的银子 去雇了辆马车 他不请马夫 自己赶车 离开了他待了这么多年的义屋 第461集 在宋指离开后的那个晚上 赵家班便上了他新写的那个戏 一开始并没有人来看 毕竟因为白骨案的事弄得大伙儿 人心惶惶 难免心有余悸 但后来有胆大的人买了票去看 一看便入了谜 便传了出去 所以那戏便火了 比鬼娘脏夫还要火 赵家班死灰复燃 不用再解散 据说那出戏叫梅花记 讲的内容依旧是鬼怪 也十分悲情 正如宋指自己说的那般 确实比鬼娘脏夫还要好 以致义屋百姓 很快就忘掉了之前的恐慌 完全沉浸在了心系中 同时那桩持续了数日的白骨案 也终于结案了 卓大人已经上报朝廷 并且下令三日后 将高大力拉去菜市口 斩首示众 那位能摸骨画像的纪公子 也因此出名了 人人道他是个奇才 想与他结交 可惜他人已不在义屋 于是便有许多人 开始猜测起他的身份 一间茶楼里 一堆人围在一起吃瓜子 其中一个蓝衣汉子 眯着两条缝的眼睛 嘴里嘖嘖两声 身子往前几乎要趴在桌上了 神秘兮兮地说 据说帮卓大人 破了这次命案的人 是个大林人 那人能摸骨画像 一堆白骨的生前像 都画出来了 是啊 我也知道 好像还有好几个人 跟他同行 是一起来这里做生意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刑伤的 你见过他们 那天 那天卓大人派人去抓他们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个看上去英气十足 个个身强体壮 一看就是练家子 如果是商人 为什么随行中没有带货物 摆明了另有身份啊 那些人 我好像认识 众人闻声 齐齐将目光投了过去 就看到一个满脸胡茶的男子坐在那儿 表情似不确定 你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呀 什么叫好像 之前我去过大林京城 当时就听说 有一位能人 可以摸古画像 哦 可就是这个人 不敢确定 我在大林听说的那个人 在刑部任职提点刑御司 是个大官 几乎京城内人人皆知 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自他之手的命案和悬案 没有一桩是破不了的 据说 大林皇室那一桩 几十年前的案子 也是他破的 甚至因为他 大林朝廷掀起不少风云 单单是我听来的那些事 就是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啊 那你倒是说呀 是啊 你说来听你啊 那男子一一说来 而自他口中说出来的那些 关于纪云书的事迹 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多是纪云书破案的事 众人听完更惊讶不已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个女子 是大林历史以来第一个女官 不对啊 你说的这个厉害的人物 是女人 我们说的这个是男人 牛头不对马嘴 不对不对 可我听说 那个女子在成为 提点行御司之前 就是女外男装 哼 说不定这破了白骨案的人 就是他呀 可他既然是大官 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是去年去的大林 过了这么久了 我不清楚了 根本没有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的小公子 就是大林那位 响当当的提行官 众人觉得无趣 便又开始 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没人注意到 就在茶楼的角落 有四个男人围桌而坐 几个人面色严肃 横着冷丽的霉 那些人说的话 他们都听到了 其中一人压低声音 说道 世子和小姐 已经动身回高定了 你们几个 先回去禀报侯爷 那你呢 侯爷交代 要查清楚 那些人的底线 你们先走 我稍后跟上 好 山间小路 寒风瑟瑟 车轱轱路声 一阵一阵 响彻山谷 过了许久 才上了关道 路面也稍微平坦了一些 景荣等人 从义乌离开后 已经行了 整整一天时间 百应驾马在前 风资不减 丝毫没有被赶路 带来的疲惫 所影响 此时的马车内 季云书趴在景荣腿上 闭目休息 精致的脸上 微微泛红 正在熟睡中 长长的睫毛 被风吹得 微微颤抖 扑着他的眼前 景荣静静地坐着 眼里带着爱意 垂目看着 枕在自己腿上的女人 用手抚着 他那柔顺的青发 温柔备质 如此场景 就如同一幅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季云书就喜欢将头 枕在景荣腿上 闭目休息 喜欢他修长的手指 抚摸自己的头发 更喜欢闻着他身上 那独特的味道 那种感觉 让他觉得十分安心 而景荣只要看着他 嘴角就不由自主地 溢出笑容 也只有季云书 才能将他掩在 冰山之下的火中点燃 让他心甘情愿 脱去一身坚硬冰冷的盔甲 只是为了能够 将他搂进怀中 对于彼此而言 他们都是贪婪至极的人 贪婪这份经历 重重困难 才得来的爱 此刻冷风吹拂过车帘子 像刀子碎片一样吹进来 景荣担心季云书受凉 便将衣服盖在他身上 然后吩咐外面的侍卫 慢一些 是 马车的行程 很快便慢了下来 景荣书不知道 自己睡了多久 醒来时 他还枕在景荣大腿上 突然 后方传来一阵仓促的马蹄声 十分凌乱 景荣眸子顿时一紧 景荣书也赶紧坐着身子 二人立刻掀开车帘 往后看去 就看到后方出现了一行马队 大概有十几个人 正在快马加鞭地往前赶 行色匆匆 很快那些人 就从景荣马车队中 穿行而过 马蹄声越发地震耳 景荣书的心都是紧的 就在那些人 从他们面前快马经过时 景荣和季云书都看到 其中两匹马上 绑着一个大马带 看马带的形状 里面像是装着一个人 但还不及看清 那伙人便抄了过去 掀起一阵尘土 景荣和季云书对视一眼 二人面色皆有些微沉 但谁也没说什么 没多久山里便下起了大雨 车马队也因此行得快了些 白银骑在马背上 远远看到前面 有一间破庙亮了光 等再近一些才发现 破庙的外面绑着十几匹马 正是今天白天那伙人的马 他立刻询问 马车内的景荣 前面有个破庙 我们可以进去避雨 但是白天那伙人好像也在里面 景荣听到后 掀开车帘朝前面看去 果然 他神色一紧 想了想说道 已经这么晚了 再继续赶路 怕手机不妥 就在那里停下吧 万一 小心些就好 行 就到前面停下来休息 听到白银的吩咐 视为领命 大伙便冒雨 在前面停了下来 马车停稳后 景荣就护着靳云书下了马 匆匆进了避雨的破庙 破庙里面 果真坐着今天 从他们马车旁经过的那伙人 他们占了破庙一半的地方 生了三堆火 见到有人进来时 个个十分警惕 露出凶狠的模样 然后纷纷将手握在 随身携带的刀柄上 准备随时拔出来 但景荣一行人没有带武器 看上去也人畜无害 对他们而言 没有任何威胁 于是其中一个 看似是首领的男人 打量他们之后 便用眼神示意自己的人 将刀剑放下 轻声说了句什么 大伙儿这才纷纷将剑放下 景荣虽然一进来 就将他们刚才这个举动 收尽眼底 但没有挑明 假装自己完全没看到 只是小心护着 金云书进了庙里 避雨 白银和几个侍卫 将马绑好后才进来 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便赶紧用破庙里的木头 生了两堆大火 自始至终 那些人都没有出声 默默地看着景荣他们 虽各自都有警惕之心 但两伙人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在自己的地盘 避雨休息 但空气中 却不知不觉地 凝上了一股紧张的氛围 金云书淋了雨 雨水从衣服里渗透进去 贴在他的皮肤上 冷得浑身哆嗦 景荣脱下自己的衣服 裹在他身上 让他靠近火源 然后紧紧握住他的手 轻轻揉搓着 他是真的担心 金云书着凉 毕竟这女人的身子 他是最清楚的 一病就要病上好几天 金云书渐渐好了些 身上的衣服也干了 手心也有了一丝温度 景荣见他不再抖了 这才放心 又给他烧了一些热水喝下 金云书身子暖和后 再将目光 探到对面那伙人的身上 他眸子紧皱 细细打探 直觉告诉他 那些人绝对不是擅长 随后 他将目光落在 靠在角落的两个麻袋上 人缩在里面一动不动 也不知是死是活 景荣注意到他的目光 便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对方必定来头不笑 不要心事好奇 金云书总是惊讶 他看穿了自己的心思 但也明白景荣的意思 便点了点头 将目光收回 正所谓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景荣又挑起了一个木棒 在火上习惯性地挑了几下 然后压低声音 和身侧的侍卫说 不要放松警惕 小心些 是 就在两伙人都安安静静 坐着自己的事时 破庙外面突然传来 马儿的嘶吼声 像是马匹受到了什么惊吓 就在那一刻 对面那伙人几乎立刻握紧了剑 纷纷起身 警惕地看向破庙外头 但景荣他们却依旧坐着 置若罔闻 随后 外面又传来几声马叫声 和一阵车轱辘声 游远而近 当大伙屏住呼吸 想知道究竟是谁时 就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 冒着大雨 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十分狼狈 原来是送纸 他一路上自己赶马车 赶得倒是很快 这么快就追上了景荣的队伍 今晚真是不幸 竟下起了这般大雨来 他本来想在车上将就一晚 可是雷雨实在是太大了 加上马儿受了惊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辆马车不保也就算了 命若丢了 可如何是好 好在此处有个破庙 尚能容身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从外面 跑到破庙的庭院里 就看到里面那 十几个面露凶色的男人 正恶狠狠 且十分警惕地看着自己 一个个满脸杀气 还都带着剑 这种阵仗 他可没见过 那一刻他脚步一顿 便呆呆地站在庭院里 任由大雨在身上 肆意拍打 不敢再迈进一步 整个人完全愣住 只觉得后背一凉 其实在还没有进来之前 他便远远看到里面的光线 在进来的时候 也看到外面拴着很多马匹 已经猜到这里一定有人 但没想到 居然是一群带着剑 且面露凶色的男人 那些人也不作声 就这样一直盯着他 盯得他浑身发麻 他深吸一口气 雨水便进了鼻子里 呛得他剧烈咳嗽几声后 朝那些人拱手 语气温和地说道 各位 实在不好意思 今晚大雨 小生无处可去 加上晚间行路有些危险 小生那匹马也累坏了 只得进来避避雨 望各位行个方便 容在下进去一臂 一晚就好 绝对不会打扰到你们 那伙人当中 一个身着紫衣的男人 眼神阴冷地看着他 上下打量 宋芷一身灰色的衣袍 浑身都被雨水打得湿透 从衣着和面上来看 像个书生 没什么威胁 紫衣男人与身边人 小生说了句什么 根本没有理会宋芷 虽说这破庙 已经荒废许久 根本不属于谁 但宋芷毕竟是 后面才来的 总觉得自己是 闯入了别人的地方 到底有些不好意思 便站在雨里 迟迟也没有进去 心想 今晚怕是真的要在 马车里度过一晚上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从最里面传了出来 宋公子 宋芷听到一个 十分熟悉的声音 闻声看去 就看到景荣 踱步而出 景公子 是你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你先进来吧 但宋芷却有所顾虑 目光看了看那些拿剑的人 不知是进还是不进 景荣余光瞥了那些人一眼 然后与宋芷说道 此处看似已荒废很久 可以用来宫人 避雨挡风的地方 并不是私家领地 宋公子还是进来吧 不要染了风寒彩虹 这话显然是 说给那些人听的 紫衣男人听到这话后 脸色一僵 眼神一颤 握住剑柄的手 顿时紧了几分 接着示意自己的人 收好剑赶紧坐下 景荣暗暗勾唇一笑 与雨中狼狈的宋芷说道 进来吧 宋芷见那伙人已经坐下来 这才赶紧进去 景荣领着他 到自己的那块地方 宋芷浑身都是雨水 走起路来小心翼翼 生怕身上雨水 溅到别人身上 他看到纪云书时 眼里藏不住喜悦 当下就拱手朝他行了一礼 纪公子 纪云书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他 看他浑身失成那样 顾不上环礼 赶紧往旁边挪了挪 你先坐下 烤烤火吧 多谢 宋芷没有离火堆坐得太近 反而稍微坐得远了些 以免身上的湿气和雨水 沾到纪云书身上 坐下后 他还微微喘着气 毕竟在进来之前 就被自己那匹马 折腾得不行 好不容易才将马拴好 此刻便觉得 浑身都没了力气 坐在他对面的白银 却冷冷地盯着他 因为这个家伙 他们在一屋耽误了时间 先前好不容易甩掉 现在又碰上了 白银办事干净利落 不喜欢那种 慢慢吞吞 总是惹麻烦的人 偏偏送纸的性子 就是如此 甚至让人着急 所以白银不喜欢他 白银脸色越来越沉 相比白银 季云书就热情了很多 他见宋旨用自己湿透的袖子 在擦拭头发上的雨水 便递给他一块帕子 用这个吧 多谢季公子 不用 接着景荣又给他 倒了一碗热水 多谢景公子 真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们 真是有缘 其实 我有去客栈找过你们 但你们已经走了 十分遗憾 我若是 早一些去客栈找你们 兴许还能道个别呢 你这是要去哪儿 高定 是去 百无疑用诗书生 我打算去参加科举 想试一试 若是不成再回来 宋公子学赴舞车 又写的一首好诗 这般人才可不能浪费 相信你此次参举 必能高中 借其公子吉言 对了 那你们 是时候去哪儿 也是去高定 可是当真 嗯 那你们是去 去做生意 这些人说是去做生意 可身边一点货物都没有 哪里是行商的样子 宋志再怎么待 也看得出景荣一行人 绝非是去行商 当然 他看破不点破 反而开心地说 那我们就可以同行了 金云书和景荣对视一眼 没有回应他的话 景荣见他身上衣服都湿透了 好心道 你还是先将外衣脱下 离火对近些吧 宋志有些难为情 他可没有试过 在这么多人面前脱下过外衣 宋志抓着自己湿漉漉的衣裳 垂着目光 不好意思道 没事 我就这样坐一会儿就好了 那怎么行 你还是脱下来吧 天气寒冷 若是冻伤了 怕是会耽误路上的行程 宋志想 若是真要跟他们同行 可不能拖他们的后腿 到时候 还要他们照顾自己 所以他便赶紧将自己外衣脱了下来 挂在一旁的架子上 等他慢慢烘干 宋志双手抱毙 像个女人一样缩着 觉得怪不好意思 过了好一会儿 他忽然想起什么 抬起目光 朝另外那伙人 小心翼翼看了几眼 然后压低声音问道 那些 是什么人 不认识 哦 白音突然甩了一句 宋公子 你要是好奇的话 可以去打声招呼 这不是要了宋志的老命吗 他怕都来不及 便赶紧摆手 不好不好 宋志缩了缩身子 大伙也都安静下来 只听得见外头 下雨打雷的声音 宋志突然觉得肚子一疼 皱了皱眉头 朝外面看了几眼 过了好一会儿 难为情地说 那个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出去方便一下 等宋志捧着肚子出去后 白音才皱眉问道 难道我们真的要带上那个书呆子 一起去高定 他一个人去高定 路途遥远 又不会武功 万一遇到什么事 恐怕会很麻烦 这么说 你要带上他 反正我们也是顺路 一起去 也不会影响什么 可是路上要是遇到什么 我们根本顾不上他 可既然已经遇上 总不能明日一早 我们就撇下他吧 白音叹了口气 看向景容 想询问他的意见 可景容的沉默 已经说明了一切 所以白音也不再说什么 索性双手抱胸 靠在后面休息了 另一边 那伙人一直处于 十分警惕的状态 那个紫衣男人 是他们的头目 神色一直紧绷着 甚至可见 他脸上的凶残之香 在看到宋志出去后 便吩咐身边的人 去盯着 是 那身边的人 悄悄跟了出去 这是紫衣男子旁边 有一人凑了过来 问道 那伙人怎么办 好好盯着就行 就在这时候 他们放在一旁的两个麻袋 突然动了起来 里面的人开始拼命地挣扎 大概是因为 嘴里被人塞了什么东西 只能发出呜呜的响声 喊不出来 这种声音 立刻引来了 景荣他们的注意 不由朝这边看了过来 紫衣男子眼里 顿时露出一抹杀气 手心一紧 仿佛自己的秘密 就要被发现了一般 景荣已经意识到 他们的意图 也戒备起来 看来麻袋里的人士 他们的秘密 是不能被人知道的 知道者 必要杀人灭口 就在这时候 外面忽然闪出几个黑衣人 朝那伙人杀来 当场将一个男人刺死 瞬间 那十几个人立刻拔剑相对 与黑衣人搏斗在一起 紫衣男人大声吩咐自己的人 把人看好 于是几个男人 立刻围在那两个麻袋周围 以防麻袋里的人 被黑衣人救走 那些黑衣人虽然不多 但个个武功高强 两伙人厮杀得十分厉害 侍卫问警戎 王爷 怎么办 不用管 很快 那伙人被黑衣人杀得 所剩无几 一地的尸体 其中两个黑衣人冲了进来 将看守麻袋的几个男人斩杀 扛着麻袋准备离开 却在看到警戎那伙人的时候 顿了一下 黑衣人见警戎他们无动于衷 想着与那伙人应该不相干 便无视他们出去了 并没有大开杀戒 想来那几个黑衣人 并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可就在他们准备 扛着麻袋离开的时候 就看到送纸回来了 之前被紫衣男子吩咐 去跟送纸的人 看到眼前的一幕 立刻拔剑质问 你们什么人 然后便杀了上去 送纸也惊呆了 愣在了原地 黑衣人毫不费力气 就将那个冲过来的人给杀了 他们以为送纸和那伙人是一起的 便举剑朝他也刺了过去 就在剑刺向他面前的那一刹那 一块石头从里面打出来 刚好打在剑上 力道很大 黑衣人手中的剑掉落在地 只见景容敏捷地从里面闪了出来 随即将那黑衣人的手腕一抓 用力一甩 黑衣人当下就扶倒在地 景容一旦插手便没有收手的余地 于是那些黑衣人 也将他们认定成了可杀的对象 只听其中一个黑衣人大声吩咐 杀 那些黑衣人便纷纷朝他们攻了过来 见状景容一手拉住将在原地的宋纸 将他推给随后从里面出来的白衣 带着进去 白衣抓过宋纸 又甩给其中一个侍卫 保护季先生和宋公子 是 几个侍卫立刻将季云书和宋纸围在中间 宋纸目瞪口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血腥的画面他可是第一次见把宋纸给吓坏了 那帮黑衣人武功高强 就是景容和白衣联手应付也有些吃力 其中三个黑衣人冲了进来和侍卫打成一团 季云书被冲散了 只见一个黑衣人将剑对准了他 季云书连连往后退去 后背撞在破旧的墙面上 突然砰的一声 一块牌子从他的衣袖中划出来 掉在那黑衣人的脚边 黑衣人垂目一看 瞳孔瞬间睁大 眼神中的杀气猛然散去 原本刺向季云书的剑也收了回去 然后将地上那块牌子捡起来 大吃一惊 看着眼前的季云书立刻退出去 下令道 啊 撤 随着这一声响起 那些原本与景容和白衣 在雨中庭院里厮杀的黑衣人 立刻收了兵器 纷纷撤离 十分快速 显然是受过很专业的训练 白衣打算追上去 却被景容拦住 别追了 尚且不说穷寇莫追这个道理 更何况 还是这些武功了得的黑衣人 若是要继续应拼下去 景容还真不一定能应付 白衣望着那些黑衣人 月强离开 心有怒火 咬紧牙关 食指紧握 只好作罢 二人此刻还站在雨中 早已浑身湿透 衣服和手上染满了鲜血 经过这一战 破庙里死尸遍布 一具具尸体躺在地上 鲜血和地上的雨水溶到了一块 那股血腥味也愈加浓烈 大雨越下越大 噼里啪啦砸在地上 加上雷声闪电 令人心越发的慌乱紧张 原本安静的破庙 充满了危机感 这时里面传来一声 季先生 你还好吧 景容闻声神色一紧 转身立刻冲进去 静云书之前 被那黑衣人逼至墙角 此刻后背紧贴着斑驳的墙面 身子无力 几个侍卫在旁边 询问他的情况 季云书快速冲到他面前 迅速抓住他的手臂 满脸紧张之色 云书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季云书紧了脖梗 一双涣散的目光盯着地面 似是惊魂未定 他顺着背后那面墙 整个人身子 缓缓滑落到地上 是不是被吓到了 静云书微微喘着气 轻摇了下头 没有说话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事 景容见他这样 心里更加担心了 白樱也紧随其后跟了进来 有没有事 我没事 景容这才放心 紧握住他的手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才一起身 浓浓的血腥味 便随着一阵冷风 灌到他的鼻中 甚至还能感受到 血液中那股浓稠 黏糊的感觉 他虽然闻灌了血腥味 可看着眼前那 一具具横倒的尸体 心情难免有些沉重 而此时的宋旨也吓坏了 他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 吓得心脏还在 砰砰砰地直跳 白樱见他这样 上去抓住他的手臂 你怎么样 我 我没事 没事你懂什么 就是 就是被吓着了 第一次见 害怕是应该的 宋旨张张嘴 欲言又止 然后看向纪云书 问道 纪公子 你没事吧 没事 那就好 刚才我看到那个黑衣人 差点就把剑刺到你的面前了 好在当时收了手 收拾一下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是 公子 那这些尸体 怎么办 烧了 怎么能烧了 还是赶紧报官吧 报官 这书呆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这些江湖上的恩怨 官府根本不会管 白衣腻了他一眼 宋公子 有些是官府能管 有些 可是管不了的 可是死了这么多人 行了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 纪云书匆匆上了马车 白衣看了看宋旨 知道他是自己驾马车 没有请马夫 现在这种情况 那书呆子哪里还有什么力气驾马车呀 他虽不喜欢宋旨 但到底还是同情心泛滥 你先上去 马车我来帮你赶 这都不好意思啊 让你上去 别这么多废话 那 多谢装士 宋旨出了破庙 上了自己那辆摇摇欲坠的马车 景荣和白衣还有那几个侍卫 一一将尸体搬进了破庙里 一把火丢上去 烧了 这才离开 白衣脚一蹬 上了马车 回头对马车里的宋旨说道 坐好了 宋旨还没反应过来 白衣将绳一拉 鞭子一挥 马儿嘶吼一声后 前蹄高高扬起 便冒着大雨朝前奔去 因为惯性 宋旨整个人都往后 靠在马车的车壁上 双手慌乱地挥动两下后 才勉强坐稳 冒出一身的冷汗 等他伸出脑袋看的时候 才发现身后那个破庙 已经燃起了大火 在漆黑的月光下 显得格外透亮 尽管大雨滂沱 还是盖不住那场燃起来的火 宋旨心里痒痒的 憋了一肚子的话 没有说出来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来狐义做什么 而且还会那么高的武功 前面的马车里 纪云书一直心事重重 景荣坐在他身侧 注意到他的神色 你怎么了 纪云书叹了一口气 发现景荣浑身已经湿透了 赶紧把衣服换下 他无视景荣刚刚的问题 然后从马车坐垫下 取出一身肝衣裳 塞进他手里 快换上 别着凉 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那块玉牌 玉牌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我们从锦江 去京城的路上 曾在一个破庙里 遇到过一个狐义商人 记得 我替他死去的夫人 剖腹取子 当时他给了我一块玉牌 作为感谢 说是日后到了狐义 可以用玉牌去找他 那块砂码丢着孔雀 刻着一个男子的玉牌 刚才有个黑衣人 明明已经将剑对准了我 差一点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但当时 那块玉牌正好 从我袖中掉了下去 黑衣人看到后 眼里满是震惊 然后将玉牌捡走 就下令撤退了 你的意思是 黑衣人是因为那块玉牌 而没有杀你 我想 是的 那个狐义人 我记得 他好像叫客察 当时他的袍巾肩上 绣着五根孔雀的毛尾 孔雀是狐义人的领鸟 五根羽毛 代表着狐义贵族的身份 可见那个客察 若不是黄金国旗的话 也绝非一般人 所以 他给你的这块玉牌 极大可能 与他的身份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 刚才在破庙里的 那伙黑衣人 应该是认识客察的 所以将我们认成 是客察的人 这才下令撤退 或许 还有一个可能 你是想说 或许那帮黑衣人 根本就是客察的人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件事情 就复杂多了 破庙里的那伙人 他们是什么来头 当时麻袋里装的人 又是谁 那些黑衣人 又为什么要来救 客察的身份又是谁 季云书充满了疑惑 景荣握住他的手 别想太多 你赶紧先将衣服换了 景荣乖乖听话 当着季云书的面 脱了上身 景荣书清楚地看到 他身上那些旧伤 手臂上 后背 前胸都有 以前他都没有 这么认真地留意过 原来景荣身上 有这么多伤口 不禁眼眶一红 景荣身子一顿 垂下目光 静静地注视着他 第463集 季云书不由伸出手 指尖轻轻地 碰触到景荣 手臂上的一道疤 这道疤 是两年前 我们在衣装的时候 你为我挡了一剑 留下的 当时剑上有尸斑毒 明明受了重伤 你还要逞强 告诉我说没事 说完 他的指尖 又一点点滑到 景荣左胸上的一道疤 那道疤很深 落在他的胸肌上 这是我为了查 京城失踪案 上梁山找线索的时候 你为了救我而受的伤 当时要不是我发现 你衣服上有血 你肯定会忍着不告诉我 这个 是我们从京城 去玉府的路上 我被人带去了高山寨 你为了救我而受的伤 当时差点就没了命 他又摸着景荣 胸口上的另外一处剑伤 每一道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他颤抖的手指 又一点点地移动到 景荣后背的伤口时 景荣已经将他 搂入怀中紧紧地抱着 不要说了 景荣将脸深深地 埋进他的脖梗处 原来他身上的每一道疤 祭云书都记得 而那每一道 烙在他身上的疤痕 都代表着 他对祭云书的爱 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外头 远处破庙里的大火 将漆黑的天空 映照得一片火红 没多久 大雨停了 山间一片爽朗 天色也快亮了 一道竹林长道中 正站着一伙黑衣人 他们手持火把 前前后后站着 他们面前放着 两个装着人的麻袋 领头的黑衣人下令 打开 身侧的两个黑衣人 立刻将麻袋解开 里面果然是人 是两个男人 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 一个年纪十二岁上下 二人双手双脚 都被绳子捆绑着 动弹不得 眼睛蒙着一块黑布 嘴里还塞着布 他们不知道 自己现在在哪 更不知道 面对的是谁 而那种没有光线的恐惧感 让那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 开始拼命挣扎 黑衣人将他们眼睛上 蒙着的布和嘴里的布团 扯了下来 面对周围点着的火把 光线一刺上来 二人本能地别开目光 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 男孩看到身边的黑衣人时 不禁睁大眼睛害怕起来 缩了缩脚 双手抓着身边男人的衣服 爹 那声音仿佛惊动了竹林里的鸟儿 而那个被男孩换作爹的中年男人 脸上和眼神中 并没有丝毫害怕之色 尽管此刻狼狈不堪 但依稀可见 此人骨子里的硬气 想必此人绝非普通的百姓 中年男人缓缓站起身 将自己的儿子也拉了起来 男孩缩在他的身后 爹 我怕 别怕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领头的黑衣人上前一步 跳明道 陈大人 是我 中年男人一惊 目光在那些黑衣人身上 一一扫过 你 黑衣人将脸上的黑布扯下来 露出一张冷硬严肃的脸 中年男人当下一症 连雀 此人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 如同从修罗场训练出的杀手 脸上没有半点的温度 但眼神里还是有些温度的 陈大人惊讶地看着眼前 一身夜行衣的连雀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主子知道你可能有难 所以让我立刻带人从高定过来找你 但是等我赶到陈家的时候 还是晚了一步 好在我一路按照线索跟了上来 这才能将你们安全救了出来 看来上天对我不保 让我还能留着这条命活在世上 可是我陈家上下二十七口人 如今就只剩下我与我二人了 陈大人身后的男孩 也就在两天前一夜之间 几人冲入他的府宅 除了他和他自己的儿子以外 陈家上下全数被灭口 一个不留 那一具具尸体满地的鲜血 如今还硬在脑中挥之不去 怎能不恨 怎能不痛 可陈大人一直撑着 告诉自己不能倒 节哀顺变 真是没有想到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定要赶尽杀绝才肯罢休 不管怎么样 至少陈大人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隐忍一时 可留青山 没错 青山尚在 我陈家的仇早晚能报 时间不多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马车 会护送你们到安全的地方 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往后的日子你们不用担心 若有便捷的话 我会让人带你们速速撤离 可是 此时你们插了手 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个陈大人就不用担心了 那帮带走你们的人 我已经全属灭口 没人知道是谁救走你们的 而且主子这么多年 都没有在过问朝堂上的事 没人会怀疑他 虽说主子不计当年 但他的威望尚在 暂时不会有事的 希望如此 天快亮了 陈大人赶紧走吧 嗯 连雀送他们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马车上 吩咐护送他们的人 路上小心点 知道 记住 如中途遇到意外 以保陈大人为首要 是 护送的人应下 陈大人掀开帘子 万分感激 与连雀说道 此番大恩大德 我陈述 莫尺难忘 还请将我的谢意 带去给你们家的主子 将来若有机会 我必定双倍奉还 主子说了 陈大人您是忠孝之人 当年你宁死 也不肯投笑新王 这是主子最敬佩你的地方 今日保你 也是必然 一朝天子 一朝臣 我陈述 对得起天 也对得起先王 即便今日落得灭门之惨 也绝无后悔之心 陈大人的气节 连雀不及 连雀 记得告诉你家主子 若行事不对 定要先行自保 是 我一定将话带给主子 好 那 就此别过 陈大人叹了口气 将帘子放下 坐回马车内 里面男孩因为受到惊吓 一直浑身发抖 鱼精未散 毕竟在这短短两天时间里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 一个个被杀 这对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来说 是多大的打击啊 他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 问自己的父亲 爹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我们不回家了吗 岑尔 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那娘 你娘 已经死了 从今往后 我们要离开之前的地方 从此 隐姓埋名 去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你也要记住 不准对任何人说起我们以前的事情 明白吗 为什么 岑尔 这就是我们陈家的命啊 若是想要活命 我们就要从此 躲一辈子了 除非 上天开眼 男孩一听 小声哭了出来 其实 他都懂 在看到自己娘亲死的那一刻 他就全都懂了 立刻扑进自己父亲的怀中 是 孩儿知道了 陈大人抱着他 眼里的泪水在不停地打转 他心里何尝不难过呢 简直是心如刀割 马车已经缓缓前行 连阙站在原地 目送着陈大人离开 心里仍有些担忧 不知道这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这时 身侧一个黑人说道 连大哥 我想不明白 刚才在破庙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下令车退 那帮人看到我们救人 恐怕会节外生枝 连大哥 你想什么呢 连阙将自己腰间那块玉牌拿出来 摊在手心 默默地看着 这块玉牌很精致 上面雕刻着一只精致的孔雀 中间刻着一个男子 这 这不是主子的令牌吗 是从刚才破庙里 其中一个男子身上掉下来的 这怎么可能 主子随身就只有两块 从不会轻易给人 何况那几人从衣桌上来看 应该是大林人 怎么会有主子的令牌呢 是不是假的 是真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下令撤退的原因 那现在怎么办 你先带几个人回去禀报主子 就说陈大人已经安全救出 我要暂时留下来 打探下他们的底细 如果与主子不相干 再杀他们也不迟 连阙手指一紧 握住了那块令牌 景荣等人快马加鞭 赶了一晚上加一个上午 终于到了可以下脚的长谷县 长谷县虽然没有义乌大 也没有很多过往行商的人 但是十分富裕 长谷人的生活节奏也很慢 很舒适 这里虽没有高定 和义乌那般繁华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此处是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好地方 很多有钱人都愿意来这里 买宅子养老 这里很少看到有外地人进来 一有马车经过 就会成为焦点 所以当景荣的车马队 一前一后入了城 立刻就引来了无数打探的目光 纷纷冲着马车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景荣听到外头街道上 传来的各种声音 本来在闭目养神的他 忽然好奇地掀开帘子 往外看去 长谷县确实很热闹 长街长道可见特色 这里人穿得也都很好 当然景荣也注意到 那些看着自己马车的 异样的目光 也听到了那些人几句 闲言碎语 你看 他们好像是大铃人 看衣服样式 确实是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不清楚 等着在客栈住下后 我们可能要换身 胡一人的衣裳才行 这里跟一屋不一样 没有多少过往行伤的人 我们穿成这样 怕是会有些不妥 你说得对 我们不该再穿成这样 这一路去高定 还要经过很多地方 难免会引人注意 若说是去刑伤 可随行中却没有一点货物 这样说不过去 等换成胡一人的装扮后 若有人问起来 就说我们 是去高定看望亲人就好 赶紧找家安全的客栈 是 侍卫应下 他们的马车后 跟着宋子的马车 白银坐在外面架马车 宋子因为太累 睡了一上午 直到听到外头 集市上嘈杂的声音时 才醒过来 他揉揉眼睛 迷迷糊糊拉开 面前的帘子 朝外头看去 没想到 这么快就已经到长谷了 其实早年间 他来过这里一次 那时他因为写诗 而名声大噪 那些富家子弟 说要请他来长谷 吃长蛇面 长谷最出名的 就是长蛇面 据说一碗就要五十两 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对大脑也有好处 至于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大概是因为长谷人 都有点像长蛇腹吧 当时宋子推辞了很久 毕竟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更何况是五十两一碗的面 可最后 他实在架不住那些人 声拉硬拽 到底还是来了 吃了一碗 长谷最著名的长蛇面 然而五十两的长蛇面 味道感觉比难吃还要难吃 说白了 那长蛇面就是有钱人 用来显摆有钱的东西 但幸好 那碗面是别人请他吃的 不过说请 到最后 他却送了几首诗 给那些富家子弟 据说那几首诗 后来卖了几百两的大价钱 自那以后 他一听说有人要请自己 去吃长谷的长蛇面时 心里就堵得慌 无非就是想用一碗面 换他几首诗 变相地跟他做生意 这回他又到了长谷 心里难免有些阴影 他叹了口气 整个身子探出马车 坐在白银的旁边 行了 不多睡会儿 创世贸易为我赶车 可我却在里面 睡得如此舒服 实在不改 别说这种话了 昨晚你那种情况 根本就不适合赶马车 万一途中出了什么事 我们到时候还要去救你 要是翻车死了 我们还要给你收拾下葬 多麻烦 你还是进去坐好吧 我不习惯有人坐在我旁边 我还是陪陪你吧 陪 宋大公子 我可不是三岁小娃娃 壮士 你误会了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又没有要骂你 打你 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哎呦 我不叫壮士 我的名字叫白银 你也别公子来公子去的叫我 我不喜欢 那我该叫你什么 直接叫我名字就信 好的 白银 宋侄觉得有些别扭 又觉得直呼其名不太礼貌 但他心底有些怕白银 所以白银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不多嘴了 他突然发现 白银的衣服还是湿的 你的衣服还是湿的 这样会着凉的 白银根本就不在乎 这些年来 他为了知道自己的身世 走过无数地方 什么大风大浪 没见过 没坐过 就是在雨里 他也能睡下 区区一件湿透的衣服 还不足以让他冻伤 白银上下打量他一眼 不是人人都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宋侄不明 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白银也懒得继续搭理他 不爱跟这种书呆子说话 便一边赶车 一边注意周围客栈的情况 马车在人群中缓缓穿梭 周围很多人的目光 又纷纷投了过来 很快 马车便在一家 稍微偏僻的客栈前 停了下来 都还没停稳 里面的小二 便热情地迎了出来 各位客官 可是住店吧 来得真巧 本店正好有很多监控房 请进请进 景榮和季云书从马车上下来 看了看眼前的客栈 还不错 便拉着季云书进去了 宋侄也抱着自己 装着几身破衣上的包袱 跟在白鹰身后进去 住了房 景榮吩咐侍卫 去置办一些狐一人的衣服 和一些路上要用的东西 然后就跟白鹰 拉着马和马车去了后院 季云书独自在屋里 一进去就将窗户推开 通通封 外头正好可以看到底下的街道 第464集 季云书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那两个檀木盒 从马车上拿了下来 刚准备打开去查看一下 里面的宝贝 有没有损坏时 宋侄就站在了 他的房间门口 季云书一件是他 进来吧 季公子 有事 这是房间 刚才入住的银子 是那位景公子帮忙先垫付的 我本想还给他 可他不在房间里 白鹰也不在 所以 我就只好拿来给季公子你了 劳烦你待会儿还给他 你不用这么见外 我们既然要一路去高定 你若什么都分得这么轻 岂不是吃个饭也要分开吃 喝个水也要给银子 这 拿回去吧 不妥 你与我们不同 你要去高定参加科举 这之后花费银子的地方很多 你还是留着这些 等需要的时候再用 免得应急时四处无门 再说 我们也不缺你这点银子 你只管好好看书就是 可这一路上还有好些日子 总不能一直麻烦你们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只是天双晚快的事罢了 总之 银子你拿回去 若心里真觉得有欠 那宋公子 可要尽最大力气去考状元 将来再还也是一样的 这话让宋者心里好受了些 他只好将银子收了回来 是 我一定不负银公子所望 纪云书笑笑 而宋旨忽然注意到 他放在桌上的那两个毯木盒 这是什么 我的宝贝 宝贝 纪云书知道他好奇 便将其中一个打开 里面装着他作画用的 树枝小卵笔和颜料等用具 按照分类把每一层隔开摆放得整整齐齐 有些用具偏现代 是宋旨没有见过的 他看得有些傻眼 愣了愣 鸡公子写字用的东西 果然跟常人不一样 这些不是用来写字的 是用来作画的工具 哦 就是画死人生前像 没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还从没见过这等精致的作画工具 那这个呢 纪云书耐心十足 将另外一个盒子也打开给他看 盒子打开的一瞬间 宋旨吓到了 因为这盒子里装的并不是什么作画工具 也不是什么首饰珠宝 或是金银财宝 而是一堆刀具 宽的 扁的 尖的 圆的 可以说应有尽有 纪云书看到宋旨脸上闪过的诧异和惊恐 他赶紧将盒子盖上 以免吓到他 你别害怕 这些可不是用来杀人的 只是用来做一些 方便的事情 何为 方便的事情 有时候遇到死人的时候 就需要一些工具 总不能单单用手啊 你是武作 不是 我只是一个画师 原来公子汇的这么多 实在是佩服 那像他 除了会写些戏本以外 就只会死读书了 纪云书有时候觉得这个书呆子其实挺可爱的 就是有些读书人的执拗 让人着急 此时客栈的马棚里 景荣和白银将马匹和车辆迁到这里后 二人挽着衣袖 一人拎着一个水桶 拿着马刷和布在刷马洗马车 十分和谐 因为昨晚大雨 山间泥泞 以至于马和马车都沾满了泥巴 所以后院里满是泥水 他们身上也弄得脏兮兮的 白银看了一眼景荣 这些我来就行 你不用做 我既没断手 也没断脚 而且这些活 以前不是没有干过 你做过这些 怎么 很意外 我以为你身为王爷 一直养尊处优呢 看来我们相处的这几个月 你对我的认识 还不够深 有没有后悔 跟我们来呼应 没有 其实在来之间 云叔心里 也有很多犹豫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他心里 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以心之想安顿下来 不愿意再去经历那些大风大浪 而且 他也很清楚 如果他决定来虎翼 我也会不顾一切地跟他来 可是以我的身份 一旦被人发现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麻烦 为了他 我什么都可以做 他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刀山也好 火海也好 都在所不惜 看来我这个妹妹 果然没有选错人 把她交给你 我也放心 那是当然 云叔的眼光 一直都很好 两人继续其乐融融地刷马 十分和谐 鸡匹马很快就被刷得干干净净 他们换了一桶干净的水 去洗马车 本来这种活儿 完全可以交给客栈打杂的人去做 或者交给几个侍卫 但景荣觉得没事做 闲着也是闲着 就自己动手了 白银忽然很严肃地问他 对了 昨晚那伙和一人究竟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 但他们 绝对不是冲我们来的 我看那些人 各个身受不了的 从武功路数来看 也不像那些复杂的江湖门派 还有 他们昨晚 为什么突然又撤退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或许他们急需救走 那两个麻袋里的人 所以才撤退的 有可能 二人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认认真真地刷马 很快 市委将路上需要的东西都置办整齐 也买回了一些胡义人的衣服 大伙全都换上 走出去也不显眼了 这家客栈因为是在街尾 加上长谷很少有外人来 所以一般入住客栈的人很少 平时就显得有些冷清 但是到了饭点 进来吃饭的人便多了起来 景荣等人也坐在一楼吃晚饭 市委坐在另外一桌 客栈里的人越来越多 闲言碎语也接踵而来 乱七八糟的 说什么的都有 七嘴八舌的 然而众人却突然被一个话题 给吸引住了 只听到有人说道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最近出了一些怪事 到底什么怪事啊 别神神秘秘了 赶紧说 出生的那人长得贼眉鼠眼 是长谷出了名的包大厅 他一只脚搭在凳子上 抓了一把花生 往嘴里塞 才说 你们还不知道吧 最近这几个月里 听说许多前朝的老臣子 都接连失踪了 有的甚至是家宅被烧 全府被杀 一个不留 官府要管 可是无从下手 啊 这么怪 可不是嘛 但其实 这很有可能跟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有关 什么意思 你们应该都知道 咱们胡义二十几年前 黄室内发生了一场政变 如今的胡义王 也就是先王的亲哥哥 当年带着自己的亲兵夺功逼位 先王被迫在殿前自吻 先皇后带着年幼的王子不知所踪 但却有人亲眼看见 先皇后他们 其实都已经葬身活还死了 而当时有很多老臣子 宁死也不愿投笑 胡义王不敢再滥杀无辜 以免形成暴政 于是 把他们全都贬出了高定 本来那些老臣子二十几年来都没事 可是最近 不知道为什么 却一个个消失不见了 家宅被烧 府上的人都死了 这肯定跟当年的事情有关 虽然是猜测 但他的语气却很肯定 这些话 当然也传到纪云书的耳边 他颇有几分兴趣 便竖起耳朵继续听 你可不要乱说 这等前朝的事谁知道啊 对啊 这话要是传到胡义王耳边 你几颗脑袋都不够啊 胡义王可没时间管我的嘴 怎么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胡义王病重 已经卧床不起 而且 也已经很久没有上早朝了 众人哗然 不敢置信 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 长谷很少有外人进来 所以消息进来的自然也就少 不知道这些很正常 整个客栈仿佛都要炸开了锅 包大廷说道 胡义王现在病重 朝中很多大事都交给了身边的新妇 所以也就有了要立太子的想法 原来胡义王有三个儿子 大王子早年战死沙场 现在只有二王子和三王子分世 原本大王一直偏爱三王子 将必一定会立他为太子 但是这几年里 二王子却渐渐显露锋芒 为胡义立下不少汉马功劳 胡义王更是对他刮目相看 而且这二王子背后 有王国功撑着 势力已经渐渐起来了 他成为储君算是众望所归 可三王子背后 又有平阳侯和功左相撑着 势力两分 所以呀 这储君究竟花落谁家 还不得而知呢 照你这么说 这朝堂上可能又有一场风波了 可不是吗 这些长谷人 正是因为过得太富裕 太安逸 所以每天就只知道聊些八卦 豆子大典的事 就能传得沸沸扬扬 然而这些都提不起锦荣的兴趣 他根本就不在乎 那些所谓的朝堂上的事 他一听就头疼 现在也一样 更何况是狐忆皇室内的事 与他无关 可是直到那包大厅 又蹦出了一番话 哎呀 其实呀 为了储君之事 那两位王子早就有所准备了 都还记得吧 就在去年 三王子迎娶了大林的一位公主 原本那位公主的皇兄 有极大的可能性 会成为大林的新帝 三王子大概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打算借助那股势力 帮他坐上储君的位置 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皇子 却因为谋反的罪名死了 所以也导致那位公主 一嫁过来 就被三王子冷落 十分的可怜 三王子的计划 自然也就泡汤了 这包打听说完 便手背贴着 手心重重的一拍 感叹万分 众人脸上 也闪过一丝同情 然而当听到这件事时 景容的眼神渐渐沉了下去 全心紧握 虽然在萧妃和景一死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景轩如今的结果 但如今听到她的处境如此 景容心里岂会不难过 母妃和皇兄刚死 一个女人就远嫁到他国 还要被冷落 跟守活寡有何区别 一想到这儿 景容的拳头捏得更紧了些 季云书注意到景容的神色 他握住他的手臂 以做安慰 宋指原本一直低头在吃着东西 却突然意识到 气氛有些不对劲 一抬头就注意到 景容和季云书脸上的表情 便看了一眼白鸐 他们这是怎么了 吃你的东西就是了 哦 宋指敏敏纯 只好继续埋头吃东西 季云书用安慰的眼神 看着景容 想出声安慰他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景容则垂目半晌 暂且将担忧扫去 但心里却暗暗决定 等到了高定 一定要去找一趟景轩 就在这时 忽然有四五个带剑的男人 进了客栈 长谷行商的人都少 更别说待见的人了 连却面色冷酷 不苟言笑 进来的时候 一双鹰眼 将客栈里的人 一一扫了一遍 但从景容他们身上 扫过的时候 却有明显的一刻停顿 小二见到他们 立刻哈腰迎上 哟 几位客官是住店还是吃饭啊 住店 和吃饭 好嘞 客官 里边请 小二领着连却几人 坐到两张空位上 用手中抹布 擦了擦桌子 几位客官 小店什么都有 还有好酒 要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了 只管上几样特色小菜 喝一壶好酒就好 好的 您稍等 小二赶紧去准备 客栈里的人 几乎都将目光 移到了他们身上 之前的议论声 也戛然而止 景容和白音的目光 也在他们进来的时候 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二人随即对视一眼 皆明白了彼此在想什么 昨晚他们跟那些黑衣人 交过手 清楚那些人的身形 而那几个男人走路无声 可见功夫了得 跟昨晚那些黑衣人很像 小二已经端着 准备好的一壶酒 送去给连却那一桌 正好经过景容身边 于是 他不动声色地伸出脚 伴了小二一下 小二身子往前 重重地扑了去 手中的酒也抛了出去 下一刻 就看到连却伸出脚 在那壶酒 快掉到地上的时候 用脚尖接住了 然后轻轻往上一挑 酒壶就被抛了起来 他用手一接 稳稳当当放在了桌上 可那个小二 却摔在了地上 鼻子着地 当即流了血 然后揉揉胸口 捂着自己的鼻子 赶紧站起来 冲着连却哈腰 对不住了客官 小的不是故意的 连却看都不看他 只是提着酒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没事 下次注意一点 是是是 小的这就给你上菜去 小二便摸着流血的鼻子 去厨房了 方才连却的伸手 景容和白银都看在眼里 他们更加肯定 那几个人 就是昨晚的黑衣人无疑 只是他们 为什么会在这儿 但可以肯定 来者不善 白银心声警惕 想起了昨晚厮杀的场面 毛子一紧 手放到自己腰间上 打算拔出匕首 以做准备 景容却忽然拉了他一下 微微摇了下头 示意他不要冲动 静观其变 白银只好松开匕首 而他们对视的眼神 正好被纪云书捕捉到 他看向不远处的连却 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吃东西吧 纪云书虽然察觉出了什么 但是碍于大庭广众之下 不好多问 便将话给咽了回去 没多久 连却那桌人吃完了 便跟着小二上了楼 景容多了一个心眼 将他们的房间位置记下了 等吃完饭回到房间后 他就吩咐侍卫 你们几个 在季姑娘房间外好好看着 不要让她出事 是 侍卫应下 于是景容便趁着天黑 悄悄去了客栈后面 可刚到拐角 就看到白银站在屋檐下等他 第四百六十五集 你怎么在这儿 你想做什么 我就想做什么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 要是不知道 就不会在这里等你了 一起吧 我也想知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出现在这里 又是卖什么关子 果不其然 景容心里想什么 他真的知道 确实 景容想去查查看 他们到底是谁 明明昨晚交过手 黑衣人是认得景容他们的 既然认得 那为什么还要明目张胆地 出现在他们面前 若是要杀人灭口 昨晚就不会撤退 这其中充满了疑惑 所以二人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从后院一个地方 翻身上了客栈的屋顶 小心翼翼地走到 一间客房的上面 就是这里 景容说道 白银便轻轻掀开一块瓦片 微光从里面透出来 洒在二人脸上 从上往下看 正好能看到连雀和他的 几个同伴在屋子里 连雀坐在一旁 脸上依旧是那副冷冷的表情 他的手下说道 林大哥 我看那几个人 跟劫走陈大人的人 不是一伙 嗯 他们确实不是同一伙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他们那几个人武功不错 是 但是他们看到我们杀人和救人 所以不如杀了他们 以绝后患 连雀眯着眼睛 很久没有说话 刚要开口 突然 屋顶上忽然飞来一只鸟儿 朝着微光的方向 扑扇着翅膀而来 慌乱地踩在瓦片上 一阵作响 连雀文生 抬头一看 便看到了 上面的两个黑影 谁 景戎拉着白银 从屋顶上 立刻跳到了院子里 与此同时 连雀已经从窗户上 持剑跳了下来 他的两个同伴 也相继从上面跳下来 原来是你们 说 你们到底是谁 这话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废话少说 给我抓起来 他的手下立刻上前 两伙人拼斗到了一块 刀光剑影 你快走 我不走 连雀带来的人 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景戎和白银 就算再怎么撑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两人很快就被团团围住 数把利剑对准他们 景戎身上 并没有带任何武器 他只能顺手 从那些杀手手中 擒来一把剑 白银则拿着自己 随身携带的弯刀 与他们的长剑搏斗 我让你赶紧先走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你别管我了 现在语书安全离开这里 他走了我才放心 快走 不行 我会甩开他们 到时候去跟你们会合 景戎说完这句话 便抓住白银的手腕 将他甩出重围 快走 白银心有犹豫 他若是走了 景戎很难一个人抵挡这么多人 但为了顾全大局 他此刻也只能按照景戎的意思 先带纪云书离开 再想办法来救景戎 好 你先撑着 说完 白银立刻跑回前院 那些杀手剑撞 持剑要追上去 但立刻被景戎挡住了去路 好在此处通往前院 只有一条通道 景戎堵在那里 谁也追不上去 而那几个人将武力 都放在景戎一个人身上 他还撑得住 但能撑多久 却不知道了 兵器碰撞的声音 很快引来了客栈里 小二的注意 他跑到这里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坏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才入住的客人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他知道自己劝不了 便拔腿去告诉掌柜 那掌柜还在拨算盘 算银子 因为算得入迷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后面传来的声音 嘴里还唠叨着 有几笔钱算错了 小二匆匆跑过来 大声嚷嚷 掌柜的 不好了 不好了 后院有人打起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什么 后院那里 有人打架 就是今天住店的人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不然 不然要能说人命了 掌柜脸色一瞬间惨白 赶紧冲了过去 也顾不得算钱了 掌柜跑过去时 看到后院那一幕 赶紧拍着大腿 苦苦喊道 哎呀 这都是怎么了 各位客官 手下留情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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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下去 我这客栈怕是要关门了 他们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 几乎渐渐要命 连雀渐渐逼近他 景容也越来越吃力 后院那些放置的盆栽 也因此被打碎了 也因此被打碎了一地 哎哟喂 我的花花草草啊 你们可别再打了 各位打侠呀 各位装士啊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要不 要不咱们还是报官吧 报什么官 要是闹大了 我得损失多少钱呢 肯定没有人再来吃饭了 可是 他们再这样打下去 我们怎么办呀 此时纪云书似乎听到外头传来什么声响 他出门去看 就看到外面守着的景容的几个侍卫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侍卫也听到了响声 但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我去看看 正准备下楼 就看到白银急匆匆从下面上来 万分着急地一把抓住纪云书的手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什么 把他的东西带上 快点 侍卫也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按照吩咐 赶紧将纪云书的包袱 和那两个檀木盒子带上了 白银又吩咐侍卫 你们两个 去把宋侄带上 是 纪云书完全没有弄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人就已经被白银拉着往下走了 宋侄也听到了外面的声响 穿好衣服从屋子里走出来 刚出门 侍卫就擒住了他 把他往楼下拽 你们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吗 侍卫不语 拽着他跟着白银下了楼 白银拉着纪云书 要去马舅的方向 他却听到那些声音 是从后院传来的 而且也不见景容的身影 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一把甩开白银 是不是他出事了 你先走 不行 我不能丢下他 说着 他便打算往后院冲去 但立刻被白银拉住 听他的话 你先离开这里 不要 可他力气根本不敌白银 最后还是被拉到客栈的马厩 白银推他进了马车 宋侄也被推进了同一辆马车里 纪云书拉着白银的衣裳 满脸担忧 哥 我不能走 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你跟他们先离开这里 我保证 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哥 我们会追上你们的 白银转头交代那四个侍卫 护送他圈圈的地方等我们 是 白银便推开禁云书 拉着自己衣裳的手 奔去景荣的方向 侍卫也立刻赶马车离开 景荣的力气已经快耗尽了 那几个人的武功实在是太高 他被逼得连连后退好几步 手中的一把剑根本难以抵挡 连雀持剑对准他的心脏刺了过来 那一刻 掌柜吓得脸色苍白 要是这里真出了人命 他这百年客栈就别想再开了 当场吓得晕了过去 成贵 小二立刻扶住他 赶紧将他拖走 就在连雀的剑要刺到景荣身上的 千军一发之际 白银赶到了 他用手中的匕首 及时挑开连雀手里的利剑 白银手中的力道很大 以至连雀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 他一身力气 手握剑柄 但手心此刻却有些发麻 可想而知 白银的力道是有多大 他没想到 此人又回来了 两方也因此暂时停止了打斗 但景荣和白银 却被围在了中间 二人肩膀抵着肩膀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运输呢 我已经让他们赶紧护送他 安全离开了 可是你 我从来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再说 两个人两双手 总比你一个人强 他们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 我不想要你们的命 只要交出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小公子 我就可以放你们走 饶你们一命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但如果你们不肯交出他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两个都走不了 那就看看 谁手里的剑筷 说着景荣出剑挥去 连雀接了他一剑 景荣就被七个杀手围住了 连雀将目标对准了白银 二人单打独斗 武功不分上下 白银却比他多了一股蛮气 在力气上有绝对的优势 突然有人持剑 从景荣背后偷袭 小心 白银立刻冲了过去 迅速将那把 要刺向景荣后背的剑挑开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疏忽了连雀 连雀因此得了机会 挥剑在他手臂上 刺开了一道很长的口子 白银手臂吃痛 手中匕首立刻掉到地上 身子往后退去数米 景荣立刻转身扶住他 白银 我没事 可他的手臂已经流了血 渐渐染红了衣裳 血也一滴一滴 滴落到地上 面对眼前的一行人 显然景荣和白银很难逃脱 但此刻必须想办法离开 否则恐怕真的成了剑下魂 景荣忽然注意到旁边绳子上 晾着几块被单 灵机一动 他将白银拉到一边 然后腾身一起 伸手抓起那几块被单 立刻朝连雀和他手下 扔了过去 那些人本能地持剑 去刺那几块袭击而来的被单 几下功夫 被单就被刺得粉碎 而等他们再回过头时 景荣和白银已经不见了 随即从马舅的方向传来马声 他们立刻追了过去 就看到景荣和白银已经骑马离开 而且还将马舅里剩下的马 全都给放了 只有一辆没有马的马车 那是送纸的 连大哥 追不追 没有马 我们怎么追得上 那就让他们跑了 连雀目光望着远处漆黑的一片 沉默了一会儿 他决定先不管这些 立刻回高定 禀报主子 白银和景荣骑马离开 一路奔驰 白银因为手臂挨了一剑 伤口很深 鲜血不断地往外流 此时驾马有些吃力 身子摇摇欲坠 净乎要失去平衡 预 景荣拉住缰绳 迫使马儿停下来 白银也相继停下 怎么了 景荣先是顾虑地回头看了一眼 才说道 我看他们没有马 应该追不上来了 我先给你包扎伤口 说着便翻身下了马 白银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口 我的伤没事 现在最重要的 是我们赶紧要追上袁叔 肯定能追上的 你先下马 伤口要是感染的话 会很严重 白银知道自己拗不过他 又再次看了一眼 自己流血的手臂 确实有点严重 要是不赶紧包扎 被冷风一吹 一旦感染 他整只手都别想要了 他只好下了马 在石头上坐下 景荣直接扯下 自己的一块衣袍布料 小心翼翼地 给他包扎伤口 白银皱起眉头 确实有些疼 但他强忍着 刚才为什么要救我 你知不知道 你很有可能被男人刺死 你要是受伤了 我怎么跟允叔交代 你的命 大够我的命 白银 没有谁的命比谁重要 就算换做我 我也愿意用命 去换你的命 你跟允叔一样 对我都很重要 我知道了 我好像以前 见过那个男的 谁 那个刺我一见的人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很清楚 总感觉 我见过他 景荣眉心紧拧 心里忽然有了一个 十分可怕的想法 白银是狐一人 当年在林中醒来时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倘若 他的意识中觉得 认识那个 刺他一见的男人 或许 他们真的认识 或许是我想多了 我们还是赶紧追养书吧 免得他着急 二人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跨上马背 继续赶路 靳云书乘坐在马车内 心乱如麻 脸上写满了担忧 一双手也紧紧地搓在一起 宋指坐在他的旁边 到现在 他还没弄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便鼓足勇气问道 徐公子 这到底是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靳云书顾不上向他解释 将身子探出马车 停车 靳先生 现在还不能停 我们必须到安全的地方 我说让你停车 侍卫是第一次听 靳云书这么大声 愣了一下 这才拉紧缰绳 将马车停了下来 马车一停 靳云书就跳下马车 急步走到马车后面遥望 想等一等景容 侍卫过来说道 靳先生 你还是先上马车吧 如果你出了事 我们无法跟公子交代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在这里等他们 先生 总之 我不会丢下他们 可是 侍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靳云书目光坚定 望着远处 宋侄也随后下了马车 他知道 也能理解 靳云书的心情 靳公子 你别担心 简公子和白衣 一定会没事的 我陪你一块儿等 靳云书看了宋侄一眼 点头 周围一片寂静 甚至一点冷风刮过树枝的声音都没有 让人心里更加着急发毛 靳云书的心也越发地忐忑 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传来仓促凌乱的马蹄声 越来越近 靳云书充满希望地看着 希望是景荣和白衣 那四个侍卫却万分警惕 荡在前面 手握刀柄 一座防备 只见马儿跑近 那两道身影越来越清晰 是景荣和白衣 景荣翻山下马 靳云书立刻冲上去 是你说的 要死一起死 可是现在 你却要丢下我一个人 就算我丢下所有人 也不会丢下你 那你答应我 无论往后遇到任何事情 不准再说让我先走的话 好 我答应你 这一幕看得宋侄有些懵了 明明是两个男人 怎么感觉 像是有些莫名的关系在里面 让人捉摸不透 第四百六十六集 白衣从马背上下来的时候 季云书注意到他手臂上包扎的伤口 包扎得很简单 鲜血渗透了不条 哥 你 先上马车再说 众人一一上了马车 季云书赶紧拿出车上准备好的药 给他重新包扎伤口 伤口很深 血根本就止不住 季云书费了好大力气 才终于给他包好了 白衣失血过多 嘴唇发白 靠在马车壁上休息 季云书收拾好 说道 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 今天进来客栈的那伙人 就是昨天晚上的黑衣人 所以 他们是想杀人灭口 不是 他们 什么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 我 是因为 那块牌子 什么牌子 于是季云书便把牌子的事 跟白衣解释了一遍 所以 那块牌子究竟有什么意义 某小镇 河边 一个身着青衫的姑娘 正蹲在河边洗衣服 她口中还时不时 哼出一些动听的小曲儿 可见心情不错 她时而抬头 看向不远处 坐在石头上的男人 眼神中充满了幸福 可是那男子却脸色凝重 甚至有几分担忧 目光落在水面上 仿佛在想什么事情 女子见她闷闷不乐 洗衣服的动作 渐渐慢了下来 这几天 郎伯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心里十分沉闷 她从景荣和季云书 去了高定后 就来这里找秦夕了 二人的生活过得十分平淡 没有那些打打杀杀 没有那些朝政党纲 但正是因为如此 郎伯总觉得 好像少了些什么 心里很空 习惯了刀光剑影 如今要她安心过 这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她还真是不习惯 她现在心里 还惦记着自家王爷 不知道她去了 狐义之后怎么样了 有没有到高定 有没有找到三爷说的那个人 路上又有没有遇到危险 这几天 她越想越担心 可是她不能丢下秦夕 大概是察觉出 有一道目光正看着自己 她朝秦夕的方向看过去 二人的目光 正好碰到了一块 四目相对 她怕秦夕看出自己的心思 便憨憨笑了两声 想让她放心 秦夕丢下手里 正在洗着的衣服走过去 坐在她的旁边 问道 这几天 我见你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我哪里 让你不开心了 当然不是 是我这几天情绪不好 我还担心你会不开心 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开心就好 可是你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跟我说说好吗 汐儿 我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 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是不是 因为那位王爷 郎伯看着她 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秦夕确实猜到了 郎伯沉默 难道 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吗 当然不是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其实 就是有点担心王爷 郎伯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而秦夕并没有意外她的话 其实她已经猜到了 毕竟能让郎伯整天闷闷不乐 心思如此低沉的人 也只有那位王爷了 郎大哥 我能明白你的心情 可是 既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 你也应该要有你自己的生活 不能总为了别人想 我知道 可是 我跟随王爷身边这么多年 所以心里总会有些放不下 这次王爷去胡义高定 路上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 毕竟王爷身份敏感 我担心 不会的 事情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糟 他们一定会顺利到达高定 是 王爷一定不会有事 那天二人回到家后 秦夕做了一桌子的菜 全都是郎伯喜欢吃的 他夹起一块麻婆豆腐 王爷以前 也最喜欢吃这个了 这已经是秦夕不知道多少次 听他提起那位王爷了 吃饭也提 喝水也提 睡觉也提 就是走路也要提 总之 从他到这里以来 几乎每天嘴上都挂着 王爷二字 秦夕听完他的话后 笑而不语 有段时间 王爷天天都在吃 但是怎么也吃不腻 一开始我不喜欢 后来跟着王爷 也越来越爱吃了 那你多吃点 嗯 郎伯这个操汉子 完全没有注意到 秦夕脸色 已经渐渐沉了下去 到了晚上 郎伯一个人在院子里 躺在那张摇椅上 他看着头顶上方摇摆的树枝 月光派在树叶上 斑驳的树影洒下来 落在他脸上 全然不知 此时此刻 秦夕就在屋子里 透过窗户看着他 他倒了一杯水出了屋 放在郎伯的手边 陪着他一起看头顶上 那摇摆的树枝 和朦胧的月光 那一晚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第二天 秦夕拉着郎伯坐下 气氛十分凝重 怎么了 夕儿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 只见秦夕拿出一个香囊 放在面前的桌上 然后伸手推给他 这是 这是我连夜缝制好的 让你待在身边 郎伯拿起来看了看 香囊很漂亮 上面没有绣鸳鸯 只绣了几根竹子 但是那竹子却栩栩如生 宛若就在眼前一般 做得真好 以后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带着他 不能离开身边 什么 郎大哥 你知道吗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是我最开心的时光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开心过 我也真的很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永远都不要分开 可是 你的心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放下 我又怎么可能那么自私地 让你陪在我身边 看着你整天闷闷不乐 我心里比你更难过 汐儿 我 你去找王爷吧 去帮他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 等一切都安定下来以后 你再回来找我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 你是认真的吗 嗯 我是认真的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几乎每一句话都离不开王爷 任何事情 你都能想到他 你就是看到水里的鱼在游 也会想到他 对不起 我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也没有对不起我 你能抛开一切来这里找我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只要你记住 等办完一切事情后 一定 一定要回来找我 好 我答应你 等我去胡义找到王爷 帮王爷和季姑娘办好所有的事情后 我就立刻回来找你 郎大哥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答应你 秦夕眼眶泛红 扑进郎伯的怀中小声哭泣 郎伯紧紧地抱着他 当天 秦夕就给他收拾了行囊 嘱咐了很多的话 终于 郎伯上路了 另一边 高定 一辆马车 匆匆匆来到了城门口 守城门的侍卫将马车拦下来 马车上是什么人 下来 例行检查 平阳侯府的 平阳侯府 可是最近没有平阳侯府的马车出过城啊 你们可有令牌 没有 平阳侯的令牌可不是随便给的 一块令牌等于一个侯爷的权利 那些小喽啰 怎么会没有 侍卫见他迟迟没有拿出来 心想那马车里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便拿着手中的长剑 渐渐靠近马车 忽然 马车的帘子被人一把扯开 一道身影探出来 李承狠狠地瞪了那几个看守城门的侍卫 本世子你们也不认识了吗 侍卫一见 当场吓坏了 赶紧笑脸相迎 哎呀 原来是城世子啊 认识还不让开 是是是 侍卫赶紧退下 下令让行 李承坐回车内 马车这才进了城 一个刚刚调到高定担任城门小官的人 冲旁边的人问道 这人到底是谁啊 平阳侯府的世子 啊 你可要好好看清楚了 千万别得罪他 为什么 你记住一句话就是了 宁得罪小人 也不要得罪他平阳侯府的小世子 那人啊 可是高定出了名的小霸王 李承一回来 这高定估计又要先翻天了 而那些知道他回来的大家小姐们 估计又要将平阳侯府的门槛踏破了 马车内 李文书严肃地看着小有得意的里程 你别如此招摇 招摇 阿姐哪里看出来我招摇了 我刚才只是露个面 让那些人放我们进城而已 总之 你别太大张旗鼓就是 知道了知道了 对了阿姐 我才离开高定没多久啊 怎么现在进城出城这么严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以前进出高定城门 那些侍卫根本不会查得那么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会这样 李文书想了想 心里也纳闷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高定必有大事 这个李文书也没法深探 毕竟他离开高定去求学 已经有两年了 撇开这些 李文书不忘叮嘱李成 待会儿到家后 不管父亲说你什么 你都要乖乖听着 不得顶嘴 知道吗 这一路上 李成听了无数遍这种话 耳朵都快磨出茧了 知道了 我一定不插嘴 李文书满脸担忧地看了他一眼 懒得再说什么了 很快 马车便到了平阳侯府外 府上管家早就在外面候着了 一看马车来了激动不已 赶紧迎了上去 冲马车内的人喊 少爷 小姐 你们可算回来了 康伯 小姐 你这一去就去了两年 侯爷时常念叨着你 这次可算是将你给盼回来了 父亲身体可好 小姐放心 侯爷身体好着呢 那就好 李文书放心了 可他看着自家大门 脸色却有些复杂 因为他很清楚 这次回来意味着什么 就像之前李诚说的 自己父亲已经给他许了人家 不然也不会在他完成求学后 就急急忙忙地让他赶紧回来 李诚 李诚看到那块平阳侯府的牌匾 一脸的排斥 这次回来 他有十分强烈的预感 父亲肯定不会让他再离开这里 必定会把他拴得牢牢的 二人进去后 入了大厅 李文氏早早就坐在正位上等他们 他严肃地瞪了一眼李诚 但是在看李文书的时候 又十分温柔 李文书见自己父亲精神不错 比两年前看上去更有威严了一些 进去后便行了一礼 父亲 李文氏笑了笑 起身走了过来 扶住他的手 这两年在外头怎么样 女儿很好 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看你轻瘦了不少 定是吃了许多苦 父亲不必担心 女儿真的很好 你往后就待在家中别再出去了 女子归家 终是要半老在旁的 是 在李文氏的眼里 自己这个女儿一直都是个懂事的人 乖巧听话 无论她要求什么 李文书从来都不会拒绝 而且这个女儿还博学多才 让李文氏十分骄傲 随即李文氏将目光转向李成 温柔的眼神顿时变得十分灵力 恨铁不成钢 他与李文书说道 这一路上周车劳顿 你已经累了 先去休息吧 旁的事我们明日再说 是 李文书又行了一礼 看了看李成 带着一丝同情 这才离开 李成则懒懒散散地站在一边 他知道 暴风雨就要来了 而且绝对不小 果不其然 李文氏坐回正位 脸上带着怒意 嗤了一声 跪下 李成没有被吓到 因为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纵使此刻 他心里百般地不愿 但还是没出息地跪了下去 他低着头 把玩着自己手中的扇子 我要你去接你阿姐回来 你偏偏一路上耽误这么多时间 该插手的不该插手的 你都要去掺和一脚 你一不是官 二不是县令 那一无命案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可是爹 那案子确实有漏洞 要不是孩儿插手的话 当时就成冤案了 孩儿是在做好事 怎么能说是掺和 李成把这一路上 李文书叮嘱的话 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你还敢盯嘴 我只是实话实说 如果路上出了事 让你阿姐受了伤 我非打断你的腿 这不是没出事吗 你还敢说 李文书一拍桌 砰的一声 李成瞬间变成了乖巧的小猫 将头低了下去 是 孩儿知错了 哼 你倒是认错人的快 父亲要是想惩罚孩儿 那就惩罚吧 你听着 今天起 你哪里也不准去 就给我好好地待在高定 爹 城司部的江大人 前段日子已经告老还乡了 那个位置空着 现在需要人顶上去 所以 我已经和那边说好 让你去顶他的位置 李成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做官 他一个有手好闲的人 哪里是做官的命啊 何况 那城部司的江大人 是个巡城官 说白了 就是整天带着人在城里 东走走 西走走 看看有没有人闹事 李成嘴巴张张合合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个官 来之不易 总之 你要好好做 不要惹是生非 爹 孩儿 你别忙着拒绝 这官已经定下了 明后天 你就去城司部报到 爹 我 我实在做不了 有什么做不了的 我李文氏的儿子 难道还比不上别人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别废话了 就这么定了 还有 你年纪也不小了 赶紧安定下来 成家立业 我 你阿姐的婚事 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 你也要抓紧 阿姐真的许了人家了 是谁啊 工作相家的龚士林 第四百六十七集 李成从地上豁然起身 眼珠子瞪得老大 简直吃了大惊 啊 怎么会是他 你这么大反应做什么 难道龚家世子 还配不上你阿姐吗 爹 谁都行 就是他不行 为何 因为 总之 就是他不行 你给我听着 你要是敢从中作梗 破坏你阿姐的婚事 我就活剥了你 甩下这番狠话 李文氏走了 剩下李成一个人在厅中抓狂 他气得脸发红 虽然龚家和他李家一直是世交 可尽管如此 他和龚士林却从小就是死对头 至于为什么 这还得从他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开始说起 那会儿龚士林八岁 李成七岁 二人都是在同一家私塾上学 关系是不冷不热 偶尔两家在一起聚会时 还能说上几句话 可直到有一次 父子要学生们默写长诗 但因为李成从小就是学渣 而且十分顽劣 上课更是不听讲 龚士林却是个学霸 所以坐在龚士林旁边的李成 便抄了他的长诗 龚士林发现后 当场就举手告诉了夫子 最后李成被夫子 当着所有学生的面 打了整整二十戒尺 回到家后 又被他父亲关进了房里 罚抄长诗两百遍 他记得 那是他长这么大以来 受到最大的羞辱和惩罚 所以从那以后 他就恨死了龚士林 这些年来 他在街上一见到龚士林 就喜欢针对他几句 现在听说自己阿杰许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 那还了得 他恨不得现在就冲到公府去 把那小子掐死 一想着那小子 要做自己的姐夫 他就后曹牙磨得嘖嘖作响 而此时的后院 李文书到了自己的院子后 梳洗一番打算休息 刚入内室 从架子上取下了一本书 翻了翻 上面全是密密妈妈的诗句 一笔一划都是他写的 可这些诗 却不是出自他的口 而是杜牧白 杜牧白所作的所有诗句 他都一笔一笔地记录在上面 十分详细 丫头进屋打算给他 在香炉里点块香 就看到他看着手中的书发呆 丫头没想那么多 一边给他点香 一边说道 小姐这一去就是两年 府上的丫头们都很惦记着你 每天都盼着你能回来 现在好了 终于把你给等回来了 小姐一定不知道吧 前段时间 龚左相来过府上好几回 以前龚左相也会经常来府上 跟李文氏喝茶谈事 可是这都不关他李文书的事 丫头们也从来不在他面前 提起龚左相来府上的事 可现在丫头却突然这么一说 其中定有别的意思 李文书斜过目光 看了丫头一眼 怎么好端端地提起龚左相 小姐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该知道什么 我以为小姐你知道了 侯爷已经将你许配给 龚左相的世子了 李文书微微震了一下 但没有太惊讶 只是拿着书的手 却微微紧了几分 其实他早就想到了 李家和龚家是世交 他和龚氏林也算自小一块长大的 一直传闻说龚氏林喜欢他 所以这次联姻是必然的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他沉默半赏 欧了一声 小姐好像不是很开心 有吗 有 别随意猜测 李文书语气稍稍重了一些 也带着一丝提醒 丫头赶紧闭嘴 李文书将手中的书盒上 将上面另外几本也一并拿下来 然后丢给丫头 将这些烧了 烧了 这些不都是小姐自己写的吗 我说烧了 哦 丫头连连点头 抱着那几本书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 口中还嘀咕了一句 小姐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感觉小姐变得凶巴巴的 李文书不理会 很平静 上了床 蒙上被子 睡觉 另一边 李承在得知父亲将阿杰许配给公事林后 总感觉自己家的白菜 要被猪给拱了 而那头猪 还是自己的死对头 一时火气上头 冲出府 直奔公相府 他要杀了那个臭小子 而公事林在自己家后院坐着看书 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来袭 一个小丝走过来 少爷 刚刚得知 李府的小姐回城了 成世子也一同回来了 哦 少爷 成世子回来了 所以呢 以前成世子在高定的时候 老是针对少爷你 现在他回来了 肯定会天天来找你麻烦 说曹操 曹操就到 真是一点也没错呀 老远就听到李承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公事林 你给我出来 老子要跟你决斗 是成世子 刚说完就看到李承怒气冲冲的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 见状小丝立刻挡在公事林面前 成世子 你这是做什么 我家少爷可没得罪你 姓公的 你给我听着 你娶谁都行 就是我阿姐不行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 李承扬了扬手中那根临时从路边捡来的木棍 公事林倒是不怕他 只是一脸的无奈 他推开面前的小丝 婚姻大事 从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爹跟你爹定下了 不是说我不娶就能不娶的 你这臭小子 我阿姐岂能被你糟蹋 李承 此事不是儿戏 更不是我们小时候玩什么过家家 不是你一句话 或者我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说了 婚姻大事 从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哼 总之 我绝对不会让我阿姐嫁给你这种人的 你若是觉得我不好 大可以去找你阿姐 让她去跟你父亲说退婚 无论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接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她很清楚自己阿姐的性格 李文书从小到大都是一味的顺从 不管自己父亲说什么 她都会如一照办 此次婚事已定 阿姐更不可能要求父亲退婚 所以这事儿 要是龚士林自己去和龚左相说 尚且还有那么一丝机会 但看龚士林的态度 是完全的顺从啊 李承扬着木棍 对着了龚士林 你小子啊 别废话 你要是不将这门婚事解除啊 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竹笋炒肉 你别胡来 这里可不是你的平阳侯府 哼 打你 不需要地点跟时辰 李承 平时你有什么琐事来闹我 我随你 但是这件事 你一旦闹大了 就不只是你我之间的事了 而是你平阳侯府 和我公相府两家的事 这已经不是李承第一次来闹了 往日他就总爱找龚士林的麻烦 好在龚士林脾气好 李承完全不理会他刚才的这番话 好啊 我今天就闹给你看 李承刚说完 手中的木棍就已经挥了出去 直直朝对面的龚士林打去 好在小厮当即拦了下来 整个身板挡在龚士林面前 双手接住那根木棍 程师子 你要是打坏了我家少爷 我就跟你拼命 滚开 李承一脚把他踢开 小厮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龚士林 你要是有种的话就拼给我看 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木棍再次朝龚士林挥去 本以为那个文弱书生是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 哪里知道龚士林的身子敏捷地闪到了一边 步子十分稳健 瞧着像是个习武的人 李承 你简直无可救药 哼 李承继续挥棍而去 地上的小厮也爬起来 再次挡在两人中间 整个后院闹得鸡犬不宁 还打翻了不少种植的花花草草 瓶瓶罐罐 而此时公府门口 一辆马车停在外面 马车上前后下来两个人 前者是公持工作巷 后者是个长相十分稳重的男子 他一身官服 虽然还算年轻 但看上去却有一种老谋深算的味道 此人便是李文氏的大儿子李乔 一个掌握着胡义王和皇城安危的静观 二人正是一同从宫里出来的 一路上脸色凝重 李乔没有直接回府 而是跟着宫池来了宫府 可见二人还有什么事要单独谈 门口的小厮攻了攻身 老爷 李大人 二人目不斜视地进了府 小厮本还想告知一声 成世子到这里来闹事了 但还没来得及说 二人就沿着长廊 往后院方向静止走去 心想 等会儿要是被老爷看到 肯定要闹大 李乔神色沉重 说道 大王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 前几天咳嗽还咳出了血 休息了好久才缓过来 我又悄悄问过太医 太医说 大王身体 酒疾太严重 怕是好不了了 可有说能撑多久 这个 说不定 看来立储的事 也要挤走了 足日大王宣我进了店 说了什么 与之前大王问你的问题一样 到底是三王子 还是二王子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不敢说得太明白 只得将两位王子的好 都道了一遍 大王怎么说 他没再说话 闭着眼睛睡下了 这么说 大王心里还是没有决定好 我倒不这么认为 为何 自从大王染疾后 我就一直伴在他身边 虽然立储之事 在色期间提及过很多回 虽然大王都表现得有些犹豫 可大王心里 其实早就有了人选 只是想看看我们的态度罢了 这才问完工作向你的意见 又转而来问我 你的意思是 大王心中的人显是二王子 所以才会接连问你我的意见 我想 应该是这个意思 大王心里很清楚 你我两家都是站在三王子那边的 倘若不久后 大王真的立了二王子为新王 那么将来 你我两家的地位 必定有所影响 就算三王子心里登基有所顾虑 不会对我们按下杀心 可他身边的王国公 却不一定 到时候 必定会对我们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公尺陷入了沉默 这其中的厉害 他心里明镜似的 二人刚到后院 还未拐脚 就听到庭院里传来一阵 追打的声音 那声音十分熟悉 李乔当下眉心一拧 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等走近一看 庭院里有三个人 一个持棍 一个阻拦 一个往后连连必退 这不就是李承和龚士林吗 李承拿着棍子 追着龚士林打 小厮在中间拦着 李乔惊诧不已 虽然他刚出宫 就听说自己弟弟妹妹 已经回了高定 可转眼才多久功夫 怎么李承就跑这儿来了 还拿着棍子 满院子追着人家龚士林打 虽然整个高定 有身份的富家子弟 和名家小姐们都知道 平阳侯府家的二世子 和龚左相家的世子 向来不合 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 可眼前的画面 还是让李乔直捏拳头 李乔知道自己弟弟的性格 知道他到处拈花惹草 也知道他不学无术 但他和李文士一样 都不管这些 只要他不闹出什么大事来 可没想到 他现在竟然闹到了 功相府 还追着人家世子 满院子跑 李乔还没出声 身边的公池 就率先开口 住手 但院子里的三人 完全没有听见 继续撕打 李乔满脸怒火 脚一蹬 腾身而起 身子跃到李承的后面 一把拎住李承的后领 阿诚 住手 李承此时还保持着 灰棍的动作 他转头一看 就看到自己大哥 站在身后 哥 还不给我住手 李承这辈子最怕的人 不是自己的姐姐 李文书 也不是父亲 李文士 而是大哥 李乔 他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 就是在七年前 那时他带着自己身边 一帮小喽啰 跑去宁国将军府 偷桃子 本想着一人偷一个就走 结果越偷越多 完全收不住手 将人家府中 整个桃树结的桃子 都给偷得金光 一个不剩 事后才知道 原来人家宁国将军府里的桃树 是胡义王赏赐的 而且接的桃子 每年都要送去宫中一大半 结果却被李承那帮人给偷了 无法送桃入宫 胡义王大怒 罚了宁国将军一年的俸禄 后来此事被查出 原来是李承干的 宁国将军因为顾忌 他是平阳侯府的世子 只好将这口气憋进肚子里 吃了这哑巴亏 可是宁国将军在和李乔小谈时 却一不小心提到了 李乔大怒 直接拎着李承到宁国将军府 要他在宁国将军府后院 亲手种植一百棵桃树 以此赎罪 李承一开始没当真 想着就是做做样子 哪里知道 李乔直接拿着一根鞭子 整天督促他 不干活 那就是一鞭子 那时候李承被打得很惨 身上伤痕累累 却一句话也不敢呛 结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将那一百棵桃树都种好 所以自那以后 他就是再倔 也不敢招惹李乔 毕竟鞭子挥在身上的痛 他是打死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此刻被李乔这样一吼 他的杆都在颤抖 手掌一松 那个木棍就掉到了地上 你在这里哄到什么 哥 我 简直不成体统 李承不敢搭话 只是狠狠瞪了一眼龚士林 小丝扶着精疲力尽的龚士林问道 少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公池急步走过来 看着庭院里被砸得稀烂的花花草草 还有那些瓶瓶罐罐 心里的怒火如火山爆发一样 猛地窜地窜了上来 第468集 公池质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豪燕 是程世子自己跑来的 硬是要少爷 把跟李小姐的婚事给退了 少爷不肯 程世子就冲着少爷打 差点就 阿湘 别说了 可是少爷 多嘴 公池惊讶 是为了自己儿子和李文叔的婚事 于是转而问李承 阿承 让士林退婚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爹的意思 我自己的意思 你已经不是孩子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文叔和士林的婚事 是我跟你爹定下的 到底怎么样 也是长辈去决定 岂是你能插手的 李乔极力地克制自己心里的怒火 问公士林 士林 你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其实这事跟李承没关系 是我言语上冲撞了他 用不着你好心 还敢多嘴 工作下 关于刚才谈论的那件事 我们稍后再聊 我先带阿诚回去了 此事 我带他道声歉 嗯 公池点头 但明显有些不开心 走之前 李承伸出手指头 指着公士林 你给我等着 李乔抬手 朝他后脑上狠狠拍了一巴掌 混蛋 李承摸着坐痛的后脑勺 灰溜溜地走了 出了功夫 二人上了马车回府 你知道自己刚刚在做什么吗 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敢胡来 你平时在家里闹也就算了 现在却闹到这里 龚左相是什么人你难道不知道 龚史林是他的儿子 得罪他 就是得罪龚左相 影响有多严重 你居不知道 大哥 你要是早在信件中告诉我阿诚要嫁的人是龚史林 我一定立刻赶回高定阻止 事情已经定了 可是 行了 你别再可是了 你刚才这一闹 闹得龚左相心里很不舒服 等到回家 看我怎么收拾你 回去后 定是一场大风暴 李承缩了缩身子 一想起当年身上挨的那些鞭子 他就后背发凉 但他又不甘心 不想看自己阿姐嫁给龚士林那个家伙 大哥 阿姐根本不喜欢龚士林那小子 嫁去龚家后 阿姐肯定不会开心的 此事不是你我能够左右地聊的 也不是文叔和士林能左右地聊的 总之 在父亲面前你不准提这件事 还有 父亲有没有跟你说 让你去城市部的事 说了 这个官职 就是龚左相邦的忙 对你将来入职为官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 你最好乖乖去城市部 不要惹是生非 李承目瞪口呆 说让他当官的时候 他就已经接受不了了 现在竟然还告诉他 自己这个官 还是工作向帮的忙 感情那家伙是在坑自己啊 早知道他就不回来了 此刻 李承心里真是怨恨死了工作向 可嘴上又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将这股怨气咽了下去 再有一两个月 就要举行三年一度的科举了 到时候 很多各地学子都会纷纷到高顶来 城门那边也会戒备森严 你这个城市部部长要打紧一些 到各处走走看看 否则出了什么事 那就是你的责任 一旦追究起来 不仅会连累到你 还会牵扯到工作向 和我们李家 哦 所以城门例行检查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举行科举啊 不只是 什么意思啊 还有别的原因啊 这个你就不用多问了 明显还有别的意思 见自己大哥那张阴沉的脸 李城便不敢再继续问下去 回到府中 李乔就让他去进房自己坐一晚 责令他不准吃晚饭 当作他去工相府大闹地惩罚 李城不敢反抗 乖乖地去了 当晚李乔便去找了李文书 李文书正坐在凉亭中看书 这些书都是他从书院里带来的 他见到李乔过来 大哥 我来看看你 李乔在他对面坐下 在一旁伺候的丫头为他倒了一杯水 就退了下去 不打扰二人 李乔望着两年未见的亲妹妹 心里颇有几分思念 两年不见 你瘦了很多 去年过年的时候 本想去看看你 可是宫中有事 也就耽误了 大哥有心 我一切都好 你现在回来 就安心待在家中吧 嗯 对了 父亲可有跟你说起过 你的婚事 还没有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 李乔其实知道 李文书心里都一直有一个人 但从不当着他的面戳穿他 公家与我李家一直是世交 无论是在朝中还是私下 都关心密切 所以你的婚事 也早早注定好了 我知道 总之一切 都听从父亲的安排就是 你能明白就最好 嗯 对了 高定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你为何这么问 近日进城时 城门侍卫说要例行检查 可若不是出了什么事 岂会这般 而且历来科举前后 也没有这么大的阵仗 是不是宫里出了什么事 不愧是李文书 他只要细细一想 便知道其中不对劲 里城之前问起的时候 李乔没有多说 但他知道自己这个妹妹 与别人不同 甚至有时候 还能为他出出主意 便不做隐瞒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确实与皇宫有关 不过 是关于大王的 这一路上 李文书也听到了 很多有关胡义王的事 胡义王病重 正在为立储一事发愁 李文书猜测 所以 是关于立储的事 不全是 啊 大王的身体 已经大不如前 朝中大事 已经完全交了出去 如今 关键时期 大王担心 会有突事发生 何为突事 二十几年前的一场内战 你应该知道吧 当年先王一死 朝中很多不愿归孝的人 被一一辩出高定 所以 大王心有顾虑 担心如今时期 会有变数 到时候 就会引起一场风波 所以才下令高定 全城戒备 不得有可疑人进入 说白了 就是胡义王担心 前朝余力 会在他病重这个时期 造反 原来是这样 可前朝官员的势力 都已经被削弱 而且地方都有人监控 势力根本不可能再长 大王的担忧 未免有些多余 这也是一方万一 嗯 你常年在大王身边走动 自己也要小心行事 何况现在还未立处 小心一些总是没错 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何况 还有父亲在帮提醒 二人没有继续深聊此事 李乔叮嘱了几句后就走了 而李文书坐在亭中 再也没有心思看书 眼神有理 盯着远处 微微摇晃的树枝 一副有心事的样子 第二天 李承在禁房被关了一晚后 清早从里面出来 就赶紧回了屋 钻进被窝睡觉 可才刚闭上眼睛 府上的小司 就急忙来催促他 世子 侯爷让你赶紧去 承司部报到 不去 少爷 别抽啊 李承翻了个身 然后继续睡觉 小司没办法 只好跑去找平阳侯 于是没过一会儿 平阳侯就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二话不说就往床上的李承抽去 抽得他差点从床上跳下去 平阳侯呵斥道 昨天跟你说的话都忘记了不成 还不赶紧去 李承顶着一双熊猫眼 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承司部 此时皇宫 李乔一早就进宫 候在了胡义王的床榻前 微微拱着身子 胡义王坐在床上 双手撑着自己的膝盖 努力让自己的身子坐得挺一些 他脸色惨白 颧骨微秃 眼神也十分空洞 完全就是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 就连那魁梧的身子也消瘦了不少 不见当年半点叱咤风云的伟暗风姿 他微微喘着气 连连咳嗽几声后 才抬眸看着面前的李乔 有没有消息 派出去的人 要无踪迹 什么就耀无音信 一行人暗中去了陈府 将陈大人和他的儿子抓获 本准备一路带回高定 可在半路上 内行人忽然失踪不见 陈已派人沿路去找 但暂时还没有消息 话才说完 胡义王大手在床檐边 重重地一拍 眼中蹦出一抹怒意 李乔不再出声 只是将头低得更深了一些 胡义王怒涩上脸 我熬不了多久了 必须在我死之前 将那些威胁全部清除掉 否则那些前朝的乱臣贼子 就会蜂拥而至 所以 在他们要造反之前 必须杀之而后快 是 臣一定努力去办 记住 任何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尽快 千万不能在其中出了错漏 是 李乔领命 胡义王又连连咳嗽好几声 帕子沾上了血 见状 李乔担忧道 陈聚传太医过来 不必了 我的身体我知道 可是 你先去办事要紧 是 还有什么事 大王 其实最大的威胁 应该是南国侯 南国侯 提到这个人 胡义王的眼神伸了下去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这三个字了 南国侯是先皇后的亲哥哥 若说有极大可能造反的人 应该是他 所以臣觉得 南国侯 虽然是当年的国舅爷 可先王死后 他这个国舅爷的位置 就等同虚设 我当年没有要他的命 反而封他为南国侯 不过是为了安民心罢了 何况这些年来 他也没有再插手过朝堂上的事 而且 又一直待在高定 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根本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更别说 联络前朝官员而集结兵马谋反 我还听说 他已经转去行商 是个正正经经的商人 所以 与我而言 他根本不足为患 当年胡义王率领自己的人篡位时 先王被烧死在自己的行宫中 先皇后也失踪不见 胡义王担心 如果自己大开杀戒 会引来胡义百姓的不满 到时候便会影响自己登基 所以选择了仁政 将前朝那些不愿归孝自己的官员 一一罢免 便出高定 而那位国舅爷也被罢免 胡义王封他为南国侯 可是这个侯位却等同虚设 根本没有实权 南国侯也深知其中玄机 所以隐去锋芒 顶着侯爷的头衔 从不插手朝中之事 反而转去行商 所以对胡义王来说 南国侯是一个毫无威胁的人 甚至不值一提 更何况 南国侯的府邸就设在高定 就在胡义王的眼皮子底下 若他有什么造反之心 早就被察觉了 但李乔却有着 与胡义王完全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 越是抱在日光下没有威胁的人 反而是最有威胁的人 但胡义王都这样说 他只好不再去提 胡义王只是交代他 你 继续去查 前朝臣次的事 一旦察觉有谋反之心的 一并杀了 是 记住 此事不得让任何人知道 就是你父亲平阳侯 也不能告知 臣遵命 毕竟 斩杀前朝臣子是桩大事 一旦外泄 后果可想而知 此时 南国侯府 这座府邸已经有些年头了 但看上去十分结实 也算得上华丽 里面的建筑面积也很大 后花园里 一个年仅两岁的孩童 正在院子里跑着 脚步不是很稳 身子歪歪扭扭 似是随时有可能会倒下一半 孩童通红的脸蛋上 挂着单纯的笑容 她就宛若冬日里 一株迎着阳光生长的青草 充满了生机 在孩童身后 奶娘和几个小丫头 正小心翼翼地护着她 小少爷 你慢点可别摔着了 我要追鸟儿 孩童稚嫩的声音响起 她望着天空中 飞过一群鸟 小步子一路追着 双手时不时往上抓着 试图将鸟儿拽下去 殊不知距离很远 要是小少爷喜欢鸟儿 明日我让人送几只过来 不要 我要天上的鸟儿 孩童继续追 直到鸟儿消失不见 才停下来 不见了 鸟儿不见了 奶娘追上来 蹲在她面前 将她身上的衣服裹紧了些 小少爷 天气冷 我们赶紧回去吧 不要 奶娘 我要去追鸟 可是鸟儿已经飞走了 为什么 因为 它们要到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鸟儿要归家 为什么 奶娘一时回答不上来 小孩子就是这样 总是有很多个为什么 这时只见一抹身影 从远处走过来 是南国猴 奶娘和丫头们纷纷行礼 猴焰 南国猴嗡了一声 孩童见到她 嘴角立刻露出笑容 小小的身子也立刻扑上去 抱住南国猴的大腿 亲密高兴地喊了一声 爹 南国猴露出宠溺的笑容 蹲下身 伸手摸了摸自己儿子的脑袋 阿末有没有乖啊 有 那爹明日带你上街去玩 真的吗 当然 爹答应过你 若是阿末在府上 乖乖听话的话 爹就带你出去玩 好 去玩 去玩 阿末开心地手舞足蹈 扑进南国猴的怀中 南国猴将他高高地抱起 显然是很宠爱自己这个儿子 毕竟是老来得子 阿末则抱着自己父亲的脖子 小嘴巴在他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南国猴不知道多高兴 就在这时 远处过来一个人 见到这一幕时 并没有走近 而是停在了远处 南国猴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神色微微沉了一些 但稍纵即逝 转而吩咐奶娘 见阿末先带走 是 你先乖乖跟奶娘回去 爹稍后去找你 好 阿末应下 便扑进了奶娘怀中 被带走了 来人是等阿末被带走后 才走过来的 而此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连雀 连雀走过来 拱手道 侯爷 南国猴原本温和的眼神 渐渐消失 脸色微微有些凝重 转身朝假山的方向而去 连雀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二人一前一后 谁也没有说话 第四百六十九集 走了一小段路 到了没人的地方 南国猴停了下来 转身问他 陈大人是否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属下已经命人 送他去了之前安排好的地方 一路上都很安全 没有出事 现在这个时候 估计应该已经抵他了 侯爷可以放心 嗯 那就好 这一段时间 还是要继续派人保护陈大人 等风波彻底过去后再说 属下明白 定要小心为伤 明白 属下也按照侯爷的吩咐 继续派人去别的大人府上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先带他们一一离开 以防万一 南国猴点了下头 继续往前走 最后在甲山后面的湖边 停了下来 两道身影印在水面上 随着水波缓缓荡漾 如此时的时局一样 动荡不平 连却几次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南国猴虽然没有回头看他 但仿佛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说 便策谋问他 还有事 连却从袖中将那块刻着南的玉牌取了出来 递了上去 属下那晚就陈大人的时候 在破庙里遇到另外一伙人 打算杀人灭口时 这块令牌 却从其中一人身上掉了下来 属下一看是侯爷的令牌 便立刻撤退了 当南国猴看到这块令牌的时候十分震惊 他一共有两块 两年前他将其中一块作为感激 赠给了一个大林女子 他拿过令牌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那人长什么样子 白白紧进 一身灰色衣裳 身材有些瘦小 是个男的 对 那就不对了 因为他的恩人是个戴着面纱的女子 那 他脸上可有疤 他记得那女子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 当时是晚上 又是下雨天 破庙里火光不亮 他虽然没能清楚地看清那女子的相貌 但是他很清晰地记得 女子脸上有一道从眼角到下颌的疤 像一条蜈蚣爬在上面 连雀摇头 没有 男人脸上没有疤痕 跟他同行的人当中 也没有女子 或者脸上有疤的人 所以那人根本不是自己的恩人 南国侯看着自己手里的令牌十分困惑 为何自己赠送给恩人的令牌 会在一个男子身上 难道是当年跟恩人同行的男子 连雀心中不明 问道 侯爷 你的两块令牌从不离神 为何那人身上会有你的令牌呢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说来话长 属下愿闻其想 你可记得两年前 我跟夫人去过大令 记得 当年侯爷为了让胡义王对你放下戒心 所以转去行商 这才会四处奔波 没错 当时我去大林行商 夫人因为不放心 坚持要一路跟随 哪里知道 夫人突然救急复发 在路上去世 本以为阿末也死在了腹中 在赶回来的路上 突雨大雨 只能在一间破庙碧雨 在里面遇到了一伙大林人 其中有一位戴着面纱的姑娘 她断定 阿末在夫人腹中 未死 便为她剖腹 这才救下阿末 而阿末的名字 也是那位姑娘起的 一直未听侯爷提起 原来是这样 当时我随身最贵重的东西 就只有这块令牌 就赠给她一座谢礼 还许诺 将来她若来狐逸 只管拿令牌找我就是 只是没想到 这一别 仅有两年时间 阿末也长大了不少啊 如果按照侯爷所说 那人根本不是 他是个男子 脸上也没有疤痕 可这块令牌不会有假 已经过了两年 或许 他脸上的疤已经好了 又或许 他为了行事方便 所以女扮男装 也是有可能的 侯爷这样一说 我倒觉得 那男子确实像个女人 举止也好 神态也好 都有些像 若他真的是 侯爷的恩人的话 属下 竟险些犯了大错 什么意思 属下在将陈大人送走后 跟上了那伙人 本想查探下他们的身份 没想到却打草惊蛇 引来对方怀疑 在客栈里大打出手 还伤了对方的人 好在没有伤亡 他们也逃走了 属下不好再追 这才立刻快马加鞭 回来禀报 那人究竟是不是 我的恩人还不一定 毕竟单单凭你的描述 我也不能确定 不过 这块令牌不会骗人 侯爷 我看他们 应该也是要来高定的 如果路上没有耽误的话 应该这两天就会到 那这几天 你去城门口多多注意一下 一见他们进城 立刻来禀报 是 还有 记住 千万不要将这次 营救陈大人的行踪 泄露出去 否则 将会牵扯甚广 死的人 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属下知道 并没有留下什么踪迹 对侯爷不会有影响 何况大王一直以为 侯爷没有威胁 不会对侯爷有所防备的 但要以防万一 是 这些年来 南国侯半猪吃老虎 连胡义王都被他糊弄住了 也正是因为他隐去锋芒 又一直居住在高定城内 这才没有引起 胡义王的怀疑 否则一旦胡义王打算 大开杀戒 他会是第一个丧命的人 可那狠心的君王哪里知道 他南国侯永远都不会忘记 二十几年前皇宫惨烈的一幕 自己妹妹带着侄儿消失不见 他多年来假借行商的名目 四处寻找 只为了那一丝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希望 李承去了城司部报到后 就直接任职了 城司部地方虽小 可东西齐全 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可他唯一不喜欢的 就是这个官职 看似风光 可其实就是个巡逻官 李承潇洒挂了 不喜欢被人束缚 他拿起桌上一支毛笔 在指尖上转动了几下 双脚往面前的桌子上一搭 懒泱泱泱地靠在椅子上 一个年轻的小官 候在他面前 一脸奉承地问道 大人 你现在要看看之前的全部资料 还是出去走走看看 出去 出去做什么 出去巡逻呀 不说巡逻还好 一说巡逻 他就来气 手中毛笔 猛地往桌上一拍 小官吓了一跳 身子往后缩了缩 脚步也后退了几步 大人 听着 本大人可不是来 监管什么百姓疾苦的 也不是来管什么城内安危的 所以没事别来找我 有事更别来找我 听明白了吗 这 这什么这 小官不敢再说话 只是满脸的尴尬 李承依旧一肚子气 这官职是被自己父亲 逼着来认职的 而且还是自己死对头的父亲 工作相替自己走的后门 这口气压在胸口 激少成多 再被那小官一句话招惹了一下 顿时如火山爆发 就在小官不知道 该怎么办的时候 城司部的老官进来了 那老官一看就威严很多 在这里待了有几十年了 李大人 侯爷有打过招呼 你到这来之后 就要遵守我们城司部里的规矩 现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带人去城门口巡视了 和小官不一样 老官显然气场足了很多 他对李承世子的身份 并没有畏惧 毕竟在李承来之前 平阳侯已经打过招呼了 平阳侯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用顾及我的颜面 他若是不守规矩 只管罚 罚不了就打 打死也行 有了这番话 老官壮足了胆 李承听完老官这番话 冷笑了一下 你这是拿我爹来压我 大人 这是规矩 谁来都一样 如果我不照做呢 那我就只能派人去通知侯爷了 或者按照规矩办事 什么规矩 仗则五十 你 李承怒拍桌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李承克制住心头怒火 眼珠子转了转 脑子里忽然萌生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 绕过面前的大桌子 走过去拍了拍老官的肩膀 好 去巡城就去巡城 这么容易就妥协了 老官从来没有接触过李承 但是关于他的事迹 却听过很多次 本以为要跟他磨很久的嘴皮子 才能说动他去巡城 哪里知道这么快就说服他了 现在还有点不敢置信 可李承答应了 总比跟他继续磨下去的好 于是老官赶紧派了四个侍卫 跟着李承出去 李承在高定街上走着 可心里一直打着个主意 他压根没心思巡城 而是直奔城门口 这沿路而去 周围有些百姓认出了李承 这不是平阳侯府的城市子吗 怎么变成巡逻史了 可不是嘛 听说是昨天回来的 这城市子不是整天都在外面跑吗 怎么现在当官了 他爹可是平阳侯 就算是官也不应该是个巡逻史啊 这官位不就是个守城门的吗 谁知道呢 兴许是犯了错 平阳侯府罚他做这个官的 一路上不断有声音在议论 李承根本不管这些 继续往前走 身后跟着的小侍卫 快步走到他身侧 问道 李大人 咱们这是去哪儿了 只管跟着我就是了 可是今日不寻这条街啊 本大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用不着你来说 但这不合规矩 规矩 什么是规矩 我就是规矩 李承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侍卫也不敢再说话 以免惹火上身 反正到时候出了事 也与他无关 李承到了城门口 发现今日高定城内 多了很多人 也多了很多马车 几乎都是外地的 大多数都是今年来高定赶考的学子 虽然还有几个月才开始 可是大多数的学子 都会提前来这里熟悉环境 定下救助的客栈 甚至在这段时间里 想办法接触一下朝中大臣 指望到时候能有个门路 而且若是来晚了 基本上就没有可以下脚的客栈了 城门侍卫正在案例搜查进入的人 领头的侍卫看到他赶紧迎上来 李大人 去 给本大人搬张椅子来 啊 你是耳朵聋了吗 没有听到刚才本大人说什么 听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还不赶紧去 领头的侍卫一脸懵 莫名其妙搬椅子来这儿做什么 但最后还是命人搬了来 于是李承一屁股坐下 翘着二郎腿一副懒散的模样 甚至还带着几丝脾气 就差往他手边放一杯茶了 而他带来的那四个侍卫和城门口的几个侍卫 都候在他旁边等着他指示 以至于进城的人都排成了大成龙 李承赶紧挥手 不是要检查吗 这么多人还不赶紧 是 得了吩咐 侍卫们这才继续检查进城的人 刚检查完一个进高定赶考的学子时 李承忽然喊道 等等 学子一愣 站在原地不动了 然后双手一拱 问道 不知大人有何事 李承从椅子上起来 走到那学子面前 目光盯着他肩膀上的包袱 眯着眼睛问道 你这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 是书 哦 打开看看 刚刚已经检查过了 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本大人刚刚没看到 所以要重新再检查一遍 打开 快点 那学子缩了缩脖子不敢反抗 只好乖乖将自己的包袱取下来递给他 哪里知道 李承一把抓过来后 就直接甩到了地上 包袱散开 里面几身衣服和书籍掉了出来 学子健壮正要弯腰去捡 却被李承拉住了 大人 这些东西我要了 只是几身破衣裳和几本旧书 汪大人手下留情 本大人看上你的东西就是看得起你 把东西带走 身后的侍卫便捡起地上的东西站到了一边 那学子满脸愁苦 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夺走却无能为力 又恨自己出身卑微 无法与官抗衡 这委屈也只能自己默默地忍着 城门口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 纷纷平头论足 李承完全不在乎 继续坐回自己的椅子上 慢悠悠地看着 这时一行商人通过检查后进来 李承又喊住了他们 领头做主的商客 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不知道大人有什么事啊 本大人就是随便看看 李承看向他们用车运送进来的 大大小小的箱子 大人 我们可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呢 往年也都是这个时候来高定做生意 绝对没有带什么不该带的 那就打开看看 大人 怎么 不打开看 本大人怎么知道 里面有没有不该带的东西啊 这时 侍卫跑到李承身边 轻声提醒他 大人 他们这些老商人 都有货物通行的领牌 不用打开箱子 最近高定不太平 又快举行科举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啊 可不是你我能担当得起的 他们有令牌又怎么样 本大人说了 要开箱检查 可是 闭嘴 你都听到了 还不赶紧打开箱子 给本大人看清楚 后面可还有很多人 在等着呢 那商客实在没办法 只好将自己带来的货物 一一打开给他看 里面都是丝绸 李承用手中的折扇 一一挑开 将那些东西挑得乱七八糟 一片狼藉 干干净净的丝绸 落在地上 沾染了灰尘 客商欲哭无泪 那都是钱啊 大人 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全部都是一些丝绸 你这样一弄 这些东西 我怕是卖不出去了 求求您高抬贵手啊 李承觉得事情 还没有闹得太大 便继续将箱子里的丝绸段子 一件件地往地上扔 还用脚直接踩上去 客商连死的心都有了 绸段被踩成那样 也就等于废了 当即跪了下去 大人 小的求您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 就指望着这种货物 过日子 大人 您高抬贵手 放了我吧 第四百七十集 李承欣想闹得差不多了 便收手了 灰灰折扇说道 行了 走吧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商客赶忙让自己手下将东西一一收拾好 推着货物走了 这一闹城门口轰动了 后面进城的那些人对李承是又恨又怕 生怕被他找麻烦 最后城门侍卫实在看不下去 悄悄让人去了平阳侯府 将这件事禀报给了侯爷 李承就是要将事情闹大 只有这样才能被罢免官职 继续潇洒自在 很快平阳侯府来人 狮子 侯爷叫你回去 正好我也玩累了 李承拍拍衣袖回去了 进出城门的秩序也渐渐恢复 李承果然是名不虚传 怪不得城里很多人见到他就怕 李承既然敢这么做 自然也知道此事一定会惊动到平阳侯 所以他也早就想好了托词 等会儿在自己父亲面前大胆地演就是了 到了府上 平阳侯在大厅里等着他 这才第一天 你就闹到城门口鸡飞狗跳 看来平时 我对你是真的属于管教了 才养成了你现在的这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爹 我什么也没做 世子赶考 那些书籍 对他们而言是何其重要 你却收他们的东西 还言之凿凿 你是官 不是土匪 那些来高定行商的商客 只要有特令的都可以免去货物搜查 你却将他们的东西搅得满地都是 你知不知道 若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现在你已经被关进大牢了 说不定 已经惹来了杀身之祸 爹 我不过是例行检查 根本没有犯错 那个世子 他如果是来赶考的话 身上带的书籍也应该是平时经常看的 可是他的书却很新 还有那几件衣服 看似打了补丁很破旧 可是衣服的布料却明显不旧 而且都没有穿过的影子 可见衣服是故意伪造出补丁来的 他的身份很可疑 我把他的东西拿走 等检查清楚没有问题的话 我自然会还给他的 还有那个商人 虽然有特令 可谁知道是不是心怀不轨啊 打开他的箱子检查也没有什么 哪里知道那些丝绸轻飘飘的 一翻就往地下掉 散得到处都是 这可不能怪我 你倒是将一切都说得明白 要是爹觉得我惹是生非的话 大可以让工作巷 把我的官职给撤了 反正我也不是做官的料 这就是你打定的主意 爹 朝中有大哥帮你就已经够了 如果我将来真的入了朝 反而会给你们添麻烦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让你入朝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现在你不必知道 给我好好做现在的事情 记住 你的一言一行 都会牵扯到我们李家 李承就是不明白 也十分想不通 为何大哥明明已经在朝中围观了 官职还不小 并且一直伴随在胡义王左右 可以说是胡义王身边最亲近 最信赖的人 可为何父亲还是坚持让他入朝呢 李承心里困惑不已 他本以为自己在城门口这样一闹 必定会惹来父亲大怒 到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做巡逻官了 哪里知道 李文氏早就看穿了他的鬼主意 以致他计谋并没有得逞 最后李文氏也只是罚他官一晚上的禁闭 并没有提撤官的事 这才刚回来 他就在禁闭室里待了两天 这运气大概也只有他能碰得上了 而接下来的两天里 李承倒也变得乖巧了很多 没有再惹事生非 该吃吃该喝喝 那些在他手底下做事的小官 也不敢说什么 那些老官也不再说他了 他们担心如果让他出去巡逻 又会惹出什么事来 到时候老官们又要花时间给他擦屁股 一次两次就算了 就怕那家伙乐此不疲 老官们年纪都大了 再也折腾不起 而且到时候 要是闹到胡义王面前 那麻烦可就大了 索性就不再管他 任由他自由潇洒 这一日天气寒冷 一月的天冷风嗖嗖 看天气 估计过几天就要下雪了 听说胡义的冬天 持续时间很长 大雪能连连下上三个月 而高定更有寒城的称号 城门口依旧戒备森严 进入高定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行车马队 还没有进到城门口就停下了 等着排队入城 警荣的侍卫骑在马上 隔着车帘子 与马车内的人说 公子 这高定也不知道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戒备很严 前面还有很多人 一时半会儿可能进不去 警荣文生先开帘子 朝前面看去 前面已经排了长龙 城门共有三扇门 但只打开了中间一扇 所以检查的速度 也就慢了很多 好在他们不赶时间 等也就等了 马车内靳云书拿出药箱 与白阴说道 我先给你换药 不用换这么近 我的伤口都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剑伤可大可小 必须痊愈才行 白阴拗不过靳云书 只好乖乖将手伸了过去 由他为自己包扎 宋纸坐在一旁 抱着自己的破包袱 极其认真地盯着白阴的伤口 伤口很深 没有结痂 还能看到上面一些血丝 他露出一脸心疼之色 疼吗 这话换来白阴的一笑 笑什么 你们读书人跟我们 就是不一样 又是这句话 宋纸就是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跟他们 有什么不一样的 此时城门口 侍卫正在检查一名 妇人随身的包袱 妇人怀中抱着一个 只有一岁左右的孩童 那孩童紧紧缩成一团 在见到眼前那些 拿着刀剑的侍卫时 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那声音十分嘹亮 那些等待进程的人 都纷纷伸长脖子 往前面看去 还以为是不是侍卫 欺负了那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孩子的哭声 突然惊到了 警戎队伍前一个商客的马儿 那马儿嘶吼几声 前蹄高高扬起 导致马车上装着的 几个大箱子 挣脱了绳子 全部倒了下去 其中一个大箱子上的锁 被砸断 里面滚出了很多块 大大小小的石头 其中两块大石头滚落 撞到了警戎的马车车轮 只听到砰的一声 车轮一脚被砸断了 马车顺势倾斜 车内警戎听到动静后 第一时间将寄云书 牢牢护在怀中 白音也一手揪住 送纸的衣裳 避免他身体撞击到车壁上 而受伤 马车并没有完全倒下 但却倾斜了一大半 四人从里面出来 有惊无险 侍卫纷纷下马 公子 没事吧 警戎摇了摇头 他们这才看清地上 那些零零散散的石头 那些石头一看 也不像什么珍贵之物 而且形状不规则 若用来修筑的话 也太小了 而若是朝廷需要 也应该由官府运送才对 而且怎么会有人 将这些普普通通的石头 装在箱子里呢 那些石头的主人 是个老商客 他第一时间 牵住了寿京马儿的缰绳 等马儿平静下来后 才十分歉疚地 跑到警戎面前 各位公子 有没有受伤 没事 实在抱歉 我的马受到了惊吓 东西掉下来 砸到了你们的马车 抱歉抱歉呀 老商客说着 便看了一眼 被石头砸坏的马车车轮 非常诚恳地说 你们放心 所有损失 我会承担 东西坏了没事 只要这些石头 没有砸伤人就好 赔还是要赔的 商客从袖中取出一些银子 递了过去 不知这些 可否够了 这 启云书不知如何是好 下一刻 银子被警戎接了过去 银子我们收下了 这些石头 还是赶紧收拾好吧 好的好的 商客赶紧让自己的伙计们 将散乱的石头捡回箱子内 这时前面看守城门的侍卫 闻声走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老商客将情况说明 真是麻烦 赶紧把东西收拾好 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进城呢 是是是 老商客连连哈腰 警戎也不想再耽误时间 便吩咐自己的人 帮着他们一块搬 但其中一个人 搬起一块石头的时候 忽然愣了一下 转头跟警戎说 公子 这块石头好像不对劲啊 石头不对劲 这句话正好被看守城门的 领头侍卫听到 他问道 怎么不对劲 石头太轻 太轻 给我看看 侍卫挽起袖子 将石头接过去 拿到手上一点量 果然很轻 领头侍卫立刻将石头放到地上 冲老商客问道 这石头为什么这么轻啊 石头怎么会是轻的 不可能 那你自己搬一搬 老商客赶紧自己上手试了试 不是不知道 一试吓一跳 怎么 怎么会这样 这么一大块石头 怎么会如此轻 好像是空心的 那侍卫眼神一紧 立刻警惕起来 这石头里面 是不是装着什么不该装的东西 困采大人 这些是堵石 堵石里面又怎么会装不该装的东西呢 而且 我也不知道 这块石头怎么会这么轻 在来之前 我都是亲自检查过 没有这种情况呀 那就打开看看 使不得 为什么 小的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些都是堵石 是要卖给别人的 要是打开的话 我这生意 可怎么做呀 堵石 顾名思义是用来堵的 一些人会根据石头大小 形状 石头上的纹路 来鉴定石头内 是否有珍贵的翡翠 而选择是否购买这些石头 如果堵对了 则有可能一夜暴富 现在听侍卫要打开它 老商客当然不允许 但侍卫大怒 欲拔出腰间佩戴的长剑 我现在怀疑 你这个石头有问题 里面可能装着 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现在要立刻打开 来人 开石头 一声令下 老商客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好站在一边 眼睁睁地看着 城门口的人 也全都将目光注视 在那块蹊跷的石头上 景蓉和季云书 也不例外 他们也好奇 那块石头为何这么轻 里面莫非有什么 怪异的东西不成 很快 城门官拿来了 打开石头的工具 几下就将石头凿开了 就在凿开的那一瞬间 从里面滚出一样东西 那东西在地上滚了两圈 才停下 众人一看 当场目瞪口呆 随即传了一声尖叫 人群开始慌乱起来 但季云书和景蓉等人 却镇定地站在原地不动 静静地盯着地上那诡异的东西 一个骷髅头 城门的侍卫们也完全惊住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石头里竟然有一个骷髅头 领头侍卫几乎不假思索 立刻指着老商客和他的伙计 抓起来 冲出七八个侍卫 立刻将那些商客围住 老商客和他的伙计们也惊呆了 纷纷跪到地上 官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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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无关的 与你无关 石头里藏着骷髅头 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说 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啊 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可是命案 你要是不从事招来 有你好果子吃 大人 冤枉啊 石头是你的 骷髅头在里面 还敢喊冤枉 赶紧去城司部 将事情禀报上去 是 小侍卫拔腿就去了 那些商客被扣留在了城门口 因极大可能牵扯到一桩命案 城门侍卫只得立刻下令 暂时封锁正门 打开左侧的一道门让人进出 景容的马车 因被那些石头所挡 而且车轮已经坏了 就只能留在原地 季云书在骷髅头滚出来的时候 就一直盯着 根据骷髅头的特征 是个女的 而且死亡时间 应该有三年以上 但具体恐怕 还要进一步检查才知道 景容知道他在想什么 拉了拉他的手 压低声音提醒道 这件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里是高定 不要插手 我明白 你放心 会有人去查的 偌大的高定 若是连个破案的人都没有 就是笑话了 季云书点了点头 他们进了城之后 沿路找了好几家客栈 却都是客满 毕竟科举在即 宋旨说道 江公子 现在高定到处都是人 科举临近 各个客栈都人满了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 不如与我住在一起吧 我在来之前 张公子给了我一把钥匙 是他组宅的钥匙 应该够我们一起住的 白银是第一个拒绝的 不用了 高定这么大 不可能连一间客栈都没有 可是住在寺宅里 会比较方便 我虽不知你们来高定是为何 但之前在山间客栈 出了那一档事 若是你们在住客栈的话 一定不安全 还是跟我一块住吧 宋旨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客栈确实不安全 而且也不方便 景荣有些动摇 轻声说服白银 我们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个人 总之一切小心为上 若是长久住客栈 定性不同 倒不如与那书呆子一起住 毕竟他是来参加客举的狮子 到时候 还能让他替咱们演一演身份 听景荣这么说 白银动摇了 想了想便答应了 此时的承思部 李承已经闲了两天了 现在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里面嗑瓜子儿 满地的瓜子皮 忽然一个小官 急急忙忙冲了进来 大人 不好了 喊什么喊啊 要呛死本大人吗 大人 出事了 什么事 城门口 出了 命啊 什么命啊 谁死了 是不是公左相家的公世林死了 啊 李承巴不得死的人是公世林 这样阿姐就不用嫁给他了 自己也少了一个死对头 大人误会了 大人误会了 不是公少爷 是从一块石头里露出了个骷髅头 现在正等着你过去呢 胡义没有大理寺 也没有经兆府 只有六部 所以在哪发生的事 就由哪自己来办 城门命案 就归城司不管 也就是说 这案子归 李承接管了 第四百七十一集 一听石头里有骷髅头 李承顿时来了精神 这可是新鲜事啊 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 将手中瓜子随便往地上一扔 头也不回地出了屋 走走走 开声道去 小官汉言立马跟上 李承满怀兴致地赶到现场 这一路上 他从小官口中 大概得知了一些信息 城门中间的大门 已经被封锁 老商客和他的伙计们 都被扣押在了原地 地上都是倒塌的箱子 和散乱的石头 后面还有一辆车轮坏了的马车 李承人都还没有走近 就扯着嗓子大声问道 骷髅头在哪儿啊 在哪儿 城门领头侍卫 指着被收拾到一旁的石头 和骷髅头 赶紧回答 在那儿 李承瞪眼一看 一下就怂了 他对那种东西 向来怕得要死 远远地看了眼后 又问 人是谁杀的 侍卫一顿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现在还不确定 谁是凶手 李承见他一脸纠结 高声问道 本官问你话 支支乌做什么 大人 下官还不知道 那骷髅头 是从石头里 被凿出来的 但是那些石头 是他们的 侍卫指着那名 仍在瑟瑟发抖的老商客 李承立刻踏步 走到老商客面前 所以 人是你杀的 大人 我 我没有杀人呢 可石头是你的 但 里面的骷髅头 不是我的 是你塞进去的 冤枉了大人 小的总是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敢做那等事情啊 何况 将骷髅头 塞进石头里的本事 小的更是没有 九大人 明鉴的 你当真不知道 石头里有人头 小的真的不知 那这些石头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小的是做 堵石生意的 这些石头 都是从南方瑞丽商人手中 劈过来的 再一路运送到高定 这些石头在上车之前 我都有检查过 没有问题 也没有这么轻啊 那你的意思是 那块石头是在运送途中被人换来 这也不对呀 为什么 因为这些箱子上锁后就没有打开过 钥匙也是在我手上 没人能换的 所以最大的嫌疑人还是你 你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现在本官要逮捕你 直到查明为止 大人 你要是没杀人 本官自然不会冤枉你 到时候也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老商客是百口莫辩 石头是他的 也是他检查的 开箱子的钥匙 也是他一直拿着的 所以他无话可说 只能暂时认栽 而老商客的伙计们 也在劫难逃 都被抓了起来 带去了城司部的大牢 等人被带走后 城门侍卫悄悄问李成 大人 现在怎么办 将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本官要慢慢地查 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那案子该从哪里开始查 死者就剩下一个骷髅头 身份不知 而且那骷髅头 怎么好蹲蹲地 钻进了石头里 是怎么钻进去的 还有 刚才老商客说 石头装箱之前 已经检查过了 一路上箱子都上着锁 那么那块石头 又是什么时候 被调换的呢 李成嘴角抽搐 确实难倒他了 死者就只有一个头 他怎么知道是谁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 突然瞥见 后方一辆马车 怎么那么熟悉呢 他挪着步子走进去看 前前后后仔细打量 这不是他们的马车吗 李成无比惊讶 又喜上眉梢 因为纪云书在啊 那个能画骨破案的骑女子 有了她 还怕这案子破不了吗 他赶紧转身问那几个侍卫 这马车谁的 几个年轻人的 叫什么名字 不 不是很清楚 去查 是 侍卫转头就去查 入城的登记册 很快就捧着一个小本本 走到李成面前 是几个刑伤的商人 和一个参加科举的世子 那世子姓宋 其他几个 还未说完 李成一把将册子抓了过去 一看 果然是他们 李成激动的眼睛 都眯成了一条线 乐开了花 看得那侍卫一愣一愣的 大人 你这是怎么了 赶紧去查一查 看看这几个人 现在在高定什么地方 查到后 赶紧来告诉本大人 记住 越快越好 大人 你找这几个人做什么 与这次的案子有关吗 当然有关 只要能找到他们 就能破案 李成很肯定 在侍卫的肩膀上拍了拍 然后挥着袖子扬长而去 侍卫还没明白过来 莫非他们是凶手 一想到这里 就立刻吩咐人去找了 李成则一路兴奋地回了司成部 等待消息 他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之前还一直在想 等找到机会 一定要离开高定去找他们 没想到 他们竟然来了 真是有缘 送纸根据张小白给自己的地址 终于找到了那一间祖宅 是在城东 一个巷子的后面 宅子看上去十分隐蔽 若是不往里面走 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 还藏着一座祖宅 因为很久没有人居住的原因 祖宅大门上爬满了蜘蛛网 但大门一看就很结实 除了旧了一点之外 没有任何破损 宋子原本还担心 里面太小或是太破旧 纪云书他们会不喜欢 哪里知道推开门一看 里面却很宽敞 入眼的就是庭院 当然 这跟大户人家的庭院 是比不上的 这座宅子 前面庭院里有个小厅 是会客用的 两旁是长廊 通往后院 后院有七八间屋子 再后面就是厨房和火房 整座宅子不算大 但是布局规整 可以住上十几口人 宋子将东西放下 说道 地方很好 就是有些脏 不过没关系 待会我去打些水 清掃一下就好了 白鹰忽然出声 待会我跟你一起清掃 不用 你们休息就好 再说了 你身上还有伤 要是你一个人打扫 估计好几天 我们都没办法入住 你们待会一起帮忙 再看看里面缺什么 到时候一块补急 是 公子 静云书在庭院里 转了一圈 他很喜欢这里 因为宅子 坐落在巷子的后面 远离大街 十分安静 周围还种了几棵老树 看上去颇有几分惬意 等将东西放好后 大伙便合力清扫宅底 到了晚上才终于弄好 宋子干得最多 整个人都累垮了 便赶紧收拾收拾 早早去睡了 此时景荣 静云书和白音三人 坐在厅中 商讨事情 三爷说了 等到了高定后 就让我去找那个人 但是 不让我们声张 只有高定和人名 没有具体的地址 可能连三爷自己 也不知道那个人 现在还在不在高定 毕竟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只要有一丝希望 都要找 可是偌大的高定城 我们该怎么去找 若是不能声张 就只能按查 这样显然困难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高定 不急一时 先休息一晚 明日再去找 嗯 也好 三人确实都累了 反正已经到了这里 早一天晚一天都一样 离开大厅后 各自回房休息 静云书发现景荣 心事重重 其实从景荣入城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 他也知道 他在想什么 在担心什么 果不其然 他刚回房间不久 推开窗户一看 正好看到一道身影 闪到屋顶上 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从身形上来看 明显是景荣 静云书没有叫住他 白银也看到了 立刻从屋子里冲出来 准备去追 别追 白银止步 看着站在窗前 凝视屋顶的静云书 他去哪儿 三王府 三王府 景荣坐在屋中的镜子前 在帕子上刺字 站在他身后的丫头 正在给他解头上的饰品 丫头一边解 一边看他刺绣 问道 王妃 你在绣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绣呀 景荣笑了笑 没有说话 丫头看着镜子里的他 不由赞叹一声 王妃真美 她依旧笑而不语 这时外面传了一声 参见王爷 王爷 怎么可能 除了大婚那天 三王子纳托来过这个地方以外 这一年里 他就没有来过这里 可是那厚重的脚步声 足以证明 确实是纳托来了 正在为景荣解饰品的丫头 赶紧转身跪到地上 参见王爷 纳托一身酒气 满脸通红 摇摇晃晃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刚一进来 因为没站稳 双肩重重地撞在门框上 景荣缓缓放下手中的帕子 立刻起身 欠了欠身 参见王爷 出去 是 丫头不敢多留 匆忙出去了 纳托则朝景轩慢慢靠近 走到他面前时 忽然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狠狠往上一抬 迫使景轩的目光对视着他 景轩看着眼前的人 这是自己的夫君 一个看着自己时 眼中充满恨意的男人 纳托眯着醉醺醺的眸子打量他 好一场美人脸哪 只可惜 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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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把刑 景轩眼神平静地看着他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一年的时间足够让他看透一切 纳托勾着邪恶的唇 慢慢靠近他 最后将头凑到他耳边 鼻子闻了闻 真香 纳托完全一副醉鬼的模样 可在景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纳托忽然将手中的酒瓶子往地上一摔 与此同时 纳托捏着景轩下巴的手 用力一甩 将他整个人甩到了地上 景轩的双手搁到破碎的瓶子上 当即出了血 却丝毫不觉得有半点疼意 只觉得全身已经麻木 纳托身子摇摇晃晃几下 指着他说道 本以为娶了你 我就可以坐稳王位 哪里知道你 你却是个扫把星 全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皇兄谋反 背伤了逆贼的罪名 父王定是顾忌到了这一点 才迟迟没有立我为储君 这都是你害的 早知道 在你皇兄造反的时候 我就应该取消婚事 如今 我也不会陷入到 这种困局中 景轩很清楚三王子的气从何而来 自己皇兄是逆贼 导致他的身份十分敏感 要是纳托将来真的做了狐义的新王 他就是狐义的国母 可他一个逆贼的妹妹 如何做得了国母 胡义王大概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会一直在三王子和二王子之间犹豫 也难怪这一年来 纳托对他恨之入骨 纳托见景轩始终没有说话 还一副像死尸的样子 就更加的火冒三丈 立刻蹲下身 再次擒住他的下巴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少次想杀了你 那你可以杀了我呀 对景轩而言 死亡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解脱罢了 这一年里 他一直不问世事 面对王府上下一样的目光 也从不理会 只是安安静静待在这里 那种生活是他想要的 却也是他最恨的 因为每当他睁开眼睛 所看到的 依旧是跟昨天一模一样的场景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前一天的煎熬 不曾停下 此刻 他抬着那双赤红寒泪的眼 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男人 眼中满是求死的欲望 那你可以杀了我呀 你想死 没那么容易 纳托说完 一把擒住他细腻的脖子 似是要将他的脖子拧断一般 现在我还要留着你 让你尝尝那种 生不如死的煎熬 雨落的同时 只听见啪的一声 纳托的手在景轩脸上 狠狠打了一巴掌 他整个人完全侧身扶到地上 双手掌心再次磨到酒瓶的碎片上 碎片直接扎进他的皮肉内 同时嘴角也被打出了血 可见这一巴掌打得有多重 酒醉的纳托像极了一只残暴的藏壕 他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女人 你放心 我也不会留你太久的 但我一旦上位 我会亲手 解决你 纳托留下这番话就走了 景轩趴在地上 头发凌乱散落 遮挡了他半张苍白的脸蛋 双手染血 嘴角也是血 十分狼狈 他冷笑一声 苦涩至极 丫头在纳托离开后 就从外头急步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吓坏了 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赶紧冲到景轩面前 王妃 你没事吧 景轩似是完全没有听到一样 一双无力的眼睛睁着 游离了许久 如同丢了魂一般 丫头只得将她从地上 扶到榻椅上 王妃 你可别吓我 王妃 丫头确实是吓到了 见景轩不说话 便找来药箱给她包扎伤口 景轩掌心上被割开了两道很深的扣子 花了好一会儿才将血给止住 丫头又将地上打碎的酒瓶碎片 一一收拾干净 但景轩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 要不奴婢先扶你去休息吧 景轩依旧不言 缓缓抬起目光 看着远处镜子里那张惨白的脸 你出去吧 王妃 出去 丫头犹豫了一会儿 到底还是出去了 将门关上 景轩看了一眼 缠在手心上的绷带 伤口伸出来的鲜血 正在一点点渗透白色的绷带 她起身走到那面镜子前坐下 从旁边盒子里取出一只簪子 那簪子很精致 上面镶着一块蓝玉 简单素压 她将簪子的尖头 对着了自己的手腕 一点点地压了下去 眼看着就要刺进皮肉里 就在这时 屏风后面的一扇窗户开了 发出了响动 她的动作戛然而止 抬起目光 透过眼前的镜子 往身后屏风的方向看去 她能感觉到有人进来了 便轻声问 谁 只见一道人影 从屏风上闪过 走了出来 第472集 当景轩看清那人的模样时 她手心一松 那根簪子便掉到了地上 她浑身僵了一下 满脸震惊 霜头放大 血液似乎在那一刻骤然停下 她缓缓起身 转身看向那个人 眼眶瞬间湿润 黄兄 景蓉站在屏风前看着她 一脸心疼 她迈着步子朝景轩走近 看着一年未见的妹妹 心疼至极 你瘦了很多 我以为 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黄兄了 傻丫头 黄兄 真的是你吗 是 是我 景轩摸着景蓉的脸 只见能感受到她脸上的温度 是真的 不是在做梦 她开心激动地笑着 真的不是做梦 真的是黄兄你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景蓉注意到 她缠着绷带的手掌 立刻小心地握住她的手腕 是她打到 景轩赶紧将手收到身后 我没事 景蓉很气愤 又注意到地上掉落的那根簪子 都这样了 怎么会没事 所以若不是我刚才进来 你就打算轻生了是吗 黄兄 我现在就带你走 黄兄 我不能走 景轩将手挣脱 往后退了两步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走不了 也不能走 轩儿 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 可是黄兄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只要你一句话 我会处理好一切 我知道 我知道黄兄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带我离开这里 可是我不想你为了我去冒险 去承担这一切带来的后果 如果换作以前 我会拼了命地让你带我走 我一刻都不想留在这儿 可现在不是以前 我不能只为了自己而连累了你 如果这样 我宁愿留下来 承担我该承担的 你说的承担 就是用那根三思紫砂马 你别忘了 你是我大林的公主 身上流的是我井下黄氏的血 没人能伤你分毫 我身为你的黄兄 岂能看着你这样而不顾 轩儿 听我的 跟我走 那大林子民呢 他们的性命你也不顾了吗 如果我走了 到时候必定会牵扯到大林 两国之间发生矛盾 影响的不是你我 而是那些无辜的百姓 我也就成了千古罪人 皇兄 我母妃和大哥 当年已经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 我不想自己也犯下滔天大罪 一辈子都在自责中度过 可是你待在这里的话 我不会有事的 其实大多数时候 三王子根本不会过来的 真的 那你答应我 不能轻生 好 我会好好活着 等有朝一日 正大光明地离开这里 回到大林 对了 皇兄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怎么会在这 我跟允叔 来狐一办点事情 所以 允叔也来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 要你们冒险来狐一 这个 我之后再跟你说 王妃 你睡着了吗 奴婢听到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 王兄 此地不宜久留 你赶快离开 若是被发现 你就走不了了 情容似乎还有很多话都没有说完 他赶紧从山上拿出一瓶药交给他 这是沐若以前给我的药 专门治柳刀伤的 这段时间 我应该会一直待在沟丁 随时可能会来找你 你若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叫人去城北一条小巷后面 到时候 会有人在那里 景萱都一一记下了 丫头很着急 又敲了敲门 王妃 你没事吧 我都记下了 皇兄 你快走吧 于是景容便从之前进来的窗户出去了 丫头听到里面有声音 一把推开门 那一刻 景萱立刻将景容交给她的药 藏进衣袖中 丫头见她站在屋中 里面没有任何人 屋子里也没什么异常 王妃 你没事吧 没事 奴婢刚刚听到这里有声音 不会是进了贼吧 这里是王府 怎么会有贼进来 奴婢还是看清楚一些比较放心 丫头一边说 一边在屋子里检查起来 走到那块屏风后 看了看 没有人 但却注意到那扇敞开的窗户 奴婢出去的时候 这窗户好像没开 屋子里闷 我开的 丫头不再问什么 默默将窗户关上 然后走到景萱身边 你先出去 我累了 是 奴婢就在外面候着 王妃有事就叫我 丫头出去了 景萱将地上那根簪子捡起 看了许酒后 放进了盒子里 景萱离开后 并没有出三王府 而是去了纳拓的屋子 纳拓回去后 又喝了一壶酒 只是觉得头晕得不行 但人却没有醉 丫头伺候她宽衣入睡 吹灭了屋中的灯 出去了 纳拓躺在床上 刚刚才闭上眼睛 屋子里就吹进了一股冷风 吹起了她床上挂着的沙漫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有一道影子 落在自己床边 她惊得刚起身 那道身影逼至她床边 用手肘按住她的脖子 生生将她按在床上 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 一把匕首也顺势落在了纳拓的脸上 你 你是谁 敢行刺本王 眼前是一个用黑布 蒙住半张脸的人 我何止要行刺 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 你敢 我 闭嘴 请戎呵斥一声 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甩到了地上 纳拓后背重重着地 疼得直咬牙 来 你要是敢喊 我现在就杀了你 三王子虽是个狠力的人 但在刀剑面前到底还是个怕死的 她赶紧收音 不敢再叫了 景戎又揪住她揍了几拳 最后用手中的匕首 在她的手臂上狠狠地割了一刀 又在她左右掌心上割了几刀 血流不止 随后景戎将她推到墙上 警告道 这只是给你一次教训 下一次 我会直接取了你的精明 说完就将纳拓甩开 她整个人撞在了桌子上 而等她回过神来时 那个蒙面人已经不见了 她扯着嗓子开始大喊 来人 来人 不一会儿 外面立刻冲进来几个王府的侍卫 光线一照进来 就看到纳拓狼狈地倒在地上 手臂和手掌都是血 王爷 追刺客 把他给我抓回来 纳拓指着窗户 那些侍卫立刻沿着窗外的路线跑去追 很快 三王府的所有侍卫全部出动 在府里府外都找起来 却不见一个人影 锦萱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时 便换来丫头问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很清楚 说是府上进了刺客 现在正在找 刺客 哪里来的刺客 是王爷发现的 那刺客潜进了王爷的房中 是吗 王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有没有抓到刺客 好像还没有 哦 锦萱关上门 走到屏风后那扇窗户前 将窗户推开 望着远处的灯火 他知道是谁 不过 他相信皇兄的武功 一定会没事的 另一边 大夫很快就来了府上 给纳托包扎 一个侍卫进来禀报道 王爷 没有找到人 废物 纳托大手一扶 将桌上的东西 全部扫到地上 都是废物 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纳托恼羞成怒 他恨不得立刻抓到那刺客 将其五马分尸 以解心头之恨 侍卫见他发怒 赶紧跪到地上 是属下无能 请王爷说罪 属下会继续派人去找 要是找不到人 本王就拿你们侍卫 是 侍卫领命准备出去 纳托却突然喊住他 慢 王爷还有何吩咐 听着 本王今晚受伤的事 绝对不准传出去 若是泄露一字半句 你们知道后果如何 属下明白 还有 找到天亮为止 若是再找不到 就不要再找了 以免传到父王耳边 到时候就该说 本王无能了 是 他堂堂一位王爷 却被一个刺客 伤成这样 若是传出去 颜面何存 所以此事 绝不能让二王子知道 更不能让自己的父王知道 否则他储君的位置 必有影响 侍卫明白其中的意思 领命离开了 纳托心中的怒气未散 心想那名刺客是谁 为何深夜闯入他房间里 不杀他 只伤他 还有刺客说的那几句话 又是什么意思 他心中百般困惑 不禁猜测起来 难道是二王子派来的人不成 故意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羞辱一番 一想到这儿 他拳头紧握 往手边桌上狠狠地一锤 掌心的伤口再次裂开 又出了血 大夫立刻为他重新包扎 纳托看了那大夫一眼 带着警告威胁的语气说道 你要是敢将本王受伤的事情 说出去 本王就要了你的脑袋 小的就是有十条命 也不改呀 知道就好 第二天 三王府闯入刺客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二王府 庭院中 二王爷正在练剑 此人名叫纳炎 长相算得上眉清目秀 虽一身贵气 但傲而不骄 身上更是多了一股 习武之人的硬气和沉稳 有侍卫向他禀报 王爷 属下得知 昨晚有刺客闯入三王府 纳炎没有回应 继续专心练剑 直到精疲力尽才停下来 他将剑插进剑窍内 交给下人 便进亭中喝水 休息一会儿后 再看向自己的属下 问道 此事可属实 千证万确 刺客可有抓到 还没有 不过三王爷大怒 吩咐府府上的侍卫找了一晚上 天亮的手才撤 哦 这么有趣啊 那三王爷可有受伤 好像没有 属下去打探过 三王府的人都没有提及三王爷受伤的事 如果纳炎没有受伤 他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的 和三王府没有人说 他定是封了所有人的嘴 毕竟此事传出去的话 对他影响很大 诺大的一个三王府 信了刺客不说 主子还受了伤 这不就成笑话了吗 那不如 属下将此事宣扬出去 哎 不用 本王要他亲口说出来 王爷打算怎么做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从小到大 他都仗着自己得到父王的喜爱 就目中无人 以为自己将来必定能坐稳王位 可谁都知道 他根本就是个一无是出的废物 若不是背后有平阳侯和工作巷为了撑腰 他怕是也活不到今天 本王多年来南征北讨 见下无数战功 凭的是真本事 王位是我的 王爷阻止多谋 定是那个能坐上王位的人 但如今 父王却心有顾虑 本王越是在朝中地位显著 父王就对我越有防备之心 所以 究竟父王会立谁为储君 还不得而知 定是王爷无疑 对了王爷 听说昨日城门口发生立庄命案 命案 什么命案 一位客商 本是运送赌市进城 却没想到 在其中一块石头里 凿出一颗骷髅头 哦 那可有查清楚是怎么回事 暂时还没有 不过 这案子已经交由城市部了 接手的人 是平阳侯的世子 平阳侯的世子李成 正是 他不是高定出了名的公子哥吗 一个有手好闲的人 怎么跑去城市部去了 据说是平阳侯 拜托龚左相 安排他进去的 纳言向来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他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李成是高定有名的小霸王 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 龚左相安排他入职 难道就不怕他到时候 多生事端给他们惹麻烦吗 纳言越想越觉得此事不简单 平阳侯的大儿子李乔 常年在父王身边 深得父王信任 又掌管整个皇宫的安危 此等种旨 无人能接 为何现在还要将 李成安排去守城门 这其中一定大有玄机所在 王爷的意思是 总之 现在是父王立处的关键时期 任何可疑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放过 你要派人好好盯紧三王爷的人 还有平阳侯和龚左相的人 那个李成也不要风光 一旦他们有什么动静 立刻来禀告本王 本王倒是要看看 他们葫芦里究竟买的是什么药 是 纳言迈步出了亭子 将自己交给下人的剑拿过来拔出 剑锋上的荧光 映在他那双犀利的眸上 臣是越来越有趣了 李府 李成一晚上都在想 纪云书他们来高定的事 兴奋得根本睡不着 天才刚刚亮 他就打算往城司不赶 还没出去 就被坐在大厅中的 李文氏叫住了 大哥李乔也在 父子俩好像刚刚谈完事情 这么早你去哪儿 去司部 听说昨天在城门口出了事 哦 就是石头里面发现了一个骷髅头 由你负责 嗯 到时候 我选派几人去帮你 免得你乱来 不用 你当真一个人能办得了 爹 你知道我在义乌办的那桩案子吗 知道 其实啊 不是我查出来的 是一位高人 那个人能摸骨画像 还原死者生前的像吗 就是一堆白骨也不在话下 李文氏其实早就知道 并不惊讶 只是恩了一声 爹 你一定想不到 他们竟然也来高定了 哦 我已经命人在城中找他们了 等找到男人之后 案子一定能破 你这么肯定 大哥 你是没见过那人破案 若是亲眼一看 你自然就知道了 还从来没有人被你这么夸过 我向来会演时人才 能入我眼的 绝非凡人 罢了 你赶紧去忙吧 是 爹 你怎么看 先前 我已经命人 去打探过那些人的身份行踪 但一无所知 听阿诚这样说 那人倒是个能人 若将来能纳为己用 未尝不是件好事 可就怕这么有才的人 若真的帮城儿破了这次的骷髅案 到时候 就不知我们想将他纳为己用 恐怕二王爷的人 也很感兴趣 那我们就要先下手围墙了 不急 先观察一下再说 毕竟那些人的身份 还不明了 那一切 找父亲的意思 第四百七十三集 李承一大清早去了城司部 比平时都早了半个时辰 司部里的人还以为他开了窍 这么上进 可其实他是在等消息 果然没多久 就有个小官进来禀报 大人 查到了 小官递了一张纸给他 他抓来一看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当即兴奋不已 走走走走 去警告人家 说着便跨门而出 小官摸不着头脑 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人 能让城市子如此兴奋 心中好奇 赶紧跟了上去 而此时 景容昨晚回来后 就一直漠然不语 他在前院的长廊下一坐 就坐到了天亮 目光游离 心绪不宁 静云书在远处 看了他很久才走过去 静静地在他身侧坐下 景轩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 昨晚我看到你出去了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那天在客栈里 听到有人说起景轩的时候 你心里就一直担心着 别说你了 我也很担心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景容将景轩的处境 告诉了他 静云书叹了一口气 只有些许的惊讶 因为今时今日的结果 他早就料想到了 萧妃和景亦一死 景轩这位公主 也就等于是名存实亡 我知道你又担心 又心痛 但景轩说得对 现在这个局面 你不能带他离开 毕竟牵扯两国 他若真的走了 后果可想而知 我不能让他继续待在那 我要想办法带他离开 景容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冒险 否则你就是救出景轩 他一辈子也不会安心 允书 这一路而来 我们冒过他心 何止一桩两桩 可是这件事不一样 我知道 放心 我自会某个万全之策在行动 你一直都说 无论我做什么决定 你都会陪着我 如果这次 你要做什么 我也会陪着你的 但是不管你有什么决策 都一定不能瞒着我 我会一起帮你想办法 我记得 两人四目相对 彼此的心意 已经无需用语言来表示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人在外面 咚咚咚地敲门 十分着急 景容刚打算出去开门 就看到宋纸 捧着一本书急忙跑来 我来我来 门一开 就看到了李成那张 充满期待和堆满笑意的脸 他看到宋纸的时候 喜上眉梢 哎呀穷书胜 真是你啊 快快快 我要见那位小公子 啊 李成推开他 直接带着自己的人 闯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 左侧长廊上的景容 和寄云书 迈着小碎步冲了过去 小公子 你可让我好找啊 说着就展开双臂 要抱计云书 还没挨近 景容脚步一挪 就横在了两人之间 景容手指戳在 李成的胸膛上 黑着脸说道 程世子请注意 我就是太高兴了 无心冒犯的 程世子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本世子自有神通啊 哎 我说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既然也要来高定 为何之前不跟我一起同行啊 若不是在城门口 发现了你们的马车 本世子现在还不知道呢 原来李成是因为认得他们的马车才发现的 景容看了他一眼 李成身上穿得好像是官服 那几个跟随他一起进来的人 也都穿着统一的服饰 世子这是 我一高兴 这差点忘了正事了 你们一定知道 昨天城门口发生的事吧 何事 石头里的骷髅头啊 所以呢 你说凑巧不凑巧 这事竟然归我管 但是案子蹊跷 我完全没有头绪 因为只有一个骷髅头 实在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偏偏更巧的是 李成顺势将目光转向纪云书 饶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小公子 你有摸骨画像的本事 还有破案的能力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还真不敢相信 世间有这等能人 所以我想请你帮这个忙 能不能替我破了这桩案子 纪云书从他进来时就有预感 果不其然 真是想请自己帮忙破案 他还没开口回应 锦容当下就直接拒绝 不能 锦公子 你可别着急拒绝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白办事的 若是帮我破了这个案子 我必有重谢 我想你是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 我说了不能就是不能 就是给我们金山银山作为重谢之礼 我们也不会答应 所以程世子 你还是请回吧 这 还有 我们只是来高定办一些事情 办完就会走 不会逗留太长时间 所以这桩案子 世子要另警告人了 呃 这 李承哑口无言 锦容丝毫不顾人情 拉着金云书转身就走 李承不愿罢休 急忙追了两步 刚想去拉金云书的肩膀 但指尖都还未碰到 就被锦容反手一抓 将他用力地摁在柱子上 使他完全动弹不得 那些跟随李承一同进来的侍卫 见此一幕 立刻拔出长剑 别过来 大人 退下 可 都说了退下 几个侍卫面面相去 那毕竟是平阳侯的儿子 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但又不得不听李承的话 便只能暂且退到一边 李承被按压着也不挣扎 抬眸凝视着锦容那道 冷册如寒的目光 锦公子 我可没恶意 身上也没带任何武器 只是想请小公子 帮我一个忙而已 你用不着如此敌对我 好歹我们也算相识一场 就算没有身交 也算潜时吧 我再说一遍 这件案子 我们不会插手 这是你们官府的事 你们就自己解决 若再咄咄逼人 就休怪我不客气 你这人可真不讲情面 好歹我也帮过你们 当时卓大人将你们认定为嫌疑犯 要不是本世子及时赶到 你们哪有机会去查那堆白骨啊 估计现在早就没命了 此恩自当铭记于心 但这案子 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正所谓滴水之恩应当永泉相报 当初本世子救了你们 你们怎么也应该帮我一次 我的话不想再说第三遍 好 既然你们这么无情 那本世子也直接挑明了说 要是你们不肯帮我 就别想离开高定 景荣怒了 手肘抵在李承胸膛上的力道 稍稍加重了几分 压得李承透不过气 顿时脸胀的通红 此刻 纪云书立刻拉住景荣的手臂 先放开他 景荣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松开了他 李承按着坐腾的胸口 缓了好一会儿 瞪着景荣说道 你 你谁杀了我呀你 我说了 你要再多多逼人 我自然不会对你客气 你 程世子 你还是回去吧 小公子 事关人命啊 你真要见死不救吗 我一不是你们胡义人 二不是你们官府的人 论功论私 这案子都轮不到我去插手 何况我们来高定 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根本无暇顾忌别的 请你不要为难我 我不是在为难你 而是只有你能摸骨画像 你要是不帮这个忙的话 我们可能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 如果死者身份都不知道 这案子根本查不下去 要不是因为案子确实棘手 我也不会来打扰你 可 你必须得帮我 我只能告诉你 死者是一位年纪在十五岁左右的女子 死亡时间应该有三年了 根据头颅上的特征来看 死者很有可能是被淹死的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 你自己找武座去验一验吧 当时在城门口 他就观察过那颗头颅 李承愣住了 竖起耳朵听 纪云书道出的线索 等回过神来时 景容和纪云书已经走了 他本打算追上去 但一想到刚才被景容 摁压在柱子上的痛 当即止了步子 只得细细琢磨 刚才纪云书的话 十五岁左右的女子 死亡时间大概三年 是淹死的 这三点重要信息 他牢牢背在心里 宋纸抱着书 一直站在一边 也不搭话 直到景容和纪云书走了之后 他才夺步走到李承身边 承世子 你走路怎么没生意啊 宋某鞋子比较轻 看世子的着装 似是当了大官 这也不算大官 就是个守城门的 那也是官啊 行了行了 跟你这个书呆子说不通 对了 你们怎么会来高定的 宋某是来参加 即将在三月举行的科举的 哦 原来是要来考庄严狼 那他们呢 他们 就是景公子和纪公子 我不是很清楚 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这个宋某也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真是除了读书以外 什么都不会了 李承也懒得再跟他抹嘴皮子 转身跟几个侍卫说 行了 我们走吧 当然 那高人不请了吗 当然要请 我就不信我李承三顾茅庐 还请不动他 现在无数双眼睛都紧紧盯着他 若不办好此案 以后在高定还怎么混 岂不是丢尽了颜面 所以他势必要请到纪云书 来帮自己猜行 李承带着自己的人离开后 庭院也安静下来 宋纸关上门继续读书 殊不知 就在一旁的屋顶上 一直藏着一个人 那人似乎来了好一会儿 已将方才院子里发生的事 尽收眼底 等宋纸走了以后 才悄悄离开 南国侯府 此时 南国侯正在院子里 一棵大树下站着 忽然一道身影 从屋顶上跃了下来 稳稳当当站在他的身后 侯爷 连雀拱手说道 南国侯正盯着一片枯黄的叶子 直到那片叶子被风吹下 飘向地面 他才侧眸看了一眼 站在身后的连雀 说 有活跃令牌的那个人 昨天已经进城了 现在就住在城北一处老宅内 他们的身份 可要查清楚 只是一行商人 可是 可是什么 属下看到平阳侯的柿子李成 去了他们住的地方 嗯 昨天城门口发现一颗骷髅头 此案交由成世子去办 他今日去找那个有侯爷令牌的人 想让他帮忙查案 好像 他们在义乌的时候 有打过交道 连雀一一禀报 南国侯听完 沉默了一会儿 连雀有所顾虑 继续道 倘若那人 真的是侯爷的恩人 但他又与平阳侯那边的人 有所牵扯 怕到时候 会有所不便 所指的不便 是指局面 南国侯与胡义王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甚至可以说 他将如今的王氏一族 视为敌人 他隐忍了二十多年 却未想 胡义王因为担心 前朝势力 而暗中 大肆杀害 前朝官员 当隐忍 最终变成不得为之 那么迟早 会有兵戎相见的那一天 倘若连雀口中的 那个人 真是自己的恩人 恩人又与平阳侯的 儿子有牵扯 若到时开战 自有诸多挂脸 南国侯沉默了 侯爷要不要 先去见见他们 看看那人 是不是侯爷的恩人 到时 再另做打算 你去安排下 是 切记 不得暴露身份 说下明白 爹 忽然一道 稚嫩的声音 从远处回廊中传来 阿末来了 南国侯吩咐连雀 你先走 是 连雀身子一跃 顿时消失得 无影无踪 阿末迈着小腿 绕过回廊 跑了过来 脸上满是笑容 爹 他朝南国侯扑来 南国侯在见到 他的时候 立刻退去 脸上的严肃之色 迎着那小小的孩童 一把将他抱进怀中 阿末则紧抱着他的脖子 爹 阿末想下棋 怎么突然要下棋了 奶娘说 会下棋的人 长大以后会很聪明 所以我的阿末 也想要做个聪明人吗 要像爹一样聪明 好 爹教你下棋 真的吗 得何时骗过你啊 阿末开心得不得了 在南国侯脸上 亲了好几口 随后南国侯便让人 取了一盘棋 亲手一字一字地 教阿末下棋 即便那孩童并不懂 另一边 李承离开后 就立刻回了城司部 随后让人将高定最好的老五座 请来验那颗骷髅头 老五座在里面验尸 他便站在外头看着 等验完 用白布将头颅盖上 他才进去 怎么样 验出什么来了吗 回平大人 小的只能根据 头颅上的一些特征 得知些许的信息 知道死者是谁了 只有一个骷髅头 判断不出是谁 那死者是不是女的 是 十五岁左右 没错 确实是十五岁左右 死亡时间有三年 是 确实有三年之久 但是具体时间 还不好估量 那 可是淹死他 这 这 这不清楚 不清楚 大人 你可是 有派别的武作 来验光 没有 那大人怎么知道 我验尸的结果 是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管告诉我 死者到底是不是淹死的 只有一颗头颅 小的实在不好断定 就是请别的武作来看 也是瞧不出来的 我看是你们无能才对 李承不留情面地甩了一句 惊到了屋子里的老官和小官们 老武作一正 反而问他 难道大人可以根据头颅 就判断死者 是被淹死的不成 我不行 但自有人行 不可能 就是我师父在世 也不能下如此的判定 那是因为你们都没有见识过 什么才叫真正的高人 这 世间岂有此等高人 不可能 不可能 那高人不仅能够根据一颗头颅 就知道死者是被淹死的 还能画出死者的生前像来 画出死人生前像 根据一颗头颅 没错 大人 这是不可能的 小的当武作也有几十载了 从未知道世间有人能看古画像的 大人 我不是被什么江湖骗子 给骗了吧 你这老家伙真是坐井观天啊 正所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啊 本大人可是亲眼所见 见那人能摸骨画像 准确地将死者身份盗出 还因此断了一宗奇案 岂是什么江湖骗子 依我看 你这老家伙的本事倒有些糊弄人了 连个死因都查不出来 还妄称自己做了几十年的武作 真是可笑 第474集 大人 世间若真有能摸骨画像的人 我就跪下来 给他磕三个想头 这可是你说的啊 小的从不打狂语 好 本大人就让你好好看看 什么叫世间奇人 等离开艳师房后 李承就直接回了家 他立刻冲进了李文书的院子 人还没进去 就老远扯着嗓子喊 阿姐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出出主意啊 此刻李文书正在屋子里看书 闻声望去 就看到李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一屁股在自己对面坐下 还带进来一股冷风 冷得李文书不由紧了紧衣裳 你这么急做什么 阿姐 我有大事找你 什么 阿姐一定不知道吧 之前咱们在义屋碰到的那伙人 也来高定了 所以 你已经见过他们了 嗯 今早去见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他们身份不明 让你不要跟他们接触吗 阿姐 你多虑了 不管怎么说 都要小心为上 我知道 可这都能碰上 说明我跟他们有缘啊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大事 哦 你看我 差点忘了正事了 阿姐一定知道 城门口出了桩命案吧 那事正好是我负责的 可是你知道 查案我最不在行了 所以我今儿早 一早就去找他们了 想请那位纪姑娘帮我破案 可她怎么都不肯答应 我打算三顾茅庐 明天一早再去一趟 可是又担心 她还是不肯答应 到时不是怎么办才好呢 所以呢 阿姐 你一项主意多 你说我要怎么做 他们才肯帮我 我怎么知道 这对我很重要 我要是不能破这桩案子 以后我还有什么颜面在高定 肯定被人笑话死 你已经这么大了 不能事事都靠别人 自己也要动动脑子 何况 我们连那些人的底细都还不知道 万一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 阿姐 别说了 我不会帮你 阿姐不肯帮我也就算了 难道连正义也不要了吗 死者就剩下一颗头颅 连高定最厉害的武作 都查验不出死者的身份 就更别说破案了 到时候查个三年五载 都未必能查出来 可明明那位季姑娘 有本事知道死者的身份 还能帮忙破案 要是有她相助 案子一定很快就能破了 也免得高定城内人心惶惶 再说了 破案又不是杀人放火 是做好事 是为死者申冤 阿姐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案子 最后不了了之 而凶手继续下扰法外吗 李文书愣了一下 从来不知道自己弟弟的嘴巴 这么厉害 真是句句戳心 一时间竟令他哑口无言 李承见他有些动摇 便趁热打铁 拉扯着李文书的手 阿姐 我保证 我一定小心办事 绝不给我们李家 惹来任何麻烦 只此一次 嗯 保证只此一次 其实 要想别人答应帮你 最好的办法 倒是有一个 什么办法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可是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 怎么投其所好 你真是愚笨 啊 我说的投其所好 不是爱好 那是什么 那些人根本不是来刑商的商人 可他们隐瞒身份来狐义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什么 无非就两点 一是寻人 二是寻东西 啊 阿姐 我明白了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 别打扰我看书 是是是是 阿姐 你好好看啊 我走了 李承蹦跶着 很快消失在了院子里 等他走后 李文书又将书放下了 他莫名想起了白音 那个与杜木白 有着同样眼神的男子 他以为一屋一别 将不会再见 哪知上天就爱捉弄人 越想越深 他便无法继续看下去 起身走到窗前 推开那扇窗 冷风吹了进来 让他清醒了很多 第二天一早 李承就跑去找寄云书了 刚准备敲门 门忽然就开了 就见送纸 嘎吱窝里 夹着一本厚而泛黄的书 正要出门 因为低着头 险些撞上了李承 他一抬头吓了一跳 承世子 你怎么来了 李承伸长脖子 往里面看 他们人呢 不在 不在 一早就出去了 出去去哪了 不清楚 好像是去找什么 找什么 李承心底一欢 难道真的被阿杰 给说中了 随即又盯着 面前的书呆子 问道 你去哪 我去街上走走 打算买几本书看看 总觉得知识浅薄 是该补补了 那你去买书吧 我自己进去 等他们就是了 宋指梅反应过来 李承就直接 越过他进门去了 跟到了自己家一样 当然宋指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告知 那劳烦承世子走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门带上 这地方那么偏偏 里面又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谁都不愿意来 东西不贵 可是都很珍贵啊 我房间里还有几本书 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 之前有人找我买 还出了高价 但我舍不得 一直留在身边 若是真的进了贼 将我的书偷去了 那我 听听听听 我知道了 走的时候 肯定会帮你把门带上的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赶紧去买书吧 去晚了被别人买走了 成狮子说得对 我得赶紧去 去啊去啊去啊 宋指便夹着书走了 李承一脸无语 实在懒得跟那书呆子说话 他转身往大厅走去 但脚还没迈进去 就顿在了门口 目光朝里面环视了一圈 这地方实在是简陋 连杯茶都没有 他干脆坐到庭院旁的 长廊椅上等 天儿有些冷 他只能裹紧衣裳 殊不知 此时的寄云书 景荣和白银三人 现在正在一间茶楼里坐着 点了几杯茶 白银一直沉着脸 目光朝下面街道上看了几眼 与对面的两人说道 我昨天在高定打探过一圈 别说叫茶盒的人 就是姓茶的都没有 难道 那个叫茶盒的人 真的早就离开了高定 有这个可能 可真的是这样的话 三爷也不会那么肯定 让我们直接来高定找 可是高定都没有这个姓氏 高定这么大 未必一日就能找到 我们既然已经来了 就仔细再找找 就算他真的已经离开了高定 我们也得找个方向才行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逗圈子 停留越久 对我们越没好处 白银点头 三人吃完东西后 便出了茶楼 打算继续寻找 高定街道上人来人往 还有很多学子 十分热闹 忽然远处人群开始挤动起来 纷纷往两边和前面跑 不知那边发生了什么 只听到一个男人在喊 让开 让开都让开 当人群一点点被冲开的时候 景容三人才看到 一辆豪华的马车 失控地朝这边冲了过来 马儿似是受了惊 飞快地奔着 有些人因此来不及避让 直接被马车撞到了一边 周围摆放的摊位 也都被掀翻 整条街都被那辆马车 搅得乱七八糟 眼见就要撞上更多的人了 景容和白银对视一眼 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 随即景容扭头吩咐纪云书 你赶紧躲到旁边去 纪云书点头 必退到一边 景容和白银则一同 朝马车的方向冲了过来 驾马车的马夫 原本因为马儿躁怒 踩踏了这么多人而吓坏了 现在竟然还有两个不怕死的 直接往这边冲 任凭马夫如何拉缰绳 也无法让已经失控的马儿停下来 猎马发疯似的往前冲 不管撞到什么也不停 马夫只能赶紧抓住马车的坐板 不让自己待会儿摔得太惨 只见马儿已经迎上了白银和景容 就要撞上了 忽然二人纵身一跃 一人一手擒住马儿头上的绳子 那马儿因此受阻 前蹄被迫高高扬起 二人依旧抓着绳子 随着马儿前蹄高高扬起的同时 他们双脚一蹬 身子在空中翻了一圈 双脚落地时 手腕再次狠狠一个用力 将失控的马儿重重地摁下 马儿前蹄因此跪到地上 导致整辆马车都往前倾斜 马夫大叫一声 整个人从坐板上直接摔到地上 四脚朝天 但未曾想到的是 原来马车里还有一个人 一抹粉色的身影从车内滚了出来 啊 那女子惊叫一声 身子眼看着就要重重地着地 景容一见松开了马绳 立刻上前将那女子接住 稳稳当当地护在怀中 女子花容失色 惊慌不已 整张脸被吓得苍白 鱼精未散 直到双脚着地时 才渐渐缓过神来 他双手死死地抱在胸前 他一抬头 便迎上了景容那道肃然的目光 那一刻 女子愣住了 男子的容貌深深地印在她的目光中 景容见到她奇怪的目光 才意识到自己还抱着她 便立刻松手退了一步 没事吧 没事 这女子看上去也不过十七岁左右 整个人就像一汪干净的泉水 面对景容 女子虽有些羞涩 但依旧睁着那双杏仁般的眸看着她 她觉得眼前的男子与别人不一样 可究竟哪里不一样 又倒不出个究竟来 此刻 她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轻飘飘的蝴蝶 失去了重心 景容被她那双奇怪的目光盯着 心里有些不自在 冷眉清促 姑娘没事就好 谢谢你 鸡兽之龙 我叫赵儿 景容只是微微点头 转而与白音将那匹已经温顺下来的马儿 从地上拉起来 马儿吃了一声 不再挣扎 白音拍了拍马背 这马应该是受惊了 此刻 先前从马车上摔下去的马夫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身上都被撞出了伤 好在没什么大碍 一起来就立马紧张地跑到赵儿身边 担心问道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只是吓死我了 你怎么样 有没有摔着 放心 我没事 只要小姐没摔着就好 多亏了那位公子 谢谢两位公子 要不是你们的话 我家小姐肯定受伤了 下次要注意了 别再让马受惊 不然后果会很严重 是是是 一定注意 走吧 云叔还在等着我们 嗯 二人转身离开 赵儿挪着步子小追了两步 忽然被后面冲上来的一帮人给围住了 让他举步围歼 他一瞬间愣在了原地 哎 你们的马车撞了人 又打翻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这就想走 别想走 这都撞成什么样了 不给个说法的话 谁也不能走 不准走 不然就告你们去 百姓们一个个兴师问罪 将赵儿和马夫团团围住 不给个交代 就不准走 赵儿一向养在身归中 又是名门小姐 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当下就吓得脸色一白 大气都不敢出 他上个月一个人去了城外的寺庙 为母亲祈福 今日刚好到了时间回家 哪里知道路上会遇到这种事 当即退了几步 退到马夫身后 紧紧拽着他的衣裳 怎么办 小姐别怕 可是 他不敢出声了 此时马车的后方一片狼藉 两边的东西都被撞得横七竖八 到处都是 那些百姓大多都受了伤 个个满面怒火 自然不会放他们走 马夫赶紧与周围的人说道 大家别急 我们一定会负责的 东西坏了我们赔 你们的伤 我们也会负责 怎么负责 你们算算多少钱 等我回府禀报我家老爷后 一并赔给你们 不行 你们现在就赔 这 可我们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呢 那就拉你们去见官 等到了官老爷那里 可你们还赔不赔 别呀 各位招抬贵手 可千万别闹到官大人那里去 这钱呀 我们一定赔 绝不少你们 等我们回去以后 一定赔给你们 可大伙还是有所顾虑 个个面面相去 忽然有人说道 不行 我们行不过 这样 你把身后的那姑娘留下来 你去取钱来 这样就不怕你不回来了 啊 使不得使不得 我家小姐胆子小 留不得留不得 那我们去见官 不能见官呀 我家老爷可是 马夫刚要说出来 赵二九拉下他的一脚 爹说过 若是在外闯了祸 不得声称 他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 指不定回去后 还要挨一顿骂 又哪里敢将自己的父亲搬出来 马夫收了声 不知如何是好 赵儿则低垂着目光 害怕极了 原本景荣和白茵 已经转身离开 没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透过人群 见那姑娘和马夫被围住 到底还是有些不忍心 景荣正打算过去 白茵拉住他 我们还是别管了 走吧 帮人帮到底 白茵无言以对 之前景荣叫他和纪云书 别多管闲事 现在倒好 自己却多管闲事起来 但他见那姑娘此刻的处境 的确有些于心不忍 只好默默跟着景荣一块 扒开人群走了过去 当赵儿看到景荣又回来的时候 心底的紧张和害怕 顿时散去 不知为什么 只要一见到那个男子 就觉得很开心 景荣与那马夫说 你回去吧 这位姑娘交给我 我可以确保她的安全 直到你回来 马夫愣了一下 虽然刚才不是这位公子 出手相助的话 还不知道此事会闹得有多大 小姐可能也会从马车里 摔出来受伤 可是 他们毕竟不熟啊 所以马夫到底还是有些警惕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是全小全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我刚刚生完宝宝 目前还在坐月子 所以没有办法录音 而且之前的存货呢 也不够了 所以暂时要改成两天更新一集 那等我坐完月子呢 就会马上恢复录音的 原定的存货 其实是刚好能够维持到 我出月子的 但是因为预产期延后了很久很久 主任期间也没有办法录音 所以就导致了存货不足的问题 那那个等更新的期间呢 推荐大家去听我主页的 另外两部作品 云起云落和余生有你甜又暖 这两部作品呢 都是精品多人剧 云起云落已经完结了 是一部短而精的有声作品 余生有你甜又暖呢 是和夜听风领衔演播 有20多位CV 共同演绎的现演作品 虽然还在连载中 但是存货足够 不会断更的 最后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等我出了月子呢 就会尽快录音 恢复正常更新 谢谢大家 第四百七十五集 景荣看出了 马夫心里的顾虑 展儿与赵儿说 姑娘 你可以信我 赵儿抬着那双 水汪汪的眸子 看着她 咬了咬唇 重重点了点头 我信你 小姐 你不用担心我 回府去吧 我信得过她 赵儿目光再次看向景荣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 嘴角不由地一出一抹笑来 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惬意 马夫急急忙忙回府去了 而那些百姓不肯离开 继续围着 生怕那姑娘跑了 毕竟大家损失惨重 景荣的目光 从人群中探了出去 遥望纪云书的方向 略有些担心 你先过去找云书 免得他担心 白音也有些担心 毕竟纪云书一个人在那儿 就赶紧过去了 此时纪云书还站在一家 商铺门口等候 白音过来时将情况 跟他说了一遍 他也没说什么 默默等景荣办完事 人群中 赵儿羞涩的目光 始终盯着景荣 景荣似乎没有察觉 他拍了拍那批 已经安静下来的马儿后背 姑娘 你可以先到马车上去 赵儿摇摇脑袋 不肯上去 转而问他 你不是高定人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义无 义无 那是什么地方 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那里好吗 有雪山吗 有草原吗 有河流吗 你觉得有 那就有 我觉得有 一定有 赵儿脸上扬着单纯的笑容 景荣不再与他说话 赵儿则一直看着他目不转睛 很快马夫就回来了 还带了个丫头 丫头竹心赶紧查看赵儿是否受伤 马夫则将钱赔给大伙儿一一道歉 众人拿了钱 这才罢休离开 小姐 小姐 咱们该回去了 赵儿看着景荣 眼里带着不舍 如果 下次我们还能再见的话 你跟我说说义务的事 好不好 景荣随口答应了一声 好 那 一言为定 赵儿欢喜 这才上了马车离开 随后 景荣和季云书白音 会合了 三人都没有将这个插曲 放在心上 而是继续去找那个 叫茶盒的人 马车内 赵儿的双手揪着自己的衣裳 低头轻轻地笑 脑子里幻想着下次见面时 那男子与自己说说义务的事 丫头一见便问 小姐 你笑什么呢 朱新 你知道 什么叫爱吗 爱 爱大概就是说 两个人互相喜欢 然后结为夫妻 白头大老 赵儿摇摇头表示不对 难道不是吗 那什么叫爱 那种感觉 不是人人都懂 小姐 你到底怎么了 赵儿伸手撩开窗帘 目光投向外面 迎着冷风 微微一笑 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似的 没多久 马车就在一座府邸门口 停了下来 府邸大红门上 高高悬挂着一块牌匾 上面镶刻着 国公府三个大字 高定城中 人人都知道 平阳侯府的成世子 当初招惹过 国公的大女儿 以致两家结下了梁子 后来胡义王出面 为国公大女儿 赐了桩好婚事 才不了了之 但梁府现在依旧处于敌对的状态 因为平阳侯占三王子队 国公占二王子队 在朝中也是各分势力 现在还未立储正是关键时期 所以国公吩咐 府中上下不准在外闯祸 以至于赵儿在外闯祸 也不敢声称自己是国公的女儿 马车一停 赵儿就提着长裙下来 急忙跑进府区 竹心在后面追她 二小姐 你慢点 赵儿一路小跑 跑到了府上一处偏僻破旧的院子 一进去就迎面铺来一股潮气 院子里满是树叶 物件也十分破旧 可见住在这里的人身份不高 赵儿跑进屋中 往内室走去 里面一位脸色苍白的妇人 靠在床上正在绣花 屋子里有些昏暗 里面除了一块精致的屏风以外 其他东西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 十分陈旧 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让人觉得很舒服 娘 文言 妇人刚抬头 赵儿的身影就已经扑到了她的腿边 赵儿 快让娘看看 可是瘦了 女儿没瘦 这一个月 娘天天惦记着你 我在庙里 为娘祈福了一个月 菩萨一定会听到的 希望娘的病 早日好起来 傻丫头 娘的病都是些老毛病 好不好都没关系 一定会好的 好好好 娘答应你 一定很快好起来 赵儿原本眼中含泪的脸 这才露出笑容 她注意到母亲才绣了一半的手绢 拿起来看 这是送给赵儿的吗 你不是一直都想娘给你绣一块手绢吗 最近身体好了些 就给你绣了一块 娘能给你的 也只有这个 赵儿不奢求别的 也不奢求什么荣华富贵 只想娘一直陪着我 这就够了 她扑进母亲怀中 紧紧地抱着 享受着那丝温暖 而妇人悄悄落泪 然后抹去 娘 怎么了 我记得 娘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 当我遇见一个 能让我觉得自己像蝴蝶的人 那么 那就是爱 对吗 所以我的好赵儿 是已经见到那个人了吗 嗯 他是谁 女儿也不知道 但是他答应我 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一屋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菩萨一定会保佑我 会让我再次遇到他 对吗 娘 当然 菩萨 一定会保佑我的好赵儿 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就像一只蝴蝶那样 赵儿笑了 脸颊透红 再次扑进妇人的怀中 不愿撒手 妇人则一边抚摸着 她乌黑的头发 一边说 我的好赵儿 我的好赵儿 娘希望 你这一辈子都过得开开心心 将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能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妾莫像娘这样 日日夜夜 只得守在这空荡荡的院子里 这时竹心追了过来 喘着气 但并没有进内室 而是站在屏风旁 二小姐 老爷说了 不让你来这儿 闻声 赵儿从母亲怀中起来 扭头看着竹心 我想再待会儿 可是要让老爷知道 又该教训小姐了 可是 还是赶紧走吧 娘 赵儿听话 快回去 可我还有好多话 没有跟娘说 下次 等你下次来 再好好跟我说说话 娘 快走 妇人推开她 赵儿眼里满是泪水 始终不肯离开 竹心站在门口 时不时回头打量 生怕有人注意 最后实在着急的不行 这才跨进内室 朝躺在床上的妇人 行了一礼 见过二夫人 竹心 你赶紧带着二小姐 离开这里 是 小姐 快走吧 竹心拽住赵儿 将她往门口拉 赵儿个子小 力气也小 直接被竹心拉了出去 没有一点挣扎的余地 最后离开了 这座偏僻 而又破旧的院子 赵儿刚出去 妇人就忍不住 落下了泪 心中的痛 并非言语可以表达 夫人 夫人剧烈地咳嗽起来 当下咳出了血 鲜血染红了那块 绣着一株竹的手绢 格外显眼 她赶紧将手绢 抓进手心 用衣袖 小心翼翼地擦拭 上面的血迹 这是给她自己女儿绣的 可不能弄脏了 可她一边擦 一边流泪 双唇发白得更加厉害 整张脸也越发地苍白 赵儿被拉出院子后 一路上都在小声抽气 竹心也十分心疼她 小姐 别难过了 赵儿不说话 死死地咬着唇 继续往前走 赵儿的母亲江氏 本是国公府的 一个扫地丫头 地位极其低下 但是在十几年前 国公赵炳怀 找了一位相士 为自己粘了一挂 挂象显示 说他必须找一个 与自己八字相克的女人 成亲生子 而诞下的那个孩子 将会成就他的一生 于是国公取了 与自己八字相克的江氏 生下了赵儿 也就在赵儿诞生的那一天 国公便将江氏 送到府中最偏僻的院落 从此不闻不问 江氏自从搬到那里之后 就开始一直生病 也从未踏出那院子半步 身边就只有一个老妈子 伺候着 至于赵儿 因相士的一句话 国公在他出生之后 就将他安置到自己身边养着 对他十分疼爱 如同掌上明珠 就连府中已经出嫁的大小姐 也十分嫉妒他 可万千宠爱极一生的赵儿 却忍受着母女分离之苦 他每次去找母亲江氏时 国公都会大发雷霆 甚至有一次 国公都打算将江氏送出府外 让他们母女不再相见 但碍于赵儿多番恳求 最后只得作罢 但赵儿终究无法将母亲 接到自己身边 每次想到这里 他就哭得十分伤心 等回到自己的院子后 他就将自己锁进了屋子里 谁也不见 另一边 景荣三人在高定城内 打停了一天 始终没有得到查核的 半点消息 见天色晚了 只好先回去 刚到巷子口就撞见了宋旨 宋旨不是去买书吗 怎么也这么晚回来 景荣书问道 宋公子 你这是去哪了 我去买书了 怎么这么晚 那书好难买 走了好几条街才看到 买到了就好 对了 今天我听到一件事 下午我经过一间茶楼 见里面坐着 很多今年来赶考的世子 我本来打算进去找他们聊一聊 探讨一下学问 刚进去坐下 隔壁桌的人 就说起最近的一件怪事来 说是有一间 专门接待此次赶考世子的文社里 突然闹起鬼来 有人大半夜 看到一个穿着如伤的男人 站在大树下 披着头发 脸色苍白 还冲着人在笑 十分诡异 可是一眨眼 人又不见了 据说 住在文社里的世子 有好多都见过 此时已经在那些 学子之间 传得沸沸扬扬 阴天色已经见完 这条巷子又有些长 冷风从巷尾 吹到巷头 嗖嗖作响 宋志说着说着 感觉后背有些发凉 不由朝白银的方向 靠了靠 白银朝旁边挪了一步 拉开了距离 纪云书听完笑了笑 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便跟宋志说 这世间并没有鬼 那是当然 我自然也是不信这些的 可有人确实看到了呀 不止一个 有时候人眼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为何 自己为亲身体会过的事 旁然说再多也是废话 嗯 嗯嗯 静公子说得对 于是文社闹鬼一事 也就暂且搁置到了一边 不再提及 这会儿大伙已经到了门口 刚要推门而进 门就开了 李成正正地站在他们面前 你终于回来了 但见到李成的时候 景容皱了皱眉 这个人怎么在这儿 宋志一拍脑门 哎哟 你看我 差点就忘了跟你们说了 金晨你们前脚一走 程世子就来了 他说在这里等你们 景容脸色一沉 随即拉着季云书的手 走了进去 直接越过站在门内的李成 李成快步上前 将他们拦下 等等 程世子 该说的 昨天我都已经说了 你要是再这样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 让开 你们别忙着拒绝啊 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 话还没说完 景容一抬手 拧住他的胳膊 将其狠狠甩到了一边 李成 亮腔几步 继而 白音 擒住了他 将他双手 往身后一扣 指他动弹不得 景容拉着 靳云书 继续要走 突然 李成大声喊道 我能帮你们找到那个人 景容脚步一顿 转身紧紧盯着他 白音一听 一把揪住他的手臂 你知道什么 你先放开我 白音犹豫了一下 才将他松开 李成整理自己 揉成一团的衣裳 目光在面前三人身上 游走片刻 得意道 看你们的反应啊 想必我阿姐说的没错 你到底知道什么 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在找人 说 你们 不要这么紧张 我不知道什么 也不知道你们在找人 只是我阿姐说的 你们既然不是来行商的 那么来高定就只有两个目的 一是寻人 二是寻东西 所以我刚才也就是随口一说 但是我想我说对了 你们真的在找人 看你们的样子 那个人一定对你们很重要 是高定人对吧 但是你们却找不到他了 是吗 闭嘴 我刚才就说了 我是来帮你们的 我是来帮你们的 在高定 只要是我想找的人 就没有找不到的 不管那个人是死了 还是已经离开了 我都能找得到 就是上至百年的人 我也能给你们 找出他的后辈来 但是 你得帮我破了这桩石头案 好 我答应你 你答应了 渔叔 我答应你 我会尽最大能力帮你破案 但是你也要切记 你刚才说的话 那是当然 我李承从来说话算话 你帮我破案 我帮你找人 那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啊 那明天一早 我来接你 李承这才肯离开 宋指站在一旁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赶紧说 我先走了 宋指一走 百音说道 渔叔 你这是为什么 三爷再三交代 这件事不能声张出去 高定这么大 我们一不熟悉这里 二又不认识什么人 若要找到三爷说的那个人 就如同大海捞针 现在有人许诺能找到 又为何要舍尽求远 倘若查核真的已经离开了高定 我们也能尽早有个方向去寻 不至于一直在这里兜圈子 否则 要等到猴年马月 纪云书的话极具说服力 白音和景荣 也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 李承亲自带人来迎接 白音留在宅子里 景荣则陪着纪云书一块儿去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 我会看好他的 我自己的人 自己看着 等到了承司部 里面老官和小官都在艳尸房外面等着 那个老五座也在 大伙伸长脖子往外看 等待那位传说中的高人到来 这会儿老五座还是不敢置信 恐怕是个江湖术士 随口胡说八道的 这世上有人能摸古画像 真是天风夜谭 那万一真的有呢 要真的有 我就兑现承诺 向那人磕三个抢头 第476集 小官其实心里也不信 但人家李大人都说了是亲眼所见 既然是亲眼所见 岂会有假 所以他也充满了好奇 没一会儿有人喊道 来了来了 吕大人把那人带来了 就见李承引着靳云书和景荣 朝这边走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们的身上 其中一个长相俊冷 如同一座冷山 布苟颜笑 浑身散发着一股与常人不同的贵气 颇有几分风姿 另外一个身形纤细 素色衣袍着身 布染俗世 长相干干净净 五官细致 那双眼睛格外清澈明亮 单单一眼便觉得十分舒服 若说有攀安之色 也绝不夸张 可这两人 谁是高人呢 李承因为请到纪云书来帮自己破案 觉得自己脸上有光 走路都带风 加上此时一身官服 就更显威风 带到了验尸房外时 他还刻意抖了一下衣袖 老官立刻上前 李大人 嗯 这二位 老官看着他身后的两个人 有些困惑 李承嗑了一声 指着纪云书 隆重地介绍起来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位高人 他不仅能摸骨画像 还原死者生前相貌 还能巧破其案 本官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请到他过来帮忙的 说时还微微抬了一下下巴 以此加重语气 纪云书上前 抬手与众人作了一礼 在下姓纪 谈不上什么高人 只是一名懂得命脉的话师而已 纪公子 你用不着如此谦虚 你的厉害之处 我都与他们说了 大伙的目光 一一落在他的身上 多是带有怀疑的 因为他们认为 与死人打交道的 多是些粗壮的汉子 且上了些年纪的人 哪有像纪云书这样 如此白净的 一看就是个文弱书生 厌尸破案 当真不是开玩笑吗 但没人敢当着李承的面 说出自己心中的困惑 随即李承打算介绍景荣 可话刚到嘴边 景荣沉着脸冷漠的 不必冷 李承咽了咽口水 只好作罢 这时在旁的老五座上前来 与纪云书说 纪先生是吧 李大人之前就提起你 说是死者的情况 你也知道 老先生是 我是这四部里的五座 哦 先生客气 那里面的骷髅头 我已经验过了 死者是个十五左右的姑娘 死亡时间是三年前 和你告诉李大人的一样 但是 先生断定死者是被淹死的 这点不知从何而来 看出来的 看 死因怎么能看得出来 先生可不要随口胡说 若是没有实权的把握 晚辈又岂敢在老先生面前胡说 老五座一顿 刚要说些什么 纪云书就朝验尸房看了一眼 东西都在里面吗 都在 纪云书点了点头 转而与景荣说道 你在外面等我吧 有事叫我 嗯 说完纪云书就进去了 城司部的人也都好奇得很 一一围在门口看着 老五座和李承则跟了进去 那老五座倒是要看看 李大人口中所说的高人 究竟有多高 纪云书进去后 就静止走到被白布盖着的骷髅头边 从袖中拿出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手套戴上 将白布掀开 那颗骷髅头并没有什么变化 安安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板子上 他拿起骷髅头左右仔细看了看 手指在枕鼓 鼻鼓 下颗鼓等几个重要的位置上轻轻按了几下 心里有了方向 老五座见纪云书艳鼓的动作很熟练 有模有样 但他还是有些怀疑 他当了这么多年五座 整个高定 甚至整个狐义 大概都没人比他还要厉害 怎么就凭空生出这么一个奇人来 纪先生 怎么样了 看出什么来了 死者确实是淹死的 哪里可以看出来 一个人的死因会直接导致人骨的变化 死者若是正常死亡 死后多年的骨骼不会有太大变化 但若是非自然死亡 比如烧死 上吊死 淹死 摔死等等 都会导致死后骨骼出现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 你是说人死后骨骼还会变 怎么 老先生不知道这一点 不是不知道 是从未听过这种荒谬的说法 老先生 你未听过 但不代表没有 晚辈因常常与死者的骸骨打交道 对人骨构架略有研究 故而知道这些 先生是武作 咽的是心肝 脾肺 肾和脑 不清楚 也属正常 你 好 那你说说看 究竟死者头颅上有什么变化 让你断定他是淹死的 人若是被淹死的 死后骨骼变化最大的就是鼻骨和下端的上颌骨 首先鼻骨会往上挪移 导致两边的额秃挤压到肋骨 会产生细纹状的崩裂现象 死者的额秃和肋骨这段距离上 正好有这种现象发生 其次就是上颌骨 淹死者 上颌骨朝鼻骨 唯有移动 导致原本呈圆形的犁状孔 紧缩变形 凹而不平 这些都是在死者头颅上体现出来的 肉眼可见 大伙听得一愣一愣的 站在外面屋檐下的景容 也听到了纪云书的话 面色担忧 因为纪云书越是如此出挑 招惹而来的就会越多 相对于他 李承则像个花痴 目不转睛地盯着纪云书 他知道纪云书是女子之身 但一直都没有说破 先想要是能将他娶回家 简直就是捡到了天大的宝贝 而老武座更是完全正主 他当了几十年的武座 什么奇奇怪怪的尸体没见过 没有上千也有几百 却从未对人骨有过如此研究 以至于纪云书在说这些时 他即便努力去听 也还是一头雾水 你 你说的这些 可有凭证 老先生若是不信 大可去找一个正常死亡者的头颅 来做对比就是 看看我刚才说的这两点 究竟是子虚乌有 还是真凭实据 那你可知道死者是谁 纪云书将手中头颅放下 用那块白布好好包住 并将手中的手套脱下 在下现在还不知道 需给我三天时间 我将死者的相貌画出来 到时候自然就可以根据画像 得知死者的身份 当真能摸骨画像 没有如此神奇 在下只是学了一些 骨骼命脉上的东西 能根据死者头颅上的骨块 一一拼合 组出一幅画像而已 但是死者已经死了三年 加上又是淹死的 所以画像至少需要三天 才能画出来 你当真能画出 死者的生前像 是 老五座震惊地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李承忽然笑了 与那老五座说道 本官之前就已经说过了 你这老家伙就是不信 等画像出来 记得兑现你说的话啊 纪云书无暇理会 他们说的什么承诺 而是抱着头颅 与李承说 承世子 这颗头颅我先带回去 我还需要一些陶泥 麻烦你找人送来 三日后 画像就可以出来了 好 你们听着 从这一刻开始 纪先生就代表本官 他说的话 也就代表本官说的话 只要是他吩咐的事 你们都要照办 明白吗 是 那我先走了 李承刚要跟上他 他就回头严肃地说 还有 我不喜欢别人打扰 所以还请承世子这几天 不要来打扰我 李承尴尬 但还是硬下了 于是 纪云书便抱着那颗头颅 和景荣回去了 回去后没多久 李承就派人送来了 一大堆的桃泥 他当场汗烟 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多 多出来的还不知道 如何处理 那天后 景荣也没有去打扰他 而是与白阴继续在高定城中寻人 若能尽快寻得 也就不用与李承 继续打交道了 第二天 下雪了 雪花纷纷 将整个高定 一夜之间都染白了 继云书休息的时候 推开窗户 雪花被风吹到了窗台 和他的身上 他伸手接了一粒 刚落到手心 就立刻画了 冷意也从掌心 慢慢蔓延 他打了个哆嗦 赶紧将窗户关上 折回桌前继续作画 但是刚才打开弹幕盒 准备从里面 取出一支细笔来 却发现 那支笔已经断了 大概是这一路上 多次颠簸导致的 可他只有那一支细笔 若是用别的笔 画出来的线条 就会不一样 虽然不会有 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画像这方面 继云书是 完全接受不了的 所以他得出去一趟 买支笔才行 而外面还下着雪 他取了一件 稍后使的披风 披上便出去了 因为景容和白银 出去寻人 所以留了一个侍卫 在门口守着 护着他的安危 见他一出来 侍卫问道 鸡姑娘 你要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趟 稍后就回来 若是景容回来了 你告诉他别担心 这可不行 王爷吩咐 要保护好你 我就是出去买支笔 等等就回来 笔 我去帮季姑娘买吧 我想要的笔 只有我自己清楚 我得亲自去一趟 你就留在这里 免得景容回来 不见我们会担心 还有 你帮我看着里面的东西 可是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快去快回 不等侍卫再说些什么 他已经走了 他刚到前院 就看到宋纸提着 两个小炭炉 从外面回来 宋公子 你这是去哪儿 怎么还提着个炉子 我看天色这么冷 就出去给你们买个炉 放在屋子里 有劳了 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出去买点东西 买什么 笔 路上滑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你还是赶紧去安置炉子吧 季云书说着 就已经迈步走了 宋纸也赶紧去安置炉子 小小的巷子里 落满了雪 但今晨一早 宋纸就拿着铲子 将雪都铲到两边 腾出了一条路来 好走多了 但因为雪下得很大 那条路 很快又被大雪覆盖了一层 季云书撑着伞 踩着雪 一步步走出巷子 那天他出去的时候 记得在路上 看到过一家笔墨斋 便凭着自己的记忆 找到了那个地方 那家笔墨斋 坐落在 不是很齐眼的地方 但看着很大 从外往里面看 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笔 他走到门口 收了伞 抖了几下 放在门口的柱子旁 刚迈脚进去 里面就跑出一个孩童 正好撞上他 孩童撞到他的时候 小小的身子 往后跌了几下 随机不稳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纪云书吓了一跳 立刻将那孩童 从地上抱起来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痛啊 孩童丝毫没有觉得痛 手中还抱着一个 木头做的马儿 养着小小的脑袋 睁着水汪汪的眼睛 摇摇头说 不痛 小家伙儿的模样 小家伙儿的模样十分可爱 纪云书蹲在他面前 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真棒 爹说过 男子汉大丈夫 摔了也不能哭 要站起来 那才是好孩子 你爹说得对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哭 嗯 济云书往里面看了看 但是没有人 连掌柜都不在 便问孩子 你爹呢 我爹爹在里面 跟大伯说话 哦 哥哥 你是来买笔吗 对 我也是来买笔的 爹爹答应过我 只要我听话 他就买一只 最好的笔给我 原来这孩子 不是掌柜的儿子 这时 里面的帘子后面 有人喊了一声 阿末 孩童一听到 自己的名字 转身就往里面 那间屋子跑去 小屁股一扭一扭 十分可爱 纪云书见了 小家伙儿的样子 不禁露出笑容 他缓缓起身 觉得阿末这个名字 很耳熟 似是有些印象 脑海里 嗖了一遍 才猛然想起 当年在破庙中 他曾为一名富人 剖腹取子 而那位伤者 请他为孩子 取个小名 他抱着那孩子 时说过 这孩子能有幸 活着也是一个奇迹 绝处逢生 莫上生机 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不如就叫阿末 希望将来他能 克肩福南 莫莫自来 难怪如此熟悉 但世间名字千千万 撞了一两个 也不足为奇 他笑了笑 脑海中又再次浮现出 刚才那孩童 可爱的身影 随即便进了店铺 里面没有人 大概是在屋里谈事情 他便自己转了起来 在那些放着笔的架子 前搜寻着 笔有很多 各式各样 也都十分精致 甚至有一些款式 是他从未见过的 心中颇有几分新鲜感 若真要挑上一只 他怕是挑不过来 再细细看了看 无意间瞥见 柜台后面的架子上 放着一只 镂空的雕花木盒 从外头看 隐隐约约 能看到里面 平躺着一只小金笔 上面雕刻着 祥云文案 他心底一喜 走过去拿了下来 打开一看 一眼便看上了 这只笔很细致 若是用来画线条 定是绝佳 便从盒中拿出来 细细欣赏 爱不释手 而屋里 南国侯正在跟 文墨斋的掌柜谈生意 因谈得太入神 阿末何时溜出去的 都不知道 这下一换 阿末便进来了 小小的身子 随着脚步摆动 跌跌撞撞地 扑进南国侯的怀中 爹爹 好好待在爹身边 不要乱跑 嗯 阿末重重点头 然后便乖乖地 坐在一旁 专门为他准备的 小板凳上 又一边学着 他爹的模样 正正地坐着 有板有眼 南国侯也没空搭理他 继续与掌柜谈事情 嗯 那就这么说定了 那批货 我后天就找人来取 好的好的 我到时候 全部都准备好 可老爷 你只管找人来取就是 要是货不够 我还会再找人来定 至于价格 就还是我们刚才谈的 刘老板 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可老爷 你一向都是爽快人 又经常来我这订货 照顾我的生意 所以 你说多少 就多少 放眼整个高定 也就只有你这里的货 是我最满意的 第四百七十七集 阿末养着脑袋问道 爹爹 那我的笔呢 南国侯差点忘了 问掌柜 对了 我家阿末的笔可到了 到了 阿末兽议的笔 前几天就已经到了 可老爷 你稍等会儿 我这就出去拿来 掌柜说着便已起身 去取笔了 刚出来 掌柜就看到店里来了客人 他赶紧迎了过去 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不知有人进店 怠慢了 没事 我自己看了一会儿 那公子 可有看到自己喜欢的 正在看 公子稍等片刻 我给另外一个客人 拿支笔 掌柜走到架子前 打算取之前 准备好给阿末的笔 但放置在上面的 一个盒子却不见了 架子上空空如也 这时纪云书说 我已经挑好了 就这支吧 掌柜一回头 才发现 纪云书手中拿着的那支笔 正是自己要找的 这个 掌柜要找的 莫不是这支 正是 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这支笔 已经有人定了 纪云书不是南产的主 自然不会为难他 只可惜得不到 自己的心头号 到底有些遗憾 他将笔装进盒中 一并交还给掌柜 没事 我再看看别的 实在不好意思了 公子你再看看 我这店里有很多的笔 质量都是商城 相信一定 还会有公子 你喜欢的 嗯 那你稍等片刻 我马上出来 你先忙 掌柜便将那支笔 再次放进去 纪云书不禁笑了一下 倒不是笑自己 得不到心头号 而是笑着偌大的店 竟只有掌柜一个人 连个看店的伙计都没有 他无奈地摇摇头 继续在店里 寻起别的笔来 掌柜将笔交给南国侯 寇老爷 你看看 可是你说的那支 嗯 就是这支 爹爹 给阿末爷看看 好 给我的小阿末爷看看 阿末抓起那支笔 便在空气中笔划了几下 因人太小 拿笔的姿势很生疏 跟在放风筝似的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好 这支笔 以后就是你的了 阿末有笔了 阿末开心地蹦蹦跳跳 南国侯百般宠溺地 摸摸他的脑袋 严肃地告诉他 但是你要答应爹 往后要好好跟父子学功课 知道吗 知道 刚才谈的事就这么定了 我先走了 好的 我送你 他们从里面出来时 纪云书还在架子前寻笔 可老爷 你慢走 你也别送了 是 纪云书 纪云书闻声看去 只看到南国侯的一个背影 见他牵着刚才那个孩童的手出了门 门口不知何时停了一辆马车 马夫见他们出来 赶紧上前去迎 纪云书收回目光 继续寻笔 然而阿末不知什么时候 跑到了他的身后 小手扯扯他的衣裳 动作幅度不是很大 纪云书都没有察觉 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拉自己 阿末喊道 哥哥 纪云书低头一看 就看到那孩童 一双大大的眼睛正看着自己 手中还拿着那支他也喜欢的笔 哥哥 你看 这就是爹爹送给我的笔 这笔真好看 爹爹也这么说 阿末刚说完 已经出门的南国侯 见他突然又跑了回去 还拉着一个陌生男子的衣裳 在说些什么 便冲他喊了一声 阿末 还不快走 来了 纪云书也不由抬头往外看去 正好与南国侯的视线碰上 即便过了两年 他依旧记得 那个痛失夫人 却意外得子的 克查 克老爷的模样 两年不见 那人倒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只是衣着变了 并没有再插羽毛 而当克查看到他的那一刻 当即愣住了 眼前的男子竟是如此的眼熟 眉眼和神色 都与自己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失踪的妹妹 十分相似 倘若不是因为纪云书一身男装 他差点就要将她认成 是自己的妹妹了 但就算妹妹还在世 也有几十岁了 岂是眼前这个年轻的人 纪云书朝他走过来 你是克老爷 你认得我 当年你去大林行商的时候 我们在一间破庙中遇见过 你夫人腹中的孩子 是我娶的 南国侯震惊不已 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恩人 当年他见到纪云书的时候 那女子因为面部毁容 戴着一块面巾 加上那个时候又是晚上 所以他对那女子的相貌 记得并不是很清楚 一住相后 酒楼中 二人相对而坐 南国侯将阿末交给自己的马夫 在下面看着 不让他来打扰 姑娘的脸已经好了 是啊 幸得一位神医 为我治好了 姑娘心善 自有回报 只是 你为何如此打扮 因是在外 故而如此打扮 这样也方便 这样也方便许多 当年一别 我一直都想着希望能再见恩人一面 没想到这一面 竟时隔两年 我也未曾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来胡役 那你这次来是为了 只是一些私事 不便告知 若姑娘有任何需要 可尽管开口 你是我的恩人 是我客家的恩人 若是没有你 就没有我的阿末 这份恩情 我自当尽力回报于你 客老爷你客气了 正所谓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何况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 换做任何人 我都会相助的 但无论如何 此恩我记一辈子 南国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眼中甚至泛起了些许泪光 显得十分悲伤 渐渐有些出了神 柯老爷 你 姑娘你别介意 只是 只是觉得 姑娘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哦 这话 纪云书似乎老是听人跟自己说起 当初三爷也是 南国侯叹了一声气 只是我那故人 已不知身在何方 是死是活 也不得而知 若是有缘 自当再见 是 姑娘说得是 相信这缘分 很快就会来了 对了 当时柯老爷你给我的那块玉牌 因在路上发生了一些事 不小心被我弄丢了 没事 只是一块玉牌罢了 杏云书 试图在他脸上寻得些什么 但眼前这个男人 神色上 没有半点不妥之色 仿佛与当时捡走那块玉牌的人 没有任何关系 这时阿末从楼下跑上来 爹爹 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走路要慢些 下次可不许再这样了 阿末知道了 乖 南国侯在他脑袋上轻轻揉了揉 与纪云书说 以谎言 他也长大了很多 是啊 哥哥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见过你 因为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呢 不是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我 梦里 我做梦见过 那我在你梦里做了什么 不记得了 姑娘 你现在住在何处啊 一个朋友家中 可否方便将地址告诉我 今日实在太匆忙 我也能好好谢谢你 改日我设下宴席 请人去接你 一定要好好谢谢你才是 客老爷 你不用这么客气 这不是客气 知恩图报 天经地义 还是说 姑娘不方便 不方便 告知 真的不必 姑娘既然不方便 告知 那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二人又聊了一会儿 无非就是这两年里 关于阿末的事情 季云书听得十分认真 他差点忘记还要买笔 便赶紧说 我还有些事要办 就不多聊了 这 南国后似乎还想跟他聊一聊 望着他欲言又止 尽是不舍 却不知道该如何劝他 再多留一会儿 季云书提起面前的茶壶 倒了两杯茶 将其中一杯递到对面 他端杯而起 我以茶代酒 敬客老爷你一杯 好 二人各自饮下了 杯中的半盏茶 姑娘不肯告知所住地址 也不愿接受客谋的报答 今日一别 又不知何时能再见 世间的缘分道不出 理不清 今日能再见到客老爷和阿末 就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 若是有缘 自会再见 即使如此 我自不好再留你 外头雪大 姑娘一路小心 客老爷也请留步 告辞 慢走 季云书朝他拱手 行了败别之礼 走之前 他看了一眼 此刻缩在桌前的阿末 那小家伙还没有桌子高 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 还咧着嘴笑 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要走了 季云书温柔一笑 伸手轻轻揉揉他的小脑袋 这才转身离去 但是没走几步 忽然南国猴叫住了他 姑娘 客老爷还有何事 南国猴目光湿润 看着季云书那张熟悉 却有些陌生的脸 二十几年了 日日夜夜 他都盼着能有重逢的那一天 可眼前的人 终究不是他的妹妹 他止住眼泪 随即拉着身侧的阿末上前 低头轻声说 阿末 跪下 季云书一正 阿末十分听话 嗡了一声 刚要跪下 季云书立刻拉住阿末 客老爷 您这是 这孩子的命是你救的 这一拜 是谢 不用 当时让我一家安心吧 客老爷 阿末 听话 跪下 磕头 阿末小手撑在地上 身子低下 磕了个头 这一幕 使得季云书眼眶寒泪 他立即蹲身在阿末面前 将他拉起来 与他平视 无虚谢 真的无虚谢 此等大力 我受不起 阿末 你且记着 百行孝为先 日后 定要好好行孝 阿末点点头 虽然不是很懂 季云书起身 与南国侯 鞠了一躬 告辞 慢走 南国侯目送着他离开 视线渐渐被泪水打湿模糊 阿末仰着头问道 爹爹 你为什么要哭啊 爹爹 没有哭 只是想起了一些事 是因为哥哥走了吗 南国侯抬起袖子 将眼角的泪悄悄抹去 没有说话 只是让马夫先将阿末带了下去 他则走到二楼窗户口往下看 看到季云书已经出了茶楼 撑着一把素色的油纸伞 步入大雪纷飞中 没一会儿 连雀走到南国侯身后 静静地站着 没有出声 直到季云书身影 消失在大雪中 渐渐消失 南国侯猜到 像 实在是太像了 你说 这世间 真的有长得如此相似的两个人吗 当年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脸上有伤 还戴着面镜 此时一见 他竟与先皇后如此神似 甚至相貌如意 先皇后 那位恩人 侯爷 莫不是过于思念吧 他虽然身着男装 可那张脸不会错 南国侯十分肯定 就是太像了 像极了 但心有困惑 毕竟 他不是自己的妹妹 年龄也不对 便吩咐连雀 你去查一查 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家世背景 我要知道的一清二楚 是 或许 上天也心怀怜悯 才将此人送至我身边 希望这二十多年来 我没有苦苦死等 侯爷 那人 当真如此像 当年你还小 或许已经不记得 先皇后的模样了 关于先皇后的相貌 她确实记不得清了 儿时 她跟着南国侯 进过两次宫 故儿也只见过 先皇后两次 时隔多年 自然不记了 可我 一直记得 阿锦 阿锦 一个连雀 记了二十几年的人 他六岁那年 因家乡闹饥荒 不得不一路行起 结果差点 饿死在路边 幸得经过的南国侯 将她带回府中 这才捡回一条命来 南国侯又请人 教她学问和建树 在府中短短半年时间 她就已经不再是 那个目不实钉 骨瘦如柴的企儿了 也是在那段时间 她认识了阿锦 南国侯的侄子 先皇后的儿子 那时 她七岁 阿锦六岁 后来她九岁那一年 胡意内乱 阿锦随着先皇后 不知所踪 但她依旧记得 自己跟阿锦 在一起玩乐的那几年 连雀 你看 阿锦抱着一个 长方形的盒子 跑到正在练剑的 连雀身边 连雀收了木剑 问道 这是什么 你猜一猜 不想猜 你赶紧说 我还要练剑呢 阿锦将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把 修长精致的剑 连雀眼睛一亮 阿锦 这剑真好看 她将剑从里面拿出来 挥动了几下 剑很长 她力气有些不足 阿锦问她 你喜欢吗 喜欢 那 这把剑就送给你了 你说真的 我何时撒谎过 我求了母亲好久 她才答应 把这把剑给我 我知道 你想要一把剑好久了 所以专门拿来送给你 阿锦 谢谢你 我们是朋友 不需要谢 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自然喜欢 连雀持剑 又挥了几下 越发顺手 阿锦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会保护你 谁要是敢伤害你 我就用这把剑 跟她拼命 好 记忆涌上心头 连雀也不禁眼眶湿润 其实她极少哭 记忆里唯一哭过的一次 是胡逸内战 阿锦消失的那个时候 她哭了很久很久 而那把剑 她也一直戴在身边 二十多年从未换过 她坚信 终有一天 她会等来阿锦 也难怪之前 白银与景荣说 自己似乎见过她 原来 他们早已认识 记忆书又回了一趟文墨斋 选了一支戏笔 拿在手里细细地看 掌柜知道 她刚才跟南国侯一块离开 想必是认识的人 便多嘴问了一句 公子 看你面相 不像是高定人 你跟克老爷 是怎么认识的 生意来往 哦 公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给死人画像 公子不要说笑了 你做这档生意 克老爷 又如何与你有生意来往 你既然说克老爷 不会跟我这个画死人像的人 做生意 那他都跟谁做生意啊 当然是文墨有关的东西 哦 看来这克老爷 是个书香门第之人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克老爷是咱们 胡义的南国侯 勾定谁人不知 纪云书愣住了 公子 公子 啊 你怎么了 没事 纪云书轻轻摇了下头 手中转动的笔 忽然失去了重心 自他手中脱落 掉了下去 第478集 纪云书反应过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却瞥见一只手伸过来 稳稳当当将那只笔接住 他顺势往上一看 就看到警戎那张 近在咫尺的脸 你 你怎么来了这句话 还没问出口 警戎就将那只笔交给掌柜 随即掏出银子 放到他面前 包起来 哦 好的 掌柜赶紧找来一个盒子 将其装了进去 递给他 警戎一手接过来 一手拉住 纪云书的手出去了 大雪还在下 他撑着伞 将纪云书拉在身边 一高一矮的身影 立在伞下 步子一深一浅 印在厚厚的雪上 纪云书抬眸问他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人出来 我怎么放心得下 我只是出来买笔 我说过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对了 你跟白茵找得怎么样了 没有消息 程世子 既然已经答应了我们 只要我帮他破了案 就一定会帮我们找到茶盒 警戎不语 心思沉重 纪云书见他脸色不对 便转移话题 我今天遇到一个人 客茶 那个送雨配的人 嗯 怎么会碰上他 刚才他也在我墨斋里 随后我跟他去茶楼 小聊了一会儿 我还见到了那个孩子 破腹橘子的那个孩子 他现在已经两岁了 长大了不少 所以 关于在破庙的事 你也说了 提了两句 但是从他的表情 和语气上看 他似乎完全不知 看样子 他跟那些人 可能真的没有关系 刚才跟他掌柜聊起来 你猜我知道了什么 什么 那个客老爷 是南国侯 当初见到他的时候 不是就已经料到了吗 一个身上会插扰 学毛尾的人 不是黄金国际 就是贵族 那倒是 你别想太多了 先回去吧 嗯 二人回去后 纪云书便不再耽误时间 开始作画 景荣就一直守在外面 站在屋檐下看雪 这一守 就守到了晚上 宋纸端着两碗 亲自熬的粥走过来 景公子 你在这里站了这么久 还是回屋子里吧 景荣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作画的纪云书 没事 要不你喝点热粥 我刚刚熬的 宋纸将其中一碗交给他 景荣接过去 我再给纪公子送进去 宋纸刚要进去 就被景荣拉住 不必了 可是纪公子都画了这么久了 一点东西也没吃 身子岂能受得了 你现在进去 会打扰到他 而且在他还没有完成之前 他也不会喝的 纪公子也太拼命了 景荣喝了一口 就放在了旁边 周渐渐变凉了 宋纸没有离开 他陪着景荣站了一会儿 二人站在屋檐下 抬眸看着 纷纷而落的雪花 白雪在周围灯笼的映照下 泛着点点星光 如同七八月份的星空 格外漂亮 两酒 宋纸开口 有时候 其实挺羡慕你们的 羡慕 是啊 羡慕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很羡慕你们 宋公子 你有事过被人逼着 走上一条自己根本不想走的路吗 宋纸愣了一下 便开始认认真真地想他这个问题 他虽然穷 可从未被人逼着走自己不愿意走的路 即使穷得每米下锅 他还是不肯去写那些低俗的戏本赚钱 所以一切皆是他自愿 宋纸摇摇头 没有 景荣又问他 那你可有过万般无奈 甚至连手足之情也成了虚无 宋纸又摇摇头 那你可有过 连自己最好的兄弟 都无法护得周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毁于殆尽 宋纸都没有过 又摇摇头 可是这些 我都经历过 如此 你有何羡慕我的 留下这番话 景荣走了 宋纸愣在原地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景荣连问的那三个问题 一是被逼 二是手足 三是兄弟 语气竟是无奈 他不知道景荣他们究竟经历过什么 但他知道 那段过往必定是千疮百孔 足以让景荣这样的硬汉都无法跨过去 可究竟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他心中犯起了困惑 却不好去问 此刻 大雪越下越大 随着冷风 有几粒雪 落到他的头上 肩上 他轻轻拂去 裹了裹袖子 正打算走 却无意间 透过外面的窗户往里看 正好看到季云书 在给画上色 一手提笔 一手轻捏袖口 他微微俯身 垂目细看 未挽上去的长发 从身后缓缓掠过肩膀 又垂在了手臂旁 那几缕青丝被冷风吹起 如同穿着五鞋的孩童一样 欢快地跳动着 同时 他捏着笔的指尖 也在缓缓摆动 细细的毛笔 便在纸上 一点点运出色泽来 明艳好看 画中的人慢慢被上色 越发如真 尽管画上此刻 还只是一个 大概的轮廓和寂寞颜色 但画中女子的相貌 可见小巧清秀 然而 比画中更好看的 则是那个正在持笔画画的人 宋指看着纪云书 越发有些出神了 那男人生得真俊 不仅俊 还长得细皮嫩肉的 这哪里是男人的样子 分明是个女人 可是宋指的脑袋 不会拐弯 性子又十分死板 他见纪云书 穿着一身男装 就确定 他是个男人 尽管长得像女人 那也只是像而已 然而根本不会怀疑 他就是个女的 然而 在紧紧盯着 纪云书这么久之后 他竟然有些心跳加速 这种感觉 是之前都没有过的 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用了几分力 试图将跳动的心脏压下去 但越是这样 就跳得越快 随时都有可能 跳出来一般 太可怕了 心想 莫非自己得病了 他顿时吓了一跳 他虽不怕死 但他怕生病 尤其是那种 病得半死不活的 一来受罪 二来烧钱 他穷成这样 哪里还有钱看病啊 越想越觉得可怕 便赶紧收回自己 落在纪云书身上的目光 以防自己 被那种感觉折磨死 他喘了口气 我这是怎么了 因为周围本就很安静 他又正好站在窗户口 所以小小的动静 还是惊动了里面 正在画画的 寄云书 他手一顿 细细的毛笔 立刻离开纸面 闻声看去 就看到颂指 站在外头 一手按着胸口 低头嘀咕着什么 颂公子 你这是 呃 宋指一抬头 就迎上了 纪云书的目光 渐渐平复的心脏 再次剧烈一跳 纪云书拧了一下眉 略有担心 宋公子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可是你看上去 不像是没事的样子 我 我真的没事 宋指低下头 脸颊却红了 也不知道是羞涩 还是因为被冻的 我是来给你送粥的 粥 不过已经冷了 你要是想喝的话 我去给你端点热的来 宋指慌忙将被景容 放在一旁的两碗粥拿了起来 冰冰凉凉的 一点热度也没有 不用了 我不饿 你换了这么久 还是休息一下吧 没事 景公子说的果然没错 纪公子你话句话来 真的能忘我 哦 他是这样说我的吗 原话不是这样 但大概是这个意思 纪云书笑了一下 目光往外面看了看 刚才景容还在 这会儿却不见了 对了 景容他人呢 他已经走了 哦 那个 我也不打扰你了 你继续画画吧 你要是饿了 随时叫我 我给你煮粥吃 真的不用了 外面这么冷 宋公子 你去休息吧 好 那我走了 宋纸莫名朝他 鞠了一躬 便走了 景云书愣了一下 怎么感觉 宋纸跟之前不一样呢 但哪里不一样 他又想不出来 索性摇了摇头 开始继续作画 两天时间 他大概已经将 死者的相貌 摸清楚了 他画了很多 死者面部轮廓的画像 又用陶尼捏了很多骨块 再一一组合到一起 终于有了这张画像 如果不出意外 等他上完色 再慢慢调整 明日或者后天 就能出来了 第二天 平阳侯府 今天龚左相 带着儿子龚士林 亲自登门拜访 还带了很多礼品 说白了 就是来谈自己儿子婚事的 也打算让两个年轻人 今天好好见见面 大雪中的一辆马车内 龚士林坐在自己父亲的一侧 默默不作声 只听得见外头马车 车轮的声音 寒风瑟瑟 从外头吹了进来 掀起那块布帘子 龚士林抱了抱手臂 抿了抿唇 看着自己不苟言笑的父亲 好一会儿 欲言又止 然后鼓足勇气说 爹 其实不用这么着急 什么 孩儿的意思是 不用气在今天 怎么能不着急 我跟文叔的是 我知道了 这事确实有些快乐 可你既然喜欢它 我们两家又是市郊 所以这事不能拖 待会儿到了平阳侯府 你自己也要注意些 礼仪上不能失态 龚士的语气不容反驳 龚士林从来不爱解释 所以也只好不多言了 可是她心里却闷闷不乐 那种感觉 就好像有人在她的心脏处不停地搅拌一样难受 自己真的爱李文叔吗 真的能接受吗 可是不爱又如何 不接受又如何 她和李文叔的命运早早就注定了 不是一个步子就能选择得了的 很快 马车停在了平阳侯府的门口 此时大雪还在继续下 却比昨天小了一些 马夫跳下马车 老爷 少爷 到了 文言龚左相从里面下来 龚士林紧随其后 大雪随风飘到他们身上 好在二人披着披风 后面还跟着一辆马车 上面装的全都是礼品 平阳侯亲自来迎 平阳侯 龚将军 二人寒暄 虽然龚池如今已经贵为左相 可是平阳侯还是习惯性 私下里叫她一声龚将军 龚家的人吆喝着 将车上的礼品搬了下来 将东西送进去 你我梁府都快要是一家人了 何必这么客气呀 要的要的 有些礼数不能少 站在一旁的龚士林 上前礼貌鞠躬 唤了一声 侯爷 士林啊 居酒不见了啊 是啊 今日随父亲前来拜访 希望不会叨扰到侯爷 怎么会叨扰呢 你能来我很开心 龚士林温和地笑了笑 平阳侯则拍拍他的手臂 甚是满意 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叫我侯爷 直接叫我伯父就好 是 士林知道了 好了 这么大的雪 你们不要一直站在外面 先进去再说 三人便进去了 一路寒暄到了大厅 今日李乔因为要进宫 所以不在府上 至于李承 因为他这两天 一直都在等 纪云书的画像 所以无所事事 又不想去承司部 就整天待在家里 今早突然得知 龚左相要来拜访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自己这份工作 就是龚左相帮忙走的后门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不用受这种罪 而且今天 自己的死敌 龚士林也要来 他担心到时候 会控制不住 想杀人的冲动 索性出门算了 哪里知道还没出去 就被平阳猴 逮了个正着 硬要他好好待在家里 招待客人 所以他一肚子气 现在正在大厅里 生闷气呢 他手里捏这个慈杯 仿佛要将其捏碎了一般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上茶的丫头 都不敢靠近他 见自己的父亲 迎着所谓的客人进来时 他哼了一声 将手里的慈杯放下 起身去迎 见到龚左相后面的 龚士林时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又收回目光 心不甘情不愿地 朝进来的龚左相 深深居了一躬 龚伯父 因为上次李成 去找龚士林算账 正好被龚左相撞见 所以他心里有一丝不悦 可到底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加上李成又是平阳侯的世子 所以他也没有计较 只是点了点头 有面带笑容 意味深长地说道 上次李成大闹 龚向府被哥哥李乔 抓回来以后 并没有告诉平阳侯 所以这话 平阳侯是听不懂的 他招呼着 不要在外面站着了 进去吧 龚士林在经过 李成身边的时候 李成悄悄跟他 说了一句话 你给我小心点 龚士林看都不看他一眼 静止进去了 龚家父子将身上的披风 脱下交给下人 下人又端来两个暖炉 分别放在他们的面前 同时递了一杯热茶 李成一坐下来 目光就满是杀气地 盯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龚士林 要不是顾及现在这个场合 他肯定就扑过去了 杀个片甲不留 至于龚士林 完全将他当成透明人 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这让李成更气 双手抓着椅子两边的把手 指甲仿佛都要扣进那木头里 对了 怎么不见文书啊 小姐人呢 老爷 小姐今早起来 身子不适 正在屋子里休息 身子不适 他不知道 今日龚家有人来吗 知道 可是小姐染了风寒 咳嗽得厉害 这么严重 阿姐病了吗 怎么不早说 李成脸色着急 拔腿就去了 哪里顾得上什么礼仪 平阳侯来不及喊 叹了一声气 转而跟龚士林说道 士林啊 不如你也去看看文书 你去吧 我跟你伯父还有话说 是 龚士林起身去了 李成到了李文书的院子 还没进去 就听到里面传来咳嗽声 阿姐 李成冲进屋中 李文书脸色苍白地靠躺在床上 一手捏着帕子 遮着嘴巴咳嗽 丫头正在给床边暖炉里加炭 李文书见他急急忙忙进来 你怎么来了 阿姐 你病了怎么也不告诉我 只是小风寒而已 没事的 都这样了还没事 有请大夫来看吗 喝点药就好了 只是些老毛病 阿姐 好了 我真的没事 倒是你 不是跟父亲在前院招待公府的人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第479集 李成一脸的不高兴 阿姐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明知道你不喜欢龚家那个小子 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对着他 恨不得把他扫出去 胡闹 这门牵势是父亲为我定下的 自古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岂容你说这帮话 若是被爹听到 你怕是又要惹下祸根 我就是为阿姐不值 别说了 李文书偏过头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这时门口传来一声 龚公子 此时 龚世林站在门口 并没有进来 而是语气温柔地朝里面问道 李姑娘 我可否能进来 李文书因为是在内室 只能看到门口有一道影子站着 他正要开口请他进来时 李成豁然起身 朝门口大步走去 气势汹汹的姿态 阿成 李文书都叫不住他 李成到了门口 站在龚世林面前 仰着下巴 用鼻孔对着他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阿姐 用不着 再说了 我阿姐用不着你来关心 其实 你不用这么敌对我 我偏就喜欢敌对你 怎么样 要不我们在这里耍一耍 我保证我爹跟你爹都不会过来 怎么 你怕了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闹 怕就怕 怂什么 李成伸出手 眼看着就要去 揪公世林的衣裳 阿成 不要胡闹了 这才让李成顿时 手一停 瞪着公世林 轻声警告他 这次先放过你 下次 我打死你 公公子 你进来吧 李成捏着拳头 只能让开 公世林便直接 越过他进去了 屋子里很暖和 迎面迎来一股热气 这让原本站在外面 很久的公世林 暖得哆嗦了一下 李成紧随其后进了屋 但是他才走进来几步 李文书便道 阿成 你先出去 阿姐 听话 先出去 李成心不甘情不愿 再次瞪了公世林一眼 出去了 公世林并未进内室 而是站在帘子前 微微拘了一躬 李姑娘 你身子好些了吗 好多了 多谢公公子关心 若是染了风寒 可一定不能脱 都是老毛病 喝点药就好了 还劳烦你亲自过来看我 你我既然已经有了婚约 我自然应该关心你 那如果 我们之间 没有婚约呢 就算你我之前没有婚约 我也会关心你 再怎么说 你我是一同长大的 李文书笑了 然后吩咐身边丫头 你先出去 是 丫头俯身 默默退了出去 而公世林 还是乖乖站在帘子后 直到李文书喊她 公世林 你进来吧 李文书 直接喊她的名字 公世林也不觉得意外 仿佛对她叫自己 全名已经习惯了 她拉开帘子 走了进去 李文书用眼睛 点了点桌上的药 帮我把药拿过来 好 公世林照做 把药端到床边 李文书用手 拍了拍床边 坐 公世林犹豫了一下 目光始终没有 跟李文书交织在一起 见她迟迟没有坐下 李文书说道 你这样站着 怎么喂我吃药 还要喂她吃药 公世林的手一抖 以至于碗里的勺子 哐当一声 碰撞在碗口边上 但最后 她还是坐下了 却依旧避开目光 喂我喝药吧 一切都是一种 命令式的口吻 公世林拿起勺子 咬了一勺热药 抬起眸 盯着李文书的唇 将药一点点送了过去 然而 李文书并没有张嘴 她带着一种 让人难以捉摸的眼神 看着公世林 见她迟迟不张嘴喝药 公世林的目光 终于往上抬了半寸 二人目光交织在了一起 气氛也在这一刻 忽然凝重了很多 公世林的手就这样 一直僵在空气里 勺子里的汤药 仿佛都已经凉了 李文书淡淡地看着她 她也淡淡地看着李文书 终于李文书很严肃地问道 你是真的想娶我吗 我们一起长大 我的心思或许别人不知道 但你不会不知道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不爱 李文书并不失望 也不惊讶 因为她知道 就像公世林自己说的那样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别人不知道公世林的心思 但她不可能不知道 公世林又问了她 你呢 杜牧白是不是还在你的心里 李文书笑了一下 伸手将那碗药拿过来 那个人已经死了 就算活在我心里 又有什么用 看来我们是同一种人 不 我跟你不是同一种人 你是可以爱 却不选择去爱 而我 是不能爱 不管如何 我们都已经绑在一起了 这是我们早就被注定好的命运 我只怕委屈了你 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 或许往后 我们的儿女 也会走一条 跟我们如今一样的路 公世林突然笑了 尽是无奈 门口 李成抱着胸 站在屋檐下 肩膀靠着柱子 时不时回头 往屋子里看 一想到自己阿姐 跟自己死对头 待在同一个屋子里 就来气 恨不得将公世林 拉出来打一顿 就在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那份冲动时 一个小丝急匆匆地冒着大雪跑了过来 是 少 少爷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 是 是不是公左相出了事啊 不是 是承司部来人了 说是画像出来了 让少爷你赶紧过去 画像出来了 李成眼珠子顿时一亮 手往红柱上用力一拍 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总算出来了 少爷 是不是现在就过去啊 走 等等 少爷 怎么了 到底去不去啊 李成回头朝屋子里看了一眼 脑子里冒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去当然去啊 但是得带点东西去 他口中所说的东西就是 不顾之前李文淑吩咐的话 他直接冲了进去 看到公世林坐在床边时更加来气 他一把将公世林拉起来 跟李文淑说 阿姐 这个人我先借用了啊 阿成 李文淑都来不及叫他 公世林也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那道力量给拉了出去 一路往大门口去 李成 你带我去哪儿 别废话 去了你就知道 你先放开我 公世林一把将他甩开 手腕都被拧红了 赶紧给我走啊 到底要去哪儿 程思部 去那里做什么 查案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要你跟我去查案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我不懂查案 程思部的事也跟我没有关系 谁说跟你没有关系了 去 现在就去大厅告诉公左相 就说我李大人问他要了公世林 让他跟我一起查此次城门楼的石头案 是 小丝拔腿就去 公世林无语 李成冲他一笑 嗯 嘿嘿 现在跟你有关了吧 你 别废话 赶紧给我走 李成抓着他就往门口走 于是 公世林就这样 莫名其妙地 被他拉往成丝部 此时的成丝部 纪云书亲自将画送了过来 画中女子十分清秀 干干净净 特别是那双眼睛 有着十五岁姑娘特有的清晨干净 见到画像的那些老官和小官都挣住了 老五座也挣住了 且不说画像中女子是否漂亮 就说她的画工 每一笔甚至颜色都十分精细 不是有几十年功底的人根本画不出来 这画画得实在是太好了 你看看这用笔 再看看这颜色 真是太好了 是啊 我还从没见过画工这么好的人 有人质疑这幅画是否出自那个年轻的小公子 景荣安静地坐在一边 手边放了一杯茶 他向来不喜欢打扰纪云书办案 他一边喝茶一边等 有个老官忽然转而问纪云书 纪先生 这画真的是你画的 却是出自在下之手 我们虽然不懂画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画没有几十年的功底 是画不出来的 大人不用怀疑这画是否是我所画 只需知道 这画中的女子 就是那位死者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震惊 有人怀疑 甚至有人觉得可笑 他们本以为画像不过是个轮廓罢了 哪里知道这所谓的死者画像 竟然如此栩栩如生 就连睫毛都清晰可见 一个骷髅头能画成这样 纵使有天大的本事 怕也做不到吧 纪云书看到他们脸上闪过的怀疑 走到那幅画像旁 说道 我知道各位大人不相信我 甚至觉得我可能是拿了一幅别人画的画像 来故弄玄虚 毕竟能将死者的画像画得如此清晰 很多人都不会信 可是在下从不会故弄玄虚 这幅画像中的女子 确实就是死者 只要按照这幅画像中的人貌去寻 就能知道死者的身份 你说的是真的 是真是假 拿去寻人就知道了 若是寻不到呢 那只能说 这人生前并没有跟太多人打过交道 甚至可以说 认识他的人都死了 荒谬 老先生 在下会对每一句话负责 只要是我画的死者画像 就没有一个有误的 好 如果你真的能找到死者的身份 我就佩服你 老五座 你可是答应了李大人 若是纪先生 真的能通过摸骨画像 将死者找出来 你就当着我们的面 给他磕三个响头 纪云书并不知道 原来他们有过这样的赌注 景荣坐在一边 听到这话的时候 目光朝老五座的膝盖上看了一眼 心想这么大年纪了 跪下来磕头 膝盖不会有事吧 他有些担心起来 而纪云书则朝老五座拱了拱手 老先生不用如此 你的跪拜之礼 在下也受不起 先生这话说得也有些早了吧 还是等找出死者再说吧 纪云书笑了一下 随即将桌上的画拿起来 卷好交给一个老官 大人 劳烦你将画拿去给城中画师 让他们临摹多份 再拿去找人吧 纪先生 还是等李大人来了再说吧 他不敢自己做主 纪云书也能理解 便点点头 好 此时李承刚好带着他口中说的那个东西 到了城司部的大门口 李大人 你可来了 大伙都在等着你 他眉毛一挑 嗡了一声 然后侧头看了一眼 龚士林故意咳嗽一下 说道 这个案子比较复杂 本官要好好地查才行 就先去停尸房吧 可是各位大人和纪先生 现在都在 别废话了 还不赶紧带本大人去停尸房啊 啊 快点 哦 是 小官只好按照吩咐 带着李承往停尸房的方向走去 龚士林紧随其后 还真以为是去破案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城司部 也是他第一次帮人查案 哪里懂得那么多 等到了停尸房外 李承说道 这次的案子 是一个石头里的骷髅案 那个骷髅头现在就在里面 一块进去看看呗 骷髅 怎么 你怕了 当然不是 那就进去啊 李承几步上前 一把推开停尸房的门 进去了 里面很暗 可是哪里有什么骷髅头啊 连个鬼都没有 因为之前纪云书要画画 早就把骷髅头给带走了 龚士林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掉进了 李承专门设下的陷阱里 他进去后 在屋子里看了一圈 但是太黑了 怎么也不点蜡烛 那些人怎么办事的 我这就给你点上 别急啊 李承一边说着 一边往后退 在他后背呵呵一笑 脸上的邪恶一览无余 甚至还带着几分猙獰之气 等他退出房间后 双手立马扣住门环 砰的一声 将门关上了 龚士林吓了一跳 回头 门已经关上了 他急步冲了过去 李承 你做什么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是封把门给关上的 你别闹了 快把门打开 我试试啊 李承一边说 一边用锁将门给锁上了 然后故意用手推了几下 怎么也推不开 哎呀 这门可能被风给吹坏了 打不开了 你别急啊 现在里面等等我 我这就找人给你开门去 龚士林略带焦急之色 回头朝屋内看了一眼 黑漆漆的一片 只有门口这边的窗户纸上 散发着些许的光 他也不傻 若真是被风吹的 门也是往里吹 哪有往外吹的 很明显 李承就是故意整他 李承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没时间跟你闹这些 赶紧把门打开 什么故意的呀 本世子可不是那种人 说是门坏了 就是门坏了 你 行了你也别紧张 在里面待一会儿 我马上啊 就找咱们高定最好的锁将 来给你开门 不过 这这这 高定最好的锁将 还得派人去请 可能 没有大几个时辰 估计是来不了 所以你等着吧 里面有凳子 你先坐一会儿啊 你 你不会怕吧 里面有没鬼 遇到李承 真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悲哀 李承见他不出声了 便缓缓退到院子里 召唤刚刚那个小官过来 大人 你听着啊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放他出来 要是被我知道 谁开了那扇门 我就要了谁的脑袋 小官不敢得罪 这个祖宗连连应好 李承满意极了 盯着那扇门 手里的钥匙 抛了几下 说道 这里不是我李府 也不是你公府 我看现在谁 还能来救你 不给你一点教训 你就不知道 什么叫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拍拍手 心满意足地走了 片刻后 李承到了厅室 大伙都在等着他 大人 你可算来了 李承越过这人 直接走到 纪云书面前 兴奋地像个孩子一样 纪公子 画像出来了 纪云书用目光点了点 拿在老官手中的画像 那老官赶忙递上来 大人 画像在这里 第四百八十集 李承一把抓过画像 展开一看 哇 画得实在太美了 纪公子 这画真的是你画的 李大人 现在最要紧的 不是应该拿着画像 去证实死者身份吗 是是是 你说得对 来人 赶紧按照这幅画像上的人 去找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得知死者的身份 大人 这画像上的人 万一不是死者呢 怎么 你是怀疑本大人 看人的眼光 属下不敢 既然不敢 还不赶紧去啊 老官一正 犹豫了一下 将画接了过去 立刻命人去查 画像被拿走后 纪云书说道 李大人 既然现在画像已经出了 后续的事 就只能等死者身份明确之后 才能继续查 那后续的事 也要麻烦纪公子了 李承面带笑容 朝纪云书的肩膀 靠了靠 纪云书嘴角抽了一下 默默往旁边退了几步 李承再次靠近 还没挪近 一直坐着喝茶的景容 突然起身 将纪云书拉到自己身后 牢牢护着 李承身子一顿 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 景容竟然也在这里 只见景容谋色严厉 带着几分宣誓主权的意思 李承咽了咽口水 往后退了两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是莫名地怕景容 打从心里怕他 随后 只得满脸尴尬地跟那些官员们说 那个 你们都先出去吧 一旦死者的身份有消息了 立刻来告诉本大人 是 官员们面面相去 便一一退了出去 只剩下他们三人 景公子 你用不着这么防着我吧 我又不会吃人 程世子 若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又何须防着你 看你说的 本世子对你们可谓是真心真意 又怎么会做不该做的事 倒是你们 反而处处防着我 李承朝景容坐过的椅子坐了去 一把抓起上面的糕点吃了起来 景容冷笑了一下 没有回应 程世子 既然没有别的事 我们就先走了 死者身份出来后 你通知我一声就好 纪云书准备离开 听他要走 李承赶忙放下手里的糕点 拦到他们面前 等等 你们不是要找人吗 本世子答应过 只要帮我破了这桩案子 我就帮你们找人 现在画像已经出来了 真相也就不远了 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告诉我 你们到底要找谁 我好现在就去安排啊 纪云书看了一眼景容 等他回应 景容依旧板着一张不苟言笑的脸 你确定能找到 只要是我狐一人 不管是死是活 我就是方便整个狐一 也能给你们找出来 我说到就能做到 李承拍拍胸脯十分肯定 但若是按照李承这样的性子 他要找人的话 岂不是到时候人人皆知 三爷嘱咐过 不得声张 此事 我们不想过多人知道 所以你要帮我们找人的话 不能大张旗鼓去找 不能大张旗鼓 按地理查 没错 而且 就算按地理查 也绝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至少 不能明面上让人知道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办事绝对靠谱 那个人叫什么 你必须保证 此事不会传出去 我保证 查核 是胡义哪里人 高定 高定成 那还不好查 交给我了 但话不要说得太早 此人我们已经在高定找过了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甚至连这个姓氏的人都没有 照你这么说 要找到这个人应该很棘手啊 若是不棘手 也不会见你这个烫手的山芋 那也是 那除了名字以外 什么都没了 比如 多高 多大岁数了 或者长相上有什么特点 又或者 没了 只有一个名字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个找起来的话 恐怕 有点难啊 景蓉脸色大变 李承观察到他的脸色 赶紧补了一句 难 但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你有什么办法 这还不简单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找这个人在不在高定 而是要知道有没有这个人存在 如果没有 你们怎么找也没用啊 或者 你们根本就是得了一个假名字 如果有这个人 那就看看他的户籍在什么地方 家族里有谁 只要知道了这些 自然就简单多了 查户籍的话 要去户补 那就去户补查 我说了 此时不能大张旗鼓 我没说大张旗鼓 我们 自己亲自去户补查 所以 你要带我们去户补 可能吗 带几个人去户补而已 到时候你们伪装一下 跟着我 没人敢拦 我们大大方方的 去户补查 程世子 你大概不知道 户补的制度吧 什么意思 所有人的户籍资料 都会统一收在户补的一个地方 外面要重病把守 能进去的人 除了户补的官员以外 任何人进去 都要有属于 否则 都要以乱罪处置 那些官场上的制度 李承还真是完全不懂 景荣多年叱咤官场 这些部门制度了解的 一清二楚 即便是胡义也一样 还有这种啊 所以这根本不可能 如果可能 景荣第一天就跟白银闯进去了 李承再次坐回那张椅子上 思索起来 他答应的是 必须做到 不能食言 想了想 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人 龚士林 那个还被他关在 停尸房里的人 可以想到龚士林 李承就纠结了 难道真的要去求那小子 那可是自己的死敌啊 一面是自己的面子 一面是自己的尊严 二选一 该如何抉择 他眉头皱得越来越高 叹了生气 满脸愁苦 季云书和景荣对视了一眼 没有说话 李承摇摇牙 豁然起身 挺了挺背脊 哎 我既然答应了你们 就绝对不会食言 总之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我一定帮你们找到那个人 你有办法了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到时候 我一定带着你们去户部就是了 好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嗯 没有别的事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说着 景荣便要拉着季云书离开 刚走几步 李承就冲季云书的后背问道 季公子 现在你画也画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随时去找你啊 季云书回头看他 如果是有关案子和我们找人的事 你可以随时过来 眼外之意 别的事情就不要来了 李承尴尬笑而不语 等他们走后 李承又在屋子里待了一会儿 想着怎么跟龚士林开口 然后掏出停尸房的钥匙 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想了又想 起身出去了 此刻 龚士林还在停尸房坐着 门缝和窗户纸上 透进来的淡淡光线 也只够他看到屋子里那些物件的影子 不至于被东西绊倒 里面散发着一股很浓的湿气 还有些许发霉的味道 十分难闻 龚士林猝了猝鼻子 觉得浑身难受 那种感觉迫使他要撞门而出 可是李承又将他的冲动压了下去 李承是个疯子 他不能也做个疯子 否则传出去 李公两家的关系又要传开 成为人人茶余饭后议论的新鲜事了 他端端正正地坐着 身子挺得很直 脚趾头仿佛都扭到了一块 浑身上下都写满了厌恶和嫌弃 一双手放在膝盖上紧紧抓着 闭着眼睛尽量不去想着满屋子的气味 门外小官一直守着不敢离开 他等了很久也不见李承过来 所以心里越来越急 毕竟那门里面关着的不是别人 而是龚左相的儿子 人人都知道李承跟龚士林不合 几乎每个月都要闹出一桩事情来 供百姓议论 但是自从李承离开高定出去逍遥后 他们的战火就消停了 现在李承回来了 战火又再次拉开 只是没想到 这火竟然闹到了成丝部 小官现在心都在颤抖 偶尔透过门缝往里面看看 龚公子在做什么 一开始龚士林还站在里面走几步 现在却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这让小官摸不着头脑 有些担心 他轻轻敲了一下门 龚公子 很安静 小官又问 龚公子 你听得见吗 里面的人依旧没有回应 龚公子 你没事吧 依旧没有动静 小官这回是真的急了 要是人在里面出了事 到时候龚左相兴师问罪 他必定第一个受罪 心一紧 他又连连敲了几下门 那个 李大人已经去找索将了 应该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龚公子 你千万别出事啊 尽管担心地要死 但却不敢开门 否则在龚左相问他罪之前 他就得先被李承问罪 早死晚死 还不如选择晚死 龚士林静静地坐在那儿 完全屏蔽了小官的声音 这时 李承急匆匆来了 小官见状赶紧冲过来 大人 龚公子他 人还在吗 在里面坐着 没有大人的吩咐 不敢开门 知道就好 李承走到门口 刚打算拿出钥匙开门 手又忽然顿住 心里酝酿了一出戏 龚士林 那个锁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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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 完了再死 龚士林重重叹了一口气 你也闹够了 赶紧把门打开吧 李承也懒得跟他装 便拿出钥匙将门打开 他站在门口 身子椅在门框上 钥匙圈挂在食指上转了转 出来吧 再不出来 这门恐怕又要被封给关上了 龚士林起身拍了拍衣袍上的灰尘 走到门口狠狠看了李承一眼 不可理喻 龚士林甩下这四个字 跨门而出 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李承从不可理喻这四个字中 反应过来时 龚士林已经离开了 敢骂我不可理喻啊 李承将钥匙 甩给看门的小官 拔腿就去追 龚士林出了城市部 原本二人之前是乘坐李府的马车来的 现在马车还厚在外头 但是龚士林不想再跟李承打交道 便选择步行回府 好在这会儿 大雪已经停了 她踩着雪往前走 头也不回 一双步鞋踩在雪地里 发出沙沙的响声 很快便湿了 龚士林本以为就此摆脱了李承那个麻烦惊 哪里知道李家马车从后面追了上来 行到他身边 李承掀开帘子 半个身子都从窗户口探了出来 喂 你这小子要不要这么小气啊 不就是被关了一会儿吗 一没少胳膊 二没少腿 有什么可不开心的 一个大男人 至于吗你 龚士林不理他 继续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那辆马车也一直行在他身边 他慢一点 马车就慢一点 他快一点 马车就快一点 行了哈 这件事就当作翻篇了 你心里也别不舒服 因为最不舒服的那个人应该是我 你知道我最在乎阿姐 见不得他受委屈 他要嫁给你这种人 谁受得了啊 龚士林的脚步忽然一顿 马车停了 什么叫你这种人 龚士林看着李成 很严肃地说 李成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 我的婚事 你阿姐的婚事 都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 这或许就是生在李公两家的无奈 或许有那么一天 你也做不了自己的主 李成愣了一下 他从来没有见过龚士林 如此认真过 而这番话也在李成心里打转 没等他继续消化 龚士林就已经走了 李成直接跳下马车追了上去 拦在龚士林面前 我都说了 今天的事就当作没发生 你跟我阿姐的事 我也暂时不管了 不过你欠我的 打算怎么还 欠 龚士林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欠从何而来 从小到大都是李成 追着他骂 追着他打 准个高定人都知道 他们水火不容 也知道龚家那位公子 打不过李家世子 经常被欺负 所以要说欠的话 也应该是李成欠他的才对 怎么还反过来了 我什么时候欠了你的 小时候 你到底想说什么 要不是你 我当年能被人笑话吗 到现在那帮人 还经常取笑我 还有啊 如果不是你告状 我也不会挨我爹打 你知不知道 当时我差点就被打死了 都是因为你 李成 我没有告状 当年的事情 也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是谁啊 好小子 你这是敢做不敢当啊 随便你这么想吧 龚世林绕过他离开 李成一伸手 及时揪住龚世林的衣服 往自己面前一拉 我上车 你干什么 这么大的雪 你还指望走回去 跟你没关系 你要是冻死在半路上 那就跟我有关系了 龚世林 龚世林因为力气不敌 最后还是被揪进了马车里 李成跟马夫说道 走 去工相府 是 龚世林坐在里面 整理了一下衣裳 满脸写着不舒服 继续刚才的话 你欠我的 也是时候还了 你直说吧 好 你不是在 汉林院任职吗 所以呢 你们汉林院办的是文职 一定经常需要查一些资料吧 所以呢 所以你们也会 经常去户部吧 所以呢 所以啊 我要你给我一道手玉 你要手玉做什么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总之 我要去户部的档案库 所以需要一道手玉 你们汉林院的人 出入户部最频繁 所以得到你们的手玉也最方便 而且 也只有你们汉林院 不用请示 就可以直接出手玉 所以你只要给我写一道就行了 我凭什么要给你写 就凭你欠我的 李诚 我不欠你的 当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说出去的 第四百八十一集 行了 别推卸责任 除了你还能是谁啊 总之不是我 别扯开话题 手玉你到底写还是不写啊 李诚你到底什么时候能长大 你知道手玉是什么 又意味着什么吗 我可不管这么多 你真是如此不可教掩 那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 不给 你 公世玉完全不吃李诚威胁他的那一套 最后只好改战术 李诚也软了下来 公世玉 我们之间的恩怨这么多年了 虽然我打你骂你 可我们好歹也是一块长大的 这没有友情 也有交情嘛 这么点小忙你都不肯帮忙 这可不是小忙 一道手玉不是随便就能写出来的 也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 每个私部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 你不是六部人员 也不是汉林院的 要得到手玉去户部需要请示 再说了 汉林院和程私部不挂钩 怎么能给你手玉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我帮不了你 喂你不用这么死脑筋吧 如果是因为程私部的公事出手玉 我随时都可以去 可这件事不是公事 我也请不到手玉 我一想到的只有你 也只有你们汉林院 可以不用请示大王 直接就出手玉 我是实在没办法才想起你 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找你帮忙吗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反正不是什么违法的事 也不会影响到你们汉林院的 我只是进去查查东西而已 公事林不作声 你就说你是帮还是不帮 公事林犹豫了 他任职汉林院是最年轻的学士 专门负责记录典籍 所以手上有特令 可以不用请示任何人就能开出手玉 但是他一向坚持自己的原则 在公事上也从不马虎 一丝一毫都会按照私部的规矩来办 现在李成摆明了就是想走后门 让他开出一份手玉来行私事 这无非就是让他在原则和人情中二选一 换作之前 他根本不会有半丝犹豫 必定果断拒绝着无厘头的请求 但这是李成第一次求他 也是他们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如此和气地讨论一件事 没有大打出手 见他犹豫这么久 李成撞了撞他的胳膊 喂 不就一两个字吗 帮一个字 不帮两个字 至于犹豫这么久吗 你就给个痛快话 你哑巴了 你这是在为难我 他用的是为难二字 也就是说有商量的余地 李成眸子一亮 勾唇一笑 朝他坐近了些 试探性地问 你的意思 就是肯帮我了 我没这么说 只是 我得想想 好 我给你时间去想 公使灵 如果你这次帮了我这个大忙 往后 我就不为难你了 小时候的事 我也不再追究 一笔勾销了 那我还得谢谢你 这就得看你考虑的结果了 不过 你必须答应我 我找你要手遇的事 你不能说出去 你爹也不能说 不然到时候 就人尽皆知了 是吗 大大事 我若是说出去 岂不是给自己添麻烦 但我没有答应你的意思 还要考虑 考虑考虑 你好好考虑 公使灵闷声不语 又因为李承和自己 靠得太近 往旁边挪了一下 然后端端正正地坐着 以前他觉得自己 在汉林院做学是挺好的 每天写写字 看看书悠闲自在 现在却恨不得 赶紧把这份工作给辞了 这样也就不会被李承逮着 看来这辈子 他是注定要栽在那小子手里 马车继续前行 很快就到了工相府 公使灵下了马车 头也不回地往府里走 李承则趴在马车窗上 宠他的背影喊 世灵 答应我 好好考虑 我们以后能不能和平共处 就看你了 公使灵加快脚步 钻进了府里 门口两个小丝都看傻眼了 今儿这是怎么了 成世子 送少爷回府 这太阳该不会 要打西边出来吧 成丝部的人 拿着寄云书画的画像 找城门的画师 临摹了很多张 在城中各处传开 临近傍晚时分 宋旨还在逛书局 还不到两个月 就要会试了 他能不能高中状怨 至关重要 所以这些天 他不是在屋子里看书 就是迎着冷风 跑来书局看书 倒不是因为这样有格调 而是因为他穷 毕竟要看的书太多 喜欢的书也太多 若是每本都买回去 还真的买不过来 而且淘班主 补给他的那些银子 他也要省着花 不然怕是熬不过两个月 所以他只能钻进书局看书 毕竟那是免费的 他在这儿一坐就是一整天 眼看着天快黑了 他合上手里的书 放回架子上准备离开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 窃窃私语 哎 你听说了吗 昨天文社出事了 哎 不会 又是那种事吧 就是那事 那这回是谁撞见了 好像是傅南来的一位世子 昨天刚刚到高顶 住进文社的第一天 就看见了 今儿啊 一早就病了 躺在床上浑身发抖 嘴里不停地说自己看到了鬼 大夫也去看了 说他没事 就是被吓到了 这 文社该不会真的有鬼吧 这个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看见 哎 但是住在那间文社里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 你说 既然那么吓人 他们怎么还不搬走啊 嗨 你傻呀 谁都知道 文社是专门接待 进高顶赶口的世子 而且是免费入住 还提供三餐 这么大的便宜 谁愿意走啊 再说了 那些人虽然被吓到了 可是都没出事啊 所以 大不了 万个不出门 乖乖待在房间里就是了 哦 那这件事 就没人管了 哎呀 之前有官府的人来查过 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而且 也没有闹出人命 自然就 不良了之了 怪 真是怪 他们的对话 宋指竖起耳朵听了去 又是文社闹过一事 上次在茶楼他就听过 没想到 才过几天 又有人看到了 他不禁后背一凉 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才缓过来 他刚绕过面前的大书架 一道身影就朝他迎面撞了上来 那人体型弱小 这一撞 整个人就往后倒去 跌坐到地上 啊 抱歉 抱歉 公子 你没事吧 男子站起来拍了拍衣服 没事 是我撞了你 应该是我跟你道歉才对 哎 对了 你是不是也来参加科举的 是 我也是 真巧 哦 我叫方桐 从昭通来的 你呢 在下宋指 一屋人士 方桐长相有黑 个子很小 但却是个很爽朗的人 喜欢到处结交朋友 哦 宋兄原来是义乌的呀 早些年我也去过义乌 但是没有待多久 那里山清水秀 美极了 而且那里的人也都很好 我看宋兄 你就是个好人 过奖过奖 对了宋兄 咱们也算有缘 待会儿在东街的通鱼阁 有个师会 都是咱们参加会试的学词 我看你好像也准备走了吧 要不你也跟我一块去吧 大伙先前面 探讨探讨学问 怎么样 宋指也正好缺这么个机会 他来高定这么多天 还没有参加过那种聚会呢 所以想也不想就应下了 二人便一同离开书局 朝通鱼阁走去 路上 方通因为新认识了一个朋友 便一刻不停地跟他说话 宋兄 想必你也是个爱书之人 书乃黄金玉 自然爱惜 我也挺爱书 所以每天都会去书局 可是 恰里穷 有些书太贵 买不起 就只能在里面看 我也是 二人总算有了共同点 都穷 也因此越聊越开 诶 宋兄现在住在哪儿 朋友家中 能在高定有个落脚之地 真是好 方兄住在何处 闻社 宋指震惊 脚步不免放慢了一些 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便又问了一句 可是 那闹鬼的 文社 宋兄一定是听了那些传言吧 传言 可不是吗 都是传言 以讹传讹 越传越夸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好像人人都在传 宋兄 你有所不知 三年一次的会事 每到这个时候 文社都会传出这种怪事出来 根本不必当真 都会传 为何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因为每年 世子进高定参加考试 很多客宅都开始涨价 不少人都住不起 但是文社 却不需要花一分钱 还有三餐可吃 不少家境清寒的人 挤破脑袋都想住进去 这样 也就能省下好一笔钱 所以 很多人都花尽心思 要住进去 可房间就这么多 根本住不下太多的人 也就有人 故意传出这种事情来 打消那些挤破脑袋 想搬进去的人的念头 照你这么说 是住在文社里的那些人 传出来的 宋兄 我可没这么说 是你自己猜的 那今日早上 那个说被鬼吓到的人 是怎么回事 他呀 只是染了风寒而已 也不知道是谁 传出那等荒唐事 真是可笑 原来如此 等着没鬼 其实 实不相瞒 我已经考了两次 三年前来过高定 也是住在文社 当时也传出过这种事情 说是很多人看到了 可是我没看到 我认识的好几个人 也都没见过 哦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宋侄也不便再问下去 二人便继续往前走 看到一群人围在一块 二人好奇走过去看 才发现那墙上贴着一张画像 是季云书画的死者的画像 不过这张是临摹的 那画师功底 没有季云书的好 画的也很简单 有些颜色上的也不好 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死者的相貌 很多人围在画前指指点点 这人谁啊 不认识 真的是城门口发现了那个 骷髅头的人像吗 好像是 一个骷髅头 怎么画出人像来的 据说官府请了个高人 那高人能摸古画像 这画像啊 就是他画的 还有这等人 我表哥在城司部当差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真是厉害了 可是画像中的人是谁 却无人知晓 宋旨看了那画像 大从心里佩服季云书 那小公子是真厉害啊 短短三天时间 就把画像画出来了 苏兄 那案子你听说了吗 听了 真是害人听闻 石头里有骷髅头 想想都可怕 宋旨笑了笑没有说话 二人要赶着去参加诗会 便没有逗留 人群中有一位 穿着大户人家 丫鬟衣上的小姑娘 盯着画像上的人 看了许久 弯弯的眉毛拧在一块 琢磨了半晌 嘴里喃喃的 这 这不是 苏巧吗 他震惊不已 但是又不敢声张 赶紧扒开人群 急匆匆地回府去了 方桐和宋旨 到了通鱼阁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通鱼阁是文人才子聚会的地方 据说今天有位大人物 组织了这次的诗会 所以很多文人都来这里 互相讨教学问 里面很热闹 有人在对诗 方桐拉着送纸 在一个空位上坐下来 点了一壶茶 刚喝一口 一个轻衣男子走过来打招呼 方桐 你怎么才来啊 姜文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说好的一起过来 你却不等我 你自己要去逛书局 我就先来了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个人 他叫宋志 刚才跟我在书局碰到 看我们一样 都是来参加会试的 我见他一个人 就拉着他一块来了 咱们也互相认识认识 宋兄 这是姜文 跟我是老乡 姜兄有礼 宋兄不用这么客气 来这里的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拘束 那边正在对诗 宋兄要不要过去试一试 姜文盛情邀请宋志 一同过去对诗玩乐 可他才来 到底有些不好意思 跟方桐和姜文 也是才认识 便委婉拒绝了 还是不去了 宋兄不用拘礼 我 没有 今天来这里的人啊 都是参加今年会试的 聚在一起就是缘分 宋兄不妨跟我一块过去 大家都是朋友嘛 我 好了 姜文 宋兄才刚刚来 有些不习惯 你就别为难他了 那好吧 我先过去 你也赶紧来 别总坐在这喝茶 知道了 随即姜文朝宋志拱手 那宋兄 我先过去了 好 姜文走了以后 方桐又拉着他坐下 哎 宋兄 你别太拘礼 有吗 大家就是为了探讨学问 有什么不懂的 也可以互相问问 方兄说的对 对了 这个诗会 是谁发起的 不清楚 听说 是个大人物 哦 对了 聪兄 你可有入 哪位大人门下 做门生 我才刚刚如今 还不认识 什么朝中官员 所以 也没有败得 哪位大人的门下 再说我一穷钻书胜 可能连那些大人的门槛都踏不进去 就已经被赶出来了 失望能饱三餐就好 哪敢失望做门生 说起来也十分心酸 每三年一次的会试 在考试的前半年就会有学生 陆陆续续到高定来探门路 试图找到机会接近朝中官员 最好是能接近一位礼部官员 毕竟 会师的监考官和出题的 都是礼部官员 认识一个 也就多了一条门路 若是再能被哪位大人有幸识德 收为门下做学生 那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朝堂 也能得到眷顾 说白了 就是走后门 所以很多学子挤破脑袋 都想认识几个达官贵人 甚至不惜用银子 为自己砸出一条官图来 哪怕最后很有可能 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也有像颂纸这样的学生 一没钱 二没事 三没运气 他们出生微寒 生活在底层 也没有门路 出人头地 只有努力 第482集 方彤听完她的话 深有感触 叹息一声 唉 耸兄说得对 像我们这样的人 哪里能认识什么大人物啊 可能 连那些大人的身边都靠不近 算一算 我已经考了两次 从六年前 考到了今天 落了两次榜 可是我不甘心 希望今年 能榜上有名 能一锦还乡 胸间是六年 宋某不及 可其中的苦 怕是无人能理解 今年要是考不上 我大概 也不会再来高定了 方兄 你别气馁 今年一定成 那就 借你吉言了 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 根本不像那些有钱的名家世子们 他们 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我们想要出人头地 大概 就只能靠本事了 可是有时候 就算是靠自己的真本事 也非比能平不经意 正所谓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有势 就等于得到了一切 虽说科举讲究功名制 也是严明严谨的 可暗地里的小算盘如何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明说罢了 二人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又寒暄了一些 不痛不痒的事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了一阵响声 闻声看去 就看到一些学子们 围在一堆 纷纷在看着什么 随即就听到 人群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时 若是有人能对得出来 那么这二十两银子 就归他了 二十两银子 对于那些穷苦学生来说 简直是巨款 宋纸伸长脖子 朝那边看 就看到 有个男人站在中间 男人一身紫色滑服 是上等的段子做的 腰间戴着一块昂贵的玉佩 可见身份不低 他一手持着毛笔 一手卷着衣袖 面前放置着一张大桌子 上面铺着一张纸 刚好在上面 写完了一行字 太远了 看不到究竟写了些什么 而就在听到那声音的时候 方桐脸色一瞬就沉了下来 怎么是他 方兄认识那个人 不认识 方桐显然是在撒谎 宋纸并没有打破砂锅 问到底 他又听到那个紫衣男人 问众人 怎么 没人能对得出来 看来这二十两银子 怕是没人能拿咯 大伙面面相去 盯着扑在桌上的那句诗看 议论纷纷 似乎想不到好的诗句去对 宋纸十分好奇 神长脖子看了看 希望能看到那人在纸上写的诗 可就是太远了 加上有人拦着完全看不到 正想着要不要过去看看时 对面的方桐就已经起身走了过去 宋纸看他过去 坐在椅子上犹豫了一会儿 随即也跟了过去 走进了人群里 方桐找到了也在围观的姜文 用胳膊撞了撞他 然后用目光点了点 那个身着紫色绸缎的男子 你怎么不说 他也在这儿 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 没事的 咱们都六年不见了 以前的事谁还提呀 所以 他今年也来参加会诗啊 是啊 你说奇怪吧 方桐陷入了沉默 关于那个紫衣男人 他究竟是谁 为何方桐和姜文会有这番对话 宋纸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们刚才的对话 也完全没有看到方桐的脸色 他默默在一旁 目光落在了写在纸上的那句诗上 那行字很工整 下笔也很有力 这样的字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宋纸也看清楚了上面的诗 写着 一言以似 私别离 美 这是宋纸看到那句诗诗冒出的第一个字 他本身就是写诗出身的 还出过诗集 想当年 多少名门世子都要跟他结交 就是看中他会写诗 说得夸张一些 他若写诗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可看到这句诗诗 他却心生佩服 真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他觉得能做出这首诗的人 必定闻莫了得 过而便抬起毛子 打量起那紫衣男人 男人一身华服 浑身散发着一股贵气 但眉眼间却多了几分傲气 他是谁 宋纸不由问了出来 声音很小 旁边不知是谁听到了 那人凑到他身边 跟他说 他 你都不知道 宋纸摇头 他叫薛和 是荆轲世子中 最有才华的一个 写文章可是医疗 现在朝中 不少大人都很欣赏他 那人刚说完 又有人出声打岔 我听说他六年前 就参加过一次会试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没中 后来就没有再考了 今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来考了 咱们又多个竞争对手 据说 他背后有人撑腰 那人是个厉害的角色 今年若是不出意外 他必定能中三角 是吗 他背后撑腰的人是谁啊 该不会是 礼部哪个官员吧 比礼部上述还厉害 可究竟是谁 就不知道了 哦 那咱们可得跟他 多多结交才行啊 没错 那两个围观的世子达成了共识 想着如何去拍马屁 完全没有顾忌到旁边的宋纸 宋纸倒没有想这么多 他只是在想 能写出那样诗句的人 若是将来电视中了三甲 也是应该的 此刻薛和将笔放下 拿起旁边的二十两银子 在手中掂量了一下 目观环视众人 又问了一遍 怎么 当真没人能对出我这句诗 哼 总之呢 这二十两就放在这里 今天一晚的时间 谁能对出来 银子就是他的 说完 就将银子放在那首诗的旁边 随即大伙怯怯思语 都想得到那笔银子 可是却想不出家具去对 宋纸虽然不爱出风头 也不喜欢当拔尖的那个人 可是那是二十两银子 如果能得到 他手头大概也能宽裕一些 也不用再继续顶着寒风 去书局看书 可以将书买回去 所以心头越发动摇 到底要不要去对那句诗呢 犹豫了很久 他手一紧 咬咬牙 然后站了出来 朝薛河拱了拱手 我来试试 就在他站出来的那一刻 众人哗然 纷纷将目光看向他 这人是谁啊 没见过 方彤和江文同时愣住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宋纸竟站了出来 他们也来不及去拉 薛河看到有人出来 勾唇一笑 打量着他 谁都可以试 你也可以 请吧 宋纸往前走了几步 看着那首诗 一言以似 思别离 宋纸琢磨着 大家都在等他出诗去对 过了一会儿 入耳如尘 趁相识 此诗一出 所有人都安静了 随后众人惊叹 薛河也赞叹道 好诗啊 真是好诗 你是第一个 能对出我这句诗的人 过奖了 不知兄台是 在下宋纸 我叫薛河 你也是来参加会试的 是 看来今年的文人才子 多不胜数啊 宋纸笑了笑 薛河拿出那笔银子 递给他 这银子 这银子是你的了 宋纸看着银子 却迟迟没有伸手去接 拿着吧 这是你的了 薛河直接塞进了他手中 宋纸捧着沉甸甸的银子 心里却很平静 薛河拍了拍他的肩膀 朝他靠近 在他耳边说道 毁事件 说完 他便转身上了二楼 众人的沉默 直到薛河的身影 消失在二楼走廊尽头时 才终于被打破 人群纷纷涌向宋纸 一个劲地问他的家事背景 宋纸却一字不答 只是谦和地笑着 直到方桐和江文 将他拉出人群 才缓过来 方桐惊叹道 宋兄 没想到你这么有学问 可是 可是什么 方桐还没说话 江文就朝二楼看了看 那个叫薛河的人 他最不喜欢的 就是有人比他厉害 你现在公然对出了他的诗 就是打他的脸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 好了 其实也没事 不说这个了 我们先过去那边 取几本书 你在这里等等我们吧 待会儿一起走 两人过去后 宋纸独自坐着 突然有个人 低着头走过来 宋纸看不见他的相貌 那人坐在宋纸对面 提着茶壶倒了一杯水 却只是放在面前 并没有喝 二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坐着 那人忽然问道 你跟方桐 还有江文 是怎么认识的 你是 你最好 别跟他们一起 什么意思 那人沉默 然后起身 拖着缓慢的步子离开了 宋纸本想追上去 问个究竟 可刚站起来 方桐和江文 就已经抱着 取来的书走过来 将他拦住 宋兄 咱们走吧 宋纸的目光 越过方桐和江文 跟随着那个神秘人的身影移动 直到那人的身影 消失在人群中 宋兄 宋纸没有应答 方桐和江文对视了一眼 心生困惑 顺着宋纸的目光看去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也不知道宋纸究竟在看什么 于是方桐用胳膊撞了撞他 宋兄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事 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看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走吧 走之前 宋纸又在人群中 寻了一遍方桐那人的身影 完全找不到了 仿佛刚才那个人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似的 三人出了通鱼阁 天已经黑了 这条街有些偏 加上路面上有积雪 夜晚冷风嗖嗖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人经过 与通鱼阁的热闹 形成了鲜明对比 方桐问道 宋兄 我们现在要回文社 你住哪个方向 看看咱们同不同路 那边 宋纸指了一个方向 哦 那就不同路了 我们往那边 那要就此别过了 今日相遇 也是缘分 我们就住在文社里 你随时都可以过来找我们 好 告辞 方桐和姜文抱着那一叠 从通鱼阁领到的书 道别走了 宋纸站在原地 盯着他们的背影 看了许久 若有所思 那个神秘人的话 此刻还营绕在他的耳边 久久不散 你最好 别跟他们一起 为什么那个人会跟自己说这个 宋纸猜测不来 也不再另做他想 现在已经很晚了 若是再晚一点 或许景容他们就该担心自己了 当然 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注意到自己没回去 想到这里 他又不禁笑了一下 这才离开 而此时 就在通鱼阁二楼尽头的一间屋子里 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侍卫站在一侧 薛和面带笑容 为对面的人倒了一杯茶 甚是奉承的样子 其实此次师会 交给我就行 二王爷不必亲自走一趟 薛和的语气 相比之前在下面是明显弱了许多 而坐在他对面的人 则是二王子纳言 这次的师会 也是由他在背后组织的 纳言没有回应他的话 而是端起面前的茶杯 轻轻晃了几下 目光犀利地盯着杯中的茶水 刚才那人是谁 刚才 那个对出你诗句的人 那人叫宋旨 宋旨 这个名字听上去 倒是不错 能对出你那句诗的人 可见是个才学渊博之人 王爷是要收纳他 收纳 本王倒没这样说 薛和心头一颤 微微笑了笑 因为他很清楚 二王爷非常厌恶别人 揣测他的心意 所以他立刻收住 纳言将杯中的茶水 引下后 盯着薛和 一年前 你姑父帮过我 如今我看在他的面子上 才会提拔你一二 所以 毁事的事情 你完全不用担心 只需安心准备电视就好 但是你记住一点 要想高中三家 还得靠你自己的本事 因为 本王看中的人 不能是个废物 王爷说的我都记住了 也多谢王爷的赏识 我一定努力 定会在电视中高中状元 将来 定会一心一意地 为王爷效力 然而纳言却笑了一下 让人无法猜出 他的心思 薛和也不敢猜 在二王爷面前 他必须学会 隐藏锋芒 这才是聪明人的 生存之道 纳言放下茶杯 起身走到窗前 那扇窗户是开着的 外头的雪早就已经停了 遥望而去 外面屋顶上的白雪 在黑夜中泛着些许荧光 光芒慢慢延伸 直至消散 他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窗台 背对着薛和时 说道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哼 那薛某先告辞了 薛和立刻起身 不敢多逗留 缓缓退了出去 等他一走 原本一直站在旁边的侍卫 走到纳言身边 王爷 那个叫薛和的人 六年前是平阳后的门生 听说很有才华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最后却落了榜 从此离开了高定 六年后的今天 他因为他辜负的原因 输了王爷的府门 就怕他有二心了 毕竟平阳后 是站在三王爷那边的 能被平阳后看中 而受为门生的人 必定是个聪明人 而一个聪明人 必定很清楚 他若是有二心 最后的下场 就只有死 可是王爷 你真的相信他能高中三甲吗 六年前他不行 六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行 你可知道 六年前他为何会落榜 属下不止 因为一个人 一个 与他同为平阳后府门生的人 谁 杜牧白 那眼勾唇一笑 失为沉默了 那眼深吸一口气 行了 此事不要再说了 明天要进宫 去看父王 上次三王府闹刺客的事 本王也该在父王面前 做做文章了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尖笑 第二天天还未亮 那眼就到了宫门口 正好撞上三王爷纳拓 纳拓看到他走了过来 冷笑一声 皇兄这么早啊 不敢耽误时间 你是不敢耽误时间 还是想在父王面前 当个笑儿啊 阿拓 我们都是父王的儿子 难道关心父王 就是你口中的阴谋论吗 是不是阴谋论 皇兄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有些事情我想不用说的 那么明白吧 如今父王病重 处位不定 你我未来是君是臣 尚不得知啊 纳拓甩下这番话 袖子一挥便扬长而去 第四百八十三集 纳炎站在原地 神色平静 望着纳拓的背影 冷笑一声 等会儿 有你好看的 随后 二人前后脚 到了胡义王的寝宫 寝宫内 胡义王正靠坐在床上喝药 因为酒卧病床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人也憔悴了很多 李乔因为身得胡义王气重 便一直厚在身边 在胡义王病重的这段时间里 几乎每日 卯时就入宫伺候了 现在正站在一侧 见两位王爷一并进来 拱手行礼 参见父王 胡义王没有出声 喝完药擦了擦嘴 才看向自己面前的两个儿子 不得不说 他们颇有胡义王年轻时的几分风采 却各有特色 王后你们两个 就不用经常来看我了 好好管理朝政就行 是 托儿 儿臣在 你自小 是跟在我身边长大的 我对你 一直都有着很高的期望 但你 历练不够 遇到有些事情时 难免会生疏 所以 你要更加用心一些 不可骂我 知道吗 儿臣明白 一切皆以江山社稷 和天下百姓为主 你能明白就好 纳托暗自窃喜 父皇忽然与他说这些 意思显而易见 似是在暗示 储君之位非他莫属了 想得正欢时 胡义王忽然喊了一声 炎儿 儿臣在 这些年来 你为了平定边境的战乱 出了不少力 我都看在眼里 这是儿臣应该做的 但你到底 还是位王爷 如今 我身子大不如前 朝堂上的事 你跟托儿 要相互协助 是 纳颜身为兄长 身上自然多了份稳重 纳托方才心中的窃喜 一扫而去 但还是将心底的怒火和极度掩盖下去 没有表现出来 胡义王说完那些话后 身子熬不住 用力地咳了一下 见状 纳托立刻上前几步 满脸忧色 父王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还是宣太医来看一看吧 不用了 我的身子 我知道 可是父王 行了 你不用担心 胡义王 语气虚弱 纳托张张嘴 最终还是将关切的话咽了回去 退回到原位 而就在他后退之时 纳颜忽然趁其不注意 伸腿绊了一下他的后脚跟 纳托脚不裂浅 身子不稳 往后偏去 纳颜及时伸出手 假惺惺护住他的手臂 五指正好捏在 他之前被警戎 用匕首割伤的伤口上 随即一用力 因为伤口还没有完全好 被这样一捏 疼得纳托不禁哼了一声 冷汗直冒 顺势 纳颜赶紧松开他的手臂 故意露出震惊的表情 阿托 你手臂真的受伤了 这都好几天了 怎么能不治啊 还是让太医过来看看比较好 你 纳托捂着手臂 脸色一僵 他知道纳颜是故意的 他千方百计对外隐瞒 自己府上进了刺客的事 也吩咐不准任何人 将自己受伤的事透露出去 却没想到 还是瞒不过自己 狡猾阴险的皇兄 怎么回事 儿臣没事 胡乃王自然不信 直接问纳颜 没事 你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父王 这 这什么这 说 是 儿臣前几天 听说三王府内 进了刺客 阿托下令全府侍卫搜查 但是 都没有找到刺客 好像 阿托还受了伤 儿臣以为 只是谣传 没想到刚才 不顺碰到了 阿托的伤口 想必此事 应该是真的了 纳托如同被人 扒光了皮 然后还狠狠 挨了几巴掌 堂堂一位王爷 在自己府中 被刺客所伤 传出去 不等于自掘坟墓吗 胡义王转而质问他 可有此事 父王 儿臣 说实话 纳托狠狠咬着牙 瞪了纳掩一眼 才憋出一句 是 确有此事 那刺客 可有找到 还没有 荒唐 一个王爷 竟然能让刺客 潜入府中 动手伤了 你不说 现在 却还逍遥法外 你 你这个王爷 是怎么当的 还请父王恕罪 纳托跪了下去 纳掩立刻说道 父王息怒 相信往后 阿托定会 加大王府的戒备 何况 他也受了伤 请父王 不要降罪 纳托眼里的怒火 更重了 这一招够狠 虎翼王心中有气 根本不管自己儿子 是否受伤 白白手 罢了 罢了 都出去吧 父王 出去 一旁的李乔 赶紧出声劝道 两位王爷 还是先离开吧 大王需要休息 纳托顶着心里一团气 从地上起身 看了一眼身侧的纳严 这才毕恭毕敬的拱手 儿臣 告退 纳严也紧随其后出去了 二人刚从大殿里出来 纳托脚步一停 转身质问纳严 你什么意思 哼 这话 我好像没听明白 你故意在父王面前 逼我说出我受伤的事 好拉我下台 皇兄啊皇兄 你可真厉害 你误会了 刚才你险些摔倒 我无意间碰到了你的伤口 难道关心几句也有错 再说 是父王让我说的 哪言 真真假假 何必在我面前演 你我都做了几十年兄弟了 若是连你的这点手段我都看不出 那我岂不是白活了 今日这局 分明就是你设计的 就是为了让我在父王面前颜面尽尸 好让你见缝插针 你这手段可真是高啊 我不得不佩服 过奖了 你也不过是小人得志 阿拓 纵使我承认自己是个小人 那也得有可以让我借题发挥的东西 若不是你无能 抓不到刺客 反而还受了伤 我又哪里来的小人可做 这话顿时让纳拓无话可接 那言见他已经倾金直报 便继续挑衅 虽说你自小是在父王身边长大的 也深得父王喜爱 可是你别忘了 这大好的江山 可不是等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这些年 纳言南征北讨 靠的是手中的刀剑 是真本事 可是纳拓却终日守在皇宫和高定城 如同温室里的花朵 纳拓心头的怒火 已经滔滔如江水一般 即将涌现上来 起得直捏拳头 他忽而一笑 满脸鄙夷道 是 你说得对 大好江山确实是打出来的 可是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江山归主 我乃郑皇后所出 是敌 而你这种 叫树 在胡义 自古树出为臣 只立贤不为王 而父王最看重的 就是正式噱头 加之我在父王身边长大 深得他心 所以即使你千算万算 如何献祭于我 最终 也只能成为一个 为帝王守江山的 臣子 纳颜脸色一沉 这辈子 他唯一的软肋 就是自己 树的身份 他恨 恨自己不是皇后所生 恨自己母族不鲜 可事实由不得他 纳托也因为 反将他一军 心底舒畅不少 随即 又往他面前逼近一步 凑到他耳边道 纳颜 你最好记住 今日你能在父王面前 摆我一道 他日 我也能双倍奉还 无形中 一道没有硝烟的战火 已经在二人之间展开 纳颜的手紧握成拳 他眼睛一眯 偏过头 在纳托耳边 回了一句 我等着 留下这三个字 纳颜转身走了 望着那道背影 纳托心中的怒火 也消减了很多 就在他也打算离开时 李乔从殿内走了出来 三王爷 李大人 李乔是平阳侯的儿子 和他父亲一样 都在暗中拥立纳托 所以这层关系 是明摆着的 而且李乔这颗棋子 或许比平阳侯和工作像 还要好用 毕竟 他是接触 胡义王最频繁的人 随后 二人去了 大殿左侧的长廊 四下无人 李乔这才提醒 王爷日后 可要小心一些了 你说刚才在殿内的事 我也没想到 会被纳颜设计 可他就算赢得了一时 也赢不了一世 纵使这样 王爷还是小心得好 好在大王并未追究 王爷的伤势如何了 纳托捂着自己受伤的手臂 弹开手掌 上面还有两道明显的伤口 已经结痂了 王爷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那个刺客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 那晚他蒙着脸 我看不清他的样子 从身手上来看 是个高手 我命府上的侍卫搜查了一晚上 但是都没有一点线索 因为不想事情闹到父王耳边 所以也没再继续查 王爷既然已经封锁了消息 那么你受伤的事 应该也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那为何会伤到二王爷耳边 你的意思是 陈担心 阁枪有二 所以 你是怀疑本王身边 有纳颜安排的人 陈也只是怀疑 总之 王爷要事事小心才好 李乔若不这样说 纳拓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如今一提醒 便深觉此中大有文章 难道身边真的有奸细 宫中这场无形的风波闹完后 已是尘时末了 天又开始下起了小雪 雪花打着转 轻飘飘地落到地上 一层一层地覆盖上去 积雪越来越深 纪云书坐在屋子里 只手撑着下巴 目光落在门外 痴痴地看着雪花 分落的样子 外头冷风吹起 偶有雪花飘近 打湿了门槛前的那一片 两久 她乘身而起 迈步出门 立在结满了冰条的屋檐下 仰头看着密密妈妈 飘零而下的雪花 她看得越发入迷 小巧挺立的身子 笔直地站着 一身素雅的男装 竖着高高的发际 上面插着一只简单的簪子 脸淡飞红 美若仙人 这样的她比男子还要俊 忽然 一件披风落在了她的肩头 她先是侧眸一看 便看到一只结实 有力的手 顺之抬头一看 便正好对上 景荣那双 迷人忧郁的眼睛 两人四目相对 景荣为她披上披风 站在她身边 握住她冰冷的手 景荣书身子一暖 此刻她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这时一个身影急匆匆冒着大雪跑过来 季先生 你是 我是封了李大人的命 请季先生你们赶紧过去一趟 现在吗 是啊 有人说知道死者的身份 现在就在城寺部等你过去 画像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景荣书看了景荣一眼 似是要询问他的意见 景荣便与那人说 好 我们随后就到 还是现在就去吧 门口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城寺部的堂厅内 已经围满了人 都等着揭开死者身份的这一刻 季先生来了 忽然不知是谁高呼了一句 众人闻声朝门口看去 人群也缓缓散开 就见李承坐在前面的椅子上 一副官老爷的姿态 他一看到季云书和景荣前来 便起身相迎 将他二人迎进厅内 你们可算来了 等了很久啊 查出来了吗 那 在那儿 李承手指着一个方向 顺着看过去 就看到一个被众人围在中间 身形小巧的女子 女子此刻闻声回头 正好和季云书的眼神碰撞在一起 却只经片刻 女子的目光就移动到景荣的视线上 此人是赵儿 赵儿披着一件披风 手中捧着一个暖手的小暖炉 紧紧压在腹部上 身边还站着一个伺候她的小丫头 这个丫头就是昨天在街上看到画像的女子 她得知女子是谁后 就立刻回去告诉了赵儿 所以今日他们才会来这里 此刻 当赵儿看到景荣的那一刻 虽有惊讶 但却难以掩盖心头的高兴 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一丝娇羞的笑 她就知道 上天一定会保佑自己再看到那位公子 她一定也会像一只蝴蝶 幸福自由 景荣在对上赵儿的视线时 也愣了一下 眉心不禁轻轻一拧 未曾想她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目光交织 正好被纪云书捕捉到 她心头犯了困惑 偏头看了景荣一眼 又看了看那小姑娘一眼 他们认识 赵儿冲景荣一笑 景公子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真是有缘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认识画像中的人 你认识 嗯 原来你们认识啊 这世界还真是小 她是 你不认识吗 我以为你们认识啊 她是国公府的二小姐赵儿 跟我相识 景荣眼神一紧 似是被那小姑娘的身份 惊了一下 你知道死者是谁 是 我认识 死者是谁 是 她一边说着 又忍不住偷偷看了景荣一眼 偏偏又被纪云书看到了 姑娘 啊 画像上的人 叫苏巧 苏巧是谁 赵儿摇摇头 你既然认识画像中的女子 是苏巧 为何会不知道她的身份呢 我 姑娘 这是一桩命案 不可儿戏 我 赵儿 你别怕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可是程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 程大哥喊得十分亲密 这也不奇怪 虽说平阳侯和王国公是对立的 却不影响他们的儿女之间来往 早些年 李承就是因为招惹了王国公的大小姐 也就是赵儿的姐姐 以至于平阳侯和王国公 在朝堂之上闹得不可开交 而赵儿就是在李承招惹她姐姐时候 互相认识的 纪云书见着小姑娘都有些急眼累了 便温柔下来 那你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 嗯 其实 我是真的只知道她的名字 我记得三年前 那天下着很大的雨 我看到她一个人缩在路边的一个角落里 全身都湿透了 而且浑身都在哆嗦 所以我就把她送去了客栈 让她暂时先住下来 她说 她叫苏巧 只是来高定寻人的 但是我问她找谁 她却不肯说 既是人家的私事 我自然不好过问 没了 赵儿身边的丫头忽然说 小姐 还是我来说吧 嗯 第四百八十四集 小姐将她安顿在客栈的那几天 一直是我在照顾她 但是在那几天里 她老是出去 我问她去哪 她也不肯说 每次就是抱着一个包袱枯 后来 我再去客栈的时候 她人就已经不见了 我问了掌柜 掌柜说 她前一晚出去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当时我也没多想 以为她就是回家乡去了 哪里知道 她竟然死了 那小丫头还以为 苏巧是因为没找到 自己要找的人 所以才离开的 哪里晓得 人竟然死了 脑袋还被塞进了一块石头里 如今想想 都觉得后背发凉 说完这番话 那丫头不禁后退了几步 纪云书盯着那丫头问 除此之外 还知道些什么 小丫头摇摇头 她真的什么都没有跟你们说吗 或许说了什么 只是你们忘了 不可能 她除了告诉我们名字以外 就真的什么都没说了 当时我见她可怜 就将她安置到客栈里住下 开始那几天 她时不时就会出去 回来就偷偷地哭 我问她什么 她都闭口不谈 先生 我知道的 只有这些 她家在何方 来高定找谁 都没说 嗯 众人面面相觑 只有一个名字 这可怎么找啊 若是知道籍贯 翻翻户部人员资料 大概也能锁定一些线索 可那个叫苏巧的女子 完全查不到任何资料 这就让人苦恼了 纪云书觉得有几分棘手 正当不知道怎么往下查时 李承说道 有个名字 也算是有个线索 再说了 不是还有画像吗 到时候我将画像拿去 给城中的画师临摹 再一一发到各地去 我就不信会没有消息 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只是若这样找人的话 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忽然赵儿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双大大的眼睛 看着李承 对了承大哥 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是苏抢离开的时候留下的 那你赶紧拿出来 赵儿赶紧吩咐身边的丫头 把东西拿来 丫头转身走出人群 把腿回去取了 大伙便只能在厅中等待 这个空档里 李承命人备下茶 好好招待纪云书和景荣 赵儿坐在景荣的旁边 一双眼睛一直盯着她 景荣自然也注意到她的目光 盯得她浑身不舒服 索性别过头 假装没看到 可这一切都被坐在景荣 对面的纪云书收尽眼底 她并没有吃醋 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只是心中充满了好奇 那女子是谁 但在此时的情况下 她依旧强忍着心中好奇 不去过问 默默地喝茶 随后里承打破僵局 她拿起茶壶 往纪云书的杯中 又倒了一些茶 纪公子 这么冷的天 你多喝点热茶 暖暖身子 多谢 你要是还冷 我让人搬几个暖炉过来 不用了 没事 你别跟我客气 李承转而吩咐 身边几个办事的小侍卫 赶紧抬来三个暖炉 一个放在纪云书左边 一个放在右边 一个放在后面 纪云书哭笑不得 李承却满面春风 觉得自己做了一件 暖心的事 随后她问赵儿 对了赵儿 你是怎么认识 锦公子的 上次在街上 我的马儿受了惊 我差点就从马车里滚下去 幸好锦公子及时出现 帮我解了危机 不然 还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纪云书在旁听着 恍然大悟 原来上次锦荣救下的女子 是这个小姑娘 心里的困惑顿时解开 李承眸子一转 忽然冲着锦荣挑了挑眉 故意带着撮合的语气 锦公子 你这英雄救美 救得还真不错 你要知道 我们赵儿可是国公的掌上明珠 还是咱们高定城里 有名的小美人 当年要是没她姐姐的话 说不定我就跟赵儿成双了 所以说 缘分这东西真是很奇怪 该有就有了 它没有它就没有 对吧 你看既然这缘分被你遇上了 那就抓紧机会 锦公子 锦荣自然明白 她心里那点小算盘 脸色一沉 当下逆了她一眼 不想理会 赵儿则被李承这番话 说得满脸羞涩 她垂了垂眸 又偷偷看了锦荣一眼 却见那男子脸色阴沉 她心中不免有些失望 而后瞪了李承一眼 承大哥 你莫要胡说 我的赵儿害羞了 你 我才没有 人家锦公子心善 所以才帮了我 换做任何人 他都会出手相助的 哦 原来你的锦公子 如此正义啊 程大哥 看你害羞的 真是 话还没说完 锦荣眸子一伸 伸脚就往他坐的凳子上 狠狠地一踢 那凳子脚当即咔嚓一声 断了 李承整个人往后倒去 摔了个四脚朝天 极其狼狈 在场的官员们见了 个个无嘴偷笑 全然忘了上去搀扶 在一旁看热闹 与此同时 纪云叔和锦荣对视了一眼 然后默契十足地笑了 叫你多嘴 活该 李承挨压大叫 屁股疼得简直要开花一般 他紧皱眉头 双手揉着屁股 半天也没能站起来 赵儿见了 担心地问 程大哥 你没事吧 打算起身去扶他 可是锦荣却抢先一步 起身拉住李承的手 一脸善意 程世子 我扶你起来 地上凉 李承借助他的力量 一点点从地上起来 哪里知道 就在起了一半的时候 锦荣忽然松了手 以至李承再次重重摔了下去 屁股着地 哎呀 手滑了 锦荣满脸歉意 再次伸手去扶 李承咬牙忍着疼意 脸色赤红 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将他伸到自己面前的手 推开 一副很有骨气的模样 不用你扶 我自己起来 这边 锦荣无所谓地甩了两个字给他 然后坐回椅子上 暗暗一笑 李承闷着一口气 带着自己的尊严 独自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 那些官员们都在悄悄地笑 就连心地善良的赵儿 都忍不住低头笑起来 虽然他也很同情 李承起身后 目光环看众人一遍 既尴尬又生气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 最后将气都撒在那张 断了脚的椅子上 抬脚一踢 椅子滚了两圈 他赤声吩咐 来人 把这废东西丢出去 承司部的侍卫得令 赶紧上前 将断了脚的椅子 抬了出去 那整个过程十分迅速 生怕殃及无辜 李承揉着屁股 脸色僵硬 纪云书说道 承世子 要不先去擦点药 这点小伤害 本世子还受得起 当真没事吗 没事 李承让人重新搬来一张新椅子 忍痛坐下 坐下的同时 不忘狠狠瞪了景容一眼 那椅子坚实得不得了 岂会无缘无故的就断了 一定是某人故意为之 真卑鄙 景公子力道真大 过奖 只是再大的力气 也没能将世子你扶起来 我身表歉意 没事 本世子不计较 世子大量 那是当然 李承扬眉 必须维持风度 但是气氛 却有些莫名其妙 看得照而不明所以 这时 之前那丫头 已经带着东西回来了 小姐 拿来了 丫头将手中的东西 放在了桌上 官员们都一一围了过来 盯着桌上 泛黄沉旧的包袱看 李承也瞬间将刚才的不快 全部抛至脑后 这是 这是苏巧的 当时以为他走得匆忙 所以忘记将包袱带走 我就暂且将东西收了 想等着他回来取 没想到 等了三年他都没有来 不过这个包袱 我一直都没有打开过 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只知道 苏巧很紧张这个包袱 好几次都抱着他偷偷哭 或许 里面有什么对他来说 很重要的东西 如此重要的东西 他都没有带走 当年你就没有怀疑过 我 没想那么多 纪云书神色严肃 将包袱缓缓解开 当包袱被解开的时候 散发出一阵刺鼻的味道 腐朽味 木材味 梅味 都融在了一起 那种味道 倒不出滋味来 打开后 里面有一身女子的粗布衣裳 和一双破了洞的鞋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扇子 扇子的扇鼓 是用普通的宗竹做的 因为时间的缘故 扇鼓有些地方 已经被磨损了很多 甚至有几根扇鼓 已经断了 就在扇子下端挂着一个 用红绳编织的 简单的吊碎 也被磨损了不少 脱了线 仿佛一扯就能吊 而除了这几样东西外 什么都没有了 纪云书将扇子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打开 扇面是有纸 糊在扇鼓上的 有些地方已经裂开 甚至还有明显的水渍 看来是当初淋雨时留下的 因为被雨水打湿 扇面上的图画和字迹 都被运开 隐隐约约 只能看到一行诗 轻以君来共枕眠 这是一句表达爱意的情诗 字迹很工整 也有几分秀气 这上面写的什么 一首诗 诗 什么诗 李承困惑 说着便凑上去看 可是刚往纪云书身边 靠近一点点 就立刻迎来景容 带有杀气的眼神 使他不禁咽了咽口水 稍微离远了些 只是伸长脖子 往扇面上看 轻以君来共枕眠 花下 什么乐 什么 都被水渍给孕开了 看不清楚 墨迹几乎都融成了一团 根本看不清全部 只有那一句比较清晰 季云书看着看着 目光最后落在那首诗下面 落款的一个位置 上面印着三个比较清晰的字 杜木白 你说什么 写这首诗的人 叫杜木白 李承一听 随即一把将那本就有些破烂的扇子 抓了过去 定睛看着上面那三个字 脸色大变 神色凝重 杜木白 怎么 怎么会是他 你认识 李承沉默 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众人都盯着他 良久 李承将扇子放下 我确实认识他 这就是他的字迹 他到底是谁 李承又一次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说道 他 是我父亲的门生 李大人 您说的是有着男生才子之名的杜木白 没错 原来是他呀 你们怎么都认识他 这人究竟是谁 怎么能不认识呢 当年 他可是轰动了整个高定呢 此话咱讲 六年前 他因为才华出众 得到了平阳侯的赏识 平阳侯便收他做了门生 那个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 他会高中状元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因为被人揭发偷盗诗词 而被我父亲取消了门生的资格 因为这样他深受打击 就在临近考试的前三天 突然自杀了 死了 没错 在专门接待世子的那间文社里 自杀死的 这六年来 李承几乎没有再提起过 关于杜木白的事 因为 那是自己阿姐心里一道 永远都过不去的坎 如今提起来 他心情复杂到 难以言喻 分外沉重 这六年来 平阳侯府没有任何人 会当众提起那个叫杜木白的人 仿佛那个人从未出现过 李承也只是偶尔在李文书的面前提上几句 但也只是提几句 并不会多讲 他未曾想到 现在自己负责的这桩命案中 竟然会牵扯进杜木白 而随着他刚才的话一出 一股低气压顺势在厅内 缓缓蔓延开来 刚有了一点线索的人物 竟然死在了今年世子们口中 传说闹鬼的文社里 还比苏巧早死了三年 纪云书重新拿起那把破旧的折扇 目光盯着上面 晕开的字迹 看了许久 死者生前 极为重视这个包袱 甚至会抱着包袱偷偷地哭 可见那里面 必定有他十分重视的东西 可包袱内除了一身衣裳 和破旧的鞋子之外 唯一谈得上重要的 就只有这把扇子 而他如此在乎这把扇子 固然也就是在乎 赠扇的人 扇子上的诗 是那个叫杜木白的人所写 诗句乃是情 想必是杜木白写给苏巧的 所以他才会这么在乎 那么 二人的关系 可见非同一般 若不是夫妻 便是情人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杜木白是我府中的门生 我当然知道他的一些事 据我所知 他并没有婚娶 那就是情人 也不可能 这扇子上的诗 确实是情诗 若不是情人 又岂会赠送这样的扇子 承世子说不可能 可有原因 因为 李承本想说 他喜欢的是我的阿姐 又岂会给别的女人写情诗 但这番话 他及时咽进了肚子里 反正就是不可能 李承义甩袖子 不愿意将自己阿姐与杜木白的陈年往事 道出来 毕竟极少有人知道 纪云书看他欲言又止 猜到其中定是藏着什么事是不能说的 但不管如何 死者必定与杜木白有关 所以要确定他的身份 首先 得先从杜木白的身上着手 既然他当年是你府中的门生 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 我想看看能不能从他来往的人当中 查出苏巧的身份 所以还请世子 将他的事情详细说来 李承也想知道 这个叫苏巧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会有那把扇子 便将自己知道的 有关杜木白的事 一一说出 那个有着男身才子之称的杜木白 当年可是轰动了整个高定城 在入高定考试时 因为一篇文章 从而得到了平阳侯的赏识 让他入了府中做门生 第485集 杜木白的圈子极小 并不认识什么人 李承也只知道 他是家中独子 家境贫寒 有关苏巧这个人 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更不知道 他是否有一位相好 那一年 所有人都认定 杜木白一定会高中状元 哪里知道 就在临近考试之前 竟有人检举他偷盗了 另外一名世子的诗词 当时证据确凿 他无从辩解 平阳侯大怒 取消了他作为平阳侯 辅门生的资格 就在那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杜木白就从顶端跌落到低谷 从那个人人皆知的男身才子 沦为偷盗诗词的可耻之徒 也成为了学子中的笑柄 谁知就在考试的前三天 杜木白在文社的一间屋子里 上吊自杀了 一时间轰动了整个高定城 而当时平阳侯还收了 另外一名门生 薛和 但因为杜木白这件事 平阳侯也受到牵连 便同时取消了薛和的门生资格 薛和同样深受打击 却没有走极端之路 只是最后落了榜 李承将当年的事情一一说来 在场很多老官其实都知道 甚至有几个当年还参与其中 负责调查过此事 然而这些信息里 都没有那个叫苏巧的人 就在大伙儿毫无头绪时 景柔说道 死者是三年前来到高定的 他说是来寻人 身上还带着这把扇子 想必他来高定的原因 是与杜木白有关 可杜木白六年前就已经死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 他来高定的目的 就是跟杜木白的死有关 他可能想知道杜木白究竟是不是真的死了 又或许 或许什么 或许 他认为杜木白的死令有原因 来高定 就是为了查明真相 这也说不通啊 如果他真的认为杜木白的死令有原因 那为什么六年前不来 反而等了三年 程世子 我方才说了 是或许 而不是一定 但如果你想知道原因的话 可以亲口问问苏巧 问他为何等了三年才来高定 人都死了 怎么亲口问 摆明了就是为难他 李承雅口无言 只要知道了苏巧的身份 这一切 自然就能解开了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解开 还是得从杜木白的身上着手 应该立刻派人去杜木白的家乡 我相信 一定有人认识苏巧 好 赶紧找人 去找杜木白的祖籍地 务必得知那个苏巧是谁 也要知道 他为何三年前会来高定 是 李承问介云书 这来来回回 大概得好几天时间 是不是要继续等啊 当然不是 那 我要再去一趟验尸房 去验尸房做什么 验那块石头 不一会儿 众人便跟着 纪云书的步子 去了验尸房 纪云书跟李承进了验尸房 警戎等在外面 大雪还在下 庭院里的积雪很多 一些侍卫便用铲子铲出了一条路 赵尔也默默跟着他们 丫头说 小姐 是不是该回去了 这个时候老爷该回府了 要是知道小姐出来 到时候又该说什么了 而且下这么大的雪 天气又冷 还是赶紧回府的好 赵尔像是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话一样 目光一直放在离自己不远的警戎身上 小姐 啊 怎么了 是我为小姐才对 为何 一直盯着那位公子看啊 嘘 怎么了小姐 你别说了 赵尔的脸瞬间红了 她克制不住心里那份冲动 便迈步朝警戎靠过去 警公子 警戎双手复在身后 本是在看雪 闻生回头一看 就看到赵尔已经走到自己身边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看着自己 赵尔姑娘有事 没有 赵尔摇摇头默默地站着 警戎往停尸房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说 天气这么冷 你还是先回去吧 若是还有别的事 会通知你的 没关系 我不怕冷 那你 就回刚才的大厅坐着 你是在 关心我吗 赵尔姑娘 我想有些事情 你是不是误会了 有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该误会什么 赵尔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困惑 她不是装不懂 而是真的不懂 这样的女子 一言一行 甚至心中的全部想法 几乎都浮现在了脸上 没有半点诚服 景戎看了无数的人 自然也知道 这小姑娘的单纯 她本想将话 讲得更明白些 可斟酌了一下 还是咽了回去 没什么 景戎转过目光 继续看雪 赵尔则继续呆呆地 看着景戎 嘴角溢着 十分幸福地笑 验尔则房内 季云书正在查看 那块里面装着 苏巧头颅的石头 石头因为被凿开 零零碎碎地躺着几块 她拿起其中一块查看 然后问 这里可有醋 有 季云书让人赶紧拿来 她用手指沾了一点醋 然后在石头上搓了几下 石头上有明显的 深灰色粒掉下来 这是石膏做的 你确定是石膏所致 不会有假 做这块假石头的人 在石膏里 掺和了一种灰色颜料 而这种颜料 应该是从矿物中 提取出来的 一旦和石膏混合在一起 就很难掉色 只有用醋才能擦掉 所以才能让这个石头 以假乱真 而且石膏做出来的东西 很轻 这也是为什么这块石头 比别的石头轻的缘故 可是凶手 为什么要用石膏 做一块假石头出来 还将死者的头颅 藏在里面 这个 我也不知道 那个运送赌石的商客 现在是不是还在牢里 没错 都还关着呢 我想去见见他们 问一些事情 我现在就带他们过来 不用了 天色不早 还是明天再问吧 也行 对了程世子 我要你再去帮我查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 麻烦你去一趟刑部 调出有关杜木白的案件来 查他 嗯 好 明天给你 二人出了门 刚一出来 就看到景戎和赵儿 站在屋檐下的场景 一个在看雪 一个在看人 李承笑了笑 然后阴阳怪气地 冲季云书耳边说 看到没有啊 这就叫狼才女帽 显然他是故意刺激 季云书的 可季云书不生气 也没有半点不舒服 他跟景戎经历了这么多事 那份感情是任何人都无法穿插进去的 他也知道景戎的心里只有自己 早就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 李承见他完全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正打算再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景戎朝他们的方向问道 已经好了吗 季云书冲他点了点头 转而和李承说 程世子 那我们先回去了 明日我再过来 嗯 好 李承显然不想分开 而季云书已经走到了景戎身边 双双离开 赵儿欲开口说什么 可是话到嘴边还是顿住了 眼巴巴地看着那一高一矮的两道身影 渐渐离开 有些失落 李承也是一样 李承看了一眼赵儿 小赵儿 你赶紧回去吧 不然你爹知道你在我这儿 到时候又该大做文章了 程大哥 你对我爹有偏见 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年间我可是深刻领会过了 若不是你姐姐嫁了个好人家 我哪里脱得了身啊 谁让你招惹我大姐的 李承尴尬地笑了笑 行了 我让人送你回去 若是还有什么事 我再找你啊 李承甩下这番话 便扬长而去 赵儿站在原地 李承回了府 却一脸沉重 他站在大门口 不进也不出 小思看到后问道 少爷 您这是 怎么了 李承叹了一口气 咬咬牙 然后朝自己 阿姐的院子去了 李文书自打回来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整天就在屋子里看书 李承走到门口 脚步一顿 然后敲了敲门 这还是他头一次敲门 进来吧 李文书继续看书 李承进来后坐到他对面 没有说话 不一会儿 李文书抬头问 怎么了 阿姐 怎么吞吞吐吐 有话就说 李承一只手 一直放在自己衣袖内 半赏才伸出来 手里却拿着那把破旧的扇子 他递给了李文书 李文书不明 放下手中的书接了过去 打开一看 看到上面的字迹时 手心一紧 心头猛的一颤 眼眶湿润 这是 他的字迹 原来阿姐还记得 他怎么会不记得 就是过了六年 那男人熟悉的字迹 依旧印在他的心中 时刻不忘 他捧着手中的扇子 我怎么会不记得 即便日日夜夜 我都想忘了他 忘了他的所有 书也好 文也好 统统都忘掉 可我 根本做不到 这些年来 他四处求学 无非就是不想待在这个有回忆的地方 甚至不惜将杜木白的诗全部烧掉 好让过去的一切都随着灰烬 烟消云散 但此时 当再次看到杜木白的字迹时 一切又被勾了出来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比钻心还要难受 李承心疼地看着他 心里的话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 最后选择了沉默 李文书修长的手指在扇面上轻轻划过 触碰着那些被水运开的自己 他仿佛还能感觉到纸上那一撇一纳的起伏 随着手指缓缓移动 他的目光落在那上面的诗句上 轻以君来 共枕眠 这是一首情诗 上面还写着杜木白三个字 李文书手心一紧 这是 这扇子 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一个女人的 谁 苏巧 苏巧 他是谁 为什么会有穆白的扇子 他 他就是我这次负责调查的案件里的死者 你是说 那个头颅在石头里的人 嗯 所以这首诗 我想这首情诗 是杜木白写给苏巧的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情诗也应该写给他李文书才对啊 怎么会写给别人 何况杜木白此生只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李文书 你确定 我 我不敢断定 但这要是写给阿姐你的 为何会在别的女人手上 至于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我还不知道 但是已经派人去杜木白的家乡探查了 应该很快会有消息的 听完李文书心中有道不出来的情绪 他缓缓将扇子放下 目光有些有理 阿姐 一路上我都在想要不要告诉你 可我实在不想瞒着你 你说与不说 又有何区别 我知道阿姐 你相信杜木白 我也信他是个专一的人 但是如果这首诗 真的是他写给苏巧的 那他就是在欺骗你啊 你这么多年来的苦 也就白受了 李文书苦笑一声 将眼泪收了回去 然后将面前的扇子 推给了李成 将东西拿走吧 阿姐 我有些累了 想休息 李成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但还是闭了嘴 拿着扇子离开了 他一走 李文书就将门关上 进了内室 他呆呆地在床边坐了很久 然后手伸到枕头底下 摸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精致的象牙 象牙身被打磨得很光滑 上面上了一层白柚 散发着光泽 这是杜木白送给他的 一直留在身边 他记得那是六年前 那一天的天气 就跟今天一样 天空下着大雪 密密麻麻的雪花 笼罩着整个高定城 他本是在院中亭子里绣花 一个少年朝他走过来 亲切地唤了他一声李姑娘 李文书放下手中绣了一半的手绢 望着那个少年 只见那少年俊朗万分 透着书生气 一袭干净的长袍 竖着高纪 手中抱着几本书 因是冒着大雪而来 以至于头上和肩上 落满了白雪 她是平阳侯府的掌上明珠 是李府的大小姐 杜木白只是府中的门生 二人地位悬殊 今日下这么大的雪 杜公子怎么来了 你上次不是说 想看张文生的从记吗 刚好我这里有 就给你带了来 好 杜木白将手中的书 放在石桌上 推到他面前 李文书拿起一本翻了翻 嗯 这就是我要找的从记 那就好 你拿去看吧 多谢杜公子 等我看完就立刻还给你 不用 你慢慢看就是了 李文书欣喜 将书收下了 那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杜木白鞠了一躬 转身准备离开 李文书叫住他 等等 李姑娘还有什么事 这么大的雪 你打算就这样走回去吗 没事的 李文书起身 将自己放在一边的伞 拿了过来 朝他递去 用我的吧 这怎么好 你不用跟我客气 拿着吧 盛情难缺 杜木白伸手去接 哪只二人的手 却无意间碰到了一起 李文书的手很暖 杜木白的手却很冷 那一刻 二人都定住了 目光交织 任由双手碰在一起 直到李府的丫头 端着一碗参汤而来 这才打断 二人的凝视 杜木白将伞接过去的同时 一样东西 从他的袖子里 掉了出来 李文书低头一看 立刻将其捡了起来 拿在手中看 那是一块 被打磨得 十分精致的象牙 摸在手里 十分舒服 可见他很喜欢 杜木白笑了笑 说道 李姑娘今日赠我伞 这象牙你若是喜欢 便赠你 这怎么行 莫不是嫌弃 当然不是 那就请收下吧 李文书心头一颤 不好意思 之后他才知道 那个象牙 是杜木白父亲 留给他的 而一眨眼 已经过去六年了 此时此刻 他摸着手中的象牙 仿佛还是像 第一次摸它时一样 过了很久 他才将象牙 重新塞回枕头下 又一直在床上坐着 不说话 第四百八十六集 赵儿坐在回府的马车里 嘴角上一直带着笑 身边的丫头盯了他很久 最后实在压制不住 心中的好奇 问道 小姐 你是不是在想那位 锦公子 我哪有 小姐 你的心思 都写在脸上了 刚才就一直盯着 人家锦公子看 奴婢可是一直都看着呢 我 不过说真的 那锦公子 确实一表人才 与小姐你十分般配 真的吗 当然 小姐 你心地善良又漂亮 锦公子帅气又正气 你们在一起 确实很般配 那丫头幻想着 自家小姐跟那位锦公子 在一起的画面 该是多么的美 一定比今天的大雪天 还要美 丫头这么一说 赵儿更加娇羞了 她垂眸 嘴角的笑意更浓 本想说什么 但下一刻 丫头又收住了喜悦的表情 立刻给她泼了一盆凉水 但是 奴婢看那个锦公子 却很冷淡 话也不多 而且对什么都有一种 不在乎的感觉 小姐 你将自己的心意 都一一表达出来了 可她好像根本就不明白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总感觉她居然千里之外 锦容不是巨人千里之外 只是对除了寄云书以外的女子 都冷淡罢了 赵儿听完丫头的话 心底当即一沉 有些失落 她当然知道 也看出来了 向来自己的心思都藏不住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可锦公子却好像完全不懂 甚至会刻意避开 丫头见自家小姐脸色不对 意识到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赶紧说 努婢随口说的 小姐别多想 你不用安慰我 我心里明白 小姐 或许 赵儿 赵儿摔摔脑袋 没有往下说 转而告诉丫头 我的心思 只有你知道 你不能告诉别人 连竹心都不能说 是 奴婢一定什么都不说 还有 今天我们去城寺部的事 你也不能说出去 如果让爹知道我们去了那里 还见了程大哥 爹一定会不高兴的 知道 奴婢明白 赵儿这才安心 老宅里 白银坐在前院的回廊里 眼看着天都已经黑了 但景荣和纪云书迟迟没有回来 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宋纸正坐在大厅里看书 已经看了一整天了 等他一抬头 天都黑了 他看到白银面色担忧地坐在外面的长廊里 于是便倒了一杯热茶 端着出去 走到白银身边 将茶递给他 喝点热茶 暖暖身子吧 不用了 还是喝一点吧 都说不用了 白银对宋纸的态度 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咸不淡 宋纸将僵硬在空中 端着热茶的手收了回去 然后自己喝了一口 以缓解尴尬 但是他没有离开 而是坐在白银的身边陪着他 白银皱眉道 你还是进去看书吧 没事 我陪你坐一会儿 我不需要人陪 你以前也是这样吗 什么意思 我好像从来没有见你笑过 从一屋到这里 你好像总是自己一个人 看上去很孤单 我不孤单 那你为何总是闷闷不乐 有吗 有 使你想多了 我没有 宋纸顿了一下 莫非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可琢磨片刻后 却道 其实一个人 也未成不是件好事 你看看我 不也常常是一个人吗 但是乐得自在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觉得孤单 其实承认了也不丢人 白银觉得自己 真的没办法跟读书人交流 更没办法跟宋纸这样的读书人交流 简直费脑子 让人抓狂 但白银克制住了 宋纸见他不说话 便问 白银 你们 如果找到了要找的人 是不是就会离开高定 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问问 那就别问了 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很重要吗 是 是什么人 有些事情不该你问的 就不要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想帮帮忙 帮什么忙 或许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我认识呢 白银刚想甩他一句 跟你没关系 可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只说道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还没说 怎么知道我不认识 你还是进去看书吧 没关 快去 宋纸身子抖了一下 只好默默起身 端着那碗茶 一步三回头地进去了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黑 白银实在担心 景荣和纪云书 正在回来的马车上 外头还在下雪 冬天的夜晚 城东的街道上 并没有什么人 沿路的店铺外头 挂着一盏盏红色灯笼 橙红色的光线 映照在白雪上 如余灰一般 纪云书拉开车帘 看了看外头 长长的街道 在白雪下 显得如梦境一般 虚幻交替 心里忽然有一种冲动 想迎着大雪走回去 景荣坐在他的身边 显得如梦境一般 启云书迎上景荣的视线 他盯着景荣看 竟有些挪不开眼了 景荣抬手 轻轻为他拂去 肩上的几粒雪 这里离珠的地方不远了 我们直接走回去 这一说 景荣书明白了 原来自己的心思 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景荣知道自己喜欢雪 景荣牵着他的手 一高一矮的身影 立在伞下 迎着风雪 慢慢往前走去 侍卫则驾着马车 跟在后面 不急不慢 景荣书踩着舒适的白雪 看着周围纷纷而落的大雪 忍不住伸手 接了一片片雪花 雪花在掌心中 停留片刻变化了 她嘴角上不禁缓缓 一出笑意 景荣侧眸看了她一眼 眼底的宠溺一览无余 她真想就这样 一直牵着她的手 陪伴在她的身边 不由得 她握住 季云书的手更紧了些 两人走了一会儿 景荣坏笑 你都不想问问 今日那位赵儿姑娘的事 她很重要吗 当然不是 既然不重要 我又何必问 景荣被她这句话 堵得哑口无言 不禁失笑 又很认真的说 这世间有我最重要的 此刻就在我身边 这世界上最重要的 也在我身边 两人相视而笑 爱一个人 就是陪伴在她左右 第二天一早 天都还没亮 李承就早早去了一趟刑部 李承这次接手的石头案 刑部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毕竟是命案 跟刑部也有所挂钩 只要案子有了眉目 到时候刑部就要立案 两步一起办案 刑部侍郎崇大人 见李承来这里 上前问 承世子 这一大新早的 你怎么来了 李承穿着一身官服 威风凛凛 他不想耽误时间 直接开门见山 这次城门口的案子 崇大人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动静闹得这么大 想必各司部的人 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不多说了 听说承世子 找了一位高人 竟然将死者的生前 像画了出来 而且 已经根据画像 得知了死者的身份 当然 承世子副所的第一桩案子 就办得这么快 真是年轻有为啊 行了 崇大人 我就不跟你啰嗦了 我是来取六年前 杜木白那桩案件的卷宗的 你让人找出来 交给我吧 崇大人顿了一下 杜木白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案件了 当时可以说轰动了 整个高定城 而专门负责那桩案件的人 就是这位刑部侍郎 崇大人 还记得那个时候 他也惋惜了很久 毕竟杜木白是个 有才华的学子 只可惜 背了个偷盗他人 失据的罪名 还死了 怎能不让人觉得惋惜 崇大人问 程师子 这两桩案件 有挂钩吗 暂时还不知道有没有 那为什么 突然要杜木白的卷宗啊 因为这次的死者 身份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得知死者 与杜木白有关 甚至可能牵扯到 六年前的案子 所以我才来找崇大人你 想将记录杜木白的卷宗 调出来 等案件查明之后 我再归还 这个 很为难吗 那倒不是 只是当年的案子 已经结案了 而且卷宗也已经封存 若是要取出来 还需要得到上书 黄大人的同意 我不能擅作主张 那你们黄大人 现在在什么地方 大人这几天病了 所以 什么 老家伙病了 所以 程世子 你还是稍后再来吧 等我派人先去禀明一声 到时候 再将卷宗亲自送去城司部 我现在可没时间 等你们来来回回的禀明 还不知道要耽误多少时间呢 可这是规矩 没有黄大人的同意 我们没有特令可以开党 所以 程世子就是硬逼我们 也没用 李承虽然没有跟这些官员们打过交道 也没有在官场上行走过 但是他自小就从自己大哥和父亲口中 听过很多官场上的事 若他今日不将杜木白的卷宗拿走 而是等他们一一走程序 这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毕竟拖拖拉拉 是官场上一贯的作风 所以李承必须今天就拿到 不能耽误时间 何况他也答应了纪云书 今天要将杜木白的卷宗 拿去给他看 崇大人 虽说各不管各不的事 但你们刑部负责刑御 跟这个案子也是有关系的 一旦立案 你们就得跟我们城司部一同查案 现在我要一份卷宗就那么难吗 若是耽误了时间 对我们两不好像都没什么好处吧 其实我们也着急 可是规矩是规矩 不能乱了 城司司还是等我派人去找黄大人之后 再来吧 这是送客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李承觉得其中定有什么猫腻 或许是自己多心了 好 既然你说规矩是规矩 那我亲自去黄大人那里走一趟好了 李承说完就走了 崇大人喊都喊不住 只得看着李承离开的背影 而崇大人方才为难的表情 也随着李承的离开而消失不见 他立刻吩咐身边一个小官 赶在城司司之前 去尚书大人府上 通知一声 是 那人领命而去 果然是有猫腻的 李承急匆匆地出了行部后 就立刻上马车 赶往行部尚书黄大人的府上 今日 卷宗必须拿到 大概一炷香后 李承就到了黄府 李承一下马就急匆匆地进去了 甚至都没有让人通报 此时黄大人正在屋里喝茶 因为染了风寒 已经好几天没有去行部了 虽然调养了几天 但脸色依旧苍白 他正对着门而坐 前面放着一碗丫头刚刚端来的汤药 却只喝了一半 放在他对面的软垫 似是有人刚刚坐过 上面还有一些褶子未散 但是这会儿 也没见人离开过屋子 屋中除了黄大人以外 也没有别人 李承进了院子 踩着鸡血走过来 他还没进屋就喊了一声 黄大人 黄大人正要起身迎接 李承跨门而入 手一抬 黄大人身子不好 就不用起身了 于是黄大人 又坐了回去 李承盘腿在他的对面坐下 然后直接将面前倒扣的杯子拿起来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 就跟来到自己家里一样随便 黄大人也不奇怪 他就是今天带人来将他上书府拆了 也不足为奇 李承咕嘟咕嘟地喝完一杯茶 这才缓了一口气 他手肘撑在矮桌上 身子往前倾去 十分认真地说道 黄大人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直接跟你说吧 这次我负责的案件 需要当年杜木白的卷宗 但是那崇大人死活不敢开档 说是一定要先禀明你才行 我看他办事不利索 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所以就自己过来一趟 你看这事怎么说 这语气哪里是来求人的 分明是来通知的意思 崇大人的人其实早里成几步仙道 已经将情况跟黄大人说了 但他却一副假装自己不知道的样子 程世子说的案件 是这次在城门口发现的石头案 没错 可是跟杜木白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一个是六年前 一个是三年前 和崇大人的问题一样 所以李成江原因又说了一遍 这黄大人并不是一个难缠的主 说道 既然如此 程世子就去将杜木白的卷宗调出来吧 还是黄大人拟明事理 不是明事理 只是这案子 跟我刑部也是有关系的 而且 既然牵扯到六年前杜木白的案子 李当要彻查 说完 黄大人吃力地咳嗽起来 脸色更为苍白 李成起身 看黄大人身子不好 我就不多打扰你了 你好好休息 若是还有别的事情 我再来 那就不送了 告辞 李成说完就走了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院子里时 屋内那块屏风后 突然走出一个人 那人是二王子 纳炎 他一早就过来了 知道李成要来 故而躲在屏风后面 他看着外头笑了笑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说着便在之前 李成坐过的地方坐下 黄大人对他毕恭毕敬道 王爷 你怎么看 让他查 我也想看看 当初杜木白的案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清许 清许能查出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来 有利 王爷是指 第四百八十七集 李成要查当年的案子 平阳侯自然坐不住 毕竟 杜木白当年是他的门生 最好 事情能够闹大一些 现在这个关键时期 谁的动静越大 就越是不利 黄大人点头 自然也是明白的 纳炎交代 所以你要盯紧了 一旦这案子 与平阳侯那边牵扯出什么来 一定要立即通知本王 是 李成得到了黄大人的点头 立刻返回刑部 将杜木白的卷宗取了出来 崇大人一再交代 李大人 这份卷宗 可不要弄丢 或者损坏 否则我们也担当不起 把你的心放进肚子里 此时此刻 契云书去了城司部的大牢 想问问那个商客一些事 那老商客自打之前 在城门被抓后 就一直关在牢里 而他那些伙计 也一同被抓了进来 都关在同一间牢房里 大伙儿哀声叹气 整天都愁眉苦脸 来高定做生意没做成 还被关在这里 哪里也去不了 甚至有可能会被当成凶手问罪 一个小伙子缩在角落里 脸上长满了胡渣 他问老板 七叔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被叫做七叔的人 就是运送赌食的老商客 他叹了生气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到牢房外 传了一阵脚步声 越来越近 就看到狱卒 领着一个男人进来 牢房里的人都起身 纷纷趴到木庄前 官爷 人不是我们杀的 你快放了我们吧 吵什么吵 每次都要吵一回 可是我们 真的没有杀人 有没有杀人 等案子查明之后就知道了 每次狱卒来给他们送饭的时候 这些人都要说一遍刚才的话 狱卒听多了 自然有些不耐烦 那些人不说话了 狱卒便介绍纪云书 这位是纪先生 专门负责调查这桩案子的 纪先生有话要问你们 你们一定要老实回答 要是知情不报 你们就别想走出大牢 纪云书往前走了几步 与狱卒点了一下头 老返了 纪先生 我们就在不远处 你有事就叫我们 嗯 狱卒离开 那老商客认出了纪云书 之前因为自己那些堵石滚落 砸坏了后面一辆马车的车轮 里面坐着的人当中 就有纪云书 是你 老先生还记得我 当然记得 砸坏了你的马车 哎哟 真是过意不去啊 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先生 你是官府的人 这要怎么说呢 纪云书索性不答 老商客又说 先生 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真的没有杀人 关于这件案子 我有事来问你们 若你们没有杀人 自然会没事 好 只要是我们知道的 一定全部告诉你 纪云书看着 关在牢中的那些人 个个衣着肮脏 满脸胡渣 眼神空洞 可见被关的这几天 大伙都不好受 老先生 此事事关重大 甚至可能牵连甚广 所以我问你的事 你最好将细节 也一一告诉我 不要遗漏什么 我一定不会隐瞒 你可认识苏巧 苏巧 死者是一个叫苏巧的女子 十五岁左右 是被淹死的 三年前来到高定 说是为了寻人 可是在不久之后 就无故失踪了 老商客在脑海里 极力搜索着 那个叫苏巧的女子的信息 但一无所获 继而摇摇头 不认识 牢房中那些伙计 也纷纷摇头说 不认识 继云书见他们的样子 不像是在撒谎 继续问 这些石头 都是你从瑞丽运来的是吗 没错 都是从瑞丽运过来的 那些赌石在装箱之前 可都一一检查过 都检查过 要是当时知道石头那么轻 肯定能发现 也就不会往高定运来了 一路上没有打开过 没有 是你没有打开过 还是你敢确定 这一路上 这一路上都没人打开过 这个 老商客羽顿 一副不敢断定的模样 然后他回头看向自己那些伙计 伙计们一一摇头 表示都没打开过 老商客 这才看向寄云书 开那些箱子的钥匙 一直都在我手里拿着 就是晚上睡觉 也待在身边 没有钥匙 这谁也打不开呀 若是有有心之人 就是没有钥匙 也是能打开的 先生的意思是 有人开过我的箱子 你们从瑞丽来高定 经过大大小小的地方 这一路 就算是连夜赶路 起码也要十天半个月吧 之前那段时间 连日大雨 你们在途中 肯定有停下来休息过 甚至也住过客栈 所以你能保证 箱子一直都是在你们的视线范围内吗 不能 既然不能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你们当中的人 换走了箱子里的赌石 那就是有人 趁着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换走了 可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是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还专门用石膏将人头装进去 还要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将东西换进箱子里 这是为什么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 跟那个叫苏巧的人 更是没有半点关系 这也是纪云书困惑所在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如果那个有心换走赌石的人是凶手 那他为什么要将人头封在石膏里 然后千方百计地换进那堆赌石里 带进高定呢 就不怕罪行暴露 可如果不是凶手 那个人又为什么费尽心思 做这些呢 纪云书寻思了一会儿 太某问道 那这一路上 可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比如 有什么可疑的人 曾经接进过那些箱子 或者 有没有遇到和你们同行的人 都没有 几乎可以说什么线索都没有 要想知道谁开过那个箱子 就等于是大海捞针 案子真是一件比一件难呢 老商客见纪云书脸色泛愁 心也紧了几分 他双手抓着面前的木桩 季先生 是不是 我说的这些 都没用 老先生 你再想一想 兴许路上发生过什么 只是你当时 并没有注意而已 这 你慢慢想 若是想到了什么 就让牢中玉族来告诉我就好 我要问的 暂且也只有这些 那 那我会不会被砍头啊 案子还没有查明 自然不会定你的罪 你和你的伙计们 若是没有杀人 自然可以安全离开 先生 我是你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纪云书不好回答他这句话 毕竟还无法确认 七叔一定不是凶手 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就走了 李承拿到了杜木白的卷宗 便赶忙回了承思部 一边进去 一边吩咐身边的人 赶紧去找一趟季先生 就说他要的东西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人 季先生去牢里了 去牢里了 怎么不通知我 一早就过来了 下官不敢耽误时间 就派人带着季先生过去了 而且大人也说过 见到季先生 就等于是见到了你 所以才没有去通报你 这会儿时间 季先生应该 行了 我这就去大牢 大人且慢 怎么了 那个 说 季先生一早是去了 可是那位锦公子却没去 他一直坐在里面 喝茶 而且季先生说了 让大人你别过去 他审问完就会过来 那意思就是 让我等着了 大概是这样 让你和那位锦公子 先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李承无奈 抱着那份卷宗进去了 承司部的厅里 景荣确实坐在里面喝茶 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 李承打触 他看到景荣那张冰山脸就怕 总是会没来由地胆战 景荣见到他一来 用目光点了点 自己旁边的位置 坐吧 好 李承硬下 咽了口口水 在旁边的位置坐下 将卷宗放在了桌上 忽然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李承身子偏向景荣 皱着眉头强调道 这好像是我的地方吧 怎么感觉成你的了 景荣没理他 给他倒了一杯水 喝吧 一副主人的语气 而李承还真就没出息地喝了 景荣看到那份放在桌上的卷宗 拿来了 当然 也不看看我是谁 景荣伸手去拿 指尖刚碰到 李承的手就压住了那侧卷宗 强调道 这是卷宗 不能随便看 案子你不想查了 当然要查了 但这是给纪公子看的 他即是我 我即是他 我们都站在同一条船上 你需要破案 我需要找人 如果不能合作 我现在就走 那么这桩案子 你可能就要另请高明了 李承真着了一下 看着景荣那双阴损般的毛子 竟慢慢松了手 他不是怕景荣的眼神 而是担心这男人 真的一气之下 终止他们的合作 到时候带着季云书一走 那这案子岂不是悬了 所以该认怂的时候 还是要认怂 景荣见他松了手 嘴角暗暗往上一勾 将那份卷宗拿了过来 翻阅起来 可一双剑眉 却不时皱了起来 李承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既然答应 会带你们去户部 查那个叫查核的人 自然说道办道 所以你们也不能食言 必须帮我把案子破了才行 这叫有来有往 景荣没理他 继续看卷宗 不过 你们找那个人做什么 他对你们很重要吗 喂 你们是大林人 那个人却是高丁人 你们怎么认识的 李承霹里啪啦说了很多 直到景荣回了一句 你能闭嘴吗 景荣的语气温柔而客气 却不禁让人心底发颤 李承尴尬又不失礼貌地笑了下 没多久 景荣看完了 他默默合上手中的卷宗 放到了一边 沉默不语 李承问 你看出什么来了 卷宗写得很好 我不是问这个 可是我说的是这个 什么 什么这个 我不是问你这份卷宗 写得好不好 而是问你 你有没有看出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我说得很难理解吗 啊 就是因为这份卷宗写得好 所以 没有不对劲 景公子 你直接说没有不对劲就行了 绕这么大圈子干什么 这时纪云书来了 门口的侍卫换倒 纪先生 听那二人闻声看去 李承立刻起身冲了过去 纪先生 怎么样 没什么结果 哦 我要的卷宗呢 在那儿 李承指着桌上的卷宗 纪云书走了过去 在李承之前坐过的位置坐下 拿起卷宗看了起来 完全没有跟景荣打招呼 景荣默默地为他倒了一杯茶 他边喝边看 直到看完 和景荣一样 他合上卷宗后 沉默不语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什么 纪云书摇头 既然没有异常 那也就是说 苏巧来高定 跟董木白没有关系 也不一定 或许可以说 这份卷宗写得好 所以没有异常 突然一个小官 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大人 有发现 怎么了 有个女人 说是认识死者 现在就在门外 说跟死者是同乡 快 把她带来 是 很快 小官便将那女人 带了进来 女人长得很好看 就是皮肤粗糙了些 身着粗布麻衣 一直低着头 唯唯诺诺的 她进来后 就跪到了地上 拜见几位大人 不用跪着 是 你说 你认识死者 是她的同乡 是 你说明白些 那个叫苏巧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她是 有什么难言之隐 布满大人 我跟苏巧 都是男生人士 自小一起长大 无父无母 一直 都是在青楼里长大的 三年前 她突然来到高定 从此 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络 两年前 我被一位刑伤的老爷 赎了身 带到高定来 只是身份低微 在府上 做了个清早的丫头 后来 我也打听过 有关苏巧的事 可是 都没有她的消息 直到这两天 我才听说 听说她死了 还听说各位大人们 正在查她的身份 这才赶紧过来 那你知不知道 她三年前 为什么要来高定 她来高定 是为了一个 叫杜牧白的人 她跟杜牧白 究竟什么关系 杜牧白六年前 就已经死了 为什么是为了 她而来高定 布满大人 杜牧白与苏巧 是相好 二人情投意合 早就互许终身了 苏巧常常跟我说 她很欣赏 杜牧白的才学 将来一定要嫁给她 原本 苏巧早就攒够了钱 可以为自己赎身了 可是杜牧白 因为家境贫寒 根本没有什么钱 支撑她来高定赶考 所以苏巧 将自己所有的钱 都给了她 自己便日夜 等着她高中回来 可是没多久 却传来杜牧白 已经死了 苏巧哭了许久 无奈不能赎身 去不了高定 直到三年前 才为自己赎了身 她就立刻来了高定 在那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说完 李承很惊讶 苏巧真的是 杜牧白的相好 那她对阿姐的感情 算什么 女子说的话 李承不信 她质问道 你说杜牧白跟苏巧 早就情投意合 这话是真是假 大人 民女不敢撒谎 所言句句属实 你胡说 女子立刻跪了下去 低着头浑身颤抖 显然是被李承给吓到了 大人 大人若是不信的话 大可派人去南山查明 当时我们所在青楼的姑娘们 都知道此事的 李承面色难看 在她的印象中 杜牧白是个谦谦君子 为人正直 若在家乡 已经与其他女子私定终身 又岂会跟自己阿姐表明心意 这跟登途浪子有何区别 静云书早就注意到 李承有些不对劲了 只要关于杜牧白感情上的事 他就异常激动 其中定有什么猫腻 第四百八十八集 程世子 你句句都不信 杜牧白与他人相好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能知道什么 只是 杜牧白是我府上的门客 我从来也没有听他说过 有关苏巧的事 更别说什么相好了 所以才不信 李承的眼神也好 语气也罢 都是在撒谎 杰云书看了看他 心底虽有怀疑 但是没有在往下问 转而问那名女子 你可知道 苏巧是哪一天来高定的 大概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那他在高定 可有什么亲人 我与他都是孤儿 无父无母 更别提亲人 既然他来高定 是为了杜牧白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 是为了杜牧白的什么事 他跟我说 杜牧白 是个很有才学的人 根本就不会偷盗 他人的诗句 更不相信他会自杀 因为 他一直说 杜牧白 是个轻傲的人 不管如何 都不可能自杀的 所以 他存够钱 为自己赎身后 就立刻来了高定 要查杜牧白的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死了 如果 苏巧来高定 是为了查杜牧白的死因 那么 他被赵儿姑娘 安顿在客栈后 还时不时出去 是去哪儿呢 苏巧在京城 竟然没有亲人 也没有认识的人 那么他要查杜牧白的死因 必定是去找当时 跟杜牧白比较相熟的人 杜牧白相熟的人 你是指 纪云书重新翻开了 杜牧白的那份卷宗 看到上面几个人名 方桑 江文 丙正 金云书看着 景蓉说道 你说得对 苏巧一定会去先找 与杜牧白相熟的人 而当年杜牧白 住在文社里 就是跟这三个人 住在同一间屋子 而且 也是这三人 先发现了杜牧白的尸体 所以 如果我是苏巧的话 我想 我会去先找他们 景蓉点头勾衬一笑 李承恍然 立刻吩咐 后在外面的侍卫 去 赶紧去查查这几个人 现在何处 是 侍卫奉命立刻去查 同时纪云书 将地上跪着的女子 扶了起来 姑娘 你先起来 大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 都告诉你们了 若是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女子行了个礼 身子一颤一颤地走了 过后 李承困惑道 可是苏巧 如果是为了查 杜牧白的死 那他为什么会死 或许 杜牧白的死 确实存在即将 而当时 苏巧可能查出了什么 所以凶手狠下心 将他灭口 当真 我说的是或许 可当时各司部都彻查过 杜牧白确实是自杀死的 我说的是或许 景荣又强调了一遍 面色冷酷 李承咽了咽口水 索性 闭嘴 三人在厅内等了一上午 直到侍卫查明回来 并报道 大人 已经查到了 根据礼部那边的记录 这三个人六年前 确实与杜牧白 同为一届考生 而且确实住在一起 可是当时全部落罢了 三年前 三个人再次来参加考试 但还是落了罢 而今年 三个人又都再次来高定参考 也和以前一样 还是住在文社里 他们都在高定最好 否则还要到处去找 你现在立刻带人去文社 将他们带来问话 是 侍卫领命出去 宋纸今日一早也出了门 他在书局里逛了许久 因为上次对师 赢得了薛和的那二十两银子 所以这次便将自己喜欢的书 都花钱买了下来 而走之前 他又多挑了两本 上次听方桐说过 他也是因为买不起书 所以才天寒地冻地 跑去书局看书 所以宋纸想着 大家都是读书人 能帮就帮 就多买了两本 给他送过去 宋纸跟书局的伙计 打听了一下文社的位置 便带着书籍去了 一路上他走得极慢 高定实在太大了 兜兜转转许久 才找到了那间文社 这所专门用来接待 世子们的文社很大 跟一般的客栈不一样 如同一间书院 但就是简陋了一些 但对于那些寒门世子来说 能有个地方落脚 已经是非常好了 宋纸踩到门口 脚都没进去 一个小门童就跑了过来 见他面生便问 你是谁 不是住在这儿的吧 我确实不住在这里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找谁啊 方桐 哦 是他呀 他在里面 那麻烦帮我告诉他一声 就说送支照他 你还是自己进去找吧 不过进去前你得登记一下 免得到时候乱了事 这是规茧 好 宋纸应下 然后在小童递过来的册子上 写了自己的名字 和一些常规信息 这才得以进去 宋纸按照小童纸的路 绕过了几个长廊 随后在经过一道小门的时候 刚迈脚进去 就跟一个人迎面相撞 那人身材瘦弱 比宋纸还弱不禁风 这一撞 整个人往后裂窃了几步 宋纸立刻拉住他 那人才站稳 对不住 对不住 那人却一把甩开他的袖子 往后退了两步 宋纸双手落空 心生尴尬 再定眼一看 眼前这人 不就是当时在通鱼阁 与自己说那番奇怪话的人吗 是你 那人闻声抬起头 与宋纸四目相对 宋纸微颤 那人的眼睛深奥忧郁 眼带和黑眼圈都很重 仿佛是一个命数将近的病人 看上去阴气重重 让人不寒而栗 那人沉沉出声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来找方童的 我不是提醒过你 让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吗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呃 让开 男子低下头 一手扒开他 走了 头也不回 宋纸望着他的背影 心中思绪万千 方童究竟与此人 结了什么深仇大恨 他摔摔脑袋 被冷风吹得发抖 便抱着双臂 跨门而入 方童正在屋子里写东西 宋纸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方童闻声看去 很惊讶 宋兄 你怎么来了 赶紧进来 我是来找你的 方童立刻放下手中的笔 将他迎进去坐下 继而给他倒了杯热水 来 先喝点热水吧 多谢 不用客气 方童又将屋子里 唯一一个炉子 搬到宋纸身边 十分热情 恨不得将自己最好的东西 都拿出来招待他 宋纸在屋子里看了一圈 屋子里很干净 一共有四张床 铺得很整洁 里面有四个大柜子 四张桌子 虽然东西少 也非常简陋 但都是摆放得整整齐齐 那几个窗台上 也都摆放着几盆空心烛 迎着雪花开得正好 让人很舒服 这地方确实适合读书 方童不好意思道 还是简陋 宋兄 莫见惯 怎么会呢 这里比我住的地方还好 宋兄若是喜欢这里 可以搬来这里住 我的床可以分你一半 这怎么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宋兄你才华横溢 若是能与你同床 这也是我的福分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宋只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话也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索性另起话题 对了 方兄 我今日来 是为了给你送几本书 书 我看这书写得很好 孤儿又多买了两本 送来给你 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 上次若不是你带我去诗会 我也没有机会 赢得那二十两银子 两本书而已 费不了几个钱 只是怕方兄嫌弃 方童拿起那两本书 欣喜 不嫌弃不嫌弃 宋兄真的明白我 这两本书 我欣欣念念了很久 方兄你喜欢就好 喜欢 当然喜欢 方童是真的喜欢 只是银子有限 实在买不起 刚说完 门口就传了一声 方童 进门的是姜文 她捧着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进来 给你带包子来了 你赶紧 他看到屋子里有人 这不是宋兄吗 突然前来 姜兄不要见怪 不见怪 不见怪 当然不见怪 赶紧坐 姜文 姜文 宋兄又不是贤凭爱妇的人 看你说的 谢谢 姜文笑了笑 忽然注意到桌上的书 拿起来一看 这不是我们之前看上的那两本吗 这是宋兄送的 宋指听到后 立刻将自己买的那两本 也拿了出来递过去 其实我也给你买了两本 姜文很开心接了过来 哎呀宋兄 你人也太好了 没有没有 突然外头传来一阵仓促的脚步声 一行侍卫冲到门口 吓得屋里的人全部起身 这这这 谁是方童 是我 谁是姜文 我 那侍卫压根就不问宋指 只说 那你 就是秉正吧 我 全部带回去 是 几个侍卫便拉着他们三个出了门 宋指一脸懵 各位官爷 我不是 行了 赶紧走 等会儿 有你说的 我 别耽误时间了 大人等着你们 于是宋指就这样 莫名其妙地 被带走了 很快 三人被带到了城司部 大人 那三个人都带来了 季云书和景荣一看 发现宋指也在其中 宋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季公子 景公子 原来你们也在这儿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几位官差大哥弄错了 以为我是秉正 就带我过来了 李承立刻责怪那几个侍卫 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 一帮废物 大人恕罪 还不赶紧去把秉正找来 是 侍卫又赶紧去了 随即 李承看着另外被带来的两个人 你们谁是方桐啊 谁是姜文 回大人 我是方桐 我是姜文 你们认不认识杜木白 方桐和姜文显然是认识杜木白的 二人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稍纵即逝 迟迟没有等来二人回答 李承急了 本官问你们话 怎么哑巴了 认识 当年我们跟他是一介考生 也住在一起 那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苏巧的女子 就是这次石头案的死者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二人面面相去 竟而摇头 回大人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你们跟杜木白住在一起 难道他就没有提过这个人吗 我们不敢隐瞒大人 真的没有 而且 我们跟杜木白只是住在一起 对他个人的事情都不清楚 杜木白才华横溢 有男生才子之称 如此有才学的人 岂会跟他们深交 再说 杜木白当年得到了平阳侯的赏识 去做了门生 他们却因为没有门路 连个当官的都不认识 更没有资格入关门 与杜木白的距离 自然又拉开了 虽都是出身贫寒 但到底是有别的 李承没从他们身上 问出什么来 姜文却问 大人 不知道那个叫苏巧的人 他和杜木白是什么关系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是 其实 还有一桩案子 想问你们 方彤和姜文 似乎隐约察觉出了什么 漠然不语 当年杜木白 之所以会自杀 根据卷宗上记录 是因为他偷盗诗词 所以才会被取消门生资格 因此深受打击 才会选择自杀 我想知道 他究竟盗取了谁的事 他 你就算不说 我们也能查到 他到的是秉政的事 秉政就是那个还没带来的人 李承立刻冲门口站着的侍卫催促 还不赶紧去把秉政找来 是 侍卫立刻去了 在这个期间 方彤和姜文的心 一直都是紧绷着的 似乎在怕着什么 宋纸被稀里糊涂地带了过来 到现在还没有整清楚 究竟发生了什么 便轻声问纪云书 秉公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宋公子 这件事与你无关 其实你可以先回去了 我还是等等吧 我跟他们认识 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上次去书局看书的时候 认识了方兄 后来方兄带我去了一个师会 又认识了姜雄 我们一起聊了会儿天 对了 差点忘记告诉纪公子了 当时我还赢了二十两银子 当时因为公子做了首诗 说谁要是能对出来 就可以赢得二十两银子 刚瞧那句诗 我能对出来 所以就赢了银子 本想回去将这消息告诉你们 但是当时回去太晚了 于是就给忘了 这样吧 等会儿我请你和景公子 一起吃顿饭 当时感谢你们这一路上 对我的照顾 那二十两银子 宋公子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快要考试了 必定会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 就不要破费了 没事 请客吃饭要不了多少钱 静云书也不再继续 跟宋纸磨嘴皮子 笑而不语 一旁的里程却心思沉重 他以为石头案就是石头案 哪里小的还牵扯上了杜木白 牵扯就牵扯吧 怎么还牵扯出杜木白 跟苏巧是相好的关系 他已经可以想象到 等事情一旦传开 自己阿姐必定十分失望 他爱着的男人 欣赏的才子 与他山盟海誓的千千君子 怎么转眼间就成了 与别人私定终身的人了 连里程一个男人都接受不了 更何况是自己的姐姐 李文书 一想到这儿 他就忧心忡忡 不知道到时候 该怎么出声安慰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 齐云书忽然走到方彤的面前 与他目光相碰 方彤往后退了一步 大人 杜木白自杀 是你们先发现的吗 嗯 当时你们看到的时候 杜木白是个什么样子 屋子里的情况又是如何的 杜木白的样子 屋子里的情况 对 第四百八十九集 方彤和姜文再次互相看了一眼 当年二人作为证人 已经将自己看到的全都说了一遍 现在又被问起 似乎有些不大记得了 大人 事情都过去六年了 有些细节我不记得了 而且 当时实在是吓坏了 现在一想 都让人毛骨悚然 那就说你记得的 可是 当初我们把看到的 知道的 都跟官府的人说了 刑部那边 应该有记录 他人看上面的记录 不是更加详细吗 确实 杜木白的卷宗上 是有记录 而且记录得很完美 但是纪云书当年 身为提点刑御司 写过很多卷宗 知道很多细节都会省略 不会记录得太详细 记录上 确实是有 但是有些东西 记录得不是很详细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 当年 杜木白是因为被取消了 门生的资格 所以那几天 他一直都不开心 每天都在在屋子里 不出去 而且 他那几天还摔了一跤 脚踝受伤 走路不方便 就只能一直在屋子里 休息 看书 那个时候 我们并没有觉得 他有什么 轻生的念头 有一天 也就是他死的那天 我记得是下雪天 一大早他就出去了 当时我就跟姜文 还有秉证 我们三个一起去逛了书局 书局的老板 可以为我们作证 我们是待到晚上才回去的 一推开门 就看到杜木白 在屋子里上吊死了 我们下惨了 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他从上面放了下来 随后就报了官 官差来检查了一遍 屋子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而且 武作验尸 杜木白 确实是自杀的 没有异常 为什么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将人放下来 哦 因为绳子有点高 我们够不着 那他在自杀的前几天 有没有什么预兆 比如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不瞒大人 杜木白因为偷了秉证的诗 本就自愧不如 加上又是一个屋子里的 所以他那几天 根本就没有与我们说过话 也难怪 杜木白是个才子 因为财学而得到 平阳侯的赏识 如此一个人物 因为偷盗的事情 而名誉受损 就算再如何厚脸皮 也不好意思再与大家 其乐融融 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 而杜木白被取消门生资格后 也无处可去 只能继续在文社里 纪云书琢磨着方桐这番话 希望能找出些什么线索来 而这时候 秉证被人带来了 他身子瘦弱 走路很慢 身上单薄的衣服 根本不足以抵挡 外面那瑟瑟的冷风 他勾搂着背 将双手都插进了衣袖中 一点柿子的气质都没有 侍卫将他带了进来 当然 他就是秉证 这次不会错了 秉证一进来 谁也不看 一直低着头 宋芷看到他 惊讶道 是你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他 宋芷赶紧解释 我与秉公子见过两面 说的些话 听他这么说 方桐和姜文脸色大变 十分紧张 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二人暗暗互相扯了扯衣服 而这一幕 都被纪云书看在了眼里 他敢确定 这两人肯定有鬼 也肯定有什么事情 瞒着不说 但若是就这样 直接问的话 他们必定不会说出来 而对于刚才宋芷的话 秉证却无动于衷 他抬头看了一眼宋芷 我不认识你 师五 我们见过的 我没见过你 之前在师会上我们见过 就在今天 我去文社找方兄也碰到了你 记得吗 秉证冷笑一声 双手往袖子里缩得更深了些 公子莫要随便认人 他完全一副 不认识宋芷的感觉 宋芷凌乱了 难道有个人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不成 可明明连语气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同一个人呢 他正打算开口 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李承出声打断他 够了 你的书呆子也太奇怪了 怎么谁你都认识啊 别人都说了不认识你 你还一个劲往上贴贴贴贴贴贴 宋芷尴尬 才想起来他们还要办正经事 便往后退了两步 实在是对不住 我刚才失礼了 禀公子 你不用紧张 找你来 不是你犯了什么罪行 而是想问问清楚 有关当年杜木白 偷盗你师的事情 大人问吧 大人问吧 人人都知道 杜木白是个才子 他的诗句文章都是一流的 可为什么会偷盗你的诗呢 大人这是不信我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想了解清楚罢了 秉政却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依旧紧张的方桐和姜文 当年已是 他们可以作证 是他们亲眼见我写的那首诗 方桐和姜文一下就成了焦点 二人处了一下 咽了咽口水 是 我们是亲眼看到秉政写了那首诗 是杜木白偷了去 若是时如此 你二人何顾这么紧张 我们 该不会这几周 还另有乾坤吧 景荣的声音不高不低 听上去十分平淡 但是听得方桐和姜文脸色难看 心虚之感一览无余 但是相比姜文 方桐稍微淡定一些 我没有隐瞒什么 事实就是这样 那诗确实是秉政所写 因为杜木白人都已经死了 所以现在提起这件事来 难免有些害怕 毕竟亡灵不可触犯 景荣笑了一下 完全不信 他见过的人 比他们吃的盐还要多 是人是鬼 还是辨别地出来的 但没有证据 自然不好追问 而他嘴角上的笑 却笑得方桐二人 不敢与他对视 立刻将目光挪开了 此事秉政最清楚 毕竟杜木白是偷盗了他的事 将整件事 又原封不动地 丢还给了秉政 在众人注视下 秉政忽然念了一首诗 四月絮飞扬 旧人闻湖前 兰竹斗春雨 小桥又江南 这就是我的诗 当年赌木白 就是偷了我这首诗 秉政的情绪和语气 都很平淡 仿佛是在说一件 以自己毫无干系的事情 这首诗的确写得很美 四月飞絮是在南方 兰竹也是在江南 小桥江南美不胜收 纪云书上下打量他几眼 禀公子是南方人 不是 我是北方人 这首诗中所写 都是讲江南的警茂 我去过 所以见过 故而有了这首诗 江南兰竹 名字真美 当然 竹心可空 高峰亮节 名字当然美 纪云书听到他的回答 脸上当即闪过一丝笑意 脚步往前迈进一步 继继续问 哦 那么不知道 禀公子 可有吃过一种食物 叫寸汁 没听说过 只知道 南方四月的 飞絮 很厉害 去的那年 身上和脸上 都染了红疹 所以就只逗留了几天 便走了 这样啊 纪云书如此说 旁人听了 根本不明白 纪云书为什么突然会问秉政 有没有吃过寸汁 这跟吃的有什么关系 但一旁的景容 却看得明明白白 他很清楚 纪云书意欲何为 暗暗一笑 笑自己的女人 实在是太聪明 更笑秉政 露出了破绽 还全然不知 纪云书又笑笑 点入正题 诗的诗 就问到这里 其实找秉公子来 是想问问你 你可认识一个叫 苏巧的姑娘 不认识 这个叫苏巧的人 就是此次石头案的死者 他跟杜木白一样 都是男身人士 杜木白死后的第三年 他来到高定 想查杜木白 是否真的自杀而死 可他若是想查 必定要找与杜木白 最近的人 所以才将你们 请到这儿来 倘若当年苏巧 真的找过你们 而你们有所隐瞒的话 到时候彻查清楚 你们便要为自己 今天说的话负责 方童一听赶紧说 这件事 当年已经查明了 而且杜木白 自己都百口莫辩 岂会有假 是啊 都已经查清楚了 但秉政却笑了一下 就算是假的 人都已经死了 若是欠 那也是下辈子 去还的事了 因为实在问不出什么 李承就让他们离开了 秉政离开之前 意味深长地 看了纪云书一眼 案子仿佛断了线 再次无从查起 但继云书心里 却有了盘算 程世子 这份卷宗 我想再研究一晚 明天一早 我再归还 当然可以 你看多久都行 还有 我想要程世子 给我一块 成丝布的令牌 方便我办事 没问题 李承立马掏出 自己随身的令牌 给了他 原因都不问 因为他信他 回去的马车上 景荣 纪云书 和宋旨同城 纪云书默不作声 在想什么事情 宋旨大气不出 生怕惊扰了什么 倒是景荣 他咳泪声 宋公子 在 甘菜品正念的那首诗 你可记下了 熟次美的诗 当然记得 四月续飞扬 旧人闻湖前 蓝竹斗春雨 小桥有江南 光是几个词 就已经足够将江南的风貌 展现出来了 那你可知道 江南有一种食物 叫寸植 这个 好像没有听过 可有去过江南 没有 那你有知不知道 江南四月的飞墟 在什么地方才有 愿问气象 或许你明天就知道了 对了 我今天去了专门安排 金科世子们居住的文社 里面很大 也很干净 我在想 若是今年我不能考上的话 三年后 我就居住文社 而且外人进去 都是要登记的 十分安全 你如此有才学 定不会落榜 你是不知道 那天我去诗会 见识了很多才子 尤其一个叫薛和的 都说他是三甲人选 三甲就是定去几一 还有几二 你定成 金公子对我有这么高的期望 我定会加油的 一路上 纪云书都没有说话 回到宅子后 纪云书坐在屋子里 一直看那份写的 十分完美的卷宗 这一看 就看到了晚上 他突然合上卷宗 起身出了门 门外 景荣等着他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一直就在外面 走吧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 你心里想什么 我岂会不知道 那我们走吧 别耽误时间 你就想这样去 景荣进屋 从里面取出一件披风 为他披上 过得严严实实 这一幕被白鹰看到 他坐在远处 没有过去打扰 只隔着一些距离说 不管你们去哪儿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免得我在这里担心 景荣和纪云书 互看了一眼 于是三人一起出了门 没多久 就到了文社 那些世子们 基本都在屋子里学习 整个文社 显得冷冷清清的 三人刚到门口 就被守门的门童拦住 你们是 纪云书拿出了 从里城那里要来的令牌 衙门的 原来是几位大人啊 不知大人这么晚来 是为了 为了查案 查案 就是当年杜木白的 那桩案子 我这就去里面 通报医生 不用了 你带着我们进去就行 这 衙门办事 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原来是这样 于是小童便悄悄 领着他们进去了 去往出世那间 屋子的路上 纪云书问那个小童 对了 当年那一天 你可见过杜木白 见过 什么时候 早上见过一回 晚上见过一回 见到他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早上杜木白就出去了 晚上回来 却失魂落魄的 如何的失魂落魄 早上杜木白 好像要去什么地方 好像很着急 但是走得很慢 晚上回来的时候 低着头 一副沮丧的样子 我喊他 他也不应我 一个劲地往前走 走得很急 哦 小童带着他们 到了杜木白 自杀的那间屋子 自从这里出了事情之后 就封锁了 已经六年没人进去了 打开 啊 衙门办事 是 小童掏出钥匙 将门打开 六年没有进去 门在打开的那一刹那 从里面扑出来 一阵难闻的气味 几人不由地捂住鼻子 直到里面的气味 渐渐散去 才进门 小童弄来了一盏油灯 和一盏灯笼 将油灯递给纪云书 纪云书接来 走了进去 屋子里六年都没有住人 十分陈旧 到处都是蜘蛛网 而里面的摆设 和之前方童屋子里的摆设 是一样的 但中间横着一张桌子 这张桌子 就是当年杜木白 踩着上吊的 这桌子 原封不动地放着 房梁上的上吊绳 已经取了下来 纪云书将油灯 靠近那张桌子 然后在周围转了转 时不时打量头顶 却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眉头紧周 景荣和白音 站在一边 没有打扰 而小童正准备 出声问些什么 被景荣及时制止 示意她不要出声 静静等着就好 那晚 纪云书在屋子里 看了很久 原本紧皱的眉心 在出来的时候 舒展了几分 说了一句 明白了真相 第二天 纪云书和景荣白音 就去了城司部 他归还了那本卷宗 又与李承说 城世子 麻烦你将方桐 姜文和秉正带来 昨天不是已经 问过话了吗 带他们来就知道了 李承命人将他们带来 很快 三人再次被带过来 一一押到 司部公堂内 李承坐在正位上 那些老官员和景荣等人 就坐在两侧 纷纷盯着中间 被带来的方桐三人 方桐和姜文 还是昨天那副心虚的样子 不知大人找我们 是为了什么 李承看向纪云书 因为他也不知道 纪云书起身 静止走到秉正面前 秉正此刻依旧低着头 秉公子 你还记不记得 我昨天问过你什么 秉正不作声 第四百九十集 我问你 可有吃过寸汁 你说不知道 那东西是什么 对吗 那我来告诉你 我所说的寸汁 其实就是江南 有名的翠花糕 可是翠花糕 却被江南本土的人 称之为蓝竹 也就是你诗中 所写的那个蓝竹 而不是秉公子 你口中说的 那个高风亮节的竹 并且江南一带 从未有过 叫蓝竹的竹子 可见秉公子你 根本就没有去过江南 你若是去过 就不会不知道 寸汁就是翠花糕 翠花糕就是蓝竹 而非你所说的竹子 众人诧异 纷纷盯着秉正 他还是十分淡定 低着头 将脸深深地埋下 还有 你说你四月飞絮 导致全身起了红疹 根本是在撒谎 因为江南 根本就没有飞絮 而是在江南附近的南深 也就是杜牧白的家乡 秉正笑 仿佛心里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 六年了 他在心里将这个结 埋了六年 每每晚上都羞愧难当 他缓缓抬起头 看着面前清秀的季先生 你跟别人不一样 当年礼部的人 彻查杜牧白 偷盗我的诗句的事 都没能从诗句中 看出什么来 可是你不一样 你很聪明 看得比谁都清楚 言外之意 他承认 自己冤枉了杜牧白 李承立刻质问 所以 杜牧白根本就没有 盗用你的诗 那首诗是他自己写的 没错 杜牧白 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 他写的诗 我很喜欢 四月续飞扬 旧人 闻湖浅 兰竹 斗春雨 小桥 有江南 我若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那该多好啊 秉政 你为什么要说他偷盗你的诗 重要吗 本官要知道实情 他有才华 我心生嫉妒 秉政 你污蔑杜牧白 说他盗用你的诗 害得他被取消门生资格 因此自杀 你知不知道 你简直罪无可恕 本王能砍了你的脑袋 李承质问 站在一旁哆嗦的方童 和江文 还有你们两个 竟然敢为秉政做假证 害得杜牧白背上那样的罪名 你们两个 也是死不足惜 方童和江文吓得满头大汗 然后咚的一声跪了下来 双双伏地 怪不得昨天二人会那么心虚 方童到底是个聪明人 他说 大人饶命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当时秉政说 那首诗是他写的 我们见他老实 一定不会撒谎 所以才帮他作证 大人 民建啊 还敢推卸责任 我们不敢 确实是秉政 让我们帮他作证的 当时杜牧白 身为平阳侯府的门生 背后有平阳侯称耀 我们见秉政可怜 所以才答应帮他作证 李承问秉政 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秉政笑了一下 完全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他没有任何退路 是 是我恳求他们帮我作证 大人要问罪 就问罪吧 就是死 我也心甘情愿 若不是因为我 杜牧白 也不会被取消门生资格 他也不会自杀而死 我这条命 是他的 如今 也应该还了 他的死 跟你没有关系 齐先生 直到如今 你又何必宽慰我 我虽不是亲手杀了他 可是 是我 间接地害死了他 我是个罪人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其实杜牧白 根本不会因为你 污蔑他偷盗你的尸 而羞愧难当地 选择自杀 因为 他是被杀 斯布衙门内 全场哗然 个个惊讶不已 就在大家还在震惊 纪云书这番话的时候 李承出声问道 你说 我自然可以证明 我刚才的话 去哪儿 杜牧白出事的那间屋子 文社 命案现场 李承愣了一下 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跪在地上的方童 姜文 秉证 面色困惑不已 而那些官员们 也开始议论纷纷 毕竟 一旦牵扯到六年前 杜牧白的案子 那么整个事情 就不简单了 到时候 当年涉及这桩案子的 礼部和刑部 首当被推到面前 杜牧白若真的不是自杀 而是被杀 那么 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 那些曾经参与过案件的 承司部老官们 也会受到牵连 以致他们现在 冷汗直冒 一个老官在议论完之后 就站了出来 质疑纪云书的话 纪先生 我们现在要查的是苏巧的案子 可是你查来查去 都是在查杜牧白的案子 纪先生可知道 这案子牵扯得有多大 又牵扯到多少人 若只是因为你的一面之词 就要我承司部 上下陪着你去查 一旦案子没有蹊跷 到时候上面追究起来 这受责的是我们 不是你 说到底 纪云书不是承司部的人 更不是官府的人 上面追究下来 他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这些跟着他一起查案的官员们 可就惨了 必定个个都要被拉到台面上问罪 所以老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纪云书自然不会拉他们下水 大人 我知道有些事情确实牵扯甚广 也知道这是苏巧的案子 可是如今苏巧和杜牧白牵扯到了一块 那么这两桩案子就有了一定的共通性 大人想想看 当年苏巧正是因为不信杜牧白会自杀 所以才来高顶查明情况 我想 他或许是知道了些什么 或者是查到了什么 凶手知道后就将他残忍杀害 当然 至于杀害苏巧的凶手 是不是和杀害杜牧白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还需要再查 所以这两桩案子 不分哪一桩都要一起查 那如果杜牧白就是自杀的 不是被杀的呢 我既说得出他是被杀 当然拿得出证据来 所以 我才想让各位跟我去一趟杜牧白上吊的那间屋子 等到了现场 我就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 你随着这样说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本官相信纪公子 一旦有后果 本官一力承担 大人 此事不是儿戏呀 如果要查 一定要先承报上去 别跟本官说这些有的没的 总之本官坚持站在纪公子这边 他竟然说杜牧白是被人杀的 本官就相信 他一定拿得出证据来 大人 闭嘴 纪公子 你断案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现在 我们就跟着你去现场 好 李承不顾那些官员们的反对 一定要去查杜牧白的案子 毕竟杜牧白是自己阿姐爱过的人 他一定要弄清楚 最后那些官员们也都只能认了 在去往文社之前 纪云书走到跪在地上的方童 姜文和秉政面前 你们冤枉杜牧白偷盗尸的事 暂且搁置一边 我需要你们跟我一起去文社 因为当年 是你们三个人先看到的杜牧白 到了现场 也需要你们帮忙 是 方童语气颤抖 另外两个也都无声答应 很快 李承就带着几个老官和几个侍卫 跟纪云书等人去了 去之前 李承也提前派人去了文社 通知了文社的负责人 负责人是礼部的一位外官 萧何官 他一听愣了很久 然后问前来通报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说杜牧白是被杀的 当年不是都已经查清楚了吗 不知道 是诚词不辞词 请来的一位先生说的 说杜牧白是被杀 你说的 可是那个能画骨的先生 是 可是杜牧白的案子 怎么跟他扯上了 据说 成司部负责的石头案的那个死者 跟杜牧白有关 所以李大人说 现在两桩案子 要合并成一桩案子 胡闹 萧何官脸色大变 两桩案子合并成一桩 本就已经让人十分震惊了 何况其中一桩案子 还是六年前刑部已经结案的案子 来人不敢作声 萧何官缓了许久 然后问 成司部的人 还有多久来 快了 你先去一趟平阳侯府 将这件事告诉平阳侯 我这边先拦一拦 等侯爷做主 侯爷若是同意成世子的决定 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是 得了吩咐 来人赶紧去了 没过多久 李承等人就来了 萧何官站在门口 脸色依旧难看 成世子 你就是那位萧大人吧 正是 我已经派人先来通知过了 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成世子 你是想查杜木白的案子 没错 现在我要带人 去当年出事的那间屋子里查 这件事情 很为难 当然不是 只是成世子 你要查杜木白的案子 是不是也要 先得到刑部的同意 若是没有刑部的同意 案子是不能翻案的 怎么人人都跟我说这些 难道要查一桩案子 就这么难吗 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反正我人都已经来了 不查也得查 你赶紧让开 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李承完全不客气 非查不可 萧何官到底在官场上 待了这么多年 面对李承 还是可以轻松应对的 程世子 我还是刚才的意思 想来文社查案子 没有问题 但是 必须要有刑部同意 若是同意 你就是带多少人来 我也会让你们 大大方方的 进去查案 但是现在不行 我现在已经带人来了 就没有回去的道理 程世子 还是先去一趟刑部吧 你 总之 没有上面同意 我是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你这人真是比刑部 那位崇大人还难缠 之前李承去刑部 取杜木白的卷宗 也是被崇大人 几句话给拒绝了 当时就气得不行 现在遇到一个 比崇大人还厉害的人 说话规规矩矩 让人钻不了空子 而且更加讨厌 萧何官面不改色 今天不管换做任何人 都会和我一样 拦住程世子 所以希望程世子 不要让我为难 还是请回吧 所以绝对不会退步 一步都不行 就在李承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身后走出来一个人 季云书身着素雅的男装 面色平静 他朝萧何官拱了拱手 萧何官看到他的时候 微惊 上下打量他 你 你就是季先生 是 久仰大名 大人 其实 今日要来查文社杜木白案子的人 是我的意思 季先生 你不是官府的人 我确实不是官府的人 也不是程司部的人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 但是大人 你一口一个不让我们进去查 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刑部的同意 只有刑部同意了翻案 我们才能进去 可是 大人似乎忽略了一个点 什么 翻案 是不是需要证据 那是当然的 既然需要证据才能翻案 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查 我们有哪里来证据 去刑部翻案呢 如今能证明 杜木白被杀的证据就在里面 难道大人也要拦着 还有 此次城门口的石头案的死者 与杜木白有关 这两桩案子 看似没有任何挂钩 但案中牵连 就算我们不是为了杜木白而进去 但是为了石头案 也是一定要进去查的 大人若是阻拦 岂不是妨碍成私不办事 这个罪名 似乎有点大 大人 可担当得起 连连几个问题 砸得萧和官完全愣住了 而就在萧和官愣住的时候 一直默默站在后面的景荣和白阴 看着前面的纪云书 二人眼里都带着光 白阴笑了一下 然后靠近景荣 轻声说道 不得不说 云书很有魅力 景荣勾唇一笑 望着自己女人的背影 这就是我爱的人 萧和官虽然压住了李成 却被纪云书刚才的话压住了 他竟有些说不出话来 顿了一会儿 才到 季先生 你 怎么 难道大人不认同吗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 那就请大人行个方便 让我们进去验证一遍 就可以知道杜木白 究竟是自杀 还是被杀的 大人一直在说规矩流程 那咱们就按照流程来走 只要有证据证明了杜木白是被杀 到时候按照流程走 不就合乎规矩了吗 关于流程 纪云书可是很清楚的 他做过提点刑御司 比在场任何一个人 都有资格说规矩流程 就在萧和官雅口无言的时候 李成赶紧道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们要进去查案 要是耽误了 就是妨碍官府办事 好 我可以让你们进去 不过 不过什么 还要再等等 毕竟这里是文社 里面住的 都是前来考试的学子们 若是惊动了什么 恐怕到时候 就影响不好了 那你想怎么样 萧和官可不敢 真的惹怒这个祖宗 要是将文社给砸了 那还了得 一切就等先通知了平阳侯之后 再做决定 所以现在 他要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拖延到平阳侯下达命令 我要先跟文社里的学子们说一下 免得影响 那要多久 这个就难说了 文社里有很多学子 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进去 程世子 我答应让你们进去 但这里毕竟是文社 是读书人住的地方 不管怎样 都要先打点好 你 好 那我们就先进去大厅等着 等大人你打点完 我们再过去 好 济云书知道那萧和官 必定是在谋划什么 或许是通知了什么人 刻意拖延时间 他也想看看 究竟通知了谁 李承带着人进了大厅 萧和官命人到了茶水 又搬来了烤火的炉子 随即悄悄离开 问身边的人 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通知到平阳侯 还不知道 这样等下去不行 你再去一趟 是 于是那人也匆匆忙忙地去了 萧和官想等候侯爷的命令 看看到底要不要管他那个小儿子 是同意茶呢 还是不同意茶 他又悄悄把看守文社的门童喊了来 昨天 是不是有什么人来过 要 谁 就是刚才进去的几个 哪几个 程世子 带来的那个 摸骨画像的季先生 还有后面进去的那两个年轻男子 昨天晚上来的 小童如实回答 萧和官朝厅的方向看了几眼 然后训斥起小童来 既然昨天有人来 你怎么不通知我 你怎么不通知我 昨天那几个大人说是不让我声张出去 所以我悄悄带他们去了那间屋子里 在文社 几乎里面的人都用那间屋子代表杜木白自杀的那间屋子 萧和官怒地瞪了他一眼 他们在那间屋子里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就是在屋子里转了转 又踩到桌子上看了看 然后就出来了 没有了 没了 昏腾 这么大的事竟然瞒着他 小童大气都不敢出 看着萧和官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肯定闯了什么祸 而此时厅内 却是另一种状态 说是喝茶等候 可是李承压根就没心思喝什么茶 他焦急地坐在那 左看看右看看 还是没见萧和官回来 他起身在厅内中央走了好几圈 嘴里一直在嘀咕着什么 大伙就这样一直看着他走来走去 李承实在是忍不住了 脚步一定 面露荔色 他是不是耍我 这都等了多久了 怎么人还没来 这是真的急了 然后他抓来文社的一个人问道 怎么还没好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还不赶紧把萧和官叫来 大人 你再等等 等不了了 世子这样 我也为难 查干案子费这么多时间 现在我整个城市部有头有脸的人都坐在这 你们萧和官一而再地耽误时间 信不信我现在去立部告他一桩 李承怒气冲天 那人一脸无奈 完全没办法 倒是一直默默坐着的警戎出了声 程世子 还是在等等 你不急 这有什么可急的 今日天还下着雪 坐在这屋子里喝喝热茶 倒也不错 反正案子就摆在那 总不能跑了 可 别可是了 人家萧和官可是用好茶在招待我们 程世子那杯茶要是再不喝 就浪费了吗 警戎心里很清楚 萧和官出去那么久 若是真的要一一通知文社里的人 不可能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 而萧和官一心想要阻拦 那反常的举动定然不简单 他倒是要看看 萧和官葫芦里卖的药 等会儿要怎么倒出来 李承听他这么一说 心头的怒火被暗纳下来 白白手道 算了算了 你下去吧 是 李承转身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看了一眼手边的茶 然后 他当真信了警戎的话 端起茶喝了一口 刚到舌尖上 他就喷了出来 满脸的嫌弃 这都什么茶 难喝死了 这茶哪里好喝了 程世子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这茶好 是好在能在这素雅闲适的文社内 喝到一杯热茶 正所谓 平静有茶缝 是为人生之幸也 李承听完 眉头皱得更深了些 闻周周的话 他不想听 就继续坐着等 那几个老官心里 依旧十分惶恐 杜木白如果真的是被杀 到时候上面肯定追究 当年参与调查此案的人 这几个程司部老官 个个都得遭殃 要是杜木白是自杀 他们跑来文社闹着一茬 到时候还是要遭殃 左右都不是 能不忐忑吗 方桐 姜文和秉正 在那些官员的后面站着 前两位不敢动 似乎还没有从记云书之前说 杜木白是被杀的事中 回过神来 同时也担心过后 要被官府追究 他们污蔑杜木白偷盗的事 这个罪名可不小啊 说不定会被取消 参加考试的资格 但是想想就十分害怕 相对于他们 后者秉正虽也震惊 但表面上依旧 一副阴沉沉的样子 他低着头 谁也看不穿他心中所想 这个人身上 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一直不语的记云书 偏头看了眼 坐在身侧的景容 稍稍靠近 你怎么看 文言景容神色未动 将杯盖轻轻盖在茶杯上 然后身子也稍稍朝 记云书靠近 我的看法 跟你心里的看法一样 所以 那个萧河官 可能真的是在拖延时间 不是可能 是一定 他会去通知谁 景容笑了一下 目光朝还在生闷气的里程 看了一眼 纪云书似乎明白了 平阳侯 现在这个时候 谁都怕扯上麻烦事 萧河官也不例外 所以 他得找根头嘛 免得到时候是有追究 他也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 看来 这将是一场大戏 两庄案子和并未已见 这已经是大事了 等方案时 说不定整个高厅都会轰动 我们想要低调行事 大概是不行了 我既然答应帮城市子查案 就只能查到底了 二人的轻声对话 竟然全被站在身后 移在柱子上的白音听到了 他冷着一张脸说道 原本是一桩案子 现在是两桩案子 我们自己的正事 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 那声音很大 仿佛就是说给李承听的 果然 李承确实听到了 他朝这边看了过来 原本还在生闷气 但听了白音这一席话 脸上顿时上过尴尬和歉意 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心里很坚定 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自己拼尽全力 一定能给他们找到 就在气氛尴尬之时 萧和官终于来了 一瞬之间 里面多双眼睛 都牢牢地盯着他 李承豁然起身 大步朝他走去 萧和官 我等了你这么久 还没好啊 程世子 烧暗物燥 烧什么暗物什么燥 我现在就要带人 去杜牧白自杀的屋子 我也着急 可是事关重大 以免众人口舌 文社里这么多学子 我不得不交代清楚了 好 我就跟你耗 看看谁耗得过谁 萧和官往门口看了一眼 眼睛都要看穿了 人还没来 再晚一点 他就真的拦不住 那个城世子了 偏偏不巧的是 胡义王因为一早身子不适 所以平阳侯和儿子李乔 进宫去了 府上只有可以做主的李文书 萧和官派来通知的人 因为没有见到平阳侯 心里也着急 现在一伙人在文社里等着 要是平阳侯不出面的话 怕是有一场大风波 那人问李府开门的小思 侯爷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个说不定 那可如何是好 要不我先派人去宫门口等着 侯爷一出来就告诉他 来不及了 那就没办法了 小思双手一摊 说是巧也真的是巧 李文书在知道杜木白 写在扇子上的诗 试给别的女人之后 他也不再看书了 整天就在屋子里坐着 一直发呆 前一天晚上 平阳侯见女儿这样 心里担心 问了很多遍 他却一字不言 平阳侯以为他是婚期将近 所以心生不安 就安排他今天去寺庙里上上香 静静心 府上的丫头一一准备好了东西 搀扶着他出门 在门口就撞见了那个来通报的人 李承也有怕的人 一是他阿姐 二就是他大哥 眼下看到李家大小姐 那人当然得拦着 说不定这李家小姐能镇住李承 李小姐 李文书沉着眸子 心不在焉 他被丫头搀扶着往外走 听到了声音 他行至门口停下来 抬眸看着面前自己并不熟悉的人 你是 哦 他是文社的 要来找老爷 有事禀报 我爹进宫去了 你晚些再来吧 外头去庙里的马车 已经在雪中厚着了 他准备上马车离开 那人如同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李小姐 是程世子的事 阿成 他怎么了 世子带着城司部的人去了文社 说是要去当年杜木白自杀的那间物资查案 小和官命小的赶紧来府上禀报侯爷 问问是否要让世子去查 还是另有安排 你是说 阿成去查杜木白的事 世子说 杜木白是被人所杀 所以才要去查清楚 但是案子是六年前刑部已经结了的案子 小和官有所担心 这才被晓得过来 可是侯爷不在府上 李小姐 要不你走一趟 跟世子说一说 别让小和官为难 李文书身子猛然一颤 瞳孔骤然放大 他听到了什么 被杀 杜木白被杀 你是说 杜木白是被杀的 是不是自杀还不知道 不过世子带了一位先生 说是只要去了杜木白自杀的那间屋子 就能证明杜木白是被杀的 李文书胸口仿佛突然被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脸色难看 丫头一看 担心道 小姐 你没事吧 我现在 跟你去文社 好好好 有救了 李文书出马 李承必然不敢大闹 可他哪里知道 李文书是别有目的 两盏茶后 李文书到了文社 厅内一片四季 大伙都在耗 看谁耗得过谁 当李文书来时 所有人纷纷起身 景荣和季云书对视了一眼 怎么没等来平阳侯 反而把他等来了 当看到是自己阿姐前来时 李承很惊讶 起身去营 阿姐 你怎么来了 阿成 杜木白 真的是被杀的吗 阿姐 回答我 李文书紧紧抓着李承的手臂 指甲仿佛都要透过那厚实的衣裳 掐进他皮肉里 这一举动完全不正常 可以看出李文书很在乎杜木白 这都被纪云书看在了眼里 他心中有个大胆的假设 李承知道李文书的心情 可他回答不上来 只能将视线投向纪云书 纪云书接到他的眼神 走了过来 与李文书说 李小姐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杜木白 确实是被杀的 你有证据吗 那就看萧和官 让不让我们去查了 于是李文书立刻跟萧和官说 你派人去通知我爹 不就是要听他的意思吗 李小姐 我替我爹决定 让他们去查 一切后果 我来承担 萧和官以为李家小姐过来 尚且还能拖延一点时间 或者是让成世子离开 哪里知道是这种结果 李小姐 整件事情恐怕 我知道此事事关重大 而且任何人来办都会很为难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个吗 所以才会派人去找我父亲 但我说了 一切后果 由我来承担 等我父亲从宫里回来 我自会一一跟他说明 不会连累你 萧和官哑口无言 而李承一听萧和官之所以实行拖延政策 是因为去找他爹 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萧和官 这是我承司部的事 是我手里的案子 你派人去找我爹是几个意思啊 承世子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免得此举给你惹来麻烦 用不着你假人假意 哎呀 世子 我也无奈为之 行了 我没时间再跟你啰嗦 季公子 我们过去吧 好 萧和官知道 现在一定拦不住了 只能作罢 跟着大伙一块去了杜木白出世的那间屋子 而此时 大雪下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急 文社小童将门打开 从里面散出来一股陈旧的味道 但是比昨晚稍微淡了一些 门一开 其实是有些害怕的 毕竟里面死过人 晦气 何况还关了六年 有人胆怵 有人激动 李成和李文书迫不及待地想得知事情真相 他们随着纪云书进了屋 景荣和白阴却没有进去 白阴问 不解决 昨天晚上 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 知道什么 白阴昨晚虽然跟他们进了里面那间屋子 可是跟着他们在里面看了一圈后 什么也没明白过来 怎么就都知道了 景荣见他好像真的不懂 说道 你不妨去听听 白阴便进去了 屋子里虽是大白天 但还是十分昏暗 李成命人点了三盏灯 才将屋子里撑起一些光来 萧何官问 这间屋子 已经封了六年 六年都没有人进来过 之前是什么样 现在就是什么样 说是里面有证据 证据 在哪儿 季云书手中拿着一盏灯 朝屋子中间那张桌子凑近了些 然后仰头往上看 证据 就在上面 众人一一抬头将目光往上看 上面除了蜘蛛网 什么都没有 李成眼巴巴地抬头看了好一会儿 也没瞅出个究竟来 这上面有什么 季云书转身看向门口的方童三人 你们是不是说过 当时你们进屋的时候 就看到杜木白悬梁自尽 是 你们也说过 当时由于绳子悬挂得过高 所以你们将杜木白放下来的时候 有些够不着 是吗 是 好 大人 可否给我一根绳子 当然 萧和官赶紧命人取来一根绳子 季云书将绳子拿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然后在众人眼中看了一眼 找到一个人说 你过来 将绳子挂上去 被点名的那个人 是文社里的一个小童 小童手指指着自己 我 我 嗯 小童不敢不做 颤颤巍巍上前 接过绳子 爬上桌 将绳子挂了上去 第四百九十二集 季云书问江文 我记得杜木白的卷宗上所写 当时上去解开绳子的人 是你 是 当时上去解绳子的人 是我 好 你现在站上去 我 是你 江文心里发寒 看着那根悬挂在房梁上的绳子 当初杜木白上吊的那一幕 还历历在目 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心头发麻 现在要他站上去 还是当时死过人的地方 到底有些犹豫 李承用力拍了他一下 还不上去啊 江文不得已 只好走了过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慢慢踩上了那张桌子 你伸手摸一摸那根绳子 江文颤颤的伸手不敢抬头看 手伸过头顶摸了一下 纪云书面色凝重 你下来 纪云书又在人群中找到一个人 大人 劳烦你将绳子重新挂一下 被点名的是成丝部的老官 那老官跳了上去 将小童挂的绳子解下来 再重新绑了一遍 比刚才小童所绑的高度又高了一些 纪云书又让江文上去摸绳子 依旧能摸到不吃力 最后纪云书将目光锁定在 自己哥哥白银身上 哥 我需要你再将绳子挂上去 白银虽然一直反对 纪云书碰这桩案子 但是不能不帮忙 他登上桌子 将绳子重新再绑了一遍 捆绑好再下来 一整套动作十分利索 而那根上吊绳 比之前老官捆绑的高度 又高了一些 于是江文又上去摸 但是这一回 他虽然也能摸到绳子 但因为有些高 要将绳子解开的话 就有些困难了 众人不明所以 纪云书问站在上面的江文 当时那根杜木白 用来上吊的绳子 是不是就是这么高 江文似乎弄明白了 原来季先生是在测试 那根上吊绳的高度 江文回想了一下 点点头 确实 当时绳子就是这么高 好 你下来吧 江文下来 一直默默看着的李文书 开口 这跟杜木白 被杀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究竟 李小姐不用着急 我会慢慢解释 于是李文书将话又验了回去 随后 杜云书在人群中寻了一眼 看着方童 方公子 你上去 方童听话直接上去 你试试看 能不能将脑袋伸进去 方童试了一下 就是点起脚 伸长脖子 也很难将脑袋伸进绳子里 并且十分吃力 杜云书看了 笑了笑 你可以下来了 方童默默下来 在示范了这么多次之后 大家心里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纪云书也解释起来 现在我可以解释给你们听了 我先用姜文的身高来确定 当时杜木白上吊时 那根绳子的高度 而杜木白的身高是五尺三 跟方童的身高一样 但是刚才方童已经试过了 要想将脑袋伸进绳子里上吊 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杜木白当真是自杀 他为何要绑一根自己 根本无法够得着的身子 而且卷宗上记录 当时这张桌子上 也没有可以继续踩脚的凳子 所以可以判断 他就是站在桌子上上吊的 但他身高不够 显然不可能 所以他是被人吊上去的 我想是的 但是卷宗上写了 一切证据都表明杜木白是自杀 身上也没有别的伤口 我想 或许当时他是被人迷晕之后 再被吊上去的 可是这种绳子 根本无法将人吊上去啊 是啊 这种上吊绳固定在房梁上 怎么可能把人吊上去呢 因为凶手还有另外一根绳子 他用那根绳子绑在杜木白身上 再将它拉到上吊绳所在的位置 以凶手的身高 他很容易就可以将杜木白的脑袋 放进上吊绳中 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身上应该会有 另外一根绳子的勒痕呢 我想凶手是个聪明人 他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当时一定在杜木白的身上 还缠着一层被子之类的软质东西 将绳子捆在外面 所以才没有留下勒痕 那你怎么能证明这一切 可以找人到房梁上看看 上面有一道清晰的磨痕 是绳子摩擦在房梁上留下的 痕迹的力道偏向一侧 足以证明 不是上吊留下的 而是有人用绳子 借助房梁将杜木白拉上去 时留下的印记 而这个证据很快就被印证了 上面果然有一道勒痕 即使过了六年 依旧清楚 李文书没能站稳 眼眶发红 他 真的是 被杀的 李承立刻扶住自己的姐姐 然后问纪云书 凶手是谁啊 还不知道 不过你们也看到了 最后捆绑那根绳子的人是我哥哥 他身高五尺七 所以大概也是凶手的身高 至少范围缩小了 众人十分震惊 没人出声 李文书已经不行了 丫头赶紧进来扶着他 他眼眶发红 心痛如脚 在李承强烈的要求下 他只好先走了 现在证据确凿 杜木白是被杀的 个个面色凝重 李承说 我想 我得立刻去刑部一趟了 他看向方同三人 你们三个 虽然杀害 杜木白的凶手 是谁还不知道 但是你们冤枉他的事 不得不严查 来人 将他们先押去刑部 好好审问清楚 是 侍卫上前将三人抓住 在将他们带走之前 纪云书喊了一声 慢 我有几句话 要单独跟丙公子说 李承白白手 示意侍卫将丙正留下 其余人先行出去 屋子里 最后就只剩下二人在屋中 丙正很淡定 不知道先生 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不明白先生的意思 你昨天在我面前 念了那首诗 又说出江南非絮 让你起红疹的事 一切都是在提醒我 让我可以看出 其中的破绽 为杜木白偷盗你 诗句一诗 以正清白 你能告诉我这些 可想你心底不坏 既然如此 当年你就不可能会冤枉他 偷你诗句 这背后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先生想多了 只是时间过去了六年 我心里有愧罢了 你若是心里有愧 就该自己去 撕布衙门自首 而不是故意 露出破绽 等我来揭穿你 可想而知 你还隐瞒着什么 或者说 你是迫不得已 被人逼着 去冤枉他的 所以若是你自己 去自首 定会引来 不必要的麻烦 倒不如故意露出破绽 被人揭穿 要来得安全些 先生的假设 有些大胆了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不就是破案的要点吗 可这次的假设 可能会让先生失望 你说的迫不得已 被人逼着 完全没有 纪云书从他的脸上 和眼神中 看到的只有淡定 先想 莫非真的是 自己想多了 又或许 秉政太聪明了 毕竟他能不露痕迹 露出破绽给自己 这样的人 一定很聪明 二人思雨半会儿 纪云书也不好 再耽误时间 希望我真的是 想多了 最后 秉政和方桐姜文 被带去了刑部 做进一步的调查 然而此时此刻 平阳侯从宫里出来 人刚到城门口 府上的小厮 就冒着大雪 急匆匆地冲了上来 老爷 什么事 大小姐去文社了 什么 大小姐去文社做什么 小厮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一讲清楚 平阳侯脸上难以掩盖震惊 他二话不说 上了马车 吩咐马夫 立刻去文社 是 等等 还是先回去等 是 马车徐徐前行 朝李府去了 如今案子已经明了 杜牧白是被杀的 这是无法反驳的事实 李承现在要做的 就是立刻前往刑部 翻案 证据确凿 刑部的人也不能说不 文社 在纪云书证实了这一切之后 萧和官和承司部的那些官员们 都哑口无言 事实就摆在眼前 谁也无法反驳 但同时也意味着 接下来的这桩案子将会轰动整个高定 也会牵扯进来很多人 这场暴风雨即将席卷而来 说得更严重一些 当年参与此案的不少官员 极有可能会因此失职 或者被革职 所以现在不知道多少官员 在背后瑟瑟发抖 几个老官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 哎 你们说这可怎么办呢 待会儿李大人去了刑部 将证据呈报上去 我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可是现在能有办法 只好听天由命 哎呀 希望上头能让我们参与此案 继续调查 代罪立功吧 哎 希望吧 大家各自心头胆战不安 至于纪云书 他在与秉政说完话 看着那三人被带走之后 便与李承说 我先写一份详细的刑案 程世子 你带去刑部承交上去就行 好 那是极好的 纪云书便让人找来笔墨指宴 直接在那间出事的屋子里 开始写起来 而大伙儿就在外面等候 大雪越来越大 李承面色凝重地站在屋檐下 他的心情如被一块巨大的石头 压着一样沉重 又透不过气来 站在不远的景容看了他一眼 随即目光瞭望远处 想来程世子跟杜姆白的关系 应该很好吧 他是我府上的门客 当然不陌生 是吗 景容这两个字里藏着让人琢磨不透的含义 听到李承有些心慌 郑宇开口解释 景容打断他 我只是提一句 没别的意思 我 只要不涉及案件 程世子就是不说 藏着也罢 李承的话一下子全都验了回去 景容确实没有逼他说的意思 正好纪云书写好了刑案 拿着刑案出来了 交给李承 这上面都写的什么 李承好奇打开来看 字迹干干净净 十分清秀 所写的内容非常流畅 句句点到要害之处 没有十年的功底 是写不出如此漂亮的刑案来的 纪公子 你以前是不是写过这种上诉方案的刑案 没有 你写得真好 我看刑部那帮老头子 没理由不开卷方案了 希望有所帮助 一定 那你赶紧去吧 李承点头 便拿着刑案去了 那帮官员们也一一离开 纪云书景容和白音 随后才离开 三人撑伞步行 虽下着雪 却没什么风 纪云书看了一眼景容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李小姐 有点奇怪 确实有些奇怪 他很在意杜木白 何止是在意 应该是喜欢才对 景容直接下了结论 纪云书没有惊讶 因为他也猜到了 可白音却不懂 你们哪里看出 那个娇滴滴的大小姐喜欢杜木白的 我看她性子冷淡 不像是个会付出感情的人 对此 景容和纪云书相视一笑 哥 等你遇上一个 能让你付出真心的女子时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 你当真不给我找个嫂子 那就要看 能不能遇到一个 像云书你这么聪明的女子 这世上比我聪明的女子多得是 只怕到时候你会挑不过来 但是在某人眼里 你是最聪明的 景容看了他一眼 很满意这番话 三人就这样一路聊着天 回了宅子 而另一边 李文书因为接受不了 杜木白被杀的事实 整个人早已扛不住了 他是被丫头扶着 离开文社的 路上丫头心疼地看着他 欲言又止 不知该说些什么 当年杜木白与自家小姐的事 丫头也是知道的 六年前在得知杜木白自杀后 李文书足足病了半年 那半年里 整个人都糊里糊涂的 平阳侯请过不少大夫 开了很多药 但都于事无补 最后说是心病 但无论平阳侯如何问 李文书都不肯说什么 而他的心事 也只有身边丫头 李承和一起长大的 龚士林知道 但他们都闭口不谈 谁也没说 直到半年后 李文书突然就好了 但是从此 他就不再提及 杜木白这个名字 仿佛那个人 从未出现过 即便有时候李承会说上一句 李文书都表现得很平淡 时隔六年 当他再次听到杜木白的事情时 竟然是他被杀的消息 那种心情根本无法言语 没多久 一路返回李府 马车停在了门口 丫头小心翼翼地 搀扶着李文书下去 他面色憔悴 完全丢了魂 目光涣散 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着 到了门口 府上小厮上前说 大小姐 老爷在厅里等你 让你过去 李文书好像没有听到 继续走着 小厮赶忙跟上来 又说了一遍 大小姐 老爷在厅里等你 说是有话要问你 他还是没有反应 身边丫头出声提醒 小姐 老爷找你 你说什么 老爷在大厅里等你 父亲回来了 嗯 他看向大厅的方向 方才憔悴的神色 渐渐有了些许精神 因为他不能让平阳侯 看出自己的心思 他举步前去 大厅里 平阳侯就坐在正位上 一双严肃犀利的眼神 紧紧地盯着庭院外 直到看见自己的女儿 被丫头搀扶而尽 李文书欠了欠身 父亲 你今日 不是应该去寺庙吗 孩儿没去 为什么 我去文社了 去做什么 有人来通知 说是阿诚带着城司部的人 要去当年杜木白自杀的 那间屋子查探 那最后查得如何 李文书便将其中来龙去脉 一一说了一遍 你是说 当年是他同屋的三人 陷害他偷盗诗句 是 而且三人已经承认 那杜木白被杀一时 可与他三人有关 根据身高判断 应该不是他们三人 嗯 嗯